寒风萧瑟 鹅毛般的大雪 纷纷扬扬飘洒下来 这长雪已经下了一天一夜 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雪地里 一名十一 二岁的少年 爬伏在那里 静静地盯着前面一个小小的洞口 除了脸上 整个身体全都附上了一层雪白 他已经趴在这里 整整一个时辰 风雪渐小 突然 他的眼珠转了转 眼中露出一抹惊喜 一只兔子从那洞口中探出头来 他先警惕地左右张望 发现没有什么危险 才从洞中出来 准备去寻觅食物 少年没有立刻行动 等到兔子离洞口有一定距离 他才猛地一个月起 手中飞镖急射而出 扑 前行的兔子听到动静 想要逃跑 只是才跑出一小段距离 就被急射 而致得飞镖射中头部 倒在地上扑腾了两下 不再动弹 看到倒在地上的兔子 少年稚嫩的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几步上前捡起兔子 拔出飞镖 小心地抹去上面的血迹 仔细地收起来 自语了一句 踢着兔子往山下走去 山脚下 一处破败的庙宇里 一位老人一动不动地 躺在角落的甘草堆上 脸色苍白 似乎已经没有了气息 老人的不远处 燃着一堆篝火 此时火堆上的火苗越来越弱 就像那老人的生命之火 随时会熄灭 爷爷 我回来了 你看我捉到一只兔子 少年带着喜悦的清朗嗓音 在庙外响起 话落少年提着兔子进入破庙 听到声音 草堆上的老人缓缓睁开眼睛 眼中闪过一抹光彩 喃喃低雨 十三 看着火堆快要熄灭 少年放下手中的兔子 动作娴熟地 拿起一旁的干柴架在火堆上 火苗很快旺盛起来 屋内也渐渐温暖起 爷爷 我打到一只兔子 可以给你补补身子 填好柴 少年来到草堆旁 蹲在老人身边高兴地说道 十三 老人颤抖着 抬起枯瘦的手握住少年 还有两个月 就是青云门开山收徒的日子 你一定要去参加入门测试 爷爷 等你的身体好了 我们一起去青云门 十三 双手握住爷爷冰凉的手 神情坚定地说道 十三 爷爷老了 走不动了 老人脸上露出笑容 有失落 也有释然 我可以背着你走 等我拜入青云门 西德仙法 寻找反老还童的仙丹 你就可以和我永远在一起了 十三脸上神情坚定 说到西德仙法时 眼中一片向往之情 这片大路上 凌历着众多修仙门派 离他们最近的是 青云山中的青云门 青云门每隔五年 会打开山门 向俗世招收弟子 十三的爹娘 早些年因意外去世 他和爷爷相依为命 在小山村中打猎为生 从小爷爷就会给他讲一些 仙人除妖降魔 承恶扬善的故事 明年二月 又是青云门 五年一度招收弟子的日子 十三爷很想来试一试 若是测出有修仙的天赋 就能踏上修炼之路 成为人人羡慕的仙人 但他从来没把这个想法 说出口过 他不想留下爷爷一个人 孤零零地在家里 没曾想 爷爷却主动提出 要送他来参加考核 说如果他能加入仙门 爷爷就在仙山下的小镇定居 他有空的时候 就可以下山来团聚 就这样 爷孙俩从居住的小山村出发 一路行来 已经走了大半年 不曾想一场风寒 让爷爷的身体 彻底垮了下来 他们已经在破庙中待了十来天 再这样逗留下去 他们将赶不上 今年的入门测试 林十三却没有时间来想这些 现在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 照顾好爷爷 错过了这次的入门考核 五年后 他还可以再参加 失去了爷爷 他就失去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十三 爷爷相信 你一定可以通过考核 加入青云门 说到这里 老人脸上神情激动 精神似乎都好了一些 他颤抖着手 伸进怀里 拿出一个小木盒 十三 你知道爷爷为什么要给你 取这个名字吗 老人抚摸着手上的小木盒 眼中满是缅怀 爷爷 林十三疑惑地看向老人 几百年前 我们林家也出了一位 有灵根的老祖灵院 老人似乎并没有想要他回答 不等他说完又开始说起来 他成功地败入青云门 成为了青云门的外门弟子 当时我们林家圣极一时 就连县太爷见到林家人 都要礼让三分 只是好景不长 老祖 在一次外出历练中 遭人暗算身受重伤 回到宗门没多久就先是了 是谁暗算了老祖 听到这里 林十三不由焦急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 林家也是在青云门的周星仙长 送回老祖遗物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消息 爷爷抚摸着手中的盒子 伤感地说道 你这次要是能够顺利败入青云门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答谢周仙长 当年送回老祖遗物的恩情 爷爷 我会的 林十三默默地在心中记下灵远 周星这两名字 这么多年 我林家每代子孙 都会在青云山收徒时前来测试 但没有再出现一个 有修炼天赋的人 老人说到这里 眼中是满满的失落 在你出生的时候 我给你取名十三 希望你能继承老祖的天赋 成功败入青云门 爷爷 你放心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都会留在青云门 踏上那修仙之路 为老祖报仇 林十三握着老人枯瘦的手 坚定地说道 好好好 老人连说三个好字 又神情严肃地说道 但是你也不能太心急 暗算老祖之人 最少也是修炼了一百多年了 在你没有足够实力之前 切勿动手 保全自己的性命 才是重中之重 爷爷 我知道 我还要让你跟我一起过好日子 少年声音稚嫩 语气却很坚定 好孩子 有你这句话 爷爷就心满意足了 看着眼前少年稚嫩的脸庞 老人眼中有欣慰 更多的是不舍 他颤抖着手 把手中的木盒 放进林十三手中 十三 爷爷今天把老祖的遗物交给你 这个盒子上有老祖 设下的封印 只有我们林氏族人的一滴鲜血 才可以打开 等你开始修炼 滴一滴鲜血在上面就能把它打开 取出老祖遗物 爷爷 还是您收着吧 等我通过清云门的入门测试 你再给我 林十三把木盒放回爷爷手中 认真地说道 爷爷既然交给你 你就好好收着 难道你还不听爷爷的话了 爷爷板起脸 把木盒放回他手中 我听爷爷的 没想到 向来慈祥的爷爷说生气就生气 林十三忙不迭地收起盒子 放进怀里 这才是爷爷的乖孙 记住爷爷刚才的话 任何时候都先要保证自身安全 爷爷累了 要休息一下 爷爷看着他 满脸不舍地说道 爷爷我记住了 你休息一下 我去把兔子烤了 林十三说着 提起地上的兔子 转身去包皮 爷爷看着他的背影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十三 爷爷不能陪你了 林十三处理好那只兔子 就把他架到火上烤 一边烤一边 不时回头看向 躺在那里的爷爷 见爷爷睡着了他 放轻了手上的动作 生怕吵到了爷爷休息 破庙里 慢慢弥漫出一股烤肉的香味 虽然很饿 林十三还是先撕下一只兔腿 给爷爷拿过去 爷爷 兔子烤好了 你起来尝尝 他一手拿着兔腿 另一手轻轻地 推着躺在那里的爷爷 爷爷 爷爷 很快 他发现了爷爷的不对劲 脸上露出惊慌之色 手上拿着的兔腿 啪的一下掉到地上 他抱着爷爷大声呼喊 只是任由他如何呼喊 爷爷也没有再睁开眼睛 看他一眼 大雪漫天 林十三红着眼 跪在爷爷坟前 爷爷 你放心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都会进入青云门 好好修炼 说完 他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 站起身头也不回地 往青云门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林十三靠打猎为生 遇到城镇 他就用包下来的皮毛 换些银钱 买些干粮 更换一下口味 如此 又走了一个半月 积雪开始慢慢融化 天气一天一天地暖和起来 大地开始披上绿装 已经是一月中旬 还有半个月 就是青云门开始收徒的日子 林十三已经打听好了 以他的速度 最多半个月 就能到达青云山下的青云镇 定不会错过这次的入门考核 穿过这片丛林 就可以到达牛头镇 他摸了摸背上包袱里的皮毛 最近天气暖和起来 出来觅食的小动物也多起来 他攒下的皮毛也多起来 卖了这些皮毛 今天晚上 他又可以在小镇的客栈里 好好休息一晚 剩下的钱 应该还够他买几天的干粮 想到这里 他加快了步伐 终于 在太阳快要落山时 他看到了前面的小镇 林十三赶在天黑前进入小镇 他开口向老板问道 大叔 镇上的客栈怎么走 你也是要去青云门 参加入门考核的吗 老板有些诧异地看向他 通常像他这个年纪 前去参加考核的 都有家人陪伴 像他这样独自一人前去的 少之又少 是的 我的年龄达到了 总要去试一试 林十三微笑着说道 脸上是与他这个年龄 不相符地沉稳 出了小店往右边走 看到一条岔路往左转 一直走就可以看到 镇上唯一的一家客栈 牛头客栈 老板并没有多问 他做生意多年 形形色色的人都见过了 这孩子一看 就是家中发生了变故 你要住店的话就快一点 最近去青云山的人很多 住店的人也多 去晚了就没房间了 老板忍不住又叮嘱了一句 谢谢大叔 虽然住不到客栈 对他也没有多大影响 林十三还是真心地 向店老板道谢 走出店门 顺着大叔指的方向 他很快来到了客栈外 客栈的大门上 挂着牛头 客栈几个大字 大堂内已经坐满了客人 林十三走进客栈 直接走向柜台 对掌柜的说道 掌柜的 我要一间下等房 小哥 小店今天的下等房 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一间 中等房和两间上等房 掌柜的抬头 看向他和蔼的说道 并没有因为他衣着破旧 就看不起他 中等房多少钱一晚 林十三迟疑了一下问道 一百文钱一晚 老板客气地回答 就给我开一间中等房 林十三从怀里 摸出钱放在柜台上 之前住一晚下等房 只要二十文 但想到 这次已经在野外露宿了十几天 身体已经非常疲惫 精神也一直没有放松 还是决定 好好休息一晚 好的 这是楼上三号中等房的钥匙 你还需要吃点什么吗 老板双手递过钥匙 笑盈盈地问道 给我煮一份大碗的面条吧 林十三接过钥匙说道 这时候吃一碗 热腾腾的汤面 全身的疲惫 都可以减少一半 好的 你是在下面吃 还是 掌柜的 给我们来三间上等房 这时门口 进来四人 前面一名少年 和一名少女 并排着走进来 两名中年男子跟在后面 还不等老板话说完 走在前面的少年 就大声说道 掌柜的对着林 十三歉意地一笑 看向走来的几人 客观 小店只剩下两间上房了 中等房呢 还有没有 少年顿了一下问道 中等房也没了 最后一间 中等房刚才 已经订给这位小哥了 掌柜弯着腰 小心翼翼地说道 眼前这位衣着华柜 看着 就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 旁边那位姑娘 虽然没有说话 但身上的气势一看就不凡 可不是他这种小老百姓 能够得罪的 掌柜的 给我送到房间里吧 林十三说完转身就走 没有房间了 我就自己找 少年正要发火 看到离开的林十三 突然说道 说完不再理会掌柜的 对着离开的林十三喊道 小子 把你的房间让出来 我给你双倍的价钱 林十三正在想着 明天走的时候 买多少干粮 他还想攒下一部分钱 再败入青鱼门后 如果遇到周星前辈 他才有钱 买东西感谢他 并没有注意到 少年在喊他 给你两倍的房钱 你把房间让给我 听到没有 没有得到回应 少年气急败坏地跑到 林十三前面 以止气势地说道 我还不缺这一碗的房钱 你找别人吧 我要去休息 请你不要挡着落 林十三看着眼前 少年高高在上的态度 有些生气 直接拒绝 你知道我是谁吗 前书 少年被当众拒绝恼羞成怒 正要让随行的护卫 出手教训他一下 张峰 既然别人不愿意 你又何必强人所难 一道清冷的女生想起 正是和他一起进来的女孩 小子 这次就放过你 以后说话做事小心点 张峰狠狠地瞪了林十三一眼 跑到女孩跟前笑着说道 雪儿说得对 既然他不愿意 我就问问其他人 说着 他转身高声 对大堂里吃饭的人问道 有谁愿意让一间房间 给我们 我出三倍的价钱 说完还挑衅地 朝林十三看了一眼 林十三完全没有心思理会他 拿着房门钥匙 朝楼上走去 他实在太累了 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进到房间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小二送上来的面条 倒头就睡 第二天一大早零十三就醒来 他精神奕奕地走下楼 退了房门钥匙 好好地吃了一顿早餐 又在店老板这里买了三天的干粮 才出发向镇外走去 他是考虑过后 才决定买三天的干粮 现在的气温逐渐升高 干粮买得太多容易变质 这三天 他将不再进入丛林中打猎 也不进入城镇中休息 这样可以加快他前进的速度 2月1日 青云门入门测试的日子 天还未亮 青云镇就开始躁动起来 一群群人从镇上的各个角落走了出来 密密麻麻如潮水般 向镇外的广场涌去 还有一些 因为住不下 留宿在附近村镇的人 也或赶着马车或不行 从四面八方往青云镇赶来 青云门收徒的日子 每五年一次 只要20岁以内的人都可以前来参加 由于修仙不光 要看个人的资质 还要看修炼的决心 够不够坚定 都是自愿前来参加考核 最远的地方 甚至要从一年前 就开始出发往青云门赶 能够前来的都是 对修炼成仙抱着极强的信念 尽管如此 前来参加测试的人还是很多 林十三在两天前就赶到了 只是那时青云镇附近的村庄 都已经住满了人 他指的向来的路上一样 在镇外的树林里 随意选了一棵大树落脚 在刚到青云镇的时候 他就向当地居民 打听清楚了测试的地点 随着青云镇里的人潮涌动 林十三也跳下树来 跟在人流后面向广场那边走去 很快 林十三跟着人流 来到镇外的一块空地旁 此时 那片空地上还空无一人 走在最前面的人 也在入口处停下了脚步 前面似乎有一层无形的屏障 挡住了进入广场的人流 这就是仙人的术法吗 有人伸手抚摸那道无形的屏障 可真是太神奇了 我要是也能洗的仙法就好了 林十三站在人流中 听着周围人的议论纷纷 眼中也是一片向往之色 爷爷 我已经来到青云山下 但凡我有一份修宪的资质 能够入的青云门下 都会前行修炼 成为那飞天遁地的仙长 太阳出生 一片霞光照进广场中 五张石桌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忽然 霞光大圣 一道道身影逆光而行 从霞光中走出 是仙长 仙长们来了 人群中有人惊呼出声 人们纷纷向霞光处望去 无论男女老幼 脸上全是激动崇拜之色 有人甚至开始下地跪拜 口中高呼 恭迎仙长 其他人见状纷纷下跪 迎接青云门的仙长 林十三也不由自主地 跟着周围的人一起跪下 他神情激动 眼睛紧紧地盯着那霞光闪耀之处 见五人穿着青色长袍 踏着祥云 依次从霞光中走出 长袍上的金色云纹 隐隐显露出青云两个字 五人身姿飘逸 面容清俊 步伐看似缓慢 却在转瞬间 就来到广场的石桌前 领头之人 率先到左边第一张石桌前站定 他刚站到石桌前 身后就飘来一团彩云 缓缓凝结成一个大大的衣字 漂浮在他身后 其他几人 依次在石桌前站定 身后分别凝结出二 三 四 五几个大字 不知这次能否测出几个好苗子 待几人都站定 带头之人望着乌泱泱的人群说道 今年前来参加测试的人 比往年都多 定能测出几个好苗子 张师兄 可要给我们也留几个 站在第三张石桌前的青年 笑嘻嘻地说道 田师弟说的哪里话 这都是各风 凭借自身运气 谁也不知道哪些人有灵根 他们排在了 那一封的测试台前 就是哪一封的弟子 这个规矩我可改不了 张师兄 一脸志得一满地说道 除去站在第五位的青年 一脸苦涩 其他几人也满脸赞同 张师兄说的是 只是飞来风 已经连续几次 都没有收到资质好的弟子 田师弟说着 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 站在第五位上的青年 还是准备开始测试 这些事 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张师兄 打断田师弟的话 怜悯地看了一眼 第五风的周师弟 拿出测灵石 放在面前的石桌上 田师弟淡淡一笑 不再说话 也拿出测灵石 放在面前的石桌上 其余三人 也陆续从怀中 掏出测灵石 放在面前的石桌上 青云门为了防止 出现争强 有天赋弟子的事情出现 立下规矩 五风各派一人下山 进行灵根检测 前来测试的人 排在哪一风的队伍里 入门后 就是哪一风的弟子 只是各风弟子 都会传讯回自己的家族 在进行灵根测试的时候 到自己所在的主风排队 而第五风 已经多次没有 招收到有天赋的弟子 这使得第五风 实力大减 知道内情的人 都不会排到 第五风的队伍测试 不知内情的平民老百姓中 又很难出现天赋 出众的人才 张师兄 看向跪在那里的人群 出手轻轻一挥 跪着的数万人 不自觉地站起身 人群中 又爆发出一片惊呼声 这就是仙人的力量吗 看着这一幕 林十三激动地 握紧了拳头 只要我能进入青云门 总有一天 也会掌握这样的力量 张师兄看着面前 人群激动又崇拜的神情 露出一抹自得的笑容 开口说道 青云门五年 一度地入门测试 正式开始 现在开始排好队 进行灵根测试 话落 人群面前 缓缓地出现五座大门 上面同样标示着 一 二 三 四 五 虽然他的声音不大 但听在每个人耳中 都很清楚 就像是在自己耳边说话 等待的人群激动起来 纷纷开始排队 林十三 被人群挤着排到了 五号门的队伍中间 人潮中 渺小的他并没有注意到 一号门和二号门排队的人最多 三号门 四号门次之 五号门最少 他捏紧拳头 压抑着自己 激动的心情 看着前面涌动的人头 暗暗祈祷自己 一定要有修仙的钳制 队伍前进得很快 林十三默默地 跟在后面 快看 看那是什么 突然 排在前面的一个小孩 惊呼一声 指着一号通道那边的十台经 得说到 林十三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一号测试台上 闪耀起一片蓝色的光芒 极品水灵根 排队的人群耳中 响起张师兄惊喜的声音 恭喜张师兄 清云峰又得一名 极品灵根弟子 在清光闪起的那一刻 旁边几人都羡慕地 看向张师兄 这是我清云门要崛起之兆 张师兄满脸喜悦 都看向面前女孩 如果林十三在这里 就会认出 面前的女孩 就是想当初在客栈 被换作雪儿的那名女子 你叫什么名字 张师兄和蔼地问道 弟子李雪 见过仙长 李雪声音清冷 不卑不亢地回答道 李师妹换我张师兄即可 以后你就是我清云峰的弟子 先到后面等一下 张师兄指着他身后说道 那里已经站了两人 是 张师兄 李雪点点头 一步到他身后站定 远处 一座云雾缭绕的山顶 五位先锋倒鼓的老者 看广场上的林根测试 恭喜掌门师兄 又得一几品林根弟子 当李雪的测试 林光闪起时 旁边四人 纷纷像坐在主位上的老者道贺 等待测试的人还很多 说不定 你们也能收到 几品林根弟子 张掌门抚摸着 自己血白的胡须说道 只是脸上 那怎么也掩饰不住的笑意表明 他此时的心情确实很好 下一个 张师兄哈哈一笑 挥一手喊道 接下来走上前的是 和李雪同行的张峰 只见他满脸自信地走上前 把手放到侧林石上 一片火红的光芒闪耀起来 上品火林根 快到后面等着 张师兄心情很好 和蔼地对张峰说道 虽然没有李雪的几品林根资质好 但上品林根的人也不多 况且 现在他后面已经占了四人 其他几封都只测出一两人有林根 飞来风 更是到现在还一个有林根的都没测出 是 张师兄 张峰高兴地走到李雪旁边站定 五号队伍里 林石三紧张地盯着前面 通过刚才的情形让他知道 要让石头发出光芒 才能有修仙的资格 但是他们这一排队伍里 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人合格 这让他心中有些忐忑 很快 他的前面只有几个人了 他们这一排队伍里 只测出了一个上品林根 和两个中品林根的人 此时 一个面色有黑的小男孩 走到侧林石前 他紧张地搓了搓手 颤抖着 把手放到侧林石上 一抹淡淡的土黄色光芒 从侧林石上升起 我可以修仙了 还没等测试的周景发话 小男孩就激动地喊道 周景看着眼前兴奋的小男孩 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 下瓶土林根 就算修炼 前景也不好 你确定还是要修炼吗 小男孩惊愕地停下来 看着周景 你这样的资质 就算进入宗门修炼 穷极一生 最多也就能修炼到助击器 很难有大的突破 你还要加入宗门修炼吗 周景耐心地向小男孩解释 师父叮嘱过他 遇到资质不好的人 要解释清楚 修炼到助击器 可以遇见飞行 延年益寿吗 小男孩犹豫了一下问道 能延寿至两百年 可以遇见飞行 听到他的问题 周景淡笑着回答 那我要加入宗门修炼 听到他的回答 小男孩坚定地说道 那你站到后面去 周景朝他点点头说道 下瓶灵根 虽说在修真界 是最普通的灵根 但对凡俗之人来说 也算得上是天差地别 随后 他又看向排队的人喊道 下一个 很快轮到零十三 他沉稳的小脸上 也浮上一抹忐忑之色 暗耐住胡乱跳动的心跳 他咬咬牙 将手按到了侧灵石上 暗自决定 就算有一丝修仙的资质 他也要进入清云门 手心猛的一阵 侧灵石上浮现一层 朦胧的五彩光芒 只是那光芒却极为暗淡 尹若现 若不仔细看 几乎发现不了 看到那淡淡的光芒 零十三却是心中一喜 还好我也有修仙的资质 他满脸激动地看向周景 正要问他 是不是也可以加入清云门修炼 却发现 仙长一脸难以言说的表情 仙长 我是不是也可以加入清云门修炼 迟疑了一下 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这灵灯太过弱小 并且还很博杂 跟没有灵灯也差不多 就算进入宗门修炼 穷极一生 最多也就是修炼到炼器五六层 我劝你 还是不要进入宗门 白白浪费时间了 周景看着他劝说道 仙长的意思是说 我还是可以进入宗门修炼的吗 零十三望着他 满脸稀奇地问道 周诗店 你不会连这样的费灵根 都要收入门内吧 这时 旁边四号桌的吴长 惊讶地说道 就是啊 周诗店 这样的费灵根进入宗门 就是浪费资源 三号桌的田鱼也说道 另外两人虽没说什么 也是一脸惊讶地看着周景 听到他们这么说 零十三脸色顿时惨白 如果你坚持要进入宗门 最多也就一辈子做个杂役弟子 还不如回到家乡成家过日子 以后再带你的儿孙前来测试 说不定还会出现更强的灵根 周景苦口婆心地劝说 仙长 就算只能做个杂役弟子 我也愿意 零十三坚定地说道 那你就到我后面 去等着吧 周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叹了口气说道 谢谢仙长 得到同意 零十三心中的忐忑完全散去 高兴地说完 就往周景身后走去 站在了黑脸小男孩的旁边 张师兄几人 一脸无奈地看着周景 不过也并没说什么 门中始终是需要一些做杂活的弟子 周景摇摇头 开始继续测试 世人皆以为修仙好 但其中的艰辛 又哪里是他们能知道的 只有等他以后明白了 他这是 在做些无用功 在送他下山 站在那里的张峰 在零十三进行测试的时候 就认出了他 等看到他只测出了费灵根时 张峰的眼中露出讥讽的神色 只是零十三沉浸在 可以进入青云门修炼的喜悦中 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神 零十三看着周景的后背 心中万分感激 暗暗想着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报答先长的入门之恩 等所有人测试完 周景这边一共测出 七个有灵根的人 只有一个叫忠欲的是 尚品灵根 其中还包括零十三这个费灵根 反观其他几封 青云封不光测出 李雪这个极品灵根 有灵根的人数 也达到了25人 最差的丹霞封 也测出了15人有灵根 现在要带你们进入青云门 走问心路 只有从问心路登上青云山的人 才算正式入了我青云门 张师兄看了看留下来的众人说道 大多数人听到张师兄这么说 脸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显然是早就知道 会有这一遭 少部分人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 这些人明显都是贫苦人家出身 对青云门完全不了解 飞来风收到的几名弟子 明显都不知道内情 脸上都露出忐忑的神色 你们不用紧张 只要顺着自己的本心 很快就能走过问心路 周景和蔼地说道 是 仙长 几人听到他这么说 明显放松下来 既然入了青云门 以后我们就是师兄弟 你们喊我周师兄就好 好的 周师兄 几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道 脸上都有了笑容 林十三在心中默默地想着 周景刚才说的话 顺着自己的本心 我的本心是什么呢 我现在只想进入青云门 修炼仙法 这么想着 他的精神振作起来 几位师弟 我们现在带他们到青云山脚下去吧 张青看向田羽几人说道 张师兄先请 几人脸带微笑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张青点点头 使出藤云树 笼罩向身前的二十几人 只见他们脚下 升腾起一片云雾 走 随着张青的一个走姿 那二十几人的身体 就被云雾拖着 缓缓离开地面 随着张青 一起向青云山飞去 田羽几人跟在张青后面 使出藤云树 带着自己招收的弟子 往青云山挤驰射而去 林十三站在云朵上 脸上满是忐忑又激动的神情 黑脸小男孩 更是有些颤抖地 朝林十三靠了靠 不要害怕 藤云树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树法 周景温和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原来这叫藤云竹 林十三暗暗记了下来 心中的害怕 也随之慢慢消散 好奇地向四周看去 却发现 他们已经来到 一座山脚下 前面是一条 十丈宽的阶梯 阶梯旁竖着一块石头 上面写着问星路 三个大字 高耸路云的山峰 连绵不绝 笼罩在云雾之中 一股威严之势扑面而来 让一众新人 从内心深处 生出沉浮的念头 有几个人 甚至不自觉地跪了下去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满脸羞愧地站起来 张师兄等人 看着跪下的几人 暗自摇了摇头 不过却并没有说什么 不过是些资质差的弟子而已 林十三也感受到了 那股扑面来的威压 他努力地抬起头 看向那云雾深处的山巅 眼中射出布区的光芒 心中升起万丈豪情 总有一天 我要凌驾在你之上 此子星星不错 山上 坐在石桌旁的 第五封的冯峰主 看着林十三 微笑着说道 冯师弟 难道要破例收这个 费灵根做弟子 张门主惊讶地问道 其他三位封主 也诧异地看着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干涉 如果有一天 他能达到我收徒的标准 收他入门也无妨 冯峰主一脸淡然地说道 他这种费灵根 怎么可能突破到注基7 星星再好也没有用 总把眼光放在这些 没有资质的人身上 你还是想想 怎么能多收几个 资质好的弟子 你们费来风这几年 招收的弟子越来越少 云台风的李峰主 别有深意地说道 其他三人 也满脸如此的表情看着他 弟子不再多 有几个核心意的就好 陈峰主不慎在意地说道 这就是问星路 你们从这石阶上走到山顶 就可以正式进入门中 现在你们可以开始上山了 山脚下张青 对着一群脸露 敬畏之色的孩子说道 听到可以上山了 大多数的孩子都满脸激动地 向问星路跑去 少部分如李雪 张峰之类的人 则是不紧不慢 胸有成竹地走过去 他们显然知道 问星路考核的是什么 林十三没有着急地走上问星路 猎人谨慎的天性 让他选择了走在最后 反正也没有规定时间 他想看看 其他人走上去后 会有什么反应 前面的人已经走了三十几个台阶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仿佛这就是一条普通的上山之路 当林十三第一只脚踏上石阶的时候 只觉得浑身一震 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他收回那只脚 却又觉得没有任何变化 眼看前面的人已经走远 他们并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事情 林十三抬脚开始往上走 这次却没有了刚才的感觉 就像走在普通的石阶上一样 还是赶快走吧 到山顶我就可以正式成为青云门的弟子了 这样想着 他加快了脚步 只是没走几步 他却发现 整个石阶上只剩下他一人 前面是看不到镜头的阶梯 后面笼罩着一层白茫茫的云雾 林十三眼中露出一片惊讶之色 仙人的仙法真的是太神奇了 他不由地加快了前进的脚步 张青几人看到所有人都走上了问心路 施展藤云树 一起来到山顶 齐齐向石桌边的几位风主行了一个礼 才各自站到他们身后 静静地看着山下的情况 走在最前面的人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 陆续有人神情开始变得迷茫 渐渐地有人开始边走边笑 到最后 甚至有人停了下来 慢慢地 只剩下几个人还在正常往上走 此时 林十三的脑海中不断浮现 以前和爷爷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小时候 爷爷带他去镇上 给他买唐人的情景 还有他第一次打到猎物交给爷爷时 爷爷抚摸着他的头 看着他慈祥的样子 走着走着 他似乎看到 爷爷在前面向他招手 嘴里还喊着 十三 快过来 爷爷 他嘀嘀地喊了一声 眼睛里闪过一抹怀恋的神色 一滴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 爷爷 你放心 进了清云门 我一定好好修炼 林十三抬手擦掉滑落的眼泪 眼中的怀恋消失不见 林台一片清明 眼前爷爷的样子也瞬间消失 看清眼前的情景 他还在那石阶上 前面还有几步台阶就能到达山顶 林十三心中暗暗惊叹于仙法的厉害 脚下去是不停几步跨了上去 来到山顶 首先看到的 就是石桌前坐着的几位丰主 周景几人正恭敬地站在他们身后 想来这些定是清云门的老神仙了 林十三拜见几位仙长 林十三扑通一声跪下来 行了一个大礼 看到跪在那里的林十三 几位丰主全都一脸愕然的神色 没想到最先走上来的 竟然是这个废材 快起来吧 无须行此大礼 冯丰主微微一笑 轻轻一挥手 林十三就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谢谢仙长 看着冯丰主慈祥的笑脸 林十三不由地又想起了爷爷 眼中闪过一抹悲戚之色 林十三 不错 你既然进入了我清云门 以后就好好修炼 冯丰主俯着胡须笑着说道 仙长 我能拜你为师吗 看着冯丰主慈祥的笑脸 林十三脱口出 可以 只要你在四年后的外门大笔中 进入前五十名 我就收你为弟子 冯丰主满眼含笑地说道 田羽几人眼含轻蔑地看着林十三 心中暗暗吃笑 你一个费灵根 还想拜冯丰主为师 四年后能修到炼气一层都不错了 仙长 我一定好好修炼 四年后成为你的弟子 林十三两眼放光 我等着你 修炼的路上困难重重 切不可想着走捷径 你先到旁边等着吧 冯丰主说完 示意他站到一旁等待 林十三点点头 意志住心中的激动走到周景后面 看向问心路的阶梯 从上往下看 路上的情况一目了然 有的人在阶梯上欢快地跑来跑去 有的人坐在那里痴痴傻笑 似乎都沉醉在美好之中 一刻钟后 李雪神情一震 眼中渐渐恢复清明 很快从问心路上走了上来 弟子李雪 见过各位仙长 李雪神情清冷 声音沉稳地向几位丰主行礼 哈哈 不错 以后你就是我清云丰的弟子 快到这边来 张门主看着沉稳的李雪 心中万分高兴 这个弟子不光天子吼 心性也坚定 当李雪看到站在那里的林十三时 眼中闪过愕然 不过想到他的临根 又在心中暗自摇了摇头 不过是个废临根 心性再坚韧也没用 又等了半个时辰 才陆续有人登上了丰顶 直到两个时辰后 所有的人才全部上来 几位丰主带着中品临根以上的弟子 回各自的主风 张青等人带着夏品临根弟子 去青云山外围的清晰堂报道 几人互相打了一声招呼 带着自己那一封招来的夏品临根弟子 向青云山外围而去 走 我带你们到清晰堂去入籍 周锦首一挥 施展腾云术 带着林十三和黑莲小男孩 也跟了上去 黑莲小男孩 对于再次腾云驾悟 还是显得很激动 两眼放光地 望着脚下掠过的山峰 林十三却已经没有了 第一次的那种兴奋 因为总有一天 他也能自己架着云朵 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周师兄 清晰堂是什么地方 想到自己将要去一个 完全陌生的地方 他不由向周锦问道 清晰堂是清云门 管理外门弟子的地方 以你们俩的资质 还无法进入到那封修炼 等你们在外面修炼满四年 如果能在四年后的新人大笔上 取得较好的名次 才可以进入那封修炼 周锦向两人 介绍起一些清云门的基本情况 等你们入了外门 清晰堂会给每位外门弟子 分配一块林田种植林谷 你们可以用自己收获所得 换取宗门贡献点和修炼资源 如果还想要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 就只能到后山去挖取灵药 或者猎杀妖兽 来换取贡献点 贡献点是什么 黑莲小男孩好奇地问道 宗门里的东西 可以用贡献点换取 包括我们修炼需要的零食 周锦耐心地向两人解释 如果你们想要得到更多的贡献点 就要到后山上去采灵药换取 清晰堂里也会不定时 发布一些特殊任务 完成任务也可以换取宗门贡献点 灵食又是什么 灵食三好奇地问道 灵食里面蕴含纯净的天地灵气 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恢复灵气 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我们的修炼速度 你们只要在修炼的时候 手里握着灵食就能有效果 成为外门弟子 每月可以领到三块夏品灵食 他们发问继续说道 贡献点不光可以换灵食 还可以在宗门内 换取其他你需要的东西 懂了 周师兄 贡献点就相当于在宗门内的铜钱 我们可以用贡献点 换取灵食帮助修炼 两人连连点头 差不多是这样 周锦点点头 如果你们要去后山采灵药 最好等到自己修炼有成了 再组队去 因为生长灵药的地方 一般都有妖兽在附近守护 你们现在这样的实力去 就是给妖兽送口粮 一路说着 很快到了清晰堂 由于在路上 给两人普及门中的基本情况 走得慢了一些 等他们进入到清晰堂 其他几封的杂役弟子 已经办好入门登记 前往自己所分配的灵田 周师兄 清晰堂内 一名中年男子 看到周锦带着两人进来 连忙起身打招呼 李知事 这是我飞来封今年 新招收的两名杂役弟子 你给他们办理一下入门手续 周锦朝他点点头 但笑着说完 事宜临时三两人上前去 好的 周师兄 你就放心地把他们交给我吧 李知事点头哈腰地说道 转身面对零时三两人时 却收起了笑脸 你叫什么名字 李知事拿出一块玉牌 指着黑脸小男孩问道 李知事 我叫何大牛 何大牛上前一步 满脸堆笑 只见李知事对着木牌捏了一个绝 木牌上就出现了何大牛几个字 这是你的身份玉牌 以后就是你的身份证明了 以后你赚的贡献点 也会存在里面 李知事边说 边把玉牌递给何大牛 又从旁边的柜子里 拿出一只玉检和一个小袋子 这是练习期的功法传功玉检 里面还包括我们青云门的 基础拳法青云拳 还有棕门的门规 和一些需要注意的情况 学习的时候 只要摒弃名神 把玉检贴在眉心 就能接收里面的信息 李知事说着 把玉检递给他 最后拿起那个小袋子 这是储物袋 里面有50斤零米 是你三个月的口粮 三个月后 若再需要零米 就要用棕门贡献点兑换 里面还有一些零米的种子 三块下品零食 至于使用方法 在传功玉检里面都有记载 说完他事宜零食三上前 同样给了他这三件物品 周师兄 是你亲自送他们去林田园 还是我派个弟子送他们过去 发完物品 李知事转身谄媚地笑着问 站在那里的周景 你派人送他们过去就可以了 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 周吉景看他们 都领到了自己的物品 微笑着对李知事说道 说完又看向零食三两人 以后你们就要靠自己修炼了 清晰堂每月初一 我不懂的可以前来听课 是周师兄 我们一定努力修炼 零食三和何大牛齐声回答 周景向李知事点点头 施展藤云树离开 看到周景离开 李知事收起脸上的笑容 招来一个弟子吩咐道 送他们去357 358号林田园 听到吩咐 小弟子抬起头张口想要说什么 却被李知事打断 还不快点 事情还多得很 小弟子只好带着两人出了清晰堂 往林田园走去 师傅 358号林田园的阵法出现缺口 云台风还没派人去修补 经常会有后山的妖兽跑进去偷吃 之前那个弟子 就是被妖兽袭击 成了妖兽的口粮 你现在就让人住进去 不是让他去送死吗 望着被带走的零食三和何大牛 李知事身后的一名弟子 不由说道 镇法哪里出了缺口 镇法部的人 前几天就去检查过了 镇法并没有出现问题 定是他自己想要多挣贡献点 去后山采药 被妖兽袭击了 才会失踪 再说了 杂役弟子天赋本就差 哪年不死几个 谁还会记得他们 李知事摆摆手 冷笑着说道 飞来风的周景 每次送杂役弟子过来 都要盯着他 把资源亲手交到那些人手上才走 让他连一点捞油水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是几个杂役弟子 要那么多零食 有什么用 那名弟子 带着两人走了一个多时辰 才到达357号林田园 你们俩谁看守357号林田园 358号 还要走半个时辰 小弟子为难地看着两人 由于他的修为不到 还不能带着两人飞行 又舍不得堂里 发放给他带人过来用的飞行服 三人是走路过来的 走了一个多时辰 都有些累了 并且他还听说 358号林田园的阵法 出了一些问题 还没修不好 杨师兄 我住357号吧 何大牛早就不想走了 听到他这么问 急忙说道 一路上 他们互通了姓名 由于杨明比他们先进青云门 两人就喊他杨师兄 杨明看向林十三 用商量的语气说道 那你就去看守358号林田园 我没有意见 林十三没有多想 他常年打猎 身体素质比较好 走了这么久 虽然也有些累了 但再走半个时辰 也不成问题 看他同意 杨明告诉了他 进入林田园的方法 叮嘱了他两句 就带着林十三 往358号林田园走去 又走了半个时辰 才到达358号林田园 杨明意味深长地 对林十三说道 山中时常有野兽出没 这里 你是外门最边缘处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 要多加小心 谢谢杨师兄 我会小心的 林十三并没有多想 只以为这是杨明 对新入门失地的 例行叮嘱 目送杨明走远他 才转身往林田园走去 走进林田园的时候 身旁荡起一层波纹 他知道这是 进入阵法保护的范围了 他手中的身份 预排可以让他 顺利地进出林田园 林田园大约有五亩大小 这片林田已经荒芜 大片的杂草中 稀稀落落地长着一些林谷 林田的一角 有一座小院子 时间已经很晚 林十三直接 往那座院子走去 推开院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面有些凌乱 有的地方已经长出了杂草 走进卧室 里面还算整洁 旁边是厨房 打开米缸 他惊喜地发现 里面还有小半缸米 今天一天都没吃东西 早已鸡肠鹿鹿 剧院中的水井打了一些水 简单地清理了一下厨具 他从米缸里咬出一些米 这米颗颗圆润饱满 晶莹剔透 表面似乎散发着一层隐隐之光 林十三暗惊奇 仙人吃的米都如此漂亮 想到以后自己都可以吃上 这么漂亮的米 他又暗自高兴 闷上米饭 他先去整理卧室 整理完卧室 厨房的米饭已飘出一股香味 闻着米饭的香味 肚子饿得更难受了 他迫不及待地成了一大碗 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一口米饭下肚 满口生香 一股温热的气息 涌向四肢百骸 满身的疲惫消去大半 仙人吃的米饭果然不同反响 林十三心中感叹 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 大口地扒着米饭 他不知道的是 这灵米中含有灵气 修炼之人吃了炼化后 可以增长灵力 凡人吃了可以延年益寿 虽然只是白米饭 林十三却吃得很香 吃饱后 感觉浑身疲惫消散 精神百倍 本来打算吃饱后早点休息 现在却是睡意全无 想了想他拿出那块传宫玉碱 按照理直士所说 盘腿做好 摒弃宁神 清除心中杂念 把玉碱轻轻地贴在眉心 轰 脑海中一阵清明 一段段的文字 不停地涌进脑海中 林十三知觉的一阵头晕目眩 险些栽倒在床上 就在他感觉 脑海快要炸开的时候 才不再有文字强行塞入 等头脑中一样的感觉消失 他才静下心来 感受脑海中多出来的东西 三本书籍 静静地漂浮在脑海中 林十三宁神打量其中一本 封面上 清云门门归几个大字 由于从小就想着 要把它送入清云门 从五岁开始 爷爷就把林十三 送到私塾去念书 书封上的字他全都认识 林十三默默地在心中 把那几个字念了一遍 暗自想着 要怎么才能看到书中的内容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那本书自动在他脑海中翻开 一股迷迷之音响起 仿佛有人在耳边 为他讲解书中的内容 清云门由清云老祖所建 至今已有36573年 林十三心中微震 原来这样就可以翻看书中的内容了 他静下心来 仔细倾听着 这本书里主要是讲解了 清云门的发展历史和门规 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书中还讲解了 如何从储物袋中取出里面的东西 需要修饰开辟出零食 然后在储物袋上 落下自己的零食烙印 就可以使用意念 取出储物袋里的东西 林十三不由暗暗感叹 自己好运 如果米缸里没有剩下的零米 自己再没有开辟出零食前 就只能靠打猎为生 在这仙山中 可是时常有妖兽出没 以他现在的实力出去打猎 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 等脑海中的那个声音停下来 那本书也消失不见 林十三慌忙寻找 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 他急忙在心中默念 清云门门规几个字 脑海中也再无反应 难道这预检里的书 只能学习一遍 那书中这么多内容 怎么记得住 林十三赶紧在脑海中 回忆书中的内容 惊讶地发现 书中的内容他 全部都记住了 虽然有些内容还没有理解 但确确实实都记住了 只要他有需要 随时都可以想起来 看来这书只要打开过 就能刻印在脑海里 需要的时候 可以随时翻阅 自己可以慢慢理解 想到这里 林十三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之前还担心 自己记不住书中的内容 如果那样 就只能等到初一 十五清晰堂开课讲解的时候 才能继续学习 会浪费好多时间等待 想清楚这些 林十三迫不及待地 看向脑海中的另外两本书 清云爵和清云拳 清云爵 应该就是李直士说的 练气七功法 清云拳 看书名就知道 是那套基础拳法 林十三迫不及待地 在心中默念清云爵 只有先开辟出灵石 他才能拿出 储物袋里的东西 种下灵骨 等收获了 才能拿去换取修炼资源 书页很快打开 那个迷迷之音 再度在脑海中响起 他立刻摒弃凝神 专心地听着 那个声音朗诵 这次那个声音 只朗诵了一刻钟左右 就结束了 书中讲解了 炼体七一到十层的修炼方法 和如何开辟灵石 还配了一张 灵气在体内的运行线路图 首先要有灵根的人 才能感受到灵气的存在 然后引导灵气入体 灵气在体内 完整地运行一周天 方可进入十海开辟灵石 成功开辟出灵石 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修炼 看来开辟灵石 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如果不能开辟灵石 他不光不能 拿出储物袋里的东西 还无法踏上修炼之路 他暗自在心中想着 然后静下心来 开始仔细回想着书中的内容 逐字逐句理解那些文字 这本青云诀 字数虽然不多 但对于灵石三这种 没有修炼经验的人来说 理解起来却不容易 反复在心中 把青云诀默念了几遍 又把那幅灵气运行图 熟记于心 他开始按照书上 所讲的吐纳方法 修炼打坐 房间中 只见灵石三盘腿坐于床上 双目微合 双手自然下垂 只于两膝之上 胸口微微起伏 他先病除心中杂念 心中默念着青云诀的内容 努力让自己 进入青云诀中 所说的那种玄妙的境界 不知过了多久 他感觉到一股头发丝 那么细小的清凉细流 从皮肤钻入体内 灵石三心中一震 难道我引气入体成功了 他开始按照青云诀上所说 引导那股气流在体内运行 只是他还没有 引导那股气流运行多远 气流很快消散在体内 再也找不到踪迹 他并没有气内 至少他成功 吸引了灵气入体 说明他还是可以修炼的 以后多加练习 总有一天能够成功开辟灵石 他最担心的是 自己灵根弱道 连灵气都感应不到 睁开眼 发现天已经大亮 肚子饿得咕咕叫 虽然一夜没睡 但他感觉精神还是很好 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脚 走出房间 看向空中的太阳 竟然已经是中午时分 以前总听爷爷说修真无岁月 自己还有些不相信 现在看来爷爷说的没错 自己还没开始修炼 只是打个做七 八个时辰就过去了 吃过饭他 开始到灵田里除草 以他的资质 恐怕短时间内 都不能成功开辟出灵石 没有开辟出灵石 他就不能把灵谷的种子 拿出来种植 但灵田中 还有一些之前种下的灵谷 还未收获 他现在把杂草出去好生管理 过段时间 多少能收获一些灵谷 拿到清晰糖换一些灵米 至少能保证他不挨饿 他一边除草 一边在脑海中 回想那一丝灵力 进入身体时的感觉 打算吃过晚饭后 又开始修炼 在除草期间 灵石三发现 这灵田中有野兽的脚印 按道理来说 灵田有阵法保护 不应该有野兽进来 难道是之前的弟子 遗留在这里的宠物 但他把整个灵田都寻找了一遍 也没有发现一只野兽 为了安全起见 他还是在灵田的边缘处 设置了几个陷阱 如此七天过去 灵田中的杂草都被他除尽 他还是没有成功地引气入体 再次睁开眼 那一丝灵气 在身体中游走了一段距离后 又消失不见 灵石三叹了口气 看来他的资质确实很差 这几天他反复练习 也只让那一丝灵气 在经脉里多游走了一两夕时间 按照现在这个进度 他要让灵气在身体里 完成一个周天的运行 起码要一年以上 并且 他能够引入体内的灵气太过弱小 到时 还不知能不能一举冲入石海 开辟出灵石 灵石三拿出爷爷 交给他的小木盒 反复骂萨 这是他这几天养成的习惯 每次修炼失败 他都会把小木盒 拿出来把玩一阵 仿佛爷爷就在他的身边 鼓励他 他之前没有想过 现在打开小木盒 虽然爷爷说的是 等他可以修炼了 就可以把木盒打开 但他计划的是 等自己修炼出灵石再打开 因为那时的他 才算是真正的可以修炼 但是他现在等于 被困在了这里 储物袋里的灵石拿不出来 实力的低下 导致他也无法去 寻找更多的修炼资源 没有修炼资源 以他的资质 注定修炼速度会非常的慢 老祖留下的盒子里 也许会有修炼资源 比如灵石或者灵药 就算没有修炼资源 里面只有仇人的信息 也可以让他早点知道 仇人是谁好做准备 想到这里 灵石三决定 现在就打开 老祖留下的盒子 既然决定了就开始做 他把木盒放在桌子上 从怀里 掏出从前用的飞刀 轻轻在手指上 划开一道口子 把鲜血滴在木盒上 谨慎地后退了几步 他紧张地盯着木盒 这个盒子看着浑然一体 也不知道他会如何打开 鲜血滴到木盒上 就开始缓缓流动 似乎在勾勒着什么 渐渐地 那滴鲜血流动速度越来越快 勾勒出来的图案 看起来越来越眼熟 在灵石三担心 那滴鲜血 是否能够完整地 把图案勾勒出来的时候 盒子上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一幅祥云勾勒成的 青云二字显现出来 原来是青云门的标识 与此同时 盒子上传来啪的一声轻响 灵石三压住心中的激动 等光芒完全散去 他才走过去 仔细打量放在那里的盒子 此时的木盒 与之前看起来 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和面上降云勾勒成的青云二字 栩栩如生 木盒周围也装饰着银白色的云纹 整个盒子 透出一股神秘高贵的感觉 盒子不再浑然一体 可以明显地分辨出 盒盖和合身部分 小心地打开木盒 里面只摆放了 一个储物袋 和一块鸡蛋大小 平平无奇的石头 下面压着一张信纸 灵石三取出压在下面的信纸 展开阅读 信中宁远交代了 盒子中两件物品的来历 储物袋中 是他历年存下来的下品灵石 大约有五十块 那块平平无奇的石头 是他在玄天秘境中历练所得 而他就是因为 得到这块石头 被人联手暗算 才重伤不治 至于那块石头有什么作用 他却是完全不知 只说这块石头 在玄天秘境出世的时候 引来了五彩霞光 他也是机缘巧合 才得到这块石头 信的末尾 灵远叮嘱他 进入青云门最后 是拜入飞来风 飞来风的尘封主实力强大 为人和善 对门下弟子一视同仁 最后叮嘱他不要想着 给他报仇的是 暗算他的人本就实力强劲 经过多年的修炼 修为更是精进 不是他可以对付得了的 看完老祖留下的信 灵石三看向盒子中的 储物袋和那块石头 储物袋他现在还是无法打开 那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石头 他也不知有何用处 他想从老祖遗物中 得到修炼资源的愿望 似乎也落空了 把信纸折好 放回木盒里 灵石三拿起那块石头 仔细打量 这就是一块灰扑扑的鹅卵石 丝毫看不出 有什么神奇之处 老祖在信中说 发现它的时候 这块石头 是散发着五彩光芒的 现在这块石头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光彩 会不会在抢夺的过程中 被人掉了包 心中却是不断猜测着 忽然他感觉鹅卵石上 产生一股吸引力 刚才滑坡的伤口一阵麻痒 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吸了出来 在这同时 手中那块灰扑扑的鹅卵石 散发出一阵耀眼的五彩光芒 瞬间消失不见 他的脑海中 发出啪的一声清鸣 似乎有什么东西 破土而出 哎哟 是谁扰了老夫的清秀 石头消失的瞬间 一抹虚影突兀的凭空弹了出来 在空中翻了两个跟斗 轻盈地漂浮在那里 林十三惊恶地看着眼前的情形 正愣在那里 完全说不出话来 小子 是你害的老夫 被玄石排挤出来的 那抹虚影站定身体 看着满脸惊吓的林十三 吃惊地问道 你 你 你是人还是鬼 还不赶快离开 这里可是青云门的底盘 山上的仙长知道了 可不会放过你 林十三刚开始 还有一些害怕 说话有些结巴 后面越说越觉得在里 不由挺直了胸膛 大胆地 看向面前的虚影 这是一个头发胡须 全都雪白的老者 此时他的身影 看起来非常虚幻 仿佛一阵风 就可以把他吹散 青云门 张青云那小子 是你什么人 老者围着林十三 打量了一圈 抚摸着他雪白的胡须问道 你这哪里钻出来老人 怎地如此无礼 竟然直呼我 青云门开山祖师的名讳 林十三听到老者 直呼青云老祖的名字 小脸气得通红 生气得瞪向他 青云老祖在他心目中 可是神明一样的存在 这个不知哪里 蹦出来的老头 却如此无礼地 直呼老祖名讳 林十三看向他的眼神 不由有了敌意 原来是张青云 那小子的徒子徒孙 那小子我见过一次 资质还不错 没想到他还 自己建立了门派 不过 我看你现在 还是一介凡人 并没有踏入修行者行列 应该还见不到他吧 老者并没有理会 林十三说的话 打量着他 喃喃自语地说道 林十三听得暗喊心惊 惊疑地 看向面前的老者 青云老祖 已经先去一万多年 而面前的老者却说 还见过他 这人得有几万岁了 我只是刚入门的杂役弟子 哪里有资格 瞻仰青云老祖的仪容 听完老者的自言自语 林十三不由有些自嘲地说道 杂役弟子 五行玄石 竟然选择了一个杂役弟子为主 你难道是五行灵根 老者惊讶地看着林十三 随即又摇摇头 继续自言自语 可是作为一个杂役弟子 想来灵根品级不会好 五行玄石 怎么会选他为主呢 老者边说边皱着眉头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五行玄石 林十三好奇地看向 在那里沉思的老者 想到那块消失不见的石头 难道他说的是 那块不起眼的小石头 这人是在那块石头 消失后才出现的 看样子不像是坏人 何况他还见过青云老祖 那就是老神仙一样的人物 想到这里 林十三眼中 不由露出希望的光芒 老神仙 您说的五行玄石 是一块灰扑扑的石头吗 刚才他一下就不见了 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林十三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 老者听到他的问题 脸上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 随即叹了口气问道 唉 看来你真的是 一点修炼基础都没有 先告诉我 你是不是五行灵根 我也不知道 他们说 我是费灵根 林十三脸上露出一抹窘迫之色 费灵根 我的天 五行玄石竟然选了一个费灵根 老者垂胸顿足好一会儿 他才又继续问道 那你测灵根的时候 闪出的光芒有几种颜色 应该有五种吧 林十三不太确定地说道 什么叫应该 到底是不是 难道你在测灵根的时候 连你的灵根是几种颜色都没看清楚吗 老者气急败坏地指着林十三吼道 当时闪出的光芒太弱 几乎看不清楚 我只看到一片朦胧的彩色光芒 林十三尴尬地解释 随后又满怀希望地看着老者问道 老神仙 我这样的资质到底能不能修炼 你这样的资质有等于无 老者眼含怜悯地看着他 老神仙 不是说情能捕捉吗 我会很努力地修炼 别人每天修炼五个时辰 我就修炼十个时辰 林十三听到他这样说 却没有气馁 坚定地说道 情能捕捉 要是像你这样说 那这世上就没有烦人了 每个人都能靠勤奋 来补足天分的不足 还要灵根来干什么 听到林十三那样说 老者不由吃笑道 可是 我有灵根呀 虽然他很弱小 林十三在老者眼神注视下 声音越来越弱 眼中的光芒暗淡下来 算了 算了 算你这小子运气好遇到了我 就算你的灵根再废 我也能让你修炼到独步天下 眼看林十三小脸上 完全没有了光芒 老者连忙挥挥手 豪情万丈地说道 老神仙 你真的可以 让我修炼成仙吗 听到老者这么说 林十三激动地上前 想要抓住他的手 只是却抓了一个空 不要老神仙 老神仙地叫 这样叫着 显得我有多老式的 我叫莫苍 以后你就叫我莫爷爷吧 莫苍大手一挥说道 小子 在我莫苍手里就没有废柴 就看你能不能吃得了那份苦 莫爷爷 请你教我 我不怕吃苦 只要能够修炼 什么苦我都能吃 林十三说着 跪倒在地 向莫苍磕了三个头 唉 你这小子赶快起来 我又没说不教你 莫苍看他跪下磕头 慌忙上前想要扶起他 但却扶了一个空 他只好避到旁边 虽然他嘴上说得嚣张 实际上可不敢受他的礼 这小子 可是五行玄石刃的主子 当年他杜劫失败 本该魂飞魄散 却被一个神秘人物 救下这一缕残魂 让他在五行玄石中养魂 条件是他要在五行玄石 找到主人后 辅佐他修行 直到五行玄石的主人修为 达到助击期 他才可以离开 莫爷爷 林十三抬起头 有些诧异地看向莫苍 莫爷爷的反应 怎么有点不对头 小子 你赶快起来 别想着磕个头 以后就赖上我了 我帮你可是有条件的 莫苍看到 林十三诧异的眼神 也明白自己有些反应过度 急忙补救地说道 他可还不了解 这小子的性情 要是他知道 实情以后 把自己当仆人一样使唤 他到时向谁哭去 只是他不了解 林十三的性情 就算知道了实情 他也不会把他 当作仆人 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 无论他是什么样的身份 他都不会有轻视之心 莫爷爷 你有什么条件请说 只要不是 让我做坏事 我都愿意 林十三听他这样说 急忙表态 臭小子 我像是会让你 做坏事的人吗 莫苍气的 吹胡子瞪眼 不像 但是我和你又不熟 有什么话 不是要先说清楚吗 林十三有些尴尬地说道 算了 算了 我老人家才不和你计较 先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莫苍白白手说道 心中却暗自想着 看来五行玄石选择的主子 虽然资质不好 但人倒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不过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 以后还要慢慢观察才知道 真实品性到底如何 若是那等奸诈小人 就算拼着魂飞破散 签下的契约将他击杀 让五行玄石 重新寻找新的主人 莫爷爷 我叫林十三 你喊我十三就可以了 到底要我帮你做什么 才肯指点我修炼 林十三望着莫苍 有些急切地追问 首先 我只知道你修炼 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得自己想办法度过 我不会出手帮你 莫苍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说道 其实是他现在太过虚弱 根本出手帮不了林十三 莫爷爷 你放心 我爷爷曾经说过 修仙之人修的就是胆气 林十三看着莫苍认真地说道 你爷爷说得不错 莫苍抚摸着胡须点点头继续说道 第二 你也看到了 我现在就是神魂状态 但我也还是可以继续修炼 不会永远就这样 在你以后历练的途中 你得无条件地帮我寻找 有助神魂恢复的灵药 莫爷爷你叫我修炼 我帮你寻找可以恢复实力的灵药 这本就是应该的 哪些灵药可以帮助你的神魂恢复 等以后出去历练的时候 我就去寻找 林十三有些愕然地看着莫苍说道 莫爷爷指导他修炼 就好比是他的师父 他给他寻找灵药 不都是应该的吗 莫爷爷的心肠 真是太好了 这都能当做条件 莫苍听了他的回答暗自点头 不错 这孩子的心性不错 如果他能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性 有了他的指点 将来必成大器 想到这里 莫苍不愈再为难他 心性好的人 你不用给他提条件约束他 他也会为你着想 心性不好的人 你提再多条件约束他 总会让他找到漏洞 反过来制约你 这是等你以后实力够了再说 还有最后一件事 你得无条件允许 我在五行悬石里修炼 莫苍看着他 微笑着说道 莫爷爷 你要在五行悬石里修炼 我没有意见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听到莫苍说起五行悬石 灵石三脸色微红地说道 哈哈 看着他窘迫的样子 莫苍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十三 你现在进入你的石海去看看 五行悬石就在你的石海里 它可以增强你的灵石 你还可以试试 你现在的灵石有多强 莫爷爷 我还没有开辟出灵石 灵石三一脸无可奈何地说道 之前没有 不代表现在没有 五行悬石可是天生灵宝 替你开辟出灵石 不是小试一桩吗 不信你现在就试试看 灵石外放会不会 莫苍抚摸着胡须笑 盈盈地看着灵石三 试以他试试 清云觉中有讲过 我现在就试试 灵石三说着闭上眼 摒弃宁神 按照书中说的方法 外放灵石 啊 灵石三惊呼一声 惊讶地睁开眼睛 就在刚刚 整个灵天园的景象 几乎全部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书上不是说 刚开辟出的灵石 最多能外放一丈左右 我怎么把整个灵天园都包含了 灵石三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 一个人刚开辟出的灵石 能外放多远 根据每个人的资质不同 距离也不一样 你说的外放一丈距离 那是一般的下品灵根 五行悬石可是天生灵宝 它助你开辟的灵石 肯定不是那些下品灵根可以比你的 不过你也不要以为 有了五行悬石的帮助 你的修炼就会非常的容易 开辟出灵石只是修炼的一部分 以后的修炼 主要还是靠你自己努力 帮你开辟出灵石 只是它的一个小功能 五行悬石 那是集天地五行之力生成的五行之灵 里面不光蕴含极强的五行之力 还蕴含天地大道 有了五行悬石以后 你在修炼蕴含五行之力的功法时 都会事半功倍 等将来你修炼五行法则时 也会比别人容易 不过 这些都是要在你 能够坚持修炼下去的前提下 首先你冲击下一个 等级时需要的灵力比别人要多 你丹田就要比别人大 不然无法存储足够多的灵力 莫苍认真地给他讲解 分析其中的利弊 零石三听得目瞪口呆 五行悬石也太厉害了 可是我的灵根如此弱小 修炼速度本就缓慢 要修炼到比别人多的灵力 不是难如登天吗 听完莫苍的解说 零石三不由皱起了眉头 他这样的灵根修炼速度 本就慢 再比别人慢几倍 他要何年何月 才能修炼有成 哈哈 十三 有你莫爷爷在 只要你不怕苦 不怕痛 这都不是问题 听到零石三这么说 莫苍不由哈哈大笑 那个神秘人能够选中他 还是有原因的 在他几万年的修真岁月中 他就喜欢收集 各式各样的修炼法觉 零石三的灵根虽然差 但至少他还有灵根 改善灵根的法觉 他还是收集了两部 其中一部九转一玄金 就很适合他现在的情况修炼 莫爷爷 只要能让我修炼 我不怕苦 也不怕痛的 听到莫苍那样说 零石三立刻说道 好 爷爷这里有一套 改善修炼者体质的 炼体法觉 九转一玄金 修炼这套法觉 最初可以拓宽经脉 扩大丹田 提升灵根品质 后期可经炼血肉 骨骼 气脏 只是修炼的过程中 会万分痛苦 就看你能不能够坚持下去了 莫苍说完 收起脸上的笑容 来到零石三面前 伸出一根手指 在他额头上轻轻一点 一团轻盈的灵光 没入他的灵台 零石三只觉得脑海中 轻轻一震 有什么东西 在进入他的脑海 有了上次传功预检的经验 他知道 莫苍这是在传授功法给他 并没有太过震惊 只闭上眼睛 默默地等那感觉结束 等脑海中一样的感觉结束 他并没有急着 去翻看功法 而是睁开眼睛 走向灵远留下的那个小木盒 拿起盒子里的那个储物袋 用青云觉理教授的方法 给储物袋 落上自己的灵魂印记 然后把里面一半的灵石 拿出来 放在盒子里 看向莫苍说道 莫爷爷 我这里还有一些我家老祖 留下的修炼用的灵石 这一半你拿去用吧 莫苍看着灵石三拿过来的灵石 眼中闪过一抹异样的光芒 这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孩子 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 十三 你能想到 把灵石分给我一些 我很高兴 这些灵石 你还是留着自己用 我现在的状态 还无法使用灵石修炼 等以后我有需要了 你再丢我 那现在我能帮你什么 听到莫苍这么说 灵石三有些失望地 收回那些灵石 你只需允许我 进入到五行玄石里就可以了 莫苍看向灵石三的眼中 多了一些光芒 我要如何做 才能允许你 进入到五行玄石当中 灵石三看着莫苍问道 你只需用你的灵石 向五行玄石 发出允许我随时进出的指令 我以后 就可以自由地进出五行玄石了 好了 莫爷爷你试试看 能不能进去 灵石三立刻静下心神 用灵石向漂浮在 石海中的五行玄石 发出了指令 好 我试试 莫苍话刚说完 就见他化作一道光影 向灵石三的眉心射去 很快消失不见 莫爷爷 灵石三有些别扭地喊了一声 莫爷爷这么大个人 就这样消失在自己的面前 还是窜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这让灵石三感觉怪怪的 嗯 石三 我已经进来了 莫苍的声音 在灵石三的脑海中响起 现在 我给你讲讲九转一玄金 这本法诀前期 是专门给你这种灵根弱小的人 提升灵根品质的 后期它还是一门强大的炼体法诀 所以你要坚持一直修炼下去 对于你以后的修行之路 有莫大的好处 第一层修炼的是经脉和丹田 你测灵根时 之所以在测灵石上 显现的光芒那么暗淡 是因为你体内丹田的空间 先天就很小 储存的先天灵力也很少 无法在测灵石上激发灵光 这门弓法 就是教你如何利用灵力 拓宽经脉 丹田 经脉拓宽了 你修炼时 每次就能引入更多的灵气 进入体内 丹田拓宽了 你就可以储存更多的灵气 提升你的灵根品质 这本弓法 原来这么厉害 灵石三激动万分 恨不得立刻就开始修炼九转一玄金 但他知道 修炼一种弓法 首先要理解他的内容 弄明白他的修炼原理 修炼起来 才会事半功倍 一转都能把你的经脉 丹田扩大三倍 当你炼成九转 还瞅你的资质不好吗 不过他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 修炼的时候会非常痛苦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不能使用药物减缓痛苦 不然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你自己先去看看 这本弓法的内容 熟悉之后再开始修炼 我就在五行玄石里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 墨仓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好的 墨爷爷 你安心修养 有不懂的我再问你 零石三回答道 你跟我说话的时候 不用说出来 我在五行玄石里 我们可以直接用意念交流 墨仓看零石三傻傻的一个人 在那里对着空气说话 不由提醒他 我还不太习惯那样说话 不过我会努力适应的 零石三有些别扭的 用意念对墨仓说道 嗯 就是这样 没有别人的时候还好 要是有人的时候 你这样就会暴露我的存在 那时候对你我都不好 我有些累了 你自己好好修炼吧 墨仓说完不再说话 他的魂体实在太弱 在五行玄石里养了这么多年 也只能勉强现行 刚才给零石三传宫 消耗了他不少的魂力 需要好好修养一番 听了墨仓的话 零石三暗自决定要 尽快适应这种交流方式 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走到床边 盘腿在床上坐下 静下心来 沉入到石海里 他这时才有心情 来仔细打量那块五行玄石 此时 他静静地悬浮在他的石海中 晶莹剔透 与之前灰扑扑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呈现出五彩的纹路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由金 绿 蓝 赤 黄五种颜色组成 对应着金 木 水 火 土 五种灵力 要不是形状还和之前一样 完全看不出 它没有任何的相同之处 看了好一会儿 零石三才看向 悬浮在那里的九转一玄金 轻轻地默念书名 一个声音开始在他脑海中 朗诵书中的内容 他聚精会神地倾听 很快读完一遍 零石三又把第一层的内容 反复地读了几遍 确定自己完全记住后 才开始修炼 他静下心来 按照法觉所讲 吸引灵气过来 没过多久 他的身体四周 围拢了一层五彩的光点 开启了零石之后 他能看见周围的五星灵气 散发的光芒 这些光点附着在他身体表面 散发出朦胧的光芒 现在他要做的 就是打开身体翘穴 把这些灵气吸入体内 运起九转一玄金的功法 用这些吸入的灵气 锤炼经脉 等经脉达到一定的韧性后 再运用火灵力的爆发性 把原本狭窄的精脉称大 然后再用水木两种灵力 对精脉进行修复和锤炼 最后用精灵力 对锤炼好的精脉进行温养 如此循环一次为一转 零石三看了一眼 附在身体表面的五彩灵气 开始按照法觉所讲 把灵气吸纳入体内 之前修炼时没有开辟出零石 只感觉到 一丝如头发丝细小的灵气 进入身体中 现在有了零石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自己的精脉通道 只有头发丝那么细小 所以 每次纳入的灵气 只有那么细小的一丝 一丝细小的灵气进入体内 零石三没有像之前一样 引导它继续前行 而是小心翼翼地 按照九转一玄金所讲 利用着纳入的一丝灵气 锤炼精脉 增加这一小段精脉的韧性 一股酸疼的感觉 从被锤炼的精脉处传出 不是很疼 零石三在心中暗暗地想着 这一分神 就没有控制好灵气锤炼的力度 一股刺痛瞬间传来 哎哟 零石三惊呼一声 那一小股灵气失去控制 从精脉中一散开 消失不见 修炼中最即打扰和分心 一不小心 有可能就会走火入魔 你这次幸好截取的灵力不多 不然灵力反噬下来 恐会伤了精脉 墨仓严肃的声音 从五行悬石中传出 知道了 墨爷爷 零石三羞愧地说道 再次聚集灵气锤炼那一小节精脉 零石三不敢再有丝毫分心 直到那一丝灵气的灵力完全消散 他又从体外重新纳入新的灵气继续锤炼 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个操作 直到那一小段精脉表面 泛起淡淡的光泽 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零石三松了口气 开始按照九转一玄金的口诀 提取火灵力 他尝试了好几次 才成功提炼了一丝纯净的火灵力 小心翼翼地 把那一丝灵力 塑形成前面细后面粗的形状 做好这一步 零石三已经紧张得满头大汗 他静下心来调整自己的呼吸 能不能成功就看最后一步了 刚才休息的时候 墨爷爷就提醒过他 这最后一步需要用火灵力 把细小的经脉称大 相当于一颗钉子 慢慢地钻进肉里 并且这颗钉子 还是在不断膨胀的 这个过程肯定会有强烈的疼痛感 这个时候 他不光要承受经脉 被强行称大的疼痛 还要稳住心神操控法觉 控制进入的灵力膨胀 要是因为疼痛心神失守 让进入体内的灵力失控 肯定会损伤经脉 虽然现在 因为他的资质 只能引入一小似灵力 造成的伤害也不会太大 但以他现在的情况 想要恢复伤势 也是需要花费一番功夫 等呼吸完全正常 心跳也平稳下来 零食三集中精神 操控起那一小撮火灵力 缓慢地进入自己的体内 那一丝灵力前端刚进入体内 他就用零食 引导体内的火灵力 缓慢旋转 利用火灵力狂暴的特性 让他的体积慢慢增大 一股尖锐的疼痛感传来 那一丝灵力的体积慢慢增大 犹如一根钻头旋转着钻入体内 疼痛感也随之加剧 零食三强忍疼痛 不敢有一丝松懈 专心地操控着那一丝灵力 继续前进 很快 他的额头上就冒出痘大的汗珠 顺着脸颊滑落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零食三身上的衣服 全都被汗水浸湿 那一小撮灵力 在他温养过的那一段经脉中 爆发出最后一丝力量消失不见 零食三却没有松懈 迅速地从体外纳入一些灵力 把那一小段经脉填满 防止撑大的经脉又收缩回去 然后从进入的灵力中 提取水墓两种灵力 修复受损的经脉 等疼痛感消失 他才开始提取精灵力 对那一段经脉进行温养 做完这一步 他才稍稍松懈一下心神 到这里 他这次的经脉拓宽 算是圆满地完成 莫爷爷 我成功了 零食三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虽然脑袋胀得发疼 他还是兴奋地 向五行玄石里的莫苍喊道 此时的他 脸上露出和他这年纪相符的 纯真笑容 这第一步的成功 预示着 他往修行的路上 又迈进了一步 相比之前 得知自己是费灵根 他也坚持要修炼时的心情 现在的他 才是真正看到 可以修炼的希望 这让他对莫苍万分感激 心中暗暗决定 以后要把莫苍当亲爷爷一样笑顺 不错 莫苍带着笑意的声音 从五行玄石中传出 随即又严肃地说道 但你要知道 你现在修炼的只是第一转 是九转中最轻松的 越是修炼到后面 你要承受的痛苦 将会更加地剧烈 以后你的成就有多大 就要看你能坚持到何种程度 莫爷爷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坚持 把九转一玄金修炼下去 零食三收起脸上的笑容 坚定地说道 这个功法考验的 就是你的毅力 如果你能坚持修炼到第六转 你的经脉就会和 上品灵根的人一样宽阔 如果你能坚持修炼到九转 你的经脉 将会和极品灵根的人一样宽阔 但因为你的丹田 也在同时扩大 除非你有特殊的奇遇 你的修炼速度 还是要比极品灵根的人慢 但在同等实力下 你体内储存的灵气 将会比别人多 你的实力 也会比同等级的人强 况且 修炼讲究的是脚踏实地 只有把技术打牢了 每个境界才稳固 后面的修炼之路 才不会出问题 莫爷爷 我知道了 我不会急于求成的 一定会踏踏实实地修炼 灵石三严肃地向莫苍保证 我相信 你一定能做到 你先休息一下吧 虽然因为五行玄石的缘故 你的灵石比一般的人都强大 但也不能过度消耗 可以适当地修炼一部武器功法 来缓解精神上的疲惫 莫苍感觉灵石三的精神 已经非常疲惫 不由向他提议的 看来这部九转一玄金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修炼的 他不光要求修炼的人 要有坚强的意志力 还要有强大的灵石 一般的初学者 没有强大的灵石 不能很好地控制灵气 修炼起来就容易出岔子 而灵石 强大的人已经算得上是 踏入修炼界的强者行列 修炼体系基本已经定型 再来修炼九转一玄金 明显不合适 莫苍在心中暗暗想到 莫爷爷 我这里有一本清余门的入门拳法 明天我就开始练习 灵石三看了一眼 外面已经黑下来的天空 对莫苍说道 好 等明天的时候 我再帮你看看 你现在先去休息吧 莫苍点点头 他所收集的功法 都是比较高级的法觉 不适合他现在这个阶段修炼 十三现阶段要修炼的功法 就需要他自己去想办法获得 灵石三换下势透的衣衫 痛快地洗了一个澡 才去厨房做饭 好好地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上午 他依旧修炼九转一玄金 由于他的经脉细小 只能有那么一小四的灵气进入 他今天也差不多拓宽了 昨天那么长的一小节经脉 吃过午饭 稍微休息一下 他就开始学习青云拳 这套拳法不错 很适合你现在的情况练习 听完零石三 把青云拳完整地转述了一遍 莫苍点着头说道 虽然只有三拳 第一拳练到极致 一次可以打出18个拳影 第二拳练到极致 一次可以打出36个拳影 第三拳练到极致 一次就可以打出108个拳影 虽然你还没有修炼出灵力 达不到这个威力 现在先好好练习 把基础打了 等你以后打通了体内的经脉 修炼出了自己的灵力 还可以尝试 把各种属性的灵力 附加在拳法中 到时这套拳法的威力 还会翻一倍 好的 莫爷爷 我一定会好好修炼这套拳法 零石三开始在小院中 练起了拳法 他按照青云拳的法觉所讲 不厌其烦的挥拳出拳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修出灵力 挥出的拳头威力有限 但这段时间 顿顿以零米为时 对他的体质 还是有所改善 一个下午下来 总算把这套拳法 练得有些熟练 头脑中的胀痛感 也早就消失 吃过晚饭 他又开始继续练习 九转一玄金 直到头脑中 传来胀痛的感觉 才停下来 一从修炼的状态中退出 他倒在床上 就呼呼大睡起来 如此苦苦修炼 九转一玄金一个月 他才把那一个 吸纳灵气的翘穴 和丹田之间 连成一个循环 莫爷爷 我可以修炼青云诀了 林十三开心地 对莫苍说道 不错 你现在可以安排一些时间 出来修炼青云诀 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赶快把其他 经脉都淬炼一遍 人体可不止一个翘穴 可以吸纳灵气 等你把所有经脉都打通了 你修炼起来的速度 才会更快 莫苍抚摸着胡须 笑着对他说道 这段时间 林十三的努力 他都看在了眼里 虽然这段时间 他每次都只打通了 一小段经脉 经脉扩张时的疼痛 跟后面比起来不值一提 但对于像他这样的少年来说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 特别是在 打通心脉附近的 那一段经脉时 那追心之痛 他也硬生生地扛了过来 还能集中精神 保持灵气不散 一次性就把那一段 经脉打通 并且 他还能在 练完九转一旋经后 坚持练习拳法 这样的孩子 只要他能保持本心不变 以后必成大气 莫爷爷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用灵石来帮助修炼了 灵石三眼 含期望地问道 因为周景说过 灵石可以帮助修炼者 更快地吸纳灵气 他之前就想过 修炼时 握着一块灵石修炼 莫苍阻止了他 他那时根本无法 让灵气在体内循环 进入到丹田中 化成他自己的灵力 并且他每次 也只能吸入 那么一小丝灵气入体 再浓郁的灵气 对他来说 也于事无补 现在 他终于把那个翘穴 连接丹田的经脉都拓宽了 灵气已经可以 在他体内完整地循环一周 他很想体验一番 灵石三迫不及待地 拿出一块灵石 握在手中静下心来 运起青云绝 他仔细地观察着 手上那块灵石 从他运起青云绝开始 那块灵石 就溢散出透明的雾气 飘向他身体表面 原来灵石里的灵力 是透明的颜色 灵石三有些惊讶地想着 有了灵石的帮助 他的身体四周 很快聚集了一层灵力 收回心神 他开始按照法觉 吸纳灵气入体 但是他惊讶地发现 进入体内的灵气 灵气越来越少 等那一缕灵气流入丹田时 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 并且还有一部分 从丹田中又溢散了出来 最后留在丹田中的 只有刚吸入时 灵气总量的二十分之一 莫爷爷 我能留在丹田的灵力 为什么这么少 发现问题 灵石三急切地向莫苍问道 十三 这就是为什么灵灯太弱的人 修炼速度会很慢的又一个原因 不光是因为他们 每次纳入体内的灵气少 还因为他们留住的灵气更少 现在你知道 你应该先做什么了吧 莫苍看向灵石三严肃地说道 我现在应该要做的 是淬炼丹田 提升我的灵根品质 而不是急着修炼法觉 灵石三很快回答道 不错 有时候急于求成 反而会让我们走更多的弯路 莫苍带着笑意的声音传来 显然他对灵石三的回答很满意 我现在就开始淬炼丹田 灵石三说着 就要开始运转九转一玄金 先不要急 丹田是修炼者的根基 这个位置 你要多花一些精力淬炼 并且在扩大丹田时 痛感会比扩大经脉十番几倍 你一定不能急于求成 莫苍仔细地叮嘱 我知道了 莫爷爷 灵石三慎重地点头回答 此后 他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来淬炼丹田 第四天才开始扩大丹田 扩大丹田时的疼痛 果然和之前扩大经脉 是不能相比的 才刚开始他就疼得满脸苍白 险些心神失手 控制住灵力 我一定要控制住灵力 灵石三疼的身体开始颤抖 但他的灵石却没有丝毫松懈 控制着进入丹田的灵力 才进行到一半 他身上的衣服就被汗水全部打湿 灵石三咬牙坚持 他把全部心神都放在 控制进入丹田中的灵力上 渐渐地 他的眼中只剩下丹田中 不断膨胀的火灵力 马上就可以成功了 大一点 再扩大一点 灵石三在他感觉要坚持 不下去的时候 才控制那些火灵力散去 引导新的灵力进入 此时 他早已痛得身体静攣 倒在了床上 坚持着把最后的步骤完成 当他的灵石从丹田中抽离的那一刻 他直接晕了过去 在他晕过去后 墨仓从五行玄石里飘了出来 看着灵石三苍白的脸 和还在轻轻抽搐的身体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莲西 挥手释放出火灵力 把他身上的衣服烤干 又释放出木灵力 为他缓解疼痛 直到他的身体不再静攣 才停下来 修行之路本就逆天行 而你要以沸灵根修行 要付出的艰辛 肯定比别人多 我能帮你的 也只有这么多 其他的 都要靠你自己努力 墨仓喃喃自语着 回到五行玄石中 这一觉 灵石三一直睡到 第二天日上三杆才醒来 他惊喜地发现自己 灵石覆盖的范围 似乎更广了 他现在已经可以使用灵石 看到灵天园外面的景物 他高兴地和墨仓 分享了这个消息 这说明 你的灵石变得更强了 墨仓抚摸着胡须 笑着向他解释 可是我的修为并没有增加 灵石怎么会变强 灵石三好奇地问道 因为你的灵石 灵石是五行玄石 帮你开辟出来的 并非你自身灵力冲击开辟的 所以当你的灵力 能够在身体里 形成一个循环时 你的灵石范围会有所增加 这增长的距离 就是你自身开辟出 灵石本来应该有的距离 墨仓笑着解释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是我这段时间 不断地用灵石控制灵力 添炼经脉才增加的 灵石三有些失望地说道 你这段时间 不断使用灵石控制灵力 也锻炼了 你的灵石的控制力 等你以后学习 用灵石控制武器战斗时 将会比较容易 况且 以后随着你的实力增加 你的灵石覆盖范围 也会增加 墨仓看向灵石三 有些失望的小脸 但笑着安慰他 灵石还可以控制武器吗 灵石三立刻 被他话中的内容吸引 失望的表情消失不见 满脸好奇地问道 当然可以 最常见的修士 驾驭飞剑飞行 就需要修士 有足够强大的灵石 墨仓举例说道 以前爷爷的故事中就讲过 修士可以驾驭飞剑 在天空中飞行 墨爷爷以我现在的灵石强度 可以驾驭得了飞剑吗 灵石三急切地问道 你现在的灵石强度倒是够了 但是你的灵力还差得远 修士驾驭飞剑 在空中飞行 不光要有强大的灵石 还要有足够多的灵力支撑飞行 墨长笑呵呵地说道 也就是说 驾驭飞剑飞行时 灵石只是起到控制飞剑的作用 要让飞剑飞行 还是需要灵力催动 灵石三并没有被打击到 而是迅速地抓住墨仓化中的要点 不错 你现在也可以试着 用灵石控制飞镖之类的 小型武器进行攻击 墨仓的视线 越过灵天园中快要成熟的灵骨 看向护原阵法的一角 那一处的阵法 有一丝小小的裂缝 灵骨没有成熟 倒不会有什么影响 一旦灵骨成熟 散发出灵气 从那处缝隙中溢散出去 山中的妖兽 就会循着灵气溢散出去的缝隙 闯入灵田园 如果到时十三 还没有学会一定的攻击手段 它将会成为妖兽附中的食物 想到这里 它开始向灵石三讲解 如何使用灵石控制物体 并建议它 分出一定时间修炼青云绝 不过它并没有告诉灵石三 危机快要到来 每一个强大的修士 都是通过不断的生死磨难 才成长起来的 这天开始 灵石三每天分一个时辰 练习用灵石控制身边的物品 早晚还是两次拓宽经脉 晚上那一次经脉拓宽结束后 再练习青云绝 他发现 每次练完青云绝后 精神都会特别好 尝试了一次通宵练习青云绝 结果第二天一整天 都非常的精神 墨爷爷 我可以用练习青云绝 来代替睡觉吗 晚上 灵石三对墨仓说了他一天的感受 有些期待的问道 修士是可以用打坐来代替睡觉的 墨仓抚摸着胡须欣慰地说道 他之所以 没有直接告诉灵石三 就是希望 他能够保持 不断尝试探索的性格 每个人的道都不一样 不能总是走在前人的路上 只有自己不断探索尝试 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道 只有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道 才可以走得更长远 这天之后 灵石三晚上不再睡觉 直接打坐到天明 修炼的时间过得很快 灵天中的灵骨 眼看就要成熟 墨爷爷 我成功了 小院中传出灵石三惊喜的声音 建院中一块大石上 两柄飞刀没入石头 只剩下刀柄还在外面 灵石三兴奋地跑到石头边 围着插进石头的飞刀 仔细打量 墨仓漂浮在他的旁边 微笑着看着他说道 这就是精灵力的作用 把他附加在武器上 可以增加武器的硬度 若是没有精灵力加持 你这两把飞刀 只怕是戳断了 都无法插进这块石头中 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 灵石三已经能够灵活地 用灵石控制他那五把飞刀 只是他修炼出的灵力太少 只够他附着在两把飞刀上 墨爷爷 你再看看我的青云拳 灵石三拔出插在石头上的飞刀收好 就开始挥起拳头 砸向面前的石头 他的青云拳也算是出窥门径 一拳穿云已经能够打出三个拳影 二拳破云能够打出六个拳影 三拳碎云也可以打出十二个拳影 砰 砰 砰 只听得三声闷响传来 一片拳影袭向那块石头 顿时 石头的碎屑在小院中炸开 威力不错 仅靠肉身的力量 第一拳已经能够在石头上留下一道拳影 第二拳让石头产生了裂痕 第三拳更是直接让石头炸裂开来 算是有了这套拳法的雏形 墨仓站在那里 看得不住地点头 墨爷爷 那我要练到什么程度 才能算小有所成 灵石山看着散落一地的碎石 疑惑地问道 在练这套拳法前 他是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 能够拥有几拳打碎一块大石头的实力 但是这在墨爷爷眼里 竟然还只是出具雏形 等你哪天第三拳下去 石头不再碎的到处都是 你的青云拳就算是小成 不过你也不要着急 修炼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何况你才修炼了几天 墨仓哈哈一笑 随后说道 知道了 墨爷爷 我会坚持不懈地练下去 灵石山点点头说道 灵天中的灵骨就快要成熟了 你这几天 要多注意寻查灵天中的情况 墨仓最后还是忍不住 对灵石山叮嘱道 好的 墨爷爷 灵石山爽快点答应 就算墨仓不说 这几天他也会多注意灵天园中的情况 以前和爷爷一起的时候 家里种的粮食快要成熟时 都会多去看两趟 灵天园中虽然 有阵法保护 但他觉得 还是自己亲自看着 比较放心 不然还要他们这些专门 看守灵天园的弟子来干什么 灵天园中的灵骨 开始散发出淡淡的灵气 最多还有三五天 这些灵骨就可以成熟了 灵石山用灵石 把灵天园中的每个角落 都扫视了一遍 这几天他每天都会用灵石 检查几遍灵天园中的情况 休息的时候 还会亲自到园中各处查看 灵石山走在灵天园中 感受着灵骨散发出的淡淡灵气 心中满是收获的喜悦 虽然他刚来的时候 这些灵骨 因为缺少管理长势不好 但是经过他三个多月的悉心管理 现在长得也是匆匆郁郁 一亩地也能有个三 四百斤的收获 咦 那边怎么有一头野猪 有野猪肉吃了 灵石山的灵石 扫过东北角时 发现一头巨大的野猪 正在啃石田中的灵骨 他兴奋地向野猪出现的地方跑去 这三个多月 他一直在园中修炼 除了灵米 就吃些园中生长的野菜 虽然灵米口感鲜美 但吃久了也有些腻 早就想打些野味来换换口味 只是周师兄曾告诫过他们 没有炼弃三四层的实力 不要随便去后山 后山的妖兽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现在有一头野猪自己送上门来 虽然他还不清楚 这头野猪是如何进入到园中的 但既然进了灵天园 就是他零十三手中的猎物 十三 这可不是普通野猪 这是一头初级妖兽 金属性剑猪 莫苍看他兴奋的样子 不由地提醒道 这就是妖兽 零十三开始认真打量那头剑猪 一打量就发现了 他与普通野猪的不同 首先 这头剑猪的体型非常巨大 是普通野猪的三倍 其次 他长了一对尖利的獠牙 足有一尺多长 隐隐泛着淡金色的光 就像两把出鞘的利剑 想来 这就是他剑猪这个名字的由来 莫爷爷 这剑猪有什么特性 零十三小心地向那头剑猪靠近 默默地向莫苍请教 这头剑猪乃是金属性 你看他的那对獠牙 是不是隐隐有金光 这是通过他吸收的精灵力淬炼过 他的这对獠牙 可以轻易地把普通的铁板戳穿 还有他身上的皮肤 经过精灵力强化后 坚硬度也和普通的铁板差不多 他的力量也是 普通野猪的十倍以上 不过每种妖兽都有自己的弱点 这就要 莫苍仔细地给他分析剑猪的特点 莫爷爷 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 零十三在心中对比了一下自己 和那头剑猪的实力差距后说道 从前他也独自狩猎过野猪 虽然剑猪的力量比野猪大 但他这几个月修炼下来 力量也增加不少 何况他还练成了青云拳 去吧 莫苍没有再多说 他相信 以零十三的观察分析能力 一定能够发现这头剑猪的弱点 将他击杀 虽然也许会受一些伤 零十三小心翼翼地向那头剑猪靠近 在他离他还有八丈左右时 低头悠闲啃噓灵鼓的剑猪 警觉地抬起头 四处张望 零十三停下脚步 紧张地注视着那头剑猪 看来他的警觉性很强 他已经很小心地朝剑猪前行 没想到 还是引起他的警觉 剑猪左右张望一阵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又埋头继续啃噓 零十三松了一口气 脚步放得更轻 朝他前行过去 五丈 两丈 他停了下来 仔细观察那头剑猪 离得近了 更能看出那对獠牙的尖利 只见他不时地抬头四处张望 等确定没有异常 才有低下头继续啃噓 那对獠牙在阳光下 散发出淡淡的金光 他的皮肤在浓密的黑毛 遮掩下看不出颜色 莫爷爷说 他的皮肤也经过精灵力淬炼 他的弱点 肯定不会裸露在外 零十三的目光 看向剑猪的双眼 和他隐藏在下面的颈部软肉位置 眼睛是大多数妖兽的柔弱部位 不过野猪的眼睛很小 他的头还在不断晃动 想要一次射中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他的颈部位置 覆盖着一片黑乎乎的毛 但零十三没有就此掠过 他集中注意力 仔细观察 发现那一小片黑毛的颜色 比周围的要暗淡一些 并没有多少光泽 难道是那一小片区域 还没来得及用灵力淬炼 零十三悄悄地把这一发现 告诉莫苍 十三 你分析了很对 眼睛和喉咙位置 就是这头剑珠的弱点 莫苍不知何时 已经从五行玄石中出来 悬浮在他旁边 得到肯定 零十三准备开始行动 他计划先尝试 用飞刀射下他的双眼 如若失败 再用青云拳和他对抗 寻找机会 攻击他的颈部的要害 剑珠再次抬头四处张望 没有发现异常 再次低头啃食 就是这个时候 刷 精灵力裹挟着两枚飞刀 射向剑珠的双眼 定 危急时 剑珠闭上双眼 飞刀射在他的眼皮上 发出金铁交明之声后 被弹飞出去 哦 受到攻击的剑珠 瞬间被激怒 发出一声嚎叫 向零十三藏身的地方冲来 同一时间 射出飞刀的零十三 向左边一个藤月 避开他的正面攻击 迅速挥出一拳 袭向他的腮帮子 砰 一声闷响 剑珠只是被砸的头 稍微偏了偏 而零十三 却是被反阵之力 震得退了两步 零十三甩了甩 被震得有些酸麻的手臂 向剑珠冲了过去 哦 被一拳砸中的 剑珠暴怒起来 大吼一声 朝冲过来的零十三 撞了过去 一拳穿云 二拳破云 三拳碎云 零十三又是一个 藤月避开剑珠的正面攻击 连出三拳 砸在他的腮帮子上 这次直接把剑珠砸得眼貌精心 一个翻滚 压倒了一大片灵骨 剑珠的力量虽然强大 但是他的身形不够灵活 零十三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乘胜追击 挥舞着拳头 继续洗向他的头部 我打不破你的皮就震晕你 我不相信 你连脑袋里面 都用精灵力淬炼过了 拿想剑珠似乎知道了他的意图 脑袋一歪 直接避开了头部 零十三的拳头 砸在了他的肩背上 犹如砸在一块厚厚的铁板上 发出嗡的一声响 成功躲开这一波的攻击 剑珠一个回身 两颗尖利的獠牙袭 向零十三的胸腹 零十三一个翻滚 狼狈地避开剑珠的袭击 看来只有想办法 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 零十三甩了甩 有些酸麻的手臂 盯着剑珠颈下 那一片没有光泽的黑毛 剑珠把那一片区域保护得很好 十颗都是低着头 看来只能想办法 跃到他的背上 哦 剑珠一击落空 大吼一声 顶着两颗獠牙 继续冲向零十三 两只小眼睛中 闪着愤怒的红光 零十三被他逼得连连后退 又一次躲过剑珠的攻击 一人一珠红着眼瞪着对方 胡吃 胡吃 剑珠不给零十三一丝喘息的机会 喘着粗气再次冲向他 零十三看了一眼身后的位置 这次没有像之前一样避开 似乎打算和剑珠正面对抗 他看着冲向他的剑珠 默默地计算着距离 在剑珠离他只有不到三尺远的时候 他才侧身向左边翻滚 躲开冲过来的剑珠 砰 冲向他的剑珠掉进一个大坑里 发出一声巨响 这是零十三刚来的时候挖的陷阱 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 刚才他尝试了好几次 都无法成功跃到剑珠的背上 就想到了他之前设下的陷阱 虽然陷阱中的木头 对剑珠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但陷阱中的空间有限 只要他掉进陷阱中 零十三就能从上面 直接跃到他的背上 从而击杀他 哦 掉进坑中的剑珠 愤怒地大吼一声 就要从陷阱中跃出来 零十三反应迅速地从地上跃起 拿出一柄飞刀 毫不犹豫地跳进陷阱里 正在向上跃起的剑珠 猝不及防地 被零十三起在背上抱住了脖梗 他拼命挣扎 带着零十三撞向紧闭 破 零十三被撞得喷出一口鲜血 但他并没有松手 迅速地举起手中的飞刀 狠狠地扎向剑珠的喉咙 哦 剑珠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更加拼命地撞击 零十三再度喷出一口鲜血 他忍着追星的疼痛 握刀的手狠狠用力向下滑腊 剑珠的喉咙彻底断开 鲜血喷涌而出 挣扎的力气越来越小 最后倒在地上抽出了几下 再没有了动静 零十三直到剑珠不再动弹 才松开勒住他脖子手 浑身无力地从他身上滑下来 躺在了死去的剑珠旁边 十三 赶快运行青云绝疗伤 墨仓焦急的声音 在快要晕过去的零十三耳边响起 好的 墨爷爷 零十三艰难地爬起来 直接盘腿坐在坑底 开始运起青云绝疗伤 整整两个时辰过去 他才缓缓睁开眼 十三 怎么样 伤好完了没有 一只手在他身旁的墨仓 看到他睁开眼 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墨爷爷 我没事 受了一点小伤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零十三看着墨仓焦急的脸庞 心中划过一道暖流 脸上不由露出一抹如沐之色 可 墨仓被零十三看得有些不自在 单咳两声 收起脸上的焦急 抚摸着自己的胡须 一脸淡然地说道 你这次表现得不错 但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等一下 你自己总结一下 说完 飞升回到五行悬石里 开始在里面不停地踱步 嘴里还念念有词 真的是在悬石里待太久了 不就是一个才认识三个月的孩子吗 之前看到他毫不犹豫地跳进陷阱里 自己竟然也跟着跑下去 十三本就是一个好孩子 我关心 他不是应该的吗 对 再说了 我不是答应神秘人 要好好教授五行悬石的主人吗 他要是落下残疾 还怎么修炼 我不是又要被困在五行悬石里 不知何年何月 想到这里 墨仓又想到护原阵法的裂缝 今天只是初级妖兽 明天要是出现一只二阶妖兽 十三肯定应付不了 犹豫了一瞬 墨仓还是决定不告诉他 让他自己去发现 他不可能一直跟着十三 孩子总有一天要独自远行 大不了 有他应付不了的妖兽进入 他就提醒十三赶快跑 如此想着墨仓盘腿坐下 开始利用五行悬石的能量 修复神魂 零十三把剑珠搬回小院 牙齿 骨骼和皮 可以拿去换贡献点 血肉留着自己吃 改善一下伙食 做完这些 他沿着剑珠走过的痕迹 来到护原阵的一角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 一串脚印延伸到阵外 但是他尝试了好几次 却发现阵法完好无损 这段时间 休息的时候 莫爷爷教了他一些简单的阵法原理 只是他不光体内灵力不够 也没有足够的材料制作阵盘 只能算是懂了一些理论知识 还是问问莫爷爷吧 莫爷爷 剑珠的脚印是从这里进入阵法 但是我并没有在这里发现 阵法有缺口 你静下心来 放出你的灵石跟随灵力流动 莫仓并没有直接告诉他答案 而是教他该怎么做 零十三一眼盘腿坐下 放出灵石感受灵力的流动 他仔细地观察着灵力流动的方向 然后操控灵石跟了上去 很快 他的灵石跟着周围的灵力 在灵天园中转了一圈 却并没有什么发现 既然莫爷爷让我这样做 那肯定可以用这种方法 找到阵法的缺口 难道是因为我太过于 急切地想找到阵法的缺口 心并没有完全静下来 所以才没有收获 零十三在心中分析 如此想着他放松心情 不再想着要寻找阵法的缺口 让自己的灵石 随着五彩的灵气波动 缓慢流淌 只见这些灵气 有的三五成群缓缓流动 有的独自徜徉 有的你追我敢细细打闹 闲下来 零十三不由开始仔细观察这些灵气 难道他们还有自己的意识 想到这里 零十三探出他的灵石 轻轻地抚摸了一下 他旁边的一颗火红色灵气光点 他立刻爆炸开来 像一束绚丽的烟花绽放 零十三看得一愣 火灵力果然暴躁 他顿时玩心大起 小时候可只有镇上的财主 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放烟花 他看准几颗落单的火灵气光点 一一上前抚摸 它们果然如烟花般爆炸开来 临到最后一颗火灵气光点的时候 他却灵巧地躲开了 零十三一愣 难道灵气还有自己的意识 他小心地上前 发出善意的请求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那颗火灵气光点 围着零十三的灵石转了一圈 摇摇晃晃地往前飞了一段 零十三呆愣地看着他 不明白他这是愿意 还是不愿意 看他没有跟上去 那颗火灵气光点 快速地跑回来 又跑过去 是让我跟你去玩 零十三疑惑地问道 听到他这么说 火灵气光点才停下来回跑 静静地悬浮在那里 零十三开心地 跟在那颗火灵气光点后面 他带着零十三 一起进入一撮火灵气光团中 他们一起玩耍兮兮 玩着玩着 一些土黄色的土灵气 也加入进来 再后来是金灵气 木灵气 水灵气 也跟着加入进来 守在外面的墨仓 看到越来越多的灵力聚集在一起 他们一会儿往左飘 一会儿往右飘 十三 眼看聚集在一起的灵气越来越多 就连灵天园中的灵谷 所蕴含的灵力 也在慢慢地从灵谷中飘散出来 聚集在一起 再这样下去 恐怕会发生灵力风暴 他不由运气神识 轻轻地唤了一声 糟了 墨爷让我来寻找正法的缺口 我却在这里 玩得忘了正事 小红 我今天还有事 不能和你们一起玩了 等下次有时间 再和你们一起玩 小红是他给最先带着他玩的 那颗火灵力气光点曲的名字 总觉得他跟其他灵气不一样 是有意识的 灵十三说完 抽出灵石 想要去继续寻找正法的缺口 小红却带着那一大群灵气光点 又把他围起来 然后率先朝一个方向飘去 你是要带我去寻找正法的缺口吗 和小红他们一起玩了这么久 他有些理解他的意思 看他懂了他的意思 小红欢快地 向护员正法的一个角落飞去 灵十三被一大群灵气光点包围着 跟着小红一起到了那个角落 只见小红带着一群火灵气 向那个角落撞去 一条小小的裂缝出现在灵十三眼里 随着更多的火灵气涌过去 裂缝越来越大 裂缝出现的位置 就在剑珠脚印的上方 等灵十三看清楚了 小红又带着那群灵气挤了回来 原来是这个位置的灵力太过薄弱 定是小红带着这些灵气光点 外出玩耍时 引来了那头剑珠 小红 谢谢你 我该回去了 灵十三上前轻轻地抚摸着小红说道 小红轻轻地跳了跳 似乎很喜欢和灵十三接触 灵十三说完 快速地撤回她的灵十 小红看到她离开 快速地跟在她后面追了上去 其他的灵气光点 也呼啦啦地跟在小红身后 向灵十三追去 很快 浓郁的灵气 全部围到灵十三身边 小红焦急地围着灵十三的身体打转 跟过来的灵气 也跟着围着灵十三打转 很快形成一个巨大的灵力漩涡 并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灵十三惊愕地看着眼前的情形 十三 赶快打坐吸收灵气 能吸收多少 吸收多少 吸收不完的 就淬炼经脉和丹田 墨仓也被眼前的情形惊到了 不过 她毕竟是活了几万年的老怪物 很快回过神来 对灵十三喊道 听到喊声 灵十三立刻运起青云诀 打开翘穴 吸纳灵气 灵十三的翘穴一打开 小红就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 但她并没有顺着灵十三的引导进入丹田 而是直接进入到她的石海 向五行悬石冲去 啪的一下 撞在五行悬石的红色纹路上 然后静静地待在那里 不再动弹 灵十三看到了 但她现在完全没有精力去阻止小红 因为剩下的灵气 已经呼啦啦地涌进她的体内 她赶紧收敛心神 引导涌入的灵气 在体内运行一周 然后归入丹田 很快 灵十三那小小的丹田 就被涌入的灵气填满 丹田已经传来胀痛的感觉 她知道 现在不能继续吸纳灵气了 不然丹田就有可能被撑爆 但那些灵气 还在拼命地往她体内涌入 她想要停止修炼却做不到 因为后进入体内的灵力 已经不需要她的引导 自行在体内循环 灵十三急忙引导进入的灵气 锤炼经脉 很快她惊讶地发现 进入的灵气 竟然自行找了一条条经脉进行锤炼 她只好立刻停止锤炼 那些进入的灵力 也跟着停止 等她一开始 那些灵力也跟着开始 完了 这回不死也要中伤 灵十三心中一阵哀嚎 这时 小红从五行玄石上蹦了下来 轻轻地对着灵十三晃了晃 拼命涌入 她体内的灵力变得温顺起来 他们不再急着进入灵十三体内 但也没有离开 站在旁边的墨仓 看着越来越多的灵气 涌到灵十三身体周围 脸上也是露出惊骇之色 不能再继续这样聚集灵气 现在灵天中的那些灵谷中的灵气 已经完全被吸引过来 变成普通的道骨 下一步就该轮到护原阵法中的灵力 被吸引过来 到十阵法就会崩溃 不光会引来山上的妖兽 还会引起青云门那些高手的注意 到那时她和十三都会处于危险当中 想到这里 墨仓咬牙挥手 布置了一道小型的隔绝阵法 阻断了灵十三的气息 阵法一不好 远处的灵气不再向这边涌来 墨仓本就透明的身影 更加透明了几分 不仔细看 几乎看不出人影 她迅速地没入阵法中 钻进五行玄石里 陷入沉睡中 还好这么多年积累的力量 够我不止一个阵法 沉睡前墨仓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 体外的灵力不再疯狂涌入 凌十三暗自松了口气 她开始安心地修炼 九转一玄金 而涌进其他经脉的灵气 又跟着她一起锤炼起其他经脉 凌十三想要去阻止 小红却拦住了她 你是说他们都听你的吗 你可以让他们跟着我的法觉 帮助我修炼 凌十三惊讶地问小红 自从小红进入她的石海 她发现自己更能理解 她的每个动作的意思 小红在原地摇了两下 表示是的 你先让其中一条经脉的灵气试一试 如果确实能够成功 再让所有的灵气一起 凌十三犹豫了一下 对小红说道 只是一条经脉受伤 她还可以很快修复 如果大部分经脉都受伤了 她可得躺好久 小红晃了一下 表示同意 凌十三才放心地运转起 九转一玄金的法觉 果然这次只有一条经脉的灵气 跟着她一起修炼 那一条灵气自行运转的经脉 发现那一条经脉也完美地完成第一转 并没有出现丝毫的意外 凌十三示意小红 可以让那些灵力同时给她淬炼经脉 有了小红的帮助她的九转一玄金 修炼起来将会快很多 凌十三开始淬炼丹田 那些进入她体内的灵气 也是行开始淬炼她的其他经脉 这一刻 全身传来重已是咬的疼痛 她在同意小红对全身经脉进行淬炼的时候 就想到了会是这样的结果 她平心静气 专注地淬炼丹田 把那一股股追星的疼痛抛之脑后 修炼完一转 她又开始修炼下一转 这一修炼 就是整整七天 才把围绕在她体外的灵气 全部消耗完 她的九转一玄金 直接修炼到第六转 经脉的宽度 已经达到上品灵根的程度 丹田更是达到极品灵根的程度 莫爷爷 我的九转一玄金 修炼到六转了 以后我的资质 就和上品灵根的人一样了 临十三开心地在心里 向莫苍说道 只是这次 却没有得到莫苍的回答 莫爷爷 莫爷爷 临十三焦急地向五行玄石里呼唤 哎 十三 这是干嘛呢 我老人家 只是睡了一觉 好一会儿 莫苍虚弱的声音传来 莫爷爷 你受伤了吗 临十三听着莫苍虚弱的声音 急切地问道 我没事 就是有些累了 莫苍提了提精神回答道 你现在可以安心地修炼青云诀 等你修炼到炼气中期 就可以去后山上 试试狩猎低价妖兽 不过 你现在还缺少一把武器 和一部神法 好的 莫爷爷 你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这些事情 我自己会想办法 临十三本还打算 问问莫苍小红的事 但听到她虚弱的声音 还是决定以后再说 你小子 这是看不起我老头子吗 先给我说说 那天的灵气 是怎么回事 莫苍扬装生气 其实是担心这件事 在她身体里 留下后遗症 影响她以后的修炼 临十三知道 莫苍这是关心她 急忙把小红的事情 仔细地对她说了一遍 经零十三一说 莫苍才发现 贴在五行玄石上的小红 那天她太过虚弱 进入五行玄石后 直接就沉睡过去 并没有注意到小红的存在 她仔细观察 附在五行玄石上的小红 小红似乎也发现了她的存在 从五行玄石上下来 开始围着五行玄石打转 坏人 坏人抢我的家 零十三感觉到小红传达的意思 自从小红进入五行玄石后 她和小红之间 似乎就有了一层微妙的联系 她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小红向她传达的意念 小红 莫爷爷是我的恩人 她只是在里面修养神魂 等以后我的实力强大了 就替莫爷爷 寻找重塑真身的方法 到那时我爷爷就不用 再待在五行玄石里了 零十三好笑地向小红解释 以前爷爷给她讲的故事中 就提到过 强大的修士 可以助人重塑真身 从第一天 莫爷爷传达功法开始 她就决定等她强大了 要帮莫爷爷 寻找重塑真身的方法 小红听她说完 不再围着五行玄石打转 又贴到五行玄石上 十三 重塑肉身太难 你只要帮莫爷爷 寻找一些恢复神魂的草药 就可以了 莫苍没有想到 零十三竟然想要帮助她 重塑肉身 莫爷爷 这些事我们以后再说吧 现在 你赶快休息吧 零十三听着 莫苍虚弱的声音 担心地说道 好 小红应该是才诞生的 火灵力之灵 你不用管她 就让她在五行玄石上修炼 看来 十三是有大气韵的人 在这个小地方 居然都能让她得到火灵气之灵 好的 莫爷爷 你去修炼吧 我在你周围布置了一道隔绝阵法 你等一下把她拆除了 才能离开 莫苍仔细地向她讲解了 怎么拆除阵法 零十三按照莫苍教给她的方法 拆除了阵法 迅速向小约暗跑去 连续修炼了这么几天 不光肚子饿得咕咕叫 身上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回到小院 她先好好地洗了一个澡 才去做饭吃 等填饱了肚子 零十三就去灵天园中巡视 她还等着园中的灵谷成熟了 好换取贡献点来兑换功法和武器 只是当她走进灵天中 却发现所有灵谷失去了光泽 摘下来一颗仔细感受 没有了一丝灵力气息 想到这几天 自己修炼消耗的庞大灵气 难道是被我练功消耗了 可是灵谷中的灵气 可不像灵石中的灵气那么好抽取 之前她就尝试过 直接从灵力中抽取灵气 却没有成功 难道是小红 想到这里 她不由像贴在五行玄石上的小红询问 小红则是傲娇地表示 他们都是她的手下 当然是她走到哪里 他们就跟到哪里 看来我是捡到宝了 零十三暗想 如此想着 她不由像小红问道 是所有的灵气 你都可以指挥吗 只有这里的可以 这里是我的领地 其他地方 我只能号召一部分 一散在天地之间的灵气 小红表示 她的能力也是有限制的 不过 这已经足够让零十三惊讶 灵天中的灵谷 已经变成普通稻谷 无法换取贡献点 零十三只好把田中的稻谷收割了 重新种植 做完这些 她决定还是去一趟清西堂 护原阵法有裂缝的事 还是要上报给清西堂 她戴上建筑的皮毛 和那一对獠牙 前往清西堂 来到清西堂 她先去阵法部 上报了护原阵法的问题 才前往大堂查看 可以购买的功法 大堂里人来人往 很是热闹 四处看了好一会儿 她才搞清楚 原来这里是集发表 接受任务 买卖物品于一体 相当于是一个集市 大堂左边是一排石桌 每个石桌上有一面铜镜 把身份预牌 放在石桌的凹槽上 就可以在铜镜里 查看自己想要购买的物品 不过此时的石桌前 都占满了人 还有一些人在排队等候 零十三排到队伍后面等候 中间是一排发放物品的窗口 在铜镜上选好 自己要购买的物品 支付足够的贡献点后 直接到中间的窗口领取 右边是回收灵草妖兽的窗口 没过多久就轮到零十三 她迅速地上前 把自己的身份预牌 放进石桌的凹槽上 铜镜上很快显示出 丹药 灵草 功法 武器 各种选项 她首先进入功法这个栏目浏览 墨仓曾经给她讲过 所有功法分为天地玄黄四个等级 每个等级又分上中下等 清晰堂对外门弟子开放的功法 大多为最低等的皇级下等功法 这些功法需要的贡献点不算多 大多只需十个贡献点 相当于一块下品零十 粗略地翻看了一下 心中有了打算 还是等灵天园中的零骨 收获了再来购买功法 她并不打算用零十购买 对于她一个新来的杂役弟子 如果现在就拿出几块零十来购买功法 难免会引起别人注意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虽然宗门明确规定了 同门之间不可相残 但宗门所属范围这么宽 寻查弟子也不可能随时顾及得到所有地方 要是出了意外 谁又会在乎她这样一个小人物 看完功法 她又去翻看灵草 她从最低阶的一路慢慢往上翻看 越看心中越是失望 忽然捕魂草三个字印入眼中 她的心中一喜 仔细阅读起了上面的介绍 捕魂草 七节灵草 对修补神魂有奇效 是炼制捕魂丹的主要材料 通常生长在灵气浓郁的伏地之中 有强大的魂兽在旁边守护 一颗价值50万宗门贡献点 看到最后 灵草三不由皱起了眉头 50万贡献点对她来说无异于天价 看来最要紧的还是要提升实力 只有实力够了 才能去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源 最后 她又去翻看武器那一栏 各种类型的下品法器 需要的贡献点从50到300不等 中品和上品法器需要的贡献点更多 一路看下来 虽有两件心意的兵器 但是需要的贡献点太多 但她并没有放弃耐心地往下翻看 直到最底部的一行字印入眼中 可自行提供材料和样式到器部定制武器 根据武器的品质收取加工费 零十三眼前一亮 老海中迅速生出一个念头 我何不自行定制武器呢 这次猎杀的箭猪是金属性的 可以增加武器的硬度 而自己的那五柄飞刀是惯用的武器 我何不用箭猪的獠牙和皮毛 来强化我的飞刀呢 我自己提供的材料 光是炼器的费用 应该要不了多少贡献点 想到这里零十三取出身份预牌 就向炼器堂走去 师兄 我想给我的武器加点材料 重新炼制 需要几个贡献点 零十三走进炼器堂 对一名坐在桌子后 写写画画的弟子礼貌地问道 什么样的武器 添加什么材料 那名弟子抬起头来打亮了他两眼 发现是个生面孔 又低下头写写画画 漫不经心地问道 我想在我的飞镖里 加入箭猪的皮毛和獠牙 增加他的坚硬度 师兄 你看一下需要多少贡献点 零十三没有在意他的态度 修真戒里都是用实力说话 像他现在这样毫无实力的人 走到哪里 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存在 他从储物袋里 拿出他那五柄飞刀 和剑猪的那一对獠牙和皮毛 放在桌子上 你这飞刀就是普通的反铁 这对獠牙也只是出击妖兽的 就算全部断造在这五柄飞刀中 也只是增加了他的坚硬度 恐怕连下屏法器都还达不到 那名弟子翻看了一下零十三 放在桌子上的獠牙和飞刀 皱了皱眉头 还是好心地提醒道 谢谢师兄提醒 等我也 后寻到更好的材料 再来升级 零十三笑着说道 那就十个贡献点 那名弟子摇了摇头 不再说什么 可以用零十支付吗 可以 一块下品零十 谢谢师兄 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取 零十三拿出一块下品零十 放在桌子上问道 一个月之后 用身份预牌来取吧 那名弟子收下零十 头也不抬地说道 谢谢师兄 零十三接过身份预牌收进怀里 道了一声谢 转身离开 零十三 刚走出来没有多远 一道有些耳熟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零十三疑惑地转身 向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 何大牛 他有些迟疑地 看着向他走过来的何大牛 此时的何大牛 和三个月前 比起来个头长高了不少 皮肤也不再有黑 穿着青云门的青色弟子服 整个人看起来 完全变了一个样 零十三都有些不敢相认 零十三 真的是你 你也是过来 听长老讲经的吗 何大牛一脸高兴地问道 我顺便过来半点试 零十三有些不太适应 和大牛的热情 你也是来找师兄们帮忙的吗 何大牛一脸谨慎地 朝四周望了望 见周围没人才小声 向零十三问道 找师兄帮忙 零十三一脸疑惑地反问 你难道不是来找人 帮你打开厨袋的 何大牛看他一脸的疑惑 收起脸上的笑容 小心谨慎问道 还可以找人帮忙 打开厨袋 零十三脸上的疑惑更深了 是啊 像我们这些杂役弟子 天赋都不高 想要修炼出零十 自己打开厨袋 起码要三五个月 有的资质太差的 可能一年都打不开 当然只能找师兄们帮忙了 你不会到现在 都还没有打开厨袋吧 何大牛说到最后 一脸惊奇地看着零十三 我 零十三想说 他早就自己打开了厨袋 但想到刚才何大牛说的 以他们的资质 最少要三五个月 才能打开厨袋 他犹豫了一瞬间 看他犹豫 何大牛还以为他是不好意思 伸出一只手 搭在他肩膀上说道 我也还没有开辟出零十 要不要我带你 去找钱师兄 帮你把储物袋里的东西拿出来 你只需要在储物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后 给零十兄一块下品零十就可以了 还是暂时不用了 里面的东西 我现在也用不着 何大牛的下品零根 现在都还没有开辟出零十 自己的零根比他还要差 可不能让人知道 他已经开辟出了零十 零十三想了想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 他已经打开了储物袋 委婉地拒绝 你 哎呀 算了算了 随即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又一脸兴奋地看向零十三问道 零十三 今天是三个月一度领取零十的日子 你去领取了你的零十了吗 今天是领取零十的日子吗 零十三一脸惊讶地问道 对啊 你不会还没去领吧 那就要快一点 去晚了 发放零十的师兄就要走了 你只能等到三个月之后再领 到时候 还会被扣掉一块零十作为保管费 和大牛一边说着 一边拉着他 飞快地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竟然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 没有按时领取 竟然还要扣保管费 零十三跟着和大牛 往领取零十的堂口走去 心中却在暗暗地感叹 幸好遇到了和大牛 不然又要损失一块零十了 师兄 请等一下 他还没有领取零十 他们刚一走进去 就看到发放零十的弟子 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和大牛急忙上前一步喊道 还不快一点 领取零十都不积极 那名弟子 看着近来的两人不耐烦地说道 却还是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零十三没有计较他的态度 自己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他上前一步 把自己的身份预牌递给他 那人粗鲁地 从他手上拿过身份预牌 查看了一下 确认他还没有领取零十 登记好后 拿出三块下品零十 连着身份预牌 一起啪地一下放在桌子上 不耐烦地挥着手说道 赶快走 事情还多得很 整天磨磨蹭蹭的 零十三默默地收起身份预牌 和零十转身离开 谢谢师兄 下次我们一定早点过来 何大牛上前点头哈腰地说道 说完又快速地 跟上离开的零十三 十三 你要不要把零十换成裴缘丹 裴缘丹 零十三疑惑地 看向何大牛 是啊 你还不知道裴缘丹吧 那可是能够帮助我们 排除体内杂质 改善我们的体质 让我们能够更快地成为 修仙之人的灵丹 何大牛急忙向他解释 裴缘丹的功效 听到是改善修炼体质的丹药 零十三顿时没了兴趣 他现在修炼的九转一玄金 可比什么丹药都有用 还是算了吧 我还是自己慢慢修炼 他委婉地拒绝 你的资质这么差 自己慢慢修炼 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开辟出零十 你听我的 还是买一瓶裴缘丹去吃 我们都是一起入门的 难道我还会害你 何大牛边说 边掏出一个瓷瓶 地倒零十三面前 你看 这就是我在前师兄那里 买的裴缘丹 品质绝对过关 我准备回去 就服下裴缘丹修炼 说不定就能一举开辟零十 成为修仙者 哟 两位师弟 这是要买陪缘丹吗 何大牛还在喋喋不休地 推销着他手上的陪缘丹 一道响亮的嗓音 从他们身后传来 零十三转过身 看向说话的人 只见三个穿着 清云门弟子服的人 正缓步向他们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那人 脸上带着笑 眼睛却直勾勾地 盯着何大牛手上 拿着的小瓷瓶 是杨师兄啊 何大牛看着走过来的三人 脸上神色一将 迅速地把手上的 小瓷瓶收进怀里 脸上堆起笑容 有些谄媚地招呼道 原来是何师弟 又在帮钱挥卖裴员丹吗 杨师兄走过来 围着两人打量了一圈 脸上带着细血的笑容 向何大牛问道 杨师兄 零十三还没开启零食 他现在的状态 非常需要服用裴员丹 来提升一下体质 帮助他早日开辟零食 听到杨师兄那么说 何大牛脸上露出一丝尴尬 随即又一脸诚恳地说道 吃什么培圆弹 拥有一把好的武器 才是最重要的 反正你们的资质也不好 不如先练习几门武技 强身健体打好基础 杨师兄说的 从随身的储物袋里 掏出两块有黑的石头 向两人晃了晃 这是我前段时间 出去历练得到的珍稀矿石 不如你们一人买一块 去打造一柄锋利的武器 零十三看着他手中拿着的石头 皱起了眉头 这看着 就是一块很普通的石头 杨师兄 谢谢你的好意 我还是想先开辟出灵石 何大牛缩了缩身体 抢笑着说道 要开辟出灵石 可没有那么容易 你们听我的 先练习一门武技 打造一柄好的武器 总有一些自保之力 杨师兄拿着那两块石头 笑盈盈地说道 我这两块矿石 可不是一般的矿石 这可是两块黑石矿 添加到你们的武器里 可以大大的提升武器的硬度 杨师兄对着两人大力地推销 这就是黑石矿吗 零十三看着杨师兄手上那两块石头 眼中闪过疑惑 爷爷在他休息的时候 给他讲过一些矿石灵草的特征 其中黑石矿是一种低级的炼气材料 可以提升武器的硬度 在炼制的武器里加入黑石矿 炼制成功后最少也是下屏法器 黑石矿除了颜色有黑 还有一个特征 同样的体积 它的重量是其他矿石的武备 杨师兄这么轻松地就托起两块矿石 看来他的力气很大 这就是修炼的好处之一 零十三默默地在心中想着 要不要买下一块矿石 最好是能够拿在手上试一下 虽然都是同门师兄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杨师兄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黑石矿吗 零十三看向杨师兄礼貌地问道 何大牛听到他的询问声 脸上露出一抹焦急之色 犹豫了一瞬间 还是伸出挨着他的左手 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衣服 零十三疑惑地看向旁边的何大牛 不过他并没有开口询问 何大牛却转过头 看向另一边 似乎他刚才并没有拉过他 这有什么可看的 难道师兄还会骗你几块零石不成 你到底想不想要 三块价品零石一块 那边杨师兄沉下了脸 回手把那两块矿石 收进了储物袋中 零十三顿时明白 那两块矿石有问题 看来这个杨师兄 就是专门哄骗新人的 他立刻打消了 要把那两块矿石买下的念头 对杨师兄说道 杨师兄 我并没有那么多零石 等我存够了零石 再找你买吧 你这是耍着我玩吧 你不是刚才领了零石出来吗 听到零十三说不买了 杨师兄立马换上一副 凶神恶煞的神情 今天你们两人 必须一人买一块矿石 不然就是想耍着我玩 杨师兄说完 朝身后两人使了一个眼色 那两人露出不怀好意的神色 跟着杨师兄 一起向两人围了过来 杨师兄 我的零石都已经买了培圆丹 要不我下次再买你的矿石 何大牛看着围过来的三人 脸上神色变得非常难看 他摸了摸怀中的培圆丹 换上一副笑脸 低声下气地对杨师兄说道 没有零石 也可以用培圆丹换 杨师兄 门中明文规定 门下弟子不得私自动手 你这是要违反门规吗 林十三看着围过来的三人 冷下了脸淡淡地说道 看来这几人眼见着骗不了 就想来硬得直接抢 哈哈 动手 你才入门几天 就和我说动手 你学会了紧门功法 杨师兄大笑一声 眼中满是轻蔑之色 一手按向林十三的肩膀 另一只手直接抓向林十三腰间 另外两人也是大笑一声 一人像抓小鸡一样 一把拉住和大牛 一人伸手探向他腰间的裴员丹 和大牛苦着脸 不敢出声 任由那人拿走他收好的裴员丹 然后放了一块所谓的黑石矿 在他兜里 林十三看向杨师兄抓过来的手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这个地方虽然偏僻 但是只要打斗起来 还是很快就能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这人修为应该不高 不然也不会挑他们这种 刚入门没多少油水的弟子下手 自己只要能在他手下撑过几个回合 定能引来其他人的注意 到时 他总不能再强行抢夺自己的灵石 想到这里 他迅速掉击体内不多的灵力 转化成精灵力 附着在拳头表面 杨师兄 我现在并不想买矿石炼制兵器 眼看杨师兄的手 就要按上他的肩膀 灵石三身形灵活地往后退了一大步 看着杨师兄说道 师爹 师兄都是为你好 眼见灵石三 竟然还有胆子避开自己 杨师兄皱了皱眉头 眼中射出一抹狠力的光芒 脸上却带着温和的笑容 继续伸手拍向灵石三 不过这一次 他在手掌上 附上了三成灵力 一股灼热的掌风 袭向灵石三的小腹 看来这位杨师兄 是火属性灵根 灵石三默默地在心中分析着 手上的动作却并不缓慢 口中低喝一声 一拳穿云 随着这一声低喝 灵石三的拳头 带起一片拳影 迎向了杨师兄袭来的手掌 碰 拳掌相撞 发出一声闷响 杨师兄脸上露出惊恶之色 被灵石三的拳头撞击地 向后倒退了两步 你使的是青云拳 你竟然已经学会了青云拳 杨师兄指住后退的身形 有些恼怒地看向灵石三 没想到他才进入门中几个月 就学会了青云拳 让他在同门面前丢了脸 不过就他这水平 还是差得远呢 他刚才也是太大意了 今天第二让这小子知道 才进宗门 就应该夹着尾巴做人 那边的灵石三 被杨师兄一掌打得 连连后退了七八步 才止住身形 揉了揉有些灼痛的拳头 他抬头冷静地看向杨师兄 声音淡淡地说道 杨师兄 我今天暂时不想购买黑石矿 你说不买就不买 今天就要让你知道 有些事不是你能够说了算的 杨师兄收起脸上的笑容 冷声说道 说完不等灵石三反应 脚下踩着步伐 手上运气七分灵力 向他抓了过去 虽然他很生气 灵石三让他丢了面子 但现在是在宗门内 他还是不敢出狠手 出了宗门 有的是机会收拾他 因此 这次他该掌位抓 只要抓住了这小子 随便打一丝灵力 在他体内 就能让他痛不欲生 还不等灵石三有所反应 杨师兄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一把抓向他的脖梗 灵石三心中一惊 他的速度好快 脸上却没有露出丝毫惊慌的神色 按照之前想好的 挥出青云拳第二拳 第三拳席向杨师兄的胸腹 杨师兄见他此时还敢反抗 恼羞成怒 改抓尾掌 扫向灵石三的肩膀 碰 碰 碰 灵石三直接被他一掌机飞出去 咚的一声摔在地上 一缕鲜血从他嘴角一出 师弟 现在还想不想买我的矿石 杨师兄不怀好意地 笑着向灵石三走去 我今天不想买矿石 灵石三抬手擦掉嘴角的血迹 翻身从地上跃起 眼神冷冷地看着杨师兄说道 虽然被掌风扫中的肩膀 传来一阵阵火辣辣的疼痛 但他并没有屈服 这两次交手的动静并不小 他相信很快就会有巡查的人 发现这边的情况 如果这次他屈服了 以后在宗门中遇到杨师兄 就再也抬不起头 以后他就再也不要想 保住自己的修炼资源 灵石三不就是买一块矿石吗 你就买了吧 何大牛一脸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杨飞 要不要我给你帮忙 拉住何大牛的那个弟子 轻笑一声 向杨师兄问道 对付一个刚入门的小师弟 还用不着两个人 杨飞冷笑一声 朝着那人摆摆手 加快速度 走向灵石三 那人吃笑一声 不再说话 心中却暗自嘀咕着 不就是练气三层吗 有什么了不起 还不是连一个 刚入门几个月的师弟 都对付不了 可是我今天并不想 买黑石矿 灵石三并没有看向何大牛 而是盯着走过来的杨师兄 一字一句地说道 实际上却悄悄地放出灵石 查看是否有人接近这片区域 又暗自在体内运行灵力 缓解肩膀上的伤势 手上暗暗蓄力 等待杨师兄走近后 再奋力一击 一定要坚持到 有人发现他们 师弟 师兄都是为你好 你今天就乖乖地 买下这块矿石 以后在门中的日子 也好过一些 杨师兄脸上露出一丝 不耐烦的神色 说着运起十层的灵力 手上带着灼热的气息 毫无保留地 向灵石三抓去 几次三番的失手 让杨飞失去了耐心 既然他敢反抗 那就让他尝尝 反抗失败的下场 他这次要是 无法镇住灵石三 以后在其他师兄弟面前 将会毫无威信可言 何况他既然敢反抗 手底下必然有几分本事 想到这里 杨飞心中没有了顾忌 使出全力抓向灵石三 灵石三紧张地 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杨飞的手掌 离他越来越近 却没有发现 有一个人影靠近 按道理来说 这里发出这么大的响动 早该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看来他们是知道 这个地方不会有人过来 才会在这里拦截他们 难怪几个人 都是有恃无恐的样子 只能和他拼了 就算最后灵石 还是被他们抢走 也要让他们知道 他不是这么容易妥协的 下次想要再从他身上 敲诈灵石 就要考虑一下值不值得 想到这里 灵石三再次使出青云拳 裹挟着一片拳影 狠力地扑向杨飞 口中喊着 杨师兄 你这是公然挑衅门贵 他心中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希望有人听到他的喊声 能够前来制止杨飞他们 哼 杨飞冷笑一声 手上的动作 却没有丝毫停顿 这个地方位置偏僻 一般人都不会往这边走 只有一部分心爱的弟子 才会往这边走 这些年 他们在这个地方 卖掉了多少的矿石 没有一人能够逃得掉 杨飞的动作 没有丝毫停顿 灵石三深吸一口气 青云拳第三拳 毫不犹豫地打出来 许氏抛开了心中 最后的一丝犹豫 灵石三这一拳 直接打出了十八拳 碰 十八拳合为一拳 呼啸着席向杨飞的心口 你们这是 在干什么 眼看杨飞的一抓 就要掐住灵石三的喉咙 灵石三的拳头 也已经快要 吸到杨飞的胸口 一道严厉的声音 在众人耳边响起 听到呵斥声 杨飞脸色微微一变 手上力道撤去一半 改抓为拍 往灵石三的肩膀上拍去 脸上 扯出一抹难看的笑容 张口喊道 灵石垫 碰 灵石三脸上闪过一抹喜色 终于有人过来了 但是他的拳头并没有停下 重重地 砸在杨飞的心口上 嗯 杨飞闷哼一声 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眼中射出一抹愤恨的光芒 但他还是强忍着 扯出一抹笑容 手上一个用力重重地 拍在灵石三受伤的肩膀上 咔 骨头碎裂的声音传来 灵石三额头上 瞬间冒出痘大的汗珠 脸色也变得苍白 不过 他忍住了疼痛 没有叫出声 和修炼九转一玄金的疼痛比起来 这点疼痛 还是在他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灵石三抬起头 看向天边那一抹迅速接近的身影 只见天空中 一名白发苍苍 先锋盗鼓的老者 脚踩飞剑 迅速地向几人靠近 他的话音刚落下 人已经到了他们面前 杨飞强忍住心口的疼痛 向来人失了一礼 高声喊道 周长老 拉住何大牛的那两人 也迅速松开了手 同时向来人失礼 灵石三和何大牛 也抬手向来人失礼 你们几人在这里干什么 周长老站在飞剑上 满脸严肃地看着几人问道 这位长老的仙法好厉害 在他出生的时候 身形还没进入我的灵石范围内 不过短短一句话的时间 就到了面前 看着站在飞剑上的老者 灵石三的心中满是震撼 更加坚定了他勤奋修炼的决心 总有一天 他也要上天入地 自由翱翔 周长老 我们只是问一下 这两位失地 需不需要购买炼器材料 站在何大牛身旁的两人脸上堆起笑容 急忙解释道 说完还眼含警告地 瞪了一眼灵石三和何大牛 是这样吗 周长老看向何大牛和灵石三温和地问道 对 两位师兄只是问一下 我们需不需要购买炼器材料 灵石三正要开口 何大牛抢先说道 说完还焦急地 向灵石三使了一个眼色 示意他不要胡说 杨妃三人听到何大牛这么说 心中松了一口气 这两人中 只要有一人不敢说出实情 周长老就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毕竟整个过程中 他们的神色都非常和善 周长老不过是路过 应该没有看到他们动手 去看向灵石三再次开口问道 是这样吗 可是我们并不想购买炼器材料 灵石三想了想开口说道 他知道 今天不可能把几人怎么样 他并没有证据证明 杨妃几人强卖矿石 不过今天这笔账他记下了 也让他体会到了 莫爷爷常说的修真戒 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现在还在门中 有门鬼保护 都避免不了被欺压 以后走出宗门这样的事 只会更多 他只有努力修炼 不断地让自己变强 才能在修真戒中生存下来 周长老 我是自愿要购买炼器材料的 灵石三的话语刚落下 何大牛就急忙朝周长老说道 灵石三惊恶地看向何大牛 现在有人来主持公道了 他为什么不说实话 周长老 是真的 我是自愿要购买炼器材料的 我现在还没有一把衬手的武器 缺少炼器的材料 何大牛无视灵石三看过来的眼神 继续向周长老说道 灵石三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要走 在这外门中 他们这种资质低下的人本就生存不易 他是好运地得到了五行玄石 而何大牛却不一定有他这样的机缘 他这样小心翼翼 未免不是一种自保的手段 既然他并不想买你的材料 就散了吧 你们也都是从新入门的弟子修炼过来的 每一步都不容易 千万不要做些违反门中规定的事 周长老看向杨妃三人淡淡地敲打道 虽然他很清楚 这中间是怎么回事 但受害者都不敢说实话 他也不能抓着他们不放 是 周长老 我们就先回去修炼了 杨妃三人不甘地看了零十三一眼 转身离去 修真戒本就是弱肉强食的事件 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看到三人离开 周长老看向零十三和何大牛 淡淡地提点了一句 说完踩着飞溅转身离去 我要什么时候 才能修炼到周长老这样的程度 看着消失在天边的周长老 何大牛眼中露出羡慕的神色 只要努力修炼 我们很快也能像周长老一样 遇见飞行 惩恶扬扇 零十三望着周长老离去的方向 几倍挺直 眼中满是坚毅的神色 看来修仙界中 还是有除强服弱的善良之辈 周长老是所有外门长老中 唯一不会歧视 我们这些新入门的弟子的长老 每次轮到周长老讲经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疑惑请教他 他都会耐心地回答我们 你今天的运气真是不错 只有周长老 会在发现新入门弟子 受欺负的时候站出来 不过我听说 周长老如果再突破不了 现在的境界 就没有几年的寿命了 何大牛望着周长老消失的方向 有些惋惜地说道 周长老 今年多少岁了 他现在是什么境界 听到何大牛这么说 零食三忍不住问道 今天要不是遇到周长老 他最后肯定只能向杨妃几人屈服 虽然只是几块零食的小事 但这件事 必定会在他心中留下阴影 让他对修仙产生疑惑 如果修炼之人 都是些欺凌弱小的人 那修炼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样必定会影响他以后修炼的心境 周长老的出现 让他看到了修炼界的一股清流 虽然他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莫爷爷总是提醒他修炼界的残酷 但爷爷给他讲的故事中 那些修仙者都是除强服弱 斩妖除魔之辈 若非如此 他也不会一心想要修炼 他想要修炼 不光是为了寻求那长生之道 还为了在遇到不平之势的时候 自己有能力保护想要保护的人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信念 周长老今年都190多岁了 听说他当年也是夏品林根进入宗门的 现在卡在住基后期很多年了 何大牛说着眼中闪过一抹失落 接着说道 听说夏品林根能够修炼到住基后期都算是幸运的 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修炼到住基期 190多岁还姓周 这位周长老 会不会就是当年送还老祖遗物的那位周星周前辈 林十三脑中忽然闪过这个念头 他看向何大牛问道 何大牛 你可知道周长老的全名 周长老单名一个星字 你问这个干嘛 何大牛疑惑地看向他 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 他竟然真的叫周星 看来以后要找机会确认一下他 是不是当年送回老祖礼物的那位周前辈 林十三在心中暗暗地想着 转过身对何大牛说道 没什么 我只是有些好奇 我还有些事就先走了 并不能完全确定 这个周星就是当年身为老祖遗物的周星 因此林十三也没有多说 你还有什么事 需不需要我帮忙 我这段时间认识了不少师兄 一些小事都可以找他们帮忙 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何大牛看出他并不想继续说这件事 立刻转移话题 热情地说道 我想用钢领的几块零食 去买一部功法 只有自身强大了 才不会被人欺负 林十三想了一下 还是忍不住提醒了何大牛一句 说完转身离去 经过刚才这件事 让他明白了 在修仙界实力 才是硬道理 之前他害怕自己拿出零食 购买功法会引人眼红 但是现在他明白了 就算你所拥有的资源 再少也有人觊觎 保住自己资源的最好办法 就是拥有强大的实力 刚才如果不是他的青云拳 修炼到一定的程度 肯定无法称到周长老发现他们 既然现在他有足够的零食 就先买下自己需要的功法修炼 唉 林十三 我认识一个师兄 他那里有多余的功法出售 他那里功法比宗门的要便宜一些 何大牛听到他要购买功法 快步追上他 不用了 谢谢你的好意 我刚才已经看好了两门功法 之前没有零食 现在领了零食刚好可以购买 买好了 就可以回去修炼 林十三停下脚步 打断何大牛的话 说完加快了脚下的速度 快速离去 哼 不就是个杂铃根吗 有什么了不起 何大牛没有再追上去 狠狠地瞪了一眼 林十三走远的背影 才转身离去 林十三没有收回的林十 看到了何大牛不愤的神情 心中暗暗叹了口气 只是每个人都有权利 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以后是敌视友看 各自的造化了 重回大堂 里面还是 熙熙嚷嚷一片热闹的景象 林十三排到队后面 思考着刚才看过的功法 购买哪几种和神 他现在学了一套拳法 还缺少一套步法 来配合施展 最好是在学一门武器类功法 和一门隐匿类功法 以后在外行走 都有用处 以他现在的实力 只能购买一些 黄阶下品的功法 步法的话 他想到 之前看到的林波步 这是一部水系功法 适合拥有水系灵根的人修炼 其他灵根的人也可以修炼 但是即便练得再纯熟 速度都比不上拥有水系灵根的人 武器类功法的话 他想修炼一部剑法 今天周长 老遇见飞行的英姿 在他脑海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希望自己有一天 也能像周长老一样遇见飞行 自由地翱翔于天地间 青云剑诀 这部法诀的名字 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还记得 这部剑诀的介绍 这是一部剑法类的基础法诀 没有属性 什么人都可以修炼 其他法诀都有属性加持 比如火属性的烈火剑法 就只能是拥有火系灵根的人修炼 炼成后每一次出剑 都有熊熊的烈火燃烧 想了很久 他还是决定购买青云剑诀 无论学什么 基础都是最重要的 他现在把基础打好 以后学习更高深的剑法 才比较容易一些 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青云剑诀比较便宜 只需要十个贡献点 也就是一块下品灵石 而带属性的工法 都需要五十个贡献点以上 很快轮到他 灵石三掏出身份玉牌放了上去 快速地进入工法页面 选择了灵波部 青云剑诀和隐熙诀 由于他并没有贡献点 需要先去缴纳灵石 才能领取到所购买的工法 他拿着身份玉牌 前去缴纳灵石 收取灵石的师兄 拿着他的身份 玉牌查看了一下 露出惊讶的神色 这批新来的弟子 已经领取了两次灵石 有一部分人 会把灵石存下来购买工法 但真正能保住 自己领取到的灵石的人 少之又少 五块下品灵石 不过总有一些有背景 或者运气好的人 能够保住自己的资源 不知道这位师弟是哪类人 想到这里 那人扯出一抹笑容 对灵石三说道 谢谢师兄 灵石三把手伸进怀里 假装从怀里 掏出五块下品灵石 实际上 却是从放在怀里的储物袋里 拿出来五块下品灵石 放在柜台上 拿着你的身份玉牌 直接去领取你购买的物品 那位师兄捏了一个法绝 打进他的身份玉牌 把身份玉牌递给他说道 灵石三接过身份玉牌 去到领取物品的窗口 领取了三枚玉检 回到灵天园 他立刻坐到蒲团上 运起青云爵 治疗肩膀上的伤势 这一路上 肩膀上一直火烧火燎地疼痛着 他一直强忍着 没有表现出来 回到灵天园 有了一重简单的保障 他才敢放心地坐下来疗伤 只是这一疗伤 他才发现 没有那么简单 骨头断裂处 一股火灵力盘踞在那里 不断地破坏着附近的骨骼肌肉 每当他的灵力 修复了一部分伤势 那股火灵力 又把他修复好的部位 破坏一大半 使得他想要修复伤势 难上加难 拥有强大的实力 才是硬道脸 他脑海中又浮现出 墨仓经常在他耳边念叨的这句话 以前他总是觉得自己 只要能够修炼就很满足 这一刻变强的信念 在他心中生根 只有拥有了强大的实力 才能够保住 自己想保住的东西 才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次的伤势 若是没有留在伤处的那股灵力 只需半天 就可以完全恢复 但有了那股灵力的干扰 他花了两天时间 才完全恢复 等伤势一恢复 他就拿出购买的功法 开始学习 零十三首先拿出 记录灵波步的预检学习 有了步法的配合 他的青云权威力 可以提升30% 运用好了进攻和闪避 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学完了灵波步 他又拿出青云剑诀 和隐熙诀来学习 青云剑诀 确实如他介绍的那样 只是一套基础剑法 零十三削了一把木剑 照着剑诀上锁奖 尝试着练习了一遍 只是一些基础的招式 如刺 劈 斩 他也并没有过于的失望 毕竟只花了一块零十 就买到的功法 墨爷爷说 他要沉睡一段时间修炼功法 没有了人指点他修炼 他能想到的 就是先打好基础 无论学什么 基础都是非常重要的 练习了一段时间后 他却发现 这套剑法 似乎缺少了一点什么 两招之间 似乎并没有联系 并不能连贯地使出 开始的时候 他以为是自己对招式不熟 并没有放在心上 随着练习的时间久了 每一招一试 他都练得很熟悉 但是想要连贯起来使用 换招的时候 总有一些质色的感觉 不过他以为是自己对招式 还不够熟练 每天都埋头认真的练习 白天他就练习青云拳 青云剑诀 灵波步 晚上他先练习一个时辰 九转一玄金 再修炼青云诀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 田中的灵谷都收获了两次 墨仓还是没有醒来 他有很多问题 想向墨爷爷请教 他的九转一玄金 最后一转 始终无法修炼成功 有一次 他想强行修炼 却使得丹田产生裂痕 差点碎裂 若不是他反应迅速 及时停止修炼 又引入大量的木灵力 对丹田进行温养 那一次 他恐怕就成了一个废人 以后再也不能修炼 这天练完青云剑诀 还是无法顺畅地练完一整套剑法 他有些失望了 收起手上的木剑 准备休息一会儿 再继续练习 十三啊 你刚才练习的那套剑法 是从哪里来的 墨仓久违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墨爷爷 你修炼好了吗 零十三惊喜地问道 差不多了 不过 暂时还不能出去 给爷爷说说 你刚才练的那套剑法吧 墨仓经过这一年的沉睡 魂力恢复了一大半 不过比起之前还是 有些虚弱 因此 他虽然醒来了 但是还不适合离开五行玄石 那套剑法叫清云剑绝 是我在清西堂购买的 说是一部基础剑法 我已经练习整整一年了 但还是没有完全熟练 零十三一股脑地 把他练习清云剑绝的经历 说给墨仓听 你这套剑法有些奇怪 似乎缺少了一点什么 每一招只能单独使用 你现在不要强行 把他连成一套剑法 练习的时候 每一招都单独练习 以后 也许会有大收获 墨仓听他讲完 沉音了一会儿说道 我这次修炼了多长时间 墨仓随后向零十三问道 一年零十天 墨爷爷 你已经修炼了一年零十天 你的功法 修炼成功了吗 零十三关心地问道 还差一点 不过不用像之前一样 闭关修炼 你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随时问我 墨仓心中划过一道暖流 努力让自己用平淡的语气说道 之前为了不让零十三担心 他跟他说 自己是要闭关修炼一门功法 现在他已经恢复了大半 可以支撑他随时清醒着 只需要在五行玄石中 慢慢修养就可以了 你现在给我说说 你这一年在修炼上 遇到了什么问题 墨仓继续说道 除了清云剑决练习起来不顺畅 九转一玄境的第九转 在修炼到丹田部位的时候 始终无法成功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零十三虽然还沉浸 在墨仓醒来的喜悦中 听到墨仓问他修炼上遇到的问题 还是静下心来 认真地向他请教 我已经花了超过 之前十倍的时间来淬炼丹田 但是丹田始终达不到 第九转要求的任性 我尝试了一次强行突破 差点使得丹田碎裂 这一段时间 我都一直在温养丹田 你这种情况 应该是需要灵药来辅助修炼 最好是墨系的 墨系灵药充满生命力 具有修复的作用 比较好寻找的有墨灵芝 墨莲子等 年份越久 效果越好 以你现在的修为 最少要二百年以上的才有用 听他说完 墨仓想了一下说道 我明天就到清晰堂去看一下 是否有墨灵芝售卖 如果有需要多少贡献点 如果没有以我现在的修为 可不可以去后山自行寻找 宗门发给我的灵草集说 墨灵芝在清晰门后山有出现过 听到墨仓说 墨系灵药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13迫不及待地说道 我看你现在也有炼气四层的修为 一年时间修炼到炼气四层 和极品灵根修炼的速度也差不多 如果你坚持要把丹田也修炼到第九转 到时 不光你的修为会跌落到炼气二层 以后的修炼速度也只有现在的一半 你还是坚持要炼到第九转吗 墨仓还是想考验一下013 不由地向他说道 坚持的基础才是最重要的 墨爷爷 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 修炼到第九转后 我的修炼速度虽然会慢下来 但无论在哪个阶段 我的基础都比别人强 这才是我以后强大的根本 墨仓当说完 013立刻严肃地说道 墨爷爷 难道是怕我以后修炼速度慢了 会后悔吗 我才不会后悔 这是好事啊 虽然修炼速度会比极品灵根的人慢一半 但和我本来的杂灵根相比 快了不知多少倍 还能让我的基础比别人强大 013在心中默默地想着 即使如此你 给我看看 你这段时间的5G修炼得怎么样 如果宗门内购买不到 以你现在的修为 可以尝试到后山中寻找 听到013的回答 墨仓满意地 抚摸着自己的胡须说道 随后 013又把青云泉和灵波布 演练给墨仓看 然后又向他请教修炼上遇到的问题 墨仓看完后暗自点头 看来13这一年 修炼都很刻苦 对于他提出的问题 也一一解答 你这一年的进步很大 拳法的爆发力 已经炼到极致 但是你还没有领悟 这套拳法的权益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这些还需要你在实战中去领悟 所以 就算这次 你能够在中门购买到木灵芝 也要尽快安排时间 去后山狩猎妖兽 一个下午的时间 就这样过去 墨仓最后总结道 好的 墨爷爷 我明天 就去清晰堂看看 林十三兴奋地说道 他其实早就想去狩猎妖兽 只是墨仓一直沉睡 他对自己的实力又不了解 才迟迟没有去后狩猎妖兽 你明天去的时候 顺便买些疗伤的丹药 出去历练受伤是尝试 疗伤单是 每个修炼者必备的丹药 逃跑用的盾服 也可以背两张 墨仓听到他兴奋的声音 知道他这恐怕是 早就想出去历练一番 嘴角扯出一个淡淡的微笑 这真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 不过 没有经历过风雨的小树苗 很难长成参天大树 十三也是时候 该出去历练一番 第二天一大早 林十三就兴冲冲地 来到清晰堂 出了林田园 他就运气隐稀绝 把修为显示在炼器一层 他可不想等一会儿 引起别人注意 以他入门时的资质 一年多修炼到炼器一层 都已经算是修炼得特别快了 到了清晰堂 林十三直奔大堂排队 这里 还是和他上次来时一样热闹 你听说了没有 前几天 主峰的一位师兄 去后山历练时 被一头烈焰虎重伤了 前面还有很多人 排在林十三前面的两位弟子 聊起了天 是听说有这么回事 那位师兄 听说是火灵根 前段时间已经突破到了筑机器 想要一头自己的坐骑 得到消息说 后山的火云湖产下幼崽 就约了几个师兄 一起去捕捉一只幼崽养大之后 作为坐骑 另外一人接口说道 原来是这样 只是最后怎么还受了重伤 只能怪那位师兄运气太差 那里不止两只火云虎 而是有四只火云虎 他带去的人 只迎走了其中两只 还有两只留在洞中守护幼崽 难怪那位师兄会受重伤 就算他已经住击期了 一人同时对付两只火云虎 只是重伤 没有立刻丧命 都算运气好 不过听说那两只火云虎 也受了伤 那位师兄这次算得上 是损失惨重 不光没有得到火云虎幼崽 还要向另外几位 一起帮忙的师兄复仇了 不过 要是能够拥有一头火云虎 作为坐骑战力 可是能提升一大减 那是当然 火云虎在我们青云山脉 也是赫赫有名的妖兽了 原来还可以到后山 捕捉妖兽的幼崽 养大了 作为坐骑 零十三在后面默默地 听着两人聊天 暗自想着 等自己实力强大了 也要去捕捉一只 强大的妖兽幼崽 作为坐骑 很快轮到零十三 他直接走到石桌前 拿出身份预牌 放了上去 他首先进入灵药页面 仔细查看 很快看到了 木灵芝和木莲子 这两种灵药都有 零十三心中一阵激动 急忙认真查看 很快 他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这两种灵药虽然都有 但是年份都不够 只有五十年到一百年的 并且需要的贡献点 还很多 木灵芝五十年的一朵 需要一百五十贡献点 一百年的 就需要四百贡献点 木莲子便宜一些 五十年的一颗 八十贡献点 一百年的二百七十贡献点 但是木莲子体积较小 所含的灵力 也比木灵芝少 一颗肯定是不够的 零十三摇了摇头 从灵药页面退了出来 又进入了丹药页面 找到疗伤丹 一瓶夏品 疗伤丹五十贡献点 一瓶里面有五颗 零十三毫不犹豫地 购买了两瓶 从丹药页面退出 他又进入了 浮转页面面 找到陶盾类浮转 夏品盾服 也是五十贡献点一张 练气七修饰激活顿服 可以提升自己的速度十倍 可以说是逃跑 必备佳品 零十三点击购买了两张 这一年 种植灵谷收获的二百贡献点 就全部花了出去 但他并没有觉得可惜 无论什么时候 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命还在 修炼资源总是会有的 从购书页面退出 零十三拿着自己的身份预牌 到窗口去领取自己购买的物品 小心地 把两瓶疗伤丹和那两张盾服 收进怀里的储物袋里 他转身离开 最近两天 疗伤丹和盾服 是以前销量的好几倍 都是一些 想要去后山碰运气的人 刚才这位师弟 才练气一层的修为不会 也想要去碰碰运气吧 窗口内 递给零十三物品的那人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对旁边一人说道 火云虎的幼崽 谁不想要 要不是这几天轮到我当职 我都想要去试一试 旁边那人眼含羡慕地说道 但是刚才这位师弟的修为 也太低了吧 才练气一层 他这样的修为 恐怕还没走到 火云虎的气息范围内 就成了妖兽的食物 那人有些惋惜地说道 总要去试一试 才知道结果怎么样 况且 每年死在后山的弟子 不知有多少 多他一个也不算多 另外一人神色冷淡地说道 说得也是 零十三完全不知道 身后两人的议论 快速地向大堂外走去 零十三 零十三 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 在他的右后方响起 何大牛 零十三脑海中 瞬间闪过这个名字 他假装没有听到 加快脚步往外走去 他入门测试时 资质奇差 若是被何大牛发现 他现在的修为 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 他现在实力还太弱 不想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只是何大牛去并没有放弃 小跑着追上他 一把抓住他的袖子 仰起笑脸问道 零十三 在想什么呢 叫你都听不到 哦 何大牛啊 刚才在想一个修炼上的问题 没有注意到你 零十三无奈地停下脚步 随意找了个理由塞堂 我都有一年没看到你了 你也不要整天光是修炼 还是要去参加实战训练 才能进步更快 何大牛拉着零十三的手 并没有松开 笑眯眯地对他说道 参加什么实战训练 你说的 不会是外门的挑战榜吧 以我现在的实力 想要去挑战外门榜上的人 不是自取其辱吗 零十三心中一动 如果有专门的对战场 就算花些零食 他也愿意去 毕竟他并没有多少实战经验 就直接去后山狩猎妖兽 刚开始的时候 肯定会吃亏 如果有实战训练场 先去训练几天 有了一定的对战经验 再去野外狩猎妖兽 定会减少受伤的几率 不是去挑战外门榜 何大牛摆摆手说道 看出零十三有兴趣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 那是什么 没有听说 门中哪里还可以进行实战的 零十三看出他的意图 顺着他的话问道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要不是你 今天运气好 刚好到清晰堂来 可就错过了这次大好的机会 何大牛放开拉着零十三的手 一连你真幸运的表情说道 哦 那我可真算是运气好 到底是什么难得的机会 零十三耐着性子 又问了一句 听出他语气中的不耐烦 何大牛收起脸上的笑容 左右看了看 才凑近零十三低声说道 钱师兄打算去后山 寻找火云虎的幼崽 需要找些人手帮忙 要不是看在我们同一天 进入门之 又都是周师兄引进门的 我都不会告诉你 你是不要命了吗 周师兄千叮万主 没有练气中气的修为 千万不要去后山狩猎妖兽 你都忘记了吗 听他说是这件事 零十三惊讶地看着何大牛 脱口而出问道 哪有那么危险 我们只是去帮钱师兄 分散一下火云虎的注意力 就可以得到一百贡献点 况且 钱师兄还会每人发放一枚终极炖符 这可是我们在清晰堂都购买不到的 可以让我们神清如燕 一刻钟内奔跑的速度 都是我们正常速度的三十倍 火云虎的速度再快 也追不上我们 何大牛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不就是 去做炮灰的吗 零十三瞬间明白了 钱师兄的想法 就算你的奔跑速度 提高了三十倍 可你也才练气一层的修为 我可是听说 主风的那位师兄 可是铸鸡器的修为 都受了重伤 你还是安心在门中修炼 等修为到了练气中气 有一定的自保能力了 再去后山狩猎 两人虽没有过多交情 但零十三也不忍心 眼睁睁地看他前去送死 忍不住劝说道 虽然火云虎的实力强悍 但那是 在他完好无损的时候 钱师兄可是得到消息 火云虎在和主风的 那位师兄战斗的时候 也受了不轻的伤 况且 钱师兄还联合了 好几位练气后期的师兄 一起进山 他们才是战斗的主力 我们只要负责 远远地分散 火云虎的注意力就可以了 还可以趁机观看 师兄们的战斗学习经验 这可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何大牛完全没有听进去 灵石三说的话 一脸激动地说道 要去你自己去 这样的贡献点 我赚不了 灵石三看他完全听不进去 转身大步离开 唉 你这个死脑筋 以后再有这样的 好事我可不会 再想着你 何大牛对着灵石三 离去的背影大声喊道 灵石三当作没有听见 他的喊声 加快了离开的脚步 回到灵天园中 灵石三在墨仓的指点下 又修炼了几天青云拳和灵波布 才准备出发前往后山 狩猎妖兽 买来的疗伤单和盾服 都仔细地收进储物袋中 又准备了一些食物和水 戴上一年前 用剑筑的獠牙 炼制过的五柄飞刀 出了青云门 灵石三心情激动地 往后山走去 一年多了 终于可以去受雷妖兽了 哪个少年 没有一个英雄梦 经过这一年的努力修炼他 终于可以迈出第一步 心情怎么不激动 山林中静悄悄地 树木异常高大 灵石三小心翼翼地走了 好久都没有碰到一只妖兽 由于青云门中 布下了大大小小的巨灵阵 靠近青云门的区域 几乎没有多少灵气 生长不出灵草 因此 在这片区域活动的妖兽特别少 除非一些特别弱小的妖兽 被族群排挤 才会到这片区域来觅食 灵石三看了一下方向 朝着树林的深处走去 他有些后悔 之前没有看一下门中 有没有这片区域的地图售卖 现在只能先往里面走 越往里走 灵气越浓厚 墨爷爷说过 妖兽的领地意识非常强烈 越是灵气细薄的区域 妖兽等级越低 越是灵气浓厚的区域 妖兽的等级越高 但是他并没有放松警惕 边走边小心翼翼地 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走了大半天 周围的灵气开始变得浓郁 灵石三小心翼翼地运转隐秘诀 收敛着身上的气息 仔细时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师兄 还没有发现妖兽的踪迹 身后却隐约传来说话声 灵石三心中一惊 迅速跃上旁边的一棵大树 藏进浓密的枝叶中 收敛呼吸 引逆绝运行到极致 他没有放出灵石 去查看来的人是谁 这片山脉 除了青云门的弟子会来历练 还会有少数其他宗门的弟子 也会来历练 这部分人的修为 最差都是练气后气 以他现在的修为 很容易遇到比他修为更高的人 他若用灵石查探 轻易就会被人发现 他藏匿在附近 他小心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静静地等待 很快 两道身影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他们的速度很快 但神情却很轻松 应该是使用了飞行服赶路 两人都穿着青云门弟子的服饰 其中一人 竟是一年前想强卖矿石给他的杨妃 另一人身形瘦靴 脸颊白皙 一双眼睛闪着阴寒的光芒 让人一看 心中就有些不舒服 此时 杨妃正走在他身后半步 一脸谄媚的笑容 袁师兄 能为你办事是我的荣幸 到了地方 你叫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随着两人的走近 他们的谈话声 清晰地传入零食三耳中 杨师殿 我们这是合作 要是能够顺利地得到火云虎的幼崽 你的好处也是少不了 袁师兄眼中闪过一抹讥讽 嘴角却扯起一抹笑容 被杨妃说道 能为杨师兄办事 是我的荣幸 不知道这次火云虎的 崽有几只 听说有的火云虎一窝 可以产两只幼崽 杨妃眼中闪过一抹悉计的光芒 如果有两只幼崽 是不是师兄 就会分一只给我 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 你只要记住 事情成了 少不了你的好处就可以了 袁师兄眼中的讥讽之意 更浓了 这废物 真是没有自知之明 都进到门中十一年了 才练起三成的修为 还想要分一只火云虎 要不是想着危急时刻 可以用它来挡一挡 它才不会带着这个累赘 谢谢师兄 我一定会尽力协助师兄 杨妃脸上堆满笑容 一路奉承着 林十三看着两人的身影 消失在视线中 又过了一会儿 才从树上跳下来 刚才他用莫爷爷教他的方法 悄悄地查看了一下 两人的修为 杨妃仅仅只有 练起三层的修为 而那个袁师兄的 修为他完全看不透 想来比他的修为要高很多 这两人也是冲着 那火云虎幼崽去的 不过那袁师兄看着 就没安什么好心 杨妃这次跟着他去 活着回来的几率恐怕不大 林十三暗自摇了摇头 不再想这个问题 杨妃这样的人 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林十三仔细地 向四周看了看 往两人离去相反的方向走去 既然他们是往这个方向 去寻找火云虎的 那我就往另一个方向去 他可不想和那一群 寻找火云虎的人遭遇 他只想一个人 好好地历练 最好是能采到一些灵药 去换取贡献点 以后有了三百年以上的 木灵芝才好兑换 要是自己能够采到 那就更好 不过这次历练 他并不打算往深处走 遇到三百年以上的 灵药的机会并不大 这次走了没多久 前面就传来一阵响动 林十三谨慎地停下脚步 仔细地倾听了一会儿 确定不是再次有人遭遇 才小心地放出灵石查看 前面不远处 一头庞大的金剑猪 正在那里悠闲地啃食着 这头金剑猪 比一年前他遇到的那一头 体型要庞大的多 全身的毛发 都闪着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芒 那两颗巨大的獠牙 在夕阳下 更是反射出金色的光芒 林十三心中一喜 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 运气可真不错 今天第一次遇到妖兽 就是一只落单的妖兽 虽然金剑猪的品级并不高 但是一年前 自己在他手上 也没讨到什么便宜 自己现在练气四成的修为 对付他应该不是难事 现在先用他来练练手 熟悉一下战斗技巧 也是不错 如此想着 林十三放开身上的气息 活动了一下手脚 信心满满 向那一头金剑猪走去 十三 这可不是一头普通的金剑猪 看样子 恐怕是金剑猪的首领 莫苍看他大摇大摆地 向金剑猪走去 还是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莫爷爷 你放心 我已经用零食茶看过了 这附近就这一头金剑猪 我还是应付得了的 听到莫苍的提醒 林十三收敛了一下身上的气息 却还是信心满满地说道 任何时候 都不要小看了你的敌人 莫苍严肃的声音 传进林十三的脑海 知道了 莫爷爷 林十三听了莫苍的话 心中一阵 收起对金剑猪的轻视 但他并没有放弃 拿他练手的想法 慢慢地向他前行过去 哎 莫苍暗自叹了口气 看来这一年修为的快速提升 让十三的心境有些不稳了 这次就让他吃个亏 让他的心静下来 想到这里 莫苍不再说话 任由林十三慢慢地 向那头金剑猪靠近 听了莫苍的话 林十三虽然还是 想要拿这头金剑猪练手 但是一开始的轻视之心 完全收了起来 他收敛气息 悄悄地前行到金剑猪附近 离得近了 才越发地觉得 这头金剑猪特别的健壮 整个身躯几乎有一人高 附近一大片草地 都被他啃得光秃秃的 他还在啃食着地上的嫩草 虽然不时抬头警惕地看向四周 但并没有发现林十三 再次放出林十 确认了一遍 附近没有其他妖手 林十三运转体内的灵力 转换成金灵力附着在双拳上 他的一双拳头 顿时闪起了淡淡的金色光芒 他想先在这头金剑猪身上 练练青云拳 通过一年前那一次的交手 他知道 金剑猪的主要攻击武器 就是他那一对獠牙 和一身的蛮力 弱点就在脖子下 他刚才仔细地观察了 这头金剑猪的脖梗 发现这头金剑猪脖子下的毛发 也泛着淡淡的金色 只是比周围的颜色要淡一些 看来脖梗下的软肉 虽然也是他的弱点 但他的防御 比一年前那一头金剑猪要强 但我也不是一年前的零十三了 趁着他再次打量了四周 低下头准备 继续啃食的瞬间 零十三运起零波步 迅速地闪到他的左边 青云拳 零十三滴喝一声 使出五成功力 闪着金色光芒的拳头 袭向金剑猪的头部 正在啃食的金剑猪 在零十三从树丛中 闪出来的那一瞬间 就发现了他 但他并没有避开他的拳头 而是眼中闪过一抹轻面 甩着头迎了上去 嗡 零十三的拳头 和金剑猪的头部撞在一起 一阵金铁浇明的声音传出 零十三被震得往后退了一步 金剑猪那巨大的身躯 也被震得连连后退 哦 似乎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小小的人类 竟然有如此大的力气 金剑猪愤怒地仰头嚎叫一声 顶着那一对巨大的獠牙 猛冲向零十三 零十三心中一喜 看来他的防御力虽然很强 但也不过是皮厚了一些吧 在金剑猪的那一对獠牙 快要撞上他时 从容地施展灵波步避开 哦 金剑猪眼看一击没有成功 他那庞大的身体迅速地掉转方向 仰天嚎叫一声 又朝着零十三攻了过来 零十三施展灵波步 围着金剑猪打转 瞅准机会 不时地施展青云拳 袭击他一下 每一拳都能打得他那庞大的身躯 四处翻滚 不过 他却并没有逃跑的打算 每次被击倒在地 虽然都会发出痛苦的哀嚎 但他很快又站起来 调整方向 用他那对尖利的獠牙 对准零十三再冲向他 就算会再次被击飞 他却并不气馁 不停地袭向零十三 还不时地仰起头 大声嚎叫 零十三指 当他是被攻击后愤怒地发泄 手上拳头的力道逐渐增加 碰 碰 碰 零十三踏着零波步 挥舞着拳头 一拳又一拳地袭向冲过来的剑猪 每一次被击飞掉在地上 就会发出巨大的闷响声 他的嚎叫声开始变得凄惨 零十三却是越打越兴奋 出拳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经见猪那庞大的身影 几乎淹没在他的拳影中 剑猪的眼中 终于出现了害怕的神色 嘴里发出滴滴的乌叶声 再又一次被击飞后 他不再冲向零十三 而是转身要往树林深处逃窜 往哪里跑 零十三大吼一声 施展零波步追了过去 眼见就要追上他 零十三拳头蓄力 准备用出石成的力道 看能不能打破他的防御 他相信 只要他的力量足够大 就能够破了金剑猪的防御 不曾想逃跑中的金剑猪 突然停了下来 碰 零十三的拳头 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屁股 咔 随着剑猪凄惨的嚎叫声 一声轻微的鼓裂声 伴着肉拳交际的声音 传入零十三的耳中 成了 他的骨头一定是受伤了 零十三心中一喜 准备再来几拳 一阵进风却从左边袭来 金剑猪那鞭子一样的尾巴 裹挟着巨大的力道 甩向零十三 糟糕 他的尾巴竟然也能当作武器使用 零十三心中大惊 现在想要躲避 已经来不及 他奋起全力 施展铃波步 向右边闪去 左手匆忙中运起一股灵力 一拳迎向剑猪袭来的尾巴 啪 咔 剑猪的尾巴扫在零十三的拳头上 发出啪的一声 接着是他骨头断裂的声音 左手瞬间麻木没有了知觉 看来至少有一根植骨 被他的尾巴击断 零十三不由的心中一惊 这金剑猪尾巴的攻击力 可一点不差 不知他之前 为何一直没有用尾巴攻击我 难道他一直在等着我放松的一刻 如果真是这样 这剑猪可就太狡猾了 他可不要还有什么后招 我得速战速决 想到这里 零十三运起全力挥舞着拳头 再次袭向面前的金剑猪 一击得手后 剑猪并没有逃跑 而是转身面向零十三 口中发出嗷嗷的叫声 尖利的獠牙上下晃动 小眼中闪出得意的光芒 轰隆隆 一阵隐约的隆隆声 从他后边传来 越来越近 零十三心中一惊 难道是来了什么强大的妖兽 也不对啊 若是来了强大的妖兽 眼前的剑猪 恐怕早就吓得慌乱地逃走了 不过 不管是什么妖兽 看着声势 也不是他现在的实力可以应付的 心中念头转得飞快 零十三迅速收起拳头 运起零波布 转身逃走 边跑边放出零十 查看是什么妖兽 朝这个方向来了 这一看 吓得零十三脚下一个裂解 差点摔倒在地上 离他不过十几丈远的地方 起码有二三十头 大大小小的剑猪 狂奔着跑过来 要是被他们包围了 今天他的小命 就交代在这里了 与他战斗的那头剑猪 仰头大叫一声 向零十三追来 奔过来的那一群剑猪 迅速与他会合 一起冲向零十三 看来之前与他战斗的那头剑猪 是这群剑猪的首领 看到这番景象 零十三运起零波布 粗略地看了一下方向 就拼命地往前跑 那一群剑猪 在和零十三 战斗的那头剑猪的带领下 疯狂追向他 追赶中还不时地仰天嚎叫 零波布毕竟只是一部 黄街下品的功法 零十三拼尽全力施展 也只是比那一群 狂奔的剑猪的速度 快了一点点 他和猪群的距离 虽然越来越远 但猪群并没有放弃追赶他 体内的灵力逐渐减少 由于之前的战斗 消耗了他将近一半的灵力 在奔跑了近半个时辰后 零十三体内的灵力 已经不足十分之一 身后已经看不到猪群的影子 但那震天的嚎叫声 还是隐约传来 看来还是没能摆脱 剑猪群的追踪 体内所剩的灵力已经不多 我得赶快摆脱猪群 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恢复灵力 不然 等我灵力消耗完后 就会成为剑猪群的食物 想到这里 零十三果断地拿出一张炖符激活 他的速度瞬间提升十倍 身形像利剑一般急射而去 很快消失不见 一刻钟时间过去 零十三的速度慢了下来 体内的灵气也所剩无几 停下脚步 他感受了一下附近的灵气浓度 比之前浓郁了不少 看来 他又深入了山脉不短的距离 应该摆脱了那群剑猪的追逐 莫爷爷 那群剑猪 应该不会再追过来了吧 零十三不放心地 向莫苍问道 虽然以前莫苍和他讲过 妖兽等级分明 剑猪只是最低等级的妖兽 一般都生活在妖兽森林的最外围 他现在所处区域的灵气浓度 比之前他遇到那头剑猪的地方 可是浓了好多 想来已经出了剑猪的活动区域 你应该已经出了剑猪的活动区域 但是这里 肯定生活着更厉害的妖兽 你还是赶快找个隐蔽的地方 恢复灵力 治疗身上的伤势 莫苍提醒道 好的 莫爷爷 零十三说着 小心地放出零十 查看附近有没有隐秘一点的山洞 很快 他在前面不远处 发现了一个不大的山洞 运起零波步 快速地奔向洞口 再小心地检查了一下附近 没有野兽的脚印 他才放心地走进洞中 山洞不大 里面很干燥 很适合暂时落脚 确认里面没有危险 零十三来到洞口 捡了几块石头 按照特定的方位摆放 最后拿出一块零十 放入其中 山洞的洞口 瞬间消失不见 变成和周围一样的石壁 如果有人从这里路过 不用零十仔细查看 只会看到一片石壁 这是莫爷爷 在他决定要进山狩猎妖兽时 利用这几天的时间 交给他的一个 小型的隐秘阵法 他在阵法方面的天赋 也还不错 莫苍只是稍微 给他讲解了一下 这个阵法的原理 又示范了两次 他就学会了 隐秘阵法的布置 莫苍当时就问他 有没有兴趣 学习阵法一道 不过林十三拒绝了 他现在只想把 自己的修为提上去 阵法一道虽然神奇 他更喜欢正面对敌 因此 他只打算花小部分的时间 和精力 了解一些阵法的基础知识 和学习一些常用的阵法 就可以了 林十三看着眼前的石壁 满意地点点头 向着面前的石壁走了过去 身形消失在视线中 进入到山洞中 他选了一块 比较平整的地方 盘腿坐下 对莫苍说道 莫爷爷 我先运功疗伤 好 莫苍应了一声 不再说话 林十三开始运起 青云觉治疗手上的伤势 他并没有使用疗伤单 这个山洞中还算安全 他可以运功慢慢疗伤 疗伤单留到以后 危急时刻再用 这一修炼 就到了第二天早上 身上的伤势全部恢复 体内的灵力 也恢复到巅峰状态 林十三睁开眼 眼中闪过一道光芒 收敛起身上的气息 从储物袋里 拿出干粮和水 慢慢地吃起来 昨天急于疗伤 晚饭都没有吃 现在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 填饱了肚子 他并没有急着离开 开始仔细回忆 昨天那场战斗的细节 在和剑珠的战斗过程中 他还是有所收获 但想到自己 最后被追赶时的狼狈 他不由得有些汗颜 自己的修为还是太低了 最后还是用门中 买来的符传 才摆脱了剑珠的追踪 进入丛林中第一天 自己就用掉了一张盾符 他的经验还是太少了 不过他并不后悔 昨天那种情况 他如果不使用盾符逃走 最后会被剑珠群追逐着 直到灵力消耗殆尽 最终会被剑珠群追上 成为他们的食物 看来自己的运气不怎么样 随便遇到一头妖兽 竟然就是那么大一个族群的首领 十三 你现在和我说说 经过昨天的那场战斗 你有什么想法 墨仓不知何时 从五星悬石里出来 坐在了他的对面 通过和剑珠的一场对战 让我对青云泉的威力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实战上也有了一些经验 林十三把自己的想法 说了出来 那你知道 你昨天为什么 会被追得那么狼狈吗 墨仓接着问道 我没有想到 他能换来这么多的剑珠 林十三有些羞愧地说道 昨天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了 那有可能是剑珠的首领 看他还没意识到 问题的根本 墨仓严肃地说道 我想到自己当时 并没有把墨爷爷的话 放在心上 脸上不由地火辣辣的 我不是责怪你 没有听我的话 我只是想要告诉你在外面历练碰到对手 不要想其他的 而是要速战速决 因为你不知道你后面 还会遇到什么事情 这里不是训练场 是真正的厮杀 很多时候 都是你死我活的战斗 像你昨天那样 拿对手来练手 战斗的时间拖长了 就容易发生意外 好在你昨天遇到的 只是最低级的剑珠 要是遇到以速度著称 或者追踪能力超强的妖兽 你昨天就丢了小命 墨仓看他的样子 很显然并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根本是什么 只好直接对他说道 零十三听得心中一震 是啊 墨爷爷经常给我说 修真界的残酷 我竟然完全忘记了 竟然想着剑珠的实力不强 就拿他来练手 如果昨天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拿出必杀的决心 和剑珠战斗 说不定在那一群剑珠到来之前 我就把他们的首领解决了 不光不会像昨天那么狼狈 还可以收获一对尖利的獠牙 和大块的猪肉 今天就可以不用肯干粮了 想通了这些 零十三更加的羞愧 对默默说道 墨爷爷 错了 你哪里错了 墨仓继续严肃地问道 我不该看到比我弱小的对手 就心生轻视 任何时候 只有把对手消灭于无形中 才是最安全的 对手弱的时候 我不该轻视 对手强的时候 我也不应该惧怕 找出他的弱点 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零十三挺直了几倍 眼中射出一道灵力的光芒 大声说道 好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我要回去休息了 后面就看你的了 墨仓看着零十三认真的面孔 抚摸着胡须点了点头 回到了五行玄石中 零十三站起身来 准备离开 继续寻找木系灵药 走到洞口 他并没有立刻拆掉阵法 而是小心翼翼地探出零十 查看周围的情况 周围很安静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也不知道 这片区域生活的是什么妖狩 零十三暗自想着 抬手准备 把洞口的隐秘阵法拆掉 一道狂奔的人影 出现在他的零十范围内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昨天才碰到过的杨妃 此时的他神情慌乱 劈头散发 衣服也破得不成样子 左边的手臂鲜血淋漓 只剩下小半截断臂 伤口参差不齐 显然是被什么妖狩咬断的 看伤口的样子 应该是在不久前才被咬断的 他运转着灵力飞速狂奔 不时地还向身后看去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在追赶着他 看他奔跑的速度 应该是使用了顿服 也不知道 他还能坚持多久 看到这里 林十三收回了手 全力运转隐秘诀 收敛身上的气息 杨妃很快跑到林十三面前 又迅速地从他前面闪过 林十三并没有出声 杨妃这样的人 不值得他救 你救了他 也许他还会倒过来 反咬你一口 今天他能不能逃得掉 就看他自己的顿服和灵力 够不够多了 他小心地 看向杨妃的后面 没有看到妖狩的身影 难道他摆脱了妖狩的追踪 咚 急时中的杨妃 突然咚的一声 倒在了地上 林十三听到声音 转头看了过去 只见杨妃倒在 离他洞口十丈远的位置 一动不动 气息微弱 我要不要救救他呢 林十三犹豫地想着 心中有两个念头不断拉扯 还是救救他吧 他现在已经受了这么重的伤 同为人类 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其中一个声音 这样说道 算了吧 他这样的人不值得救 说不定等他醒来 还会恩将仇报 另一个声音反驳道 我要是不救他 他身上的血腥味 肯定会引来妖兽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他 被妖兽吃掉吧 难道你要救下他 让他回去 祸害更多的弱者吗 正当林十三犹豫不决时 倒在那里的杨妃动了动 慢慢地挣扎着坐了起来 看到他坐起来 林十三努力地收敛自己的气息 以免被他发现 他警惕地朝着四周打量了一圈 发现没有什么危险 脸上的神色稍稍放松 确定这里暂时是安全的 他才从储物袋里 拿出一个小瓷瓶 倒出一颗丹药 捏成粉末 撒在断掉的手臂上 然后撕下衣服的下摆 把伤口缠了起来 做完这些 大颗大颗的汗水 从他额头上滴落 他那本就惨白的脸色 看起来更加的难看 休息了一会儿 他又从储物袋里 拿出一柄火红的长剑 用力支撑着身体站了起来 然后又拿出一个小瓷瓶 从里面倒出一些粉末 均匀地洒在身上 就连脚底也没有放过 做完这些 他才用那柄长剑 支撑着亮亮腔腔地往前走去 扑通 踩走了三 四丈远 他就扑通一声 摔倒在地上 他就这样趴在那里 一动不动地休息了几夕 似乎攒够了力气 才又用手中的剑支撑着站了起来 他摇摇晃晃地 又向前走了几步 来到一处茂密的草丛边 用长剑拔开草丛仔细地查看 确认里面没有危险后 他才钻了进去 一屁股坐在了草丛中 做好后 他又拿出那个瓷瓶 从里面倒出一些粉末 撒在他的周围 然后仔细地抹去 他进入草丛的痕迹 做完这些 他脸上的神情 才稍微松懈下来一些 随后 他又拿出一个瓷瓶 从里面倒出一颗丹药 放进嘴里 开始运功疗伤 零食三静静地 打量着杨妃藏身的地方 如果不使用零食查看 完全看不出 草丛里面藏了一个人 除非走到草丛附近 仔细查看 才能发现他藏在里面 但是他这样 就能躲过妖兽的追捕吗 他刚才倒在身上的那个药粉 又有什么作用 低界的妖兽 只能靠嗅觉 或者眼睛看到敌人在哪里 他刚才撒在身上的药粉 应该是一种 能够扰乱气味的药粉 这样就避免了 妖兽依靠嗅觉发现他 似乎是看出了他的疑惑 莫苍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他这样 确实有可能避开妖兽的追捕 看来自己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杨妃在那里疗伤 零食三也不敢轻易出去 静静地查看着周围的动静 哟 哟 哟 大约过了一刻钟左右 一阵拉长的 让人血脉翻腾的嚎叫声 游远极近传入零食三耳中 莫爷爷 这是什么妖兽的叫声 听起来有些奇怪 听到叫声 零食三精神一阵 收敛起心神 把隐秘诀运转到极致 不让自己的气息泄露出分喉 应该是柴群 柴的嗅觉很灵敏 如果追踪他的 就是这群柴 那小子今天危险了 莫苍说道 零食三看向杨妃 随着柴群的嚎叫声 越来越近 杨妃也退出了修炼状态 只见他神情紧张 迅速地运起了隐秘诀 让他的身形 和那片草丛融为一体 一眼看去 更难发现他了 看来之前追踪他的 就是柴群了 不然听到柴嚎声 他不会这么紧张 柴嚎声越来越近 转眼间 几个身影就出现在 零食三的视线范围内 跑在最前面的 那只柴体型高大 足有半人高 显然是这个柴群的首领 后面跟着的 四肢体型稍微小一些 他们正急速地奔跑着 每一个跳跃 就能跨过近两丈的距离 转瞬来到了杨妃倒下地方 哟 带头的那只柴停了下来 仰头长嚎一声 后面跟着的四只柴 立刻停不下来 围着柴王站的位置 开始四处寻找 零食三平柱呼吸 不敢有一丝地放松 小心地打量着 蹲在那里的柴王 他一身棕红色的皮毛 油光闪亮 被毛间镶嵌着一条 纯白的毛带 从颈椎一直延伸到尾根 就像披着一条华丽的银带 两颗全尺尖利射人 他就这样蹲坐在那里 警惕地打量着四周 身上散发出丝丝血腥的气息 一眼看过去 尊贵而又嗜血 呦 呦 四只柴在周围搜寻了好一会儿 都没有发现杨妃的踪迹 柴王仰头嚎叫一声 其他几只柴 也跟着大声嚎叫 听得零食三心头一震 气息一致 差点就露出行迹 他急忙收敛心神 全力运转引逆绝 那边的杨妃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他的伤势本就没有回复 柴群的这一声嚎叫 震得他心神大乱 屏住的气息泄露出来 他急忙收敛心神 再次运引逆绝 只是已经来不及 呦 在他气息泄露的一瞬间 柴王发出一声嚎叫 后腿一蹬 身子矫健地跃向杨妃藏身的草丛 呦 呦 柴群跟在柴王身后 嚎叫着向杨妃躲藏的草丛扑了过去 杨妃面色瞬间惨白 颤抖着举起长剑指向扑来的柴群 只是还不等他有所动作 柴群就扑了过去 柴王那剑朔的身躯 直接把杨妃扑倒在地 张开大嘴向他的脖子咬去 不等他发出一声惨叫 脖子就被柴王咬断 一个用力撕扯 他的脑袋滚向一边 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 脸上满是惊恐绝望 其他几只柴分别扑向他的手脚 张嘴就是一阵撕咬 看到这惨烈的一幕 林十三心神聚颤 忍不住喘了一口粗气 正在啃食的柴王 立刻警惕地抬起头 往他藏身的方向看来 林十三心中一惊 不会被他发现了吧 以他现在的实力 恐怕还对付不了柴群 他 紧收敛心神 平心静气 隐匿觉在体内飞快地运转 柴王盯着那片山壁 看了好一会儿 并没有看出什么 但他没有就这么放弃 而是转身来到 林十三藏身的山洞前 仔细地嗅着 看着柴王那巨大的头颅 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 尖利的犬牙上挂着丝丝血肉 林十三心中紧张 却还是一动也不敢动 随着柴王一遍又一遍地搜寻 他的额头上冒出痘大的汗珠 顺着睫毛往下滑落 他也不敢抬手去擦一下 柴王围着那片山壁 仔细地搜寻了几遍 并没有什么发现 这才转身离去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转头疑惑地看向他藏身的地方 看了好一会儿 还是没有发现异常 才又回去啃食 看到柴王离去 林十三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但他并没有伸手去擦额头上的汗 只静静地运行着隐匿绝 让自己的气息与周围融为一体 幸好有墨爷爷交给我的隐匿阵法 不然刚才肯定会被柴王发现 柴群很快分拾完杨妃的尸身 就连滚出去的头颅也没有放过 舔了舔嘴唇 柴王又带着柴群 在周围巡视了一圈 才缓缓离去 直到柴群的身影消失不见 林十三才松了一口气 抬手擦干额头上的汗珠 他并没有急着出去查看外面的行情 他的经验还是太少 要不是有墨爷爷交给他的隐匿阵法 这次他肯定就被柴王发现了 他不知道以他现在的实力 可以对付得了几只柴 但这五只柴同时扑上来 肯定会让他手忙脚乱 就算胜了 肯定也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在这遍地都是妖兽的森林中 受了重伤和丢掉小命 也没有多大差别 等了一刻钟 外面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林十三准备出去查看一下 你再等等 柴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妖兽 之前你泄露了气息 被柴王发现 他说不定 现在就藏在一个地方盯着这里 墨仓阻止了准备出去的林十三 墨爷爷 之前柴群一声吼叫 就震得我的气血凝滞 杨飞更是直接露出了行迹 这柴群也太厉害了吧 听了墨仓的话 林十三走了回来 向他问道 这是某些柴王的天赋技能 能够扰乱人的心神 不过也只对低阶修炼者有效 并且 还要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 就像你现在知道了他的这个技能 只要注意防备 就能避免受他影响 墨仓仔细地给他解释 原来是这样 他还以为柴王的这项技能 对所有人都有效 既然是注意防备 就能避免受他影响 他的这个技能 现在对他来说 就是无效的 又等了一刻钟 柴王果然又回来查看 他围着林十三藏身的山洞 又转了几圈 并没有什么发现 眼中的疑惑终于散去 最后再朝山壁看了一眼 才转身迅速离去 林十三暗暗松了一口气 但他也没有急着出来 而是盘腿坐在地上 开始修炼起青云绝 柴喜欢早晚出没 午时休息 他打算修炼一个时辰再出去 那时已经将近中午 柴群定会回到七夕地休息 自己那个时候再出去 然后朝柴王离去相反的方向行走 定不会与他们遭遇 一个时辰后 林十三睁开眼睛 站起身向外面走去 他并没有急于拆除隐秘阵法 而是先走到杨妃遇难的草丛边查看 草丛中血迹斑斑 只剩破碎的血衣 几根零碎的骨头 和那一柄火红的长剑 莫爷爷天天和他讲修真戒的残酷 今天他算是真正的见识到了 说一点都不害怕 那肯定是假的 但是也让他更加地认识到 自己的弱小 只有努力修炼成为强者 才能摆脱被灭杀的命运 他并没有急着去捡那柄长剑 而是用地上的碎布 把杨妃散落的骨头收集起来 虽然他不是一个好人 林十三还是打算 把他剩下的骨肉埋葬 那是挖坑 挖好坑 他把用碎布裹着骨头放进坑里 又沿着那片区域 仔细地搜寻了一遍 看有没有漏掉的碎骨 没有找到碎骨 却让他在草丛中 发现了一个储物袋 林十三拿着储物袋颠了颠 想来是杨妃的储物袋 他并没有急于打开 而是收进了怀里 这里并不安全 还是先离开了这里 再看看里面有什么 买好杨妃的碎骨 林十三折回山洞前 拆除了隐匿阵法 捡起那块灵石 仔细看了看 灵石的光泽已经消散不少 下次再用 可能就撑不了一个晚上了 但是还可用作恢复灵力 把灵石和那柄火红的长剑 收进储物袋 他运起隐秘诀 往柴王离开的反方向兴去 一个时辰后 确定自己已经远离柴群的活动范围 他找了一棵枝叶浓密的大树 确认上面没有潜在的危险后 才爬上树顶 把自己隐藏在浓密的枝叶中 吃了一些干粮 填饱了肚子 他才拿出杨妃的那只储物袋 准备看看里面有些什么 由于杨妃已经死去 他刻印在储物袋上的灵石已经消散 灵石三的灵石 轻易地就进入到储物袋中 看清里面的物品 里面有几只瓷瓶 几块下品灵石 几张福传 一个小册子 还有一份地图和他的身份预牌 和一些杂物 希望这是一份青云山后山的地图 灵石三拿出那份地图 仔细看起来 果然是一份后山山脉的地图 地图中还详细地标明了 哪片山脉有哪些妖兽 曾经踩到过一些什么灵样 他一眼就看到了 曾经有人在凌元峰踩到过木灵芝 凌石三站在大树顶上 仔细地观察周围的地形 想确认自己现在在哪个位置 离凌元峰有多远 他很快失望地发现自己 现在在白虎峰外围 离那火云虎的巢穴已经不远了 而凌元峰则在地图的另一边 不过没有关系 现在有了这张地图 他可以跟着地图指引的方向走 比之前盲目地寻找要容易得多 收好那份地图 凌石三又把那几个瓷瓶拿出来查看 一共五个瓷瓶 其中两个瓷瓶里面装着一种刺鼻的粉末 有一瓶已经用掉一大半 应该是之前被杨飞用掉的 想来这就是那种 能够隐藏身上气味的药粉 还有两个瓷瓶 里面装的是下瓶疗伤单 跟他买来的那种异模一样 一瓶里面有五颗 还有一瓶只剩下三颗 还有一个瓷瓶里面的丹药 他没有见过 里面同样是五颗 莫爷爷 你知道这是什么丹药吗 凌石三从瓷瓶里 倒出一颗拿在手上 一股药箱扑别来 使得他精神一震 看来这丹药应该是好东西 这应该是下瓶的凝气丹 能够让炼气器的人 快速恢复体内灵力 你看一下瓷瓶底部 应该标注了丹药的名称 莫苍提醒道 心中却暗暗地想着 石三啥都好 就是对修炼界的了解太少 以后还是要让他多出来锻炼 多给他讲一些修炼界的常识 凌石三恍然大悟 翻过瓷瓶 果然在底部 发现了凝气丹三个字 这凝气丹比使用凝气丹 恢复灵力还要快吗 确认真的是凝气丹 他不由地问道 当然比使用灵石快 凝气丹是使用多种灵药炼制而成的 且服用后灵力从体内散发 吸收起来更加的容易 浪费得更少 灵力自然就恢复得快了 听了莫苍的解释后 他高兴地把凝气丹收了起来 随后他又拿起另外四个瓷瓶查看 那两瓶丹药果然是疗伤丹 而那两瓶粉末则叫引气散 和它的效果很相符 把瓷瓶收好 他又拿出那几张符转数了数 一共有八张 仔细对比上面的纹路 他把这几张符转分成了三种类型 其中四张为一种 另外两种各有两张 有四张的那种符转上的纹路 看起来很眼熟 和自己购买的盾符差不多 他急忙从储物袋中 拿出剩下的那张盾符对比 果然是一模一样 林十三心中大喜 之前还在担心自己的盾符用完后 遇到危险很难逃脱 现在一下就多出四张 怎能不高兴 剩下这两种符转 他却分辨不出来 这两种符转 一种是防疫类的土盾符 一种是攻击类的烈火符 你把它们拿在手上 用心感受一下 烈火符散发的是火灵力 土盾符散发的是土灵力 林十三正准备向墨仓请教 他抢先开口说道 听了墨仓的话 林十三拿起一张符转仔细感受 一股淡淡的土灵力 从上面散发出来 我感受到了 符转上散发出来的是土灵力 这是土盾符 在感受到那一股淡淡的土灵力时 林十三激动地说道 说完 他又拿起另一种符转用心感受 果然 上面传出淡淡的火灵力 分辨出了几张符转的种类 他小心地把它们收进储物袋中 这些关键时刻 可是保命的好东西 随后他又拿出那本小册子翻看 这一看 让林十三怒火中烧 这本小册子上记录了杨飞 进入青云门这些年做的一些事 从他刚入门开始 就帮着一个姓王的师兄 诬陷一个姓里的师兄 最后害得那位师兄被赶出山门 林林总总都快把这本小册子写完了 看来 自己不救他是对的 这些年 他竟然做了这么多坏事 有他参与被害死的人 就有七八十个 林十三越看越生气 都有些后悔 埋葬他的碎骨 就该让他暴尸荒野 沦为野兽的蛊腹之物 不过他 还是强忍着生气 继续看了下去 里面还记录了 他这些年在后山中 狩猎妖兽的一些情况 他希望能从中找到 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强忍着把那本小册子 从头看了一遍 没有找到关于木系灵妖的线索 却让他发现了另一件事 一年前 杨飞拦住他想强卖矿石 竟然是主峰的一位张师兄受益的 那位张师兄 希望他把林十三的 修炼资源都盘剥了 让他无法修炼 不过上面并没有记录 那位张师兄的名字 主峰姓张的师兄没有一千 也有好几百 就连主峰的丰主也姓张 想要知道 是哪位张师兄想要害他 还是不容易 不过 自己只是一名刚入门的小弟子 怎么会得罪了主峰的人呢 林十三百思不得其解 想了好一会儿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他暂时把这事放一边 只要活着后 总有机会把事情弄清楚 既然一年前 自己还那么弱小 他就对自己出手了 以后自己修为上去了 那人定会再次出手 他并没有把这本小册子扔掉 而是收了起来 等以后自己有能力了 定要找出证据 让上面记录的那些人 受到应有的惩罚 随后他又把里面的 几块下品零十 也收入自己的储物袋中 他又拿出杨妃的身份玉牌 查看了一下 里面只剩下六个贡献点 看来 他也是把所有的贡献点 都用来购买保命的物品了 虽然很少 林十三还是拿出 自己的身份玉牌 和他的交叠在一起 把那六个贡献点 转入到自己的身份玉牌上 然后随手把杨妃的身份玉牌丢弃 门中是允许弟子私下交易的 这些方法 在入门手册上都有记录 剩下的是一些杂物 林十三拿出来 仔细翻看 除了两套弟子服 就是一些生活用品 翻翻找找 最后从里面找出来 一张薄薄的面具 人皮面具 他心中掠过这个念头 不由地向莫苍问道 这确实是一张面具 看起来还是一件伪灵器 莫苍打亮了一眼 林十三手上拿着的面具 有些惊讶地说道 对于从前的他来说 这个面具并不算什么 但以杨妃的实力 竟然有一件伪灵器 虽然这面具 没有什么攻击手段 但还是让人有些惊讶 伪灵器 林十三有些疑惑地问道 我们使用的武器物品 分为法器 灵器 神器 伪灵器比极兵法器要好一些 但是又还没有 成为真正的灵器 莫苍解释道 那这个面具 是不是很厉害 林十三有些期待地问道 他还没有一件厉害的武器 这次竟然捡到一件伪灵器 怎么能不激动 面具没有攻击手段 它只是 能够让你随意地变换容貌 只有实力 比你强两个境界的人 才能发现异常 莫苍的一句话 直接浇吸了 林十三心中的火焰 能够随意改变容貌 在外力链的时候 如果不想让人认出我 不是只要戴上它就可以了吗 想到这里 林十三又高兴起来 他拿起面具 仔细查看 在面具的一个角落 发现千换二字 看来这副面具的名字 就叫千换 和它的作用非常符合 像莫苍问了使用方法 林十三直接把千换面具 戴在脸上 变换成一个圆脸少年 想来何大牛 就是和他对面走过 也认不出他来 林十三又把那柄火红的长剑 拿出来把玩了一会儿 这是一柄火属性的下瓶法器 虽然品贴并不算好 但他终于有了一柄 属于自己的剑 心中还是特别激动 把所有的物品都收好 他又拿出那份地图 仔细查看 他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在白虎峰的外围 这片区域 是蜂狼的活动范围 而林渊峰 在白虎峰的另一边 想要去到林渊峰踏 就得往回走 现在他有两条路 第一就是回到最外围 从山脉的边缘地区 绕到林渊峰 这样走的好处 就是外围 都是最低阶的妖兽 遇到的危险会比较少 坏处就是花费的时间会更长 第二就是从现在这个位置 直接穿过去 好处是花费的时间较少 因为路程短了三分之一 但这条路线 都生活着一些二阶妖兽 以他现在的实力 他最终还是决定 从二阶妖兽的领域穿过去 修真界本就要面对 很多的生死搏杀 现在有了地图 自己只要小心一些 在群居妖兽的活动范围 就小心潜伏 遇到独居的二阶妖兽 就想办法灭杀 以他现在的实力 和二阶妖兽的搏斗 刚好能够磨练他的战斗技巧 他可不能为了一时的安逸 就放弃这样大好的机会 决定好了路线 临时三收起地图 从树上跳了下来 往林渊峰的方向走去 小心地行走了半个时辰 并没有遇到蜂狼 但他没有放松警惕 这个时间段 近时候的狼群 一般都在休息 只有少数没有找到 食物的狼 才会出来活动 才这么想着 两道青色的身影 出现在零十三的视线中 是蜂狼 他立刻收紧气息 放轻脚步 慢慢地向那两头蜂狼 前了过去 蜂狼是风属性的妖兽 速度极快 口中能够吐出风 任袭击对手 看来这是一对夫妻狼 此时 他们正靠坐在一块空地上 眯着眼睛晒太阳 即便趴伏在地上 也能看出 他们身形的高大 狼是一种善于杀戮的动物 蜂狼腿上的肌肉更加发达 尖利的犬牙裸露在外 看起来凶悍异常 前到一定的距离 零十三停下来 放出零十查看 附近没有其他的妖兽 看来这片区域 都是这两只蜂狼的领地 头部和咽喉 是大多数妖兽的弱点 我是用剑和他们对战 还是用拳法呢 想到刚得到的那柄 剑他有些蠢蠢欲动 不过想了一会儿 他还是放弃了用剑的打算 剑虽然更容易消掉蜂狼的头颅 快速地把他灭杀 但他现在还并没有学会 一套真正意义上的剑法 反倒是青云拳 他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领悟 使用起来杀伤力 也许会更高 想到这里 他完全放弃了用剑的打算 使用拳法 就只能近身作战 以他现在的实力 对付一头蜂狼 应该没有问题 同时对付两只 就会陷入被围攻的境地 现在只有出气不意 灭杀了其中的一只蜂狼 剩下一只对付起来 才比较轻松 如果一击不中 就利用盾符迅速逃离 否则和两只蜂狼缠斗 时间长了 他们招来狼群吃亏的 只会是自己 想通了这些 零十三收敛心神 悄悄地向两头蜂狼靠近 离得越近 越立于他发动突然袭击 运起零波布 闪到一棵大树后 这已经是那块空地的边缘 是最靠近两只蜂狼的距离 且正好在他们斜后面 不容易被发现 离得较近的那只蜂狼 体型较小 应该是母狼 两只蜂狼还没有发现 他的靠近 惬意地享受着 午后温暖的阳光 蓬松的大尾巴 不时摆动两下 就是现在了 零十三运起零波布 以自己最快的速度 冲向离得较近的母狼 青云拳向着他的头部 狠狠地砸去 眼看拳头就要砸中他的头部 两只蜂狼还没有反应过来 零十三心中一阵激动 刷 就在他的拳头 快要砸在母狼的头上时 他们发现了他的攻击 母狼后腿一蹬 迅速地跃起 就要避开他的拳头 糟糕 要是让他逃脱了 我就麻烦了 零十三心中一击 全身灵力飞速运转 脚上的速度 近是快了三分 碰 咔 手上的拳头 勘勘砸在母狼的后背上 发出咔的一声脆响 咚 跃起的母狼 那庞大的身躯 直接弹飞出去 吊在地上 发出巨大的声响 呜 落地的母狼 发出一声惨嚎 想要站起来 却只能用两条前腿支撑着身体 后半截身体 完全无法动弹 击中他了 听刚才的声音 他的脊骨 应该被我击断了 零十三心中一阵激动 这是他第一次面对二阶妖兽 竟然一出手 就把他击成了重伤 虽然没有一击毙命 但还是让他兴奋不已 这一年的刻苦修炼 终于见到了成效 啊 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公狼巨大的身影 裹挟着一阵飓风 向他扑了过来 尖利的犬牙 闪着深深的寒气 咬向他的脖梗 零十三并没有慌乱 冷静的运起 零波不向一侧闪去 避开了他的扑击 看来这头蜂狼 也不怎么聪明 竟然选择了近身搏斗 若是他拉开距离 用锋刃攻击 自己恐怕 还会手忙脚乱 现在他这样 倒还给了自己 击杀他的机会 避开了蜂狼的攻击 趁他现在无法更换身形 零十三运起拳头 再次击向半空中的蜂狼 十三 小心后面 莫苍焦急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糟糕 忘记被击飞的那头母狼了 他虽然受了伤 但还没有失去攻击力 零十三心中一震 身体却比脑子快一步 脚下零波不一转 迅速地向一侧躲去 一道锋刃鲜显地 擦着他的耳朵掠了过去 还是大意了 零十三身上 浸出一身冷汗 没有莫爷爷的提醒 他这次就被蜂刃爆头了 哦 随着他的闪避 公狼也已安全落地 仰天嚎叫一声 又向他扑了过来 受伤的母狼口中 也吐出一道道蜂刃 向他袭来 一时间 零十三有些手忙脚乱 只能踩着零波不 狼狈地躲闪 可不能一直这样拖下去 刚才的狼嚎声 定然传出很远 说不定就是公狼 发出的求援信息 若是引来大群的蜂狼 自己可就危险了 我现在 能够用什么办法 来摆脱目前的困境吗 一时间 他所拥有的攻击手段 在他脑海中闪过 那两张火焰符 先不说有多大的攻击力 但也还不到用的时候 青云剑法 只是简单地批 刺没有多大的杀伤力 也用不上 对了 我怎么 把我的飞刀忘记了 经过一年的练习 他已经能够在短时间内 用零十控制着飞刀 在周围三丈范围内活动 想到这里 零十三躲避着 两头蜂狼的联合攻击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柄飞刀 附上一股精灵力 然后一边躲闪 一边向着受伤的母狼靠近 五丈 四丈 三丈 公狼似乎看出了他的意图 在他离母狼 还有三丈元左右的时候 一个藤月挡在了母狼前面 吃牙咧嘴 吐出巨大的锋刃射向他 拼了 零十三的拳头 裹挟着精灵力 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砸向射来的锋刃 脚下一个 跨步向公狼冲了过去 零十却控制着飞刀 向无法移动的母狼急射而去 碰 公狼射来的锋刃 被他一拳打散 拳头隐隐发痛 公狼巨大的头颅 已经扑到他的眼前 张着血盆大口 咬向他的头颅 情急之下 零十三双手附上精灵力 抓住他的上下颚 用力把他往后压 扑 飞刀狠狠地插入母狼的咽喉 零十三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五 母狼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倒了下去 哦 听到母狼的惨叫 公狼两眼瞬间血红 竟然从他被死死掰着的大嘴中 喷出一道锋刃 迎面射向零十三 危急时刻 他运气所有灵力 手脚同时发力 拽着小牛犊一样高大的公狼 一个翻转倒在地上 显显地躲过了 他口中射出的锋刃 迅速用零十操控那柄飞刀 直直地插进他的喉咙 手上的力道消失 公狼血红的眼睛 很快失去光泽 零十三迅速从地上跃起 把两只风狼收进储物袋中 又拿出引气散洒了一些 在身上才运起零波布 迅速离开 急速奔行了两炷香时间 体内的灵力几乎消耗殆尽 零十三才停下来 找了一座隐秘的山洞 在洞口布下隐秘阵法 他这才安心地进入山洞中 直接跌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直等气息略一平息 他立刻盘腿运起青云觉 恢复体内的灵力 两个时辰后 体内灵力恢复到巅峰状态 零十三睁开眼收起了功法 他走到洞口看了一眼 外面天已经黑下来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 想到中午猎杀的那两头疯狼 今天晚上就吃烤狼肉吧 他放出零食 查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没有什么危险 迅速在附近捡了一些柴火 回到洞中 有隐匿阵法的遮挡 也不会被人发现 他在里面生活 美美地吃了一顿烤肉 感受着二阶妖兽肉 散发的灵力滋养着经脉 迅速运起青云爵 把这些灵力炼化吸收 虽然不多 但修炼本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闲下来 零十三开始总结中午的那一场战斗 这场战斗 让他收获颇多 青云拳和灵波步配合得更加熟练 不过对于自己在战斗中 忽略了受伤的母狼 差点被偷袭成功这样的失误 让他感到万分惭愧 自己还是不够谨慎 你这次表现得不错 遇到事情 不光要杀伐果断 还要理智地去分析当前的形势 虽然你忽略了受伤的母狼 是这次战斗的一大败笔 但也让你知道了自己的缺点 看他这样 莫苍不由出言安慰到 谢谢你 莫爷爷 这两天要不是由你的帮忙 我早就被妖兽吃掉了 零十三真诚地说道 莫爷爷的关心 让自己觉得 又回到了和爷爷一起生活时的时光 我们爷俩还说什么线 只要你以后实力强大了 记得当初你答应我的事就好 莫苍抚摸着胡须 笑呵呵地说道 莫爷爷 你放心 我不会忘记的 零十三立刻正色说道 森林的夜晚比白天要危险得多 听着外面隐约传来的狼嚎声 他决定 还是等天亮之后 再继续前行 第二天一大早 零十三就从修炼状态中醒来 吃了一些昨天剩下的烤肉 拆掉洞口的阵法 他神清气爽地从洞中走出来 爬上一棵高大的树木 拿出地图确认了一下方位 就向着凌云峰的方向出发 这一路上 他遇到了两次封狼群 不过他都提前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小心地避开了和狼群的正面相遇 今天翻过前面这座山 就找个地方休息 零十三拿出地图对照了一下 心中想着 收好地图 他顺着小路继续前行 站住 刚走了几步 前面一棵茂密的大树上 跳下来一人朝着零十三大吼一声 那人年纪看起来并不大 十八九岁的样子 瘦高个子 穿着青云门外门弟子的青色道服 修为在炼气七三层左右 脸上一片凶狠之色 随着他的一声利和 后面也传来东北一声 零十三转身看去 一个尖嘴猴腮的青年 拦在了他的后面 同样穿着青云门外门弟子服 也是炼气三层的修为 看到零十三转身看过去 他扬起手中的短刀 指着零十三 眼中凶光毕露 恶狠狠地说道 修要想着逃走 赶快把身上的零十 丹药和符传都交出来 一边说着 一边举着短刀 缓缓向零十三靠近 前面瘦高个子青年 看到短刀青年 慢慢向零十三靠近 他也抬起拳头 做出攻击样式 向着零十三逼近 由于零十三一直运转隐匿诀 把修为压制在炼气一层 想来这两人看他修为低下 就想要对他下手 杨飞那个小册子上 记录了他们每次来后山狩猎妖兽 遇到修为低下的人 不光会抢了他们身上的修炼资源 还会灭杀之后 抛尸荒野 让被害者成为妖兽的口粮 想到这里 零十三心中生起一股怒火 大家都是弱者 不是应该互相帮助吗 这群人反而只会欺凌 比自己更弱小的人 看着向他逼近的两人 零十三强压下心中的怒火 这两人的修为虽然都比他低 但他若同时应付两个人 还是要废一番手脚 未经之计 只有先出其不意地 除掉其中一人 剩下一人就好对付了 拿刀之人应该是学了刀法 握拳之人学的应该是拳法 自己的剑法修炼并没有太大的进展 且那柄长剑也还是刚得到的 并没有使用熟练 不适合用来对敌 还是先解决了握拳之人 想到这里 零十三暗暗运起体内灵力 转换成精灵力 附着在双拳上 青云拳 碎云 不等两人出手 他脚下运起灵波步 向着瘦高个儿冲去 由于想着一击必敌 他直接用出了青云拳中 威力最大的的第三拳碎云 只见他的拳头 裹挟着一片金光闪闪的拳影 呼啸着席向瘦高个的胸口 瘦高个显然没有想到 以他练弃一层的修为 竟然敢反抗 且出拳的速度如此迅速 他脸上先是一阵恶然 随即眼中露出轻蔑之色 手上拳头散发着灼热的气息 挥起一拳席向零十三的头部 碰 咔嚓 他的拳头才刚刚回出 零十三的拳头 已经砸在了他的胸口上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接着传出骨头碎裂的咔嚓声 啊 随着这两声响 瘦高个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身体在巨大的拳力撞击之下 直接抛飞出去 碰 一声巨响撞在一棵大树上 最后掉落在树底下 一动不动 生死不知 解决了瘦高个 零十三踏着灵波步 迅速地转身向持刀者逼近 持刀者见他一拳 就把瘦高个击飞 生死不知 竟是转身就跑 零十三愣了一下 脚下的速度 却没有丝毫减慢 向他追了过去 很快 他就追上了逃跑中的持刀者 运起拳头 就要向他后背砸去 咚 饶命 师兄饶命 不等零十三的拳头击中他 他竟是腿脚一软 把手上的刀一扔 咚的一声 跪在了地上 不停地磕头求饶 看他这样 零十三冷冷地收起了拳头 想来以前也有不少人 向他们磕头求饶吧 他们是否放过了那些求饶的人呢 师兄 饶命 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全都给师兄你 持刀者被零十三冷冷的眼神 看得心中发麻 急忙从储物袋中 拿出两块下品零十 两张扶转捧 在手中举过头顶 乘给零十三 零十三冷笑一声 拿起他手上的东西 收进储物袋中 持刀者看他收下自己的东西 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小心翼翼地站起来 我让你起来了吗 零十三眼中闪过寒光 一声冷喝 咚 师兄 今天是我有眼无珠得罪了师兄 还请师兄大人 大量饶过我的小命 持刀者被零十三一声呵斥 吓得东北一下 又跪在地上哭丧着脸哀求道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零十三不理他的哀求 冷冷地问道 我们从白虎峰那边过来的 师兄也是要进山 去寻找火云虎的幼崽吗 回答了零十三的问题 持刀者眼睛一转问道 心中却是打起了小算盘 他们才从白虎峰那边逃出来 白虎峰那边的惨状 现在想起来都还忍不住打寒战 这人杀了刘毅 还抢了我的资源 要是那够把他 引到白虎峰那边的战场去 说不定这仇就爆了 让你什么就说什么 废话怎么那么多 零十三眼睛一瞪 立声呵斥道 啪 啪 是 都是师弟我多嘴 师兄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我肯定置无不言 持刀者见零十三生气了 抬手啪啪地给了自己两巴掌 又抬起头铲笑着说道 白虎峰那边 现在都有些什么人 虎云虎的幼崽抓到了吗 听到零十果然问起了 白虎峰幼崽的事情 持刀者眼睛一转 说道 白虎峰那边 现在有几位 炼气器巅峰的师兄守着 我们离开的时候 火云虎的幼崽 还没有被找到 师兄此事前去 说不定还有机会 得到火云虎的幼崽 说到后面 他的脸上又露出了蝉 得笑容 零十三看他回话时 眼睛四处乱转 想来所说之言 定是有假 光上次何大牛和他说的 就有好几位 炼气后期的师兄进山 经过这几天的发酵 进山碰运气的人 肯定更多 光他碰见的就有好几波 炼气气后期的师兄 怎么也不知几个 何况这个消息 本就是从内门中传出的 说不定还有 住机器的内门弟子 零十三二话不说 对着他的一条手臂 一拳砸了下去 咔嚓 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持刀者的左臂 直接被他的一拳砸断 啊 师兄饶命 我说的都是真话 持刀者抱着断臂 痛苦的哀嚎 还不忘向零十三求饶 真话假话 我还分辨不出来吗 说实话 再有一句谎话 我就断你另外一笔 若还是不说实话 我就断你双腿 零十三不理会他的求饶 立一声喝道 师兄 我说 我一定说实话 没有想到 自己的谎言 一下就被他看穿 看来这也是个狠人 一言不合就动手 持刀者抱着自己断掉的手臂 眼中露出害怕的神色 开始快速地说起 白虎风上的情况 白虎风上 不止几位练气气后期的师兄 而是有十五位练气后期的师兄 并且还有两位 助机器的师兄 火云虎的气息地现在已经打起来了 我们得到的消息都有误 那一处地方不只有四只火云虎 而是有七只 并且那些火云虎都没有受伤 之所以会传出这样的消息 是主风的师兄 想要利用外门弟子 消耗火云虎的战力 那人边说边不时悄悄查看零十三的神色 眼中偶尔露出一抹恨意 听他滔滔不绝地 说白虎风那边的情况 零十三皱了皱眉头 这人说的不能全信 恐怕上面的情况比他说的更糟糕 师兄 我知道的全都说了 请师兄饶命 持刀者见零十三皱起了眉头 心下一慌 又开始拼命求饶 零十三淡淡地看了一眼 不停求饶的持刀者 这人三番两次地用谎言来欺骗自己 刚才在他眼中流露的恨意虽然隐秘 却还是被他捕捉到了 言语中也多次引诱自己 前去白虎风 抢夺抢夺火云虎的幼崽 想来并没有安什么好心 这样的人放他离开 岂不是要害了更多的人 想到这里 他弯腰捡起持刀者丢在地上的短刀 毫不犹豫地一挥手 削掉了他的头颅 持刀者还在不断求饶 并没有想到零十三这么果断 脸上还保持着谄媚求饶的神色 头颅就飞了出去 零十三弯腰迅速从他的怀里 摸出一个储物袋 头也不回地 往瘦高个倒下的地方走去 瘦高个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 零十三举起手中短刀捕了一刀 彻底断绝了他的生机 才从他怀中摸出一个储物袋 他并没有急于查看收获 而是转身匆匆离去 两人散发出的血腥气 很快会引来妖兽的分石 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再停留 小心地前行了半个时辰 确定已经远离了那处战场 零十三才找了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 爬上树顶查看方向是否正确 也趁此机会休息一下 他并没有往地图上标注的 火云虎的栖息地去 而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赶往林园峰 此时的白虎峰就是一个是非之地 以他的修为 说不定还没走到火云虎的栖息地 就丢了小命 何况他对火云虎的幼崽 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他现在迫切地想要知道 林园峰有没有三百年以上的木灵芝 只有寻到三百年以上的木灵芝 自己才有可能 把丹田部位成功地修炼到第九转 趁着休息 零十三把那两个储物袋拿出来查看 两人的储物袋中都没有多少东西 瘦高歌的储物袋中 只剩下五块下品零食和两颗疗伤单 持刀者的储物袋中还有两张盾服 看来他们购买的物品 在之前的战斗中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把空的储物袋也都收起来 自己虽然用不了这么多 但可以拿回门中换些贡献点 想来门中的管理者也明白这后山中的猫腻 炼制储物袋的材料虽然不是很难得 但时间长了也是一项巨大的开支 以十贡献点回收储物袋 这样也可以为宗门节约一大笔资源 整理完 林十三从树上下来 向着看好的方向继续前行 前行了一个多时辰 天都快要黑了他 却并没有再遇到一只妖兽 林十三打算再走两颗钟 就找个地方过夜 砰 砰 没走多久 前面传来隐约的打斗声 前面是什么人在那里战斗 我要不要过去看一看 他停下脚步 心中有些犹豫 是转身离开 从另一边绕过去 还是前去看看 莫爷爷 我还是想去看看 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想来想去 林十三最后还是决定去看看 那边是什么情况 观看别人的战斗 也是增加自身经验 和阅历的一种方式 不过想到莫爷爷 总是提醒他 在外要小心行事 有些麻烦能够避免 就尽量避免 他觉得 还是有必要向莫苍 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愿 去吧 小心一些 观摩别人的战斗 也是提升自己实力的一种途径 没有想到 莫苍竟然也很支持他的想法 声音听起来很近 但实际上却隔得很远 用了两刻钟的时间 临时三翻过一座山头 才接近了打斗的地方 眼前的场景 看得他目瞪口呆 这就是修仙者的力量吗 这就是修仙路上的 腥风血雨吗 震撼 感慨之情 交织在他的心头 战场离他还很远 在这座山坡对面的半山腰上 不过那边的战斗情景 他站在山顶上 却是一览无遗 高大的树木四处倾倒 土石翻飞 满目苍疑 两只巨大的火云虎 正与一男一女激烈对战 想来这两人 应该都是助击器的修为 才能独自对战火云虎 而不落下风 只见那名男子 手中常见挥舞 一道道剑光 直批对面的火云虎 火云虎也不甘示弱 昂首一声长啸 一团团巨大的火焰 迎向那一道道批来的剑光 砰 砰 砰 火焰和剑光相撞 山石碎裂 树木倾倒 无与伦比的威势 向四周扩散 即便零十三和战场相隔甚远 也能感受到 两股灵力相撞时 散发的威势 那名女修 也挥舞着一条火红的 长边席向对面的火云虎 随着她的每一次舞动 长边上就喷勃出 一团团火焰席向对面 火云虎也不甘示弱 脚下踩着四团火焰 避开了她袭来的长边 锯嘴一张 向那名女子咬去 零十三看得心中一紧 却见那名女子 脚下踩着玄妙的步伐 从容不迫地 躲开了火云虎的袭击 反手一边席向火云虎的前找 莫爷爷 他们能不能战胜火云虎 零十三看得心驰神网 但以她的实力 还看不出 两边到底谁强谁弱 以这两人的实力 在火云虎手下保命没有问题 但想要战胜两头火云虎 还要差一点 除非他们还有什么厉害的法宝 莫苍旦旦地说道 我看那位师兄的剑法很厉害啊 况且 他似乎使用的是水系灵力 正好是火云虎的克星 怎么还对付不了他 零十三疑惑地问道 水克火是没错 但那小子的境界 还是差了一些 才助击初期 和他对战的那只火云虎 起码有相当于助击后期的实力 在足够强大的火势下 水弱太少 最终的结局 只会是被火烤干 莫苍仔细地和他解释 为了让零十三明白其中的原因 他还打了个简单的比喻 我明白了 莫爷爷 零十三点点头说道 对面两人两虎 还在持续地战斗着 而似乎也知道 自己无法战胜火云虎 斗了一阵那名男子全力一击 正退了和他缠斗的火云虎 那女修也挥舞长边 正退了和他缠斗的火云虎 随即跳上他的飞剑 两人踏着飞剑急迟而去 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两头火云虎 见两人逃走 怒吼一声 脚踩火焰脊椎而去 那速度竟不比两人慢多少 很快也不见了踪影 零十三望着对面 那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山峰 心中的震撼 无法用言语形容 想到自己将来 也能拥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甚至会更强 零十三的心中顿时热血沸腾 寻找木灵芝的心更加的坚定 一定要找到三百年以上的木系灵药 把丹田也修炼到 九转一玄境的第九传 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他决定连夜从火云虎的 七夕地穿过去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恐怕整个白虎风的火云虎 都集中到一起了 现在恐怕都在合一那些 想要得到火云虎幼崽的人战斗 自己只要发现 有战斗动静的方向 就远远地避开 遭遇火云虎的几率 将会大大的减小 而从白虎风穿过去 就是陵渊峰 只要一两天的时间 自己就可以直接抵达陵渊峰 墨仓也同意他的想法 陵渊峰的木灵圆圆火云虎 同为四阶妖兽 从白虎风过去 可以让零十三提前感受一下 四阶妖兽散发的威压 且现在只要不主动上前招惹 火云虎定然也没有时间来搭理他 确定了更换路线 零十三拿出地图 找到现在所在的位置 找准方向 运转隐秘诀 收敛身上的气息 大步往白虎风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听到打斗声 他就远远地避开 竟然没有遇到一点危险 再次翻过一个山头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零十三警惕地停下了脚步 虽然没有听到打斗声 但这浓重的血腥味 在这漆黑的夜里 却让人心惊胆战 仔细地倾听 并没有什么声音传来 他小心地放出零十前去查看 映入脑海的情景 让他瞳孔一缩 心神俱颤 身形不由地后退了两步 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山谷中 满地的残肢断壁 他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 滚在一边的头颅上 那一双双圆睁着的眼睛中的惊恐 修真剑 就是这么残酷 为了提升修为 为了抢脱修炼资源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墨仓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犹如红中大鼓 震得他瞬间回神 墨爷爷 零十三喃喃低语一声 第一次出来历练 就遇到这样残酷的情景 让他一世有些难以接受 修炼的路上 本就充满荆棘 这样的场景 在你成长的路上 还会经历不少 说不定 你还会亲自参与其中 若是你接受不了 干脆现在 就放弃修炼 省得以后 心智不坚 堕入魔道 墨仓看他一副 失魂落魄的样子 声音冷冽地说道 墨爷爷 我错了 零十三心中一震 脑海中那一丝犹豫 瞬间消散 有些动摇的心智 瞬间坚定起来 是啊 不光墨爷爷 常常给我讲 修真戒的残酷 以前爷爷 给我讲的故事中 也是充满了杀戮 若是见不得杀戮 就断了修炼之路 那才是大错特错 修真戒 本就是弱肉强食 他们想要得到 火云虎的幼崽 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这个想法 本身没有错 好比你现在要去寻找 三百年以上的木系灵药 来完成第九转的修炼 也是要从守护灵药的 央兽那里抢夺 你的行为并没有错 错就错在 他们没有认清自己的实力 错在设下这个计谋的人 没有底线的人 而你要做的 就是明白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然后守住这条线 墨仓纯纯善诱 继续说道 墨仓的话 让零十三心中又是一正 是啊 我不也是在做着 和他们一样的事吗 这就是修真戒的生存法则 强者生弱者亡 想到这里 零十三脸上露出一抹 释然的神色 大步向着 那个峡谷走去 自己的目标是踏上修仙之路 成为无上的强者 除强扶弱 现在 我已经踏上了修仙之路 要做的就是 努力让自己变强 遇到弱者 能帮则帮 遇到恶人 当除则除 穿过峡谷 再翻过两座山 就进入林渊峰的范围 踏入林渊峰的范围 浓郁的木林气扑面而来 这片山峰生长的 都是同一种树 一棵棵树木生长的 特别的高大 充满了薄薄的生机 行走在其中 身上的疲惫 都慢慢消散 木林根的人到这里来修炼 肯定事半功倍 若不是急着寻找木林芝 他都想在这里找出地方 好好地修炼一番 难怪这里会出产木林芝 这座山峰生长的树木 乃是一种低阶的远古林木 林松 感受着这里浓郁的木林气 墨仓也不由探出神石 打探了一番 竟然是远古林木 这不是漫山遍野的宝贝吗 怎么没有人来砍伐 听到墨仓说 这些树木 都是远古林木 林氏三惊讶地问道 这种林木 没有太大的作用 就是会产出木林气 并且每一棵树 产出来的量还很少 除非像这里这样大片的种植 才会有一定的效果 但这一座山峰上的林松 现在产生的木林气浓度 也只能加快炼气器的人的修炼速度 对于筑基器的人 都没有太大的效果 当然 如果放任它们向外扩展 再过上几万年后 中心区域聚集的林气 肯定对筑基器的人也有效果 但到那时候 林中衍生的妖兽 林木 莫苍滔滔不绝地解释起 这种林木的作用 不死林木 林十三好奇地问 听说不死林木有生死人 肉白骨之功效 莫苍继续说道 真的可以让死人复活吗 林十三一下想到了爷爷 眼睛一亮紧张地问道 听说是对刚死之人有用 如果有人以不死林木相救 就能起死回生 但我活了这么多年 还没有见到过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听到莫苍说 只对刚死之人有用 林十三生起的希望 瞬间破灭 你是想要复活什么人吗 感受到他沮丧的心情 莫苍问道 林十三开始和莫苍 诉说起他和爷爷的事 生老病死乃是自然法则 谁也不能违背 你也不要太过于执着 你爷爷 现在说不定 已经投身到哪个富贵人家 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 修仙之人特别忌讳产生执念 莫苍耐心地开解他 那有没有办法知道 我爷爷投胎到了哪里 想到仙法的奇妙 林十三心中一动 不能复活爷爷 看看他过得怎么样也不错 一般的人 是不能随便看到别人的准世 除非你能渡劫成功 得到了这片天地间的天道认可 才可以借用天道之力 查看他人的转世 莫苍迟疑了一瞬 还是开口说道 真的可以吗 我一定要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渡劫 林十三激动地说道 真的可以 不过你也不要太过 于执着于这件事 不然形成执念 很容易产生心魔 莫苍开口提醒林十三 心中却暗自摇了摇头 孩子就是孩子 修炼到渡劫 哪有那么容易 就算十三拥有五行玄石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他却张口就要修炼到渡劫期 不过莫苍并没有打击他的信心 修仙修的 就是心中的那股信念 莫爷爷 我明白的 林元峰是木林园的活动范围 林十三收敛了自己的气息 体内运转木林力 还在身上撒上隐稀粉 往着林松生长的中心区域 悄悄潜了过去 越往林元峰深处走木林气越浓郁 生长的林松也更加的粗壮 高大 这样小心地前行了两天 竟真的让他找到了 三百年以上的木林质 看着前面峡谷中 那颗起码要三五十人 才能合围的巨大林松 林十三心中震撼 这得是生长了多少年 才能长到这么大 说不定 整座山峰的林松 都是由他反眼来 树干中间 一只巨大的木林园坐在那里 比他之前遇到的木林园都要大 看来是这林园山中的猿王 而他旁边的树干上 赫然长着一朵碗口大的黄色林芝 莫爷爷 是木林芝 林十三惊喜地对莫苍说道 不错 确实是木林芝 看品相最少也有三百五十年以上 有可能接近四百年了 莫苍肯定地说道 但是有猿王守在旁边 恐怕很难摘到 看着坐在木林芝旁边 一动不动的猿王 林十三苦恼地说道 他现在有些明白 那些人为何前仆后继地 想要得到火云虎的幼崽了 不过凡事还是要量力而行 考虑良久 他还是决定 留下来观察一下猿王的生活规律 看能不能趁着猿王出去觅食的时候 悄悄采摘 连续守在那里观察了十天 林十三失望地发现猿王一直守在那棵树上 半步也不离开 每天都有小猿猴给他送上食物 近时候 他也只是在那棵大树上活动一下 绝不离开木林芝超过三丈距离 这猿王似乎受过很严重的伤 一直无法完全恢复 他恐怕是要养着这朵木林芝 到一定的年份治疗他的伤势 莫苍把他这几天观察得出的推论 告诉林十三 林十三不死心 又在那里蹲守了十天 猿王还是没有离开过一次 看来只能想办法多挣一些贡献点 在门中多兑换一些年限低的木系灵药来试试 林十三最后还是决定放弃这朵木林芝 以他现在的修为 想要从猿王手中抢到木林芝 是完全不可能的 只能想其他办法收集木系灵药了 林十三如此想着 垂头丧气地往山下走 十三 往后退 正走着 莫苍突然焦急地大喊一声 他没有多想 迅速施展灵波步往后击退 双拳紧握摆出战斗的姿势 碰 他刚从那个位置退开 一道人影就从天上掉了下来 摔在林十三刚才的位置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林十三警惕地看着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人影 那人穿着白色的青云门蒂子服 看不清容貌 从发型上可以看出是名女子 一把绿色的长剑掉落在她的脚边 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随风飘了过来 应该是内门的师姐 具体是哪一风的 她就不知道了 看样子 她刚才应该是在遇见飞行 所以林十三才没有发现她 想来是受了很重的伤 林立无法支撑飞剑继续飞行 才会从飞剑上掉下来 过了这么多天 这些人还在抢夺火云虎的幼崽吗 林十三看着趴在那里的人影 有些疑惑地想着 十三 快走 追她的人 很快就要来了 林十三正准备转身离开 莫苍焦急地催促道 听到莫苍说是 有人在追她 林十三停下了离开的脚步 快步向倒在地上的女子走去 十三 你要干什么 莫苍看她向那名女子走去 急切地问道 莫爷爷 我想找个地方把她藏起来 她应该是我青鱼们的那门弟子 也许能够救她一面 林十三一边回答莫苍 一边小心地把女子从地上扶起来 女子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 嘴角一股鲜血 还在缓缓往外涌出 脸色异常苍白 想来是受了内伤 林十三拿出自己的下品疗伤单 倒出一颗塞进她嘴中 你 莫苍直接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 师爹 你不要管我 还是自己赶快逃吧 林十三捡起旁边的长剑 正要抱起女子 往之前发现的一个山洞去 一只鲜鲜玉手 拉住了她拿剑的手 女子缓缓睁开眼 虚弱地说道 师爹 前面不远处 有一个隐秘的山洞 我把你送到那里就走 林十三说着 正开女子的手 抱起 她就要往那个山洞去 师爹 不要白费力气了 那人 在我身上下了追踪符 我躲到哪里 他都找得到我 你若真心要帮我 就赶快去找个地方 把这半枚玉绝藏起来 女子说着 拿出半枚玉绝 递到林十三面前 十三 快走 那人很快就要来了 墨仓又焦急地催促道 看着眼前的半块玉绝 林十三犹豫了一瞬 放下女子 接过那半枚玉绝 问道 师姐 这半枚玉绝 我交给谁 他想 既然救不了他 帮他把遗物送回到亲人手中 也算完成他的一桩心愿 送给你了 我并没有什么亲人 只是不想 让那人得逞 女子脸上露出一抹愤痕之色 随即又对林十三交代道 你记住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你得到了这半块玉绝 女子交代完又摘下自己的储物袋 放到林十三手中 我的储物袋也送给你了 里面没有多少东西 但以你现在的修为 还是有一些用处 林十三略一思索 接过储物袋 转身快步往林渊峰 急迟而去 女子望着林十三离去的背影 默默地叹了口气 希望你能好运地逃掉 其实他从飞舰上掉下来的时候 并没有晕过去 他只是发现 附近有人假装晕了过去 在林十三走向他的时候 他想的是 这人恐怕是来趁火打劫的 想到后面那人 不得到那半块玉绝 就不罢休的决心 他决定让林十三 拿走他的储物袋 成为他的陪葬者 谁知林十三竟然是想要救他 那一刻 他内心天人交战 绝不能让那人 得到这半块玉绝 是毁了那半块玉绝 还是让这位小师弟 带着玉绝逃跑 如果他毁了玉绝 想来以那人的心性 没有找到玉绝 定然不会善罢甘休 还在附近的小师弟 也会被他发现 即使如此 还不如把玉绝交给小师弟 让他藏起来 说不定 他还能因此 得到一场机缘 因此才出现了 他拿出玉绝 交给林十三的那一幕 他不知道 他这样做 会不会害了这个小师弟 但从他 拿出玉绝的那一刻 他就决定等 后面那人追上来 他就自爆丹田 和他同归于尽 就算不能 和他同归于尽 也会让他身受重伤 没有精力 再去查看 附近有没有其他人 若是他的计划成功了 那半枚玉绝的机缘 就算他报答 那位小师弟的 这一份善念 若是最后 那位小师弟 还是遇害 他只能来生 再报答他的 这一份善念了 不再多想 他盘腿运行法掘 恢复体内伤势 争取在那人到来之前 多积蓄一些力量 能够多拖住他一会儿 就能为那位 小师弟 多争取一份生机 林十三放下那名女子后 迅速地转身 展开身法 往林渊峰走去 走了一段距离 他拿出那名女子的 储物袋 和那半块玉绝 跟之前得来的 那几个储物袋 一起埋在了一棵大树下 在那棵树上 隐秘的角落 做了一个记号 又仔细观察了 一下周围的环境 他才继续警惕地深入 砰 砰 砰 林十三才离开没有多久 一阵打斗声 传入他的耳中 他心中一阵 那人追过来了 跑 往左边跑 墨仓此时也顾不得 之前说过 不插手他此次历练的话 开始指点他前进的路线 林十三拿出一张 顿服激活 把全身的灵力 都集中在脚上 灵波布被他发挥到极致 远远看去 只见到一道残影划过 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哄 一阵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即便不在一座山峰 也震得整座山峰都晃了起来 一股巨大的灵力 波动袭来 吉时中的林十三一个猎前 差点摔倒 他急忙运转灵力 稳住身形 看向爆炸声传来的方向 是他遇到那位师姐的地方 那位女修自爆了 墨仓有些惋惜地说道 自爆了 林十有些失神地 看向爆炸声传来的方向 走吧 十三 等一下那人要找过来了 墨仓的魂体虽然虚弱 但他的神识覆盖的范围 还是很广 他清楚地看到 那个南修最后时刻 用一件法宝 挡住了女修自爆的灵力风暴 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他没有受伤吗 林十三有些惊讶 这么大的威力 那座山峰恐怕都毁了 竟然都没伤到他 那人得有多厉害 他有一件厉害的防御法宝 关键时刻护住了他 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墨仓把他看到的情形 转述给他听 林十三一听 加快了逃跑速度 呦 呦 山中的陵园 感受到能量波动的威压 发出此起彼伏的嚎叫声 四处逃窜 陵园王也爬到大树顶端 向着爆炸传来的方向张望 十三 往陵园王的栖息地跑 墨仓见他往前就跑 立刻说道 林十三二话不说调整方向 往陵园王栖息的那个山谷跑去 虽然他也很奇怪 墨爷爷 为什么要让他往陵园王的栖息地跑 毕竟陵园王对现在的他来说 可是无法战胜 只能仰望的存在 但墨爷爷是不会害他的 所以他没有半分犹豫地 向陵园王栖身的山谷跑去 别怕那人会发现你 我会帮你隐藏行进 等一下按照我说的路线前进 墨仓看了一眼飞上天空 正在四处查看的那名男修 抬手对着林十三 施了一道法觉 林十三的气息顿时完全收敛 身形也消失不见 好的 墨爷爷 林十三边往前跑边回答 一只惊慌失措的牧林园 向着他逃跑的方向窜了过来 林十三立刻停下脚步 紧张地摆出攻击姿势 却发现他似乎并没有看到自己 从他身旁不远处窜了过去 十三 不要管他 赶快跑 林十三正疑惑着 墨仓催促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定是墨爷爷帮了我 林十三心中想着 脚下快速向着林园王七夕的山谷跑去 墨爷爷 你施展了什么法术 那只木林园离我那么近 都看不到我 他一边跑着 一边好奇地问道 虽然现在的情况很紧急 但墨爷爷既然让他往这边跑 定是想到了破解的办法 因此 他并不十分地紧张 只是一个隐匿法术 可以隐藏住你的气息 让修为比我低的人 无法感知到你 只能以肉眼观察到 墨仓观察着那名南修和林园王的动静 还是奋出心神来回答他的问题 我什么时候也能学习这样的术法 林十三羡慕地问道 你现在的修为还太低 很多术法都不能发挥他的功效 还是好好地打捞自己的基础 等你修为提上去了 再学习强大的术法 墨爷爷 前面就是我之前布置的隐匿阵法了 我是要直接进入那个山谷吗 林十三虽然在和墨仓交流 但也没有放松警惕 一路都在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不用 你直接进入那个阵法里 后面我们再见机行事 墨仓边说边观察着林园王 和在天空中四处搜寻的那名南修 林园王已经发现了 在天空中搜寻的那名南修 他似乎也明白 那个人类不怎么好惹 回到木林之旁边 目光锁定那名南修的移动轨迹 做出防御的姿势 警惕地盯着他 那名南修似乎也知道林园王的实力 不太愿意招惹他 只远远地绕着林园峰四处查看 但他的灵石 却并没有放过这片区域 就是这个时候了 林十三距离那处隐秘阵法 只有十几丈远了 林园王正警惕地盯着那名南修 而那名男子的林十 也即将要再次扫视过来 墨仓看准时机 撤了林十三身上的隐秘诀 十三 赶快躲进之前布置的 那个隐秘阵法内 墨仓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句 好的 墨爷爷 林十三把丹田内的所有灵力 都运转到双脚上 身体迅速地闪向 林园王七夕的山谷外 那个隐秘阵法 他的身形刚显现出来 就被天空中的那名南修发现 此时 林园王的全部经历 都在天上的南修身上 等他察觉异常时 林十三已经躲进了隐秘阵法里 他看了一眼谷口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就又看向天空中的那名南修 而那名南修看到的 就是林十三突然从一棵大树后 窜出来 跑进了林园王七夕的山谷中 看着窜进山谷中 消失不见的林十三 那名南修皱起了眉头 自己如果此时 闯进园王谷 必定会激怒林园王 虽然以自己的实力 并不惧怕那林园王 但想要解决他 还是要废些手脚 但想到那块欲绝的作用 他心中的那一丝 犹豫瞬间消散 就算身上所有的法宝 都被损毁 只要能够得到 那半枚欲绝 那就值得了 想到这里 那名南修毫不犹豫地 向着山谷了过飞来 林十三藏身的隐秘阵法 就在山谷入口一侧的 一棵大树底下 之前 为了观察林园王的生活习惯 又不被发现 林十三花了一天的时间 在这棵大树底下 挖了一个可以容身的小洞 连通谷内外 从谷口处 进去不会被发现 谷内那边 他只挖开了一个小口子 刚好可以看清谷内的情况 林十三一 进入那个洞中 就小心地看向树上的林园王 林园王神情凝重地 望着飞过来的那人 看他笔直地向着山谷飞过来 他也从栖息的林松上 跳了下来 哟 哟 他口中发出嘹亮的叫声 挥舞着巨大的拳头 垂向自己的胸口 警告那名南修 不要再靠近 赶快运起灵力护住双耳 看到林园王 从树上跳下来 莫苍立刻提醒道 嗯 林十三迅速地 把体内的灵力运往双耳 虽然及时地 运起灵力护住了双耳 林园王的叫声 还是震得他耳中一阵剧痛 脑海中都跟着一阵震荡 脑中一阵刺痛 原来这就是声波攻击 竟然能够攻击人的死海 林十三忍受着脑海中的刺痛 想到来林园峰前 莫苍给他说的 林园王的天赋技能 感受到林十三的死海震荡不安 悬浮在脑海中的五行玄石 散发出一圈五彩光芒 他脑海中的震荡很快平息下来 脑中的刺痛也消失不见 头脑一阵清明 五行 死海有这样的作用 林十三感受到脑海中的变化 惊讶地向莫苍问道 五行玄石本来就能养魂 他既然任你为主 感受到你的死海受到攻击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害怕 别人的灵魂攻击了 林十三不由兴奋地问道 当然不是 如果你受到的灵魂攻击太过强大 直接就摧毁了你的死海 五行玄石也来不及替你修复 这次林园王的攻击并没有针对你 只是一些余步而已 五行玄石才能及时地 帮你稳住死海 若是他的攻击直接针对你 以你现在对林十的运用能力 定然会立刻被摧毁死海 成为没有灵魂的形式走路 听到这里 林十三下出一身冷汗 幸好之前 他都小心谨慎地隐藏着自己 若是被林园王发现了 就这一吼 自己都受不了 天空中急速飞驰过来的那人 却并没有被林园王的吼声吓到 仍旧保持速度的靠近 哟 见敌人并没有被吓退 林园王看了一眼 身后那颗巨大灵松上的木灵芝 怒吼一声 向着山谷外窜去 虽然他的身形庞大 但速度却奇快 眨眼就到了谷口外的一棵大树上 哟 哟 他对着静直飞过来的那人 又是两声怒吼 那人明显没有应对灵魂攻击的法宝 随着林园王的两声怒吼 他的脸上也露出痛苦之色 显然他正在运起全力抵抗 脚下的飞剑也开始歪歪扭扭 差点从天空中坠落下来 呦 呦 呦 发现自己的攻击有效 林园王不停地朝着那名南修怒吼 十三 赶快把这边挖开 小心一下 不要使用灵力 林十三心情激动 好奇地想要回身观看一人一员的战斗 莫苍的声音却在脑海中响起 莫爷爷 这个山谷并没有出落 我把这边的洞口挖开也逃不出去啊 林十三拿出那柄火红的长剑 开始动手挖开面前的山石 却还是好奇地向莫苍问道 他在这里待了十几天 山谷内的情形可以说得上是一清二楚 这个山谷只有这一个出口 另一边是厚厚的山石 根本没有出落 那颗林松后面的山壁上有一个高级隐秘阵法 阵法后面隐藏了一个山洞 里面有几样好东西 那颗林松后面有一个被阵法隐藏的山洞 林十三仔细地打量那片山壁 却没有任何发现 之前凌渊王一直守在那里 我们无法靠近 有那道阵法挡在外面 一般的人发现不了 那里有个山洞 本想着等你以后实力强大了 再过来取那里面的东西 莫苍解释道 富贵险中求 修真戒中也是一样 要想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 就要抓住每一次的机会 听到那名女修说 还有人在追击她的时候 我就想着 能不能把那人引过来 把凌渊王引出去 等他们打起来 没有时间关注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悄悄进入那个山洞中 说不定还可以直接 从那山洞中离开这里 确实是这样 之前是没有办法把凌渊王引开 现在既然有了机会 怎么也该试一试 经历了这段时间 在山中发生的事情 让她直面了修真戒的残酷竞争 林十三的思想有了一定的改变 如果是之前 她定然不会愿意冒着 被两大强者发现的危险来取宝 现在她却觉得 只要有机会就要试一试 没机会也要尽量想办法制造机会 哄 林十三正想着 一阵巨大的响声传来 阵的山洞中的碎石四处翻滚 她反应迅速地 把手中长剑插入身下的泥土中 才避免了被阵的摔倒的下场 看来是那一人一员 是交上手了 稳住身形 林十三暗暗地想着 那人被凌渊王的声波攻击 逼得从飞剑上下来 和她正面对战了 墨仓的声音 适时在她心中响起 他们两个谁的实力更强一些 林十三好奇地问道 手上的动作也没有停下来 本来他们的实力应该相差不大 但林渊王身有就伤 加上那人身上定还有厉害的法宝 那人若是亮出法宝 林渊王应该支撑不了多久 他若不用法宝 这场战斗 恐怕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 以墨仓的经验 一眼就看出了两人的实力差距 淡淡地评价道 我可得加快点速度了 那人为了那半眉欲绝不惜 和林渊王正面对上 想来对那半眉欲绝 是势在必得 林十三不由有些紧张 由于这个山洞本就狭小 之前他又不敢使用灵力 怕引起林渊王的注意 到现在 他也才挖出一个碗口大小的洞口 不用担心 就算他使用法宝 没有两颗中战斗也结束不了 何况你现在也可以使用灵力 挖开面前的山石 他们战斗的动静太大 你这里的动静 完全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墨仓倾笑一声安慰他 林十三恍然大悟 手上运起灵力 三两下就把面前的石头凿开 形成一个半人高的大洞 墨爷爷 等会儿 我想把那珠木灵芝也一起猜走 时间来得及吗 林十三指着林渊王七夕的那颗 灵松上的木灵芝向墨仓问道 再等一会儿 我现在的能力 还不能再次帮你隐藏身形 等下你只能自己运行 你学习的隐秘诀隐藏自己 就要等到他们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 完全无法顾及到其他情况的时候 才可以行动 那朵快四百年的木灵芝 你也不要去猜 林渊王留了一丝灵石在灵芝上面 若有人动那朵灵芝 他定然会第一时间发现 那就只能放弃了 听到墨仓这么说 林十三看向灵松上的那朵木灵芝 眼中露出一抹失望的神色 你也不用失望 只要能顺利进到山洞中 那里面就有你需要的东西 墨仓但笑着安慰他 墨爷爷 我只是觉得 等下我就要从他旁边路过 离得这么近 却不能把他拿走 林十三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哈哈 墨仓哈哈一笑说道 修炼的路上 总是会有一些取舍 我们要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 观看强者之间的战斗也是一种修炼 现在你可以去观看一下他们的战斗 等该离开的时候 我叫你 好的 墨爷爷 林十三兴奋地达到 转身面向谷外朝洞口外看去 上次远远地看了一会儿 火云虎和那两人的战斗 他一直觉得回味无穷 这次的战场离得这么近 听着身后的动静 他早就想看一眼 只是能够顺利逃跑 保住性命才是更重要的事 所以他一直强忍着心中的好奇 他们的战场离山谷有一段距离 从林十三的位置刚好可以看到战斗的情况 男子脸庞有黑 身形轻瘦 眼神阴狠 年龄看着不大 二 三十岁的样子 这一身白色云纹道服 应该是青云门的内门弟子 此时 战场周围一片狼藉 到处是被击断的凌松 之前还算平坦的地面 现在也不满巨大的深坑 一人一员都没有受伤 只是有些狼狈 若是他们持续在这里战斗下去 扫平这片山峰 是迟早的事 林十三刚转身趴好 就见那人脚踩飞剑 悬浮在半空中 手中一把长剑一挥 一道巨大的土黄色剑芒 就像站在地上的凌元王袭了过去 呦 呦 凌元王也不甘示弱 怒吼两声 拳头上闪着青色的灵力光芒 打出一片全影影像袭来的剑光 哄 全影和剑光在半空中相遇 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哄 哄 哄 青色的全影和土黄色的剑芒 在半空中不断碰撞 发出阵阵轰鸣声 和一阵阵刺眼的青黄色光芒 呦 呦 眼看两股灵力在空中僵持不下 凌元王仰头又是两声怒吼 无形的波动 习向漂浮在半空中的那人 悬浮在半空中的黑脸南修脸上 顿时露出痛苦之色 脚下的飞剑也开始颤抖不稳 半空中 那道土黄色剑芒的光芒 瞬间暗淡了几分 碰 碰 碰 凌元王的青色全影青光绽放 瞬间向前推进了近百丈 向着那名南修悬浮在半空中的身影逼近 黑脸南修急忙驾驭着飞剑狼狈的向后击退 躲开凌元王袭来的拳印 莫爷爷 凌元王要赢了吗 零时三满脸紧张地问道 黑脸南修显然不是什么好人 一方面 他希望凌元王能够打败那名南修 最好是让他身受重伤 没有办法再追踪自己 另一方面 他又希望黑脸南修的实力强一些 能够和凌元王打得平分秋色 这样他才有机会进入那个隐藏的山洞 奋出胜负还早着呢 双方现在的攻击都还是在试探性阶段 都还没有出权力 何况那小子身上的利害法宝 还没有使出来 莫苍不急不缓地说道 现在还是试探性的攻击 零时三看着周围的一片狼藉 有些难以置信 修真者逆天行 掌握的力量若是太弱 怎么和天道对抗 突破那最终的智骨 成就无上大道 等你以后修为提上去了 这样的场面就不足为奇 莫苍抚摸着胡须 淡然地说道 以他的见识 现在这场打斗只能算是微不足道 跟小孩玩过家家一样 十三 那个小子要出绝招了 莫苍示意灵十三观战 灵十三立刻凝神看向战场 呦 呦 灵元王逼退了黑脸南修 兴奋地大叫两声 双拳不停地锤打着胸口 黑脸南修急退 几百丈才稳住身形 他那张有黑的脸上 闪过一抹怒气 眼中闪过一抹狠毒的神色 刚一站稳身形 他就收起手中长剑 挥手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个巴掌大的圆环形物体 圆环上斜刻着复杂的黑色纹路 一眼看过去 心中就生出一股心惊胆战的感觉 只见他把那个圆环往空中一抛 双手开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一股股黑色的雾气 从圆环上冒了出来 圆环从巴掌大小 慢慢变得 比凌元王那巨大的身躯还要大 一股无形的阴冷威压 开始从那个圆环上 向四周扩散 让人心中惧怕 生不出一丝反抗的念头 只能任人宰割 就连躲在山洞中的零十三 也心神微颤 脸上一片金巨之色 眼中闪过一抹迷茫之色 起身就要想往外走 魔神的手镯 十三 用你的零十护住心神 莫苍失声惊呼 瞬间震醒了 失神的零十三 零十三眼中那抹迷茫瞬间消散 回过神来 眼中一片清明 发现自己正准备往洞外走 零十三经出一身冷汗 迅速退回原位 刚刚他看到爷爷 微笑着向他招手 莫爷爷 这魔神的手镯 是什么级别的法宝 还没有攻击 就有这么大的威力 零十三心中一阵后怕 声音有些颤抖地 向莫苍问道 不对 这只是一个防品 真正的魔神手镯 以这小子的实力 恐怕还驾驭不了 那可是魔神级别的魔宝 以他现在的实力 除非有神器护体 不然恐怕 他才一拿出来就被魔化 看来魔教的势力 这些年又扩大了 现在连魔神手镯 都可以仿制了 莫苍似乎是在向零十三解释 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魔教 是故事中那些恶人的踪门吗 零十三看向半空中 正在掐绝的黑脸难修 并没有害怕 反而露出憎恶之色 半空中的那个圆环 明显散发着邪恶的气息 让人心惊胆战 刚才若不是莫爷爷 他可能已经迷失了心智 现在看不出来 法宝 其实不分善恶 就看使用他的人 用他来做什么事 正道之人 如果能够压制魔宝上的邪恶气息 不受他影响 也可以用他来击杀魔修 不过在你实力不够的时候 千万不要使用魔宝 很容易被魔化 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本心的事 从而堕入魔道 我在他的身上 并没有发现魔修的气息 要么是他并没有堕入魔道 要么就是他隐藏得太好 连我都发现不了 莫苍的声音 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说话的时候 眼睛一直盯着天空中那个圆环 眼中闪过凝重之色 快看 莫爷爷 凌元王是不是要反击了 零十三 被眼前的情形吸引了 并没有发现莫苍的异样 兴奋地问道 那边凌元王 也受到圆环上散发出来的 邪恶气息影响 眼中闪过一抹 暴躁的神色 由于圆环 是正对着凌元王思维 他感受到的压力 比零十三强千倍万倍 哟 哟 那枚圆环 刚从黑脸男修手上 飞出的时候 凌元王就仰天发出两声长笑 两股声浪直直地向他袭去 许是有了那枚 圆环挡挡在他的前面 凌元王发出的声波攻击 对黑脸男修的影响大大减少 他只是轻轻地皱了一下眉头 手上的动作却丝毫没有减缓 继续掐着硬掘 并且 掐掘的动作越来越快 到最后只看到 倒到残影 随着他的硬掘越掐越快 圆环法器释放出的黑气 越来越浓厚 散发的威压也越来越强烈 哟 哟 凌元王眼中燃起血色的光芒 巨大的拳头 锤打着胸口 仰天大吼两声 随着他的两声大吼 他眼中的血色消散了一些 哟 哟 徐氏明白他的声波攻击 能够对抗这件法器的攻击 凌元王仰头发出声声嚎叫 他眼中的血色慢慢退去 眼神渐渐恢复清明 魅惑 眼看凌元王就要摆脱他的控制 黑脸男修大喝一声 手中法觉急捏 加大灵力输出 凌元王开始恢复 清明的双眼 又渐渐泛起血色 哟 哟 感受到自己又要失去神智 凌元王开始不停地嚎叫 眼中血色又开始逐渐消退 哟 在凌元王的一声声怒吼下 黑脸男修喷出一口鲜血 身上的气息迅速萎靡下来 莫爷爷 凌元王要摆脱他的控制吗 看到这里 凌十三有些激动地问道 恐怕有些困难 魔神的手镯最大的攻击手段 就是侵蚀对手的神智 让对手迷失自我 劲而魔化 引发体内灵力暴动 最后自暴而亡 只要实力相当 哪怕是杜劫器的强者 只要有一丝魔器进入到对手体内 就很难摆脱他的控制 他使用的虽然只是防品 效果比起真正的魔神 手镯相差甚远 但是凌元王的修为太低 想要摆脱伪魔神手镯的控制 恐怕很难 最后的结果多半会弄得两败俱伤 何况那小子身上 应该还有上好的丹药 他现在只是灵力消耗过大 只要他服下 补充灵力的丹药块 就能掌握主动权 这魔神的手镯这么厉害 有没有什么破解的方法 听了莫苍的解说 灵石三神色有些凝重的问道 看黑脸难修的样子 那半眉欲绝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没有找到 他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被他发现 凌元王还有声波攻击 可以和他对抗一二 而自己对于这种攻击 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刚才他的攻击并没有针对自己 要不是莫爷爷及时出生 自己就已经受到蛊惑 自投罗网 如果你的神魂 比使用者的强大一些 他就没有那么容易控制你 如果你的神魂 比他还要强大很多 你就可以很轻松地破解他的攻击 并且反击回去 让他受到反噬 我现在的灵石虽然强大 但和他比起来 恐怕还是要差好多 灵石三望着天空中的 黑脸难修摇头说道 还有就是 你可以休息 清心皱之类的术法 或者神石类攻击法诀 随着莫苍的话音落下 就见那难修 挥手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瓷瓶 一颗散发着淡淡灵光的丹药 从瓷瓶中飞了出来 直接没入他的口中 丹药入口 黑脸难修脸上 瞬间闪过一抹红韵 他身上散发出一阵灵力波动 脸上的微米之气 瞬间散去 整个人立刻变得精神异异 莫爷爷 他服用的是什么丹药 竟然能够瞬间补充 他消耗的灵力 灵石三惊讶地问道 回灵丹 能够让人在短时间内 恢复灵力 看橙色 应该是下品的回灵丹 不过像他这样 没有吸收链花 直接转换成灵力 丹药中的大半效果 都被浪费了 莫苍淡然地说道 只是下品的回灵丹 就这么好的效果 还是被浪费了 大半要力后的效果 灵石三有些羡慕地 看着半空中的黑脸难修 只要你肯努力 以后什么样的 修炼资源都会有 莫苍看了一眼灵石三 但笑着说道 他们很快就要到关键时刻 我们也要准备 开始行动了 莫苍的话音一落 就见黑脸难修 手中硬绝变换 加大了灵力输出 随着他的灵力加大 半空中那眉圆环中 喷涌出的黑雾 更加浓郁 灵石三只是 看了一眼 那翻滚的黑雾 心中就涌起一股力气 他立刻转移视线 看向灵元王 哟 哟 灵元王开始奋力嚎叫 眼中的清明 又逐渐消失 双眼开始慢慢变得血红 屡屡鲜血 从他的嘴角躺下 莫爷 灵元王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走 看着灵元王王辈的样子 灵石三问道 再等一会儿 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机会 莫苍看了一眼 聚集在战场外不远的 那一群目灵元说道 灵元王的战力 还没有出境 可是 灵元王就要支撑不住了 等他落败 我们就没有机会离开了 灵石三有些着急地说道 这样的情况下 灵石三不敢使用灵石查看 他并没有发现 聚集在战场另一边的目灵元 灵元王没有那么快落败 他的原子原孙们 还没出手 等那些目灵元出手 怎么也能够 给他争取一丝喘息的机会 莫苍淡定地说道 那些目灵元也在这附近吗 我还以为他们都被吓跑了 听到目灵元就在附近 灵石三松了一口气 继续淡定地看向战场 妖兽的阶级意识很强 他们的王在这里 只要灵元王没有让他们离开 他们就不敢独自逃跑 哟 哟 哟 莫苍的话还没说完 一群大大小小的目灵元 就从黑脸南修的身后窜出来 嚎叫着 飞扑向他半空中的身影 黑脸南修 看着扑过来的目灵元 眼中闪过一抹狠利之色 若在平时 这些低阶妖兽 哪里敢往他身前凑 只见他身形不动 单手控制圆环 另一只手招出收回的长剑 劈向飞扑过来的目灵元 扑向他的目灵元 瞬间被斩成两段 鲜血在天空中飞溅 染红了他雪白的道服 十三 我们该走了 莫苍淡淡地说道 嗯 莫爷爷 零十三看了一眼 还在继续扑向黑脸南修的目灵元 收敛起身上的气息 转身朝挖开的洞口走去 这个时候 黑脸南修 恐怕再也分不出心神 注意周围的情况 是他离开的最好时机 十三 出去后 直接往那棵树后面跑 从树后 那片茂密的草丛进入 那里是阵法的入口 我告诉你 怎么走 莫苍仔细地叮嘱道 好的 莫爷爷 零十三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莫苍说的那片草丛 才抬脚迈出洞口 虽然现在凌元王和黑脸南修 都分不出心神 来注意这边的情况 他还是全力 运起隐秘诀 收敛身上的气息 他小心地从挖开的洞口处 探出身体 再次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周围的情况 确认没有其他的危险后 他运起灵波步 身形灵活地 向凌元王栖息的那棵大树跑去 经过凌元王栖息的那棵大树时 他并没有去采摘树上的木灵芝 而是直接跃了过去 虽然现在凌元王和黑脸南修的拼斗 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 不着痕迹地离开 若是因为采摘那朵木灵芝 引起凌元王的异动 黑脸南修定然会注意到他 以黑脸南修 对那半眉欲绝的重视程度 定然会不顾一切地来抓他 他虽然有莫爷爷的帮助 想要完好无损地 从黑脸南修手上逃脱 恐怕也很困难 前行到那片草地前 灵石三并没有立刻进入 而是把自己的身形 隐藏在大树后面 向莫仓问道 莫爷爷 我现在怎么走 这是一个复杂的五行幻阵 我也只是在一本古书上看到过 不知他的人 定然是个阵法方面的高手 我也要进去后 看里面的情况才知道怎么走 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步伐前进 丝毫都不能出差错 否则陷入道里面 可能会迷失方向 永远走不出来 直到灵力衰竭而亡 莫仓声音严肃地叮嘱道 知道了 莫爷爷 我定然会照你说的走 一步都不会出差错 听出莫仓声音里的慎重 灵石三正色回答道 现在 先从左边离岩壁三尺远的地方进入 阵中的情况一直在变化 里面会有很多幻象 你进去后先不要动 看到什么都不要害怕 一定要听我指挥 现在赶快进入阵法 虽然十三坐视稳重 但他的阅历实在太少 未免他进入到阵法中失了方寸 莫仓还是不厌其烦地又叮嘱了一遍 我明白了 莫爷爷 灵石三满脸严肃地回答道 话音落下 他就施展起灵波 不向莫仓说的位置窜了过去 迈进那处草丛 他就立刻停下脚步 眼前的情景一变 莫仓三发现自己 似乎去到了另一个地方 和刚才山谷中的情景 完全不一样 这里虽然还是一个山谷 但却没有了那一颗颗巨大的林松 两边怪石林里 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 这些怪石上都燃烧着熊熊火焰 空中还四处飞舞着一团团巨大的火焰 这就是一座火焰山谷 而他就站在这个火焰山谷的入口处 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 很快 大滴大滴的汗珠 从他的额头浸了出来 只要再往前一步 就会让自己深陷火焰的海洋中 故事中的刀山火海也不过如此 他急忙运转其体内的水灵力 才稍稍缓解了身上的火热 莫爷爷 你不是说这些都是幻象吗 我怎么还是感觉好热 林十三看着眼前的景象 惊讶地向莫仓问道 这就是这个阵法的厉害之处 还同时带着攻击阵法 虽然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但是如果你被里面的火焰灼烧 同样也会受伤 所以 在里面不能行差踏错一步 莫仓耐心地向他解释 以黑脸难修的实力 能不能用蛮力破开这个阵法 林十三并没有被吓到 反而想到了 正和凌园王对战的黑脸难修 以他的实力 战胜凌园王和那群木陵园 是迟早的事 到时他定会进到山谷中搜查 看他的样子 就算没有发现异常 也会把这个山谷毁掉 若他不懂阵法 应该很难发现这处地方的异常 听到林十三这么问 莫仓在五行悬石中 抚摸着胡须 暗自点了点 这个时候 他还能想到这个问题 是个心思缜密的孩子 念头转过 莫仓淡淡地对他说道 就算他使用武力破坏这个山谷 只要他不一直对着这个阵法攻击 这个阵法一时半会儿 就不会崩溃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 现在 你向前走三步 然后往右走两步 林十三看着眼前火焰飞舞的山谷 心中还是有些微的害怕 但是 他相信 莫爷爷不会害他 定了定心神 体内灵力运转 他迈开大步 向谷内走去 一 二 三 右转 呼 一团头颅大小的火焰 擦着他的后脑勺飞过 一股头发烧焦的味道 四散开来 林十三深吸一口气 来不及多想 赶紧往右走了两步 完美地避开了飞过来的又一团火焰 刚才他就是被直射而来的火焰吓了一跳 有一瞬间的愣神 就差一点被那团火焰砸中 幸好他牢记莫仓的话 走三步就往右转 直走两步 再往右走五步 莫仓的声音又在脑海中响起 林十三不敢再分神 集中精神按照莫仓的指引 毫不停留地往前走去 山谷外 黑脸难羞看着前扑后继的木灵园 脸上露出一抹不耐的神色 他若飞得再高一点 这些木灵园就影响不到他 但他现在功力有限 若是飞得太高 圆环对林园王的控制就会减弱 略一思索 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 灰剑劈飞了又一只飞扑过来的木灵园 他收回长剑 迅速从储物袋中拿出装着补灵丹的瓷瓶 满脸肉疼地倒出最后一颗送入口中咽下 若在平时 他定然舍不得服用补灵丹 这两颗补灵丹 可是他立下大公堂主赏赐给他的 关键时刻 可是能够救命的灵丹 只是那半眉欲绝 今天从他手上被人抢走 若是他不能找回来 回去之后 定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说不定还会丢了小命 想到堂里对犯错之人的处罚 他不由打了一个寒颤 急忙加大了对圆环的灵力输出 鼓鼓黑雾从圆环上喷出 他变换法觉 费力地引导一股黑雾 飘向飞扑上来的的牧林园 很快就有几只牧林园眼中泛起红光 他们呲牙咧嘴地 就像身旁的同伴攻击过去 好几只毫无防备的牧林园 直接被击飞出去 几个呼吸间 更多的牧林园眼中泛起了红光 他们不再扑向半空中的黑脸难修 而是直接扑向身旁的同伴 摆脱了牧林园群的纠缠 黑脸难修看向还在大声嚎叫 努力保持最后一丝清明的林园王 眼中闪过一抹冷色 控制着圆环 踏着飞剑 缓缓向他靠近 哼 冷笑一声 黑脸难修朝着林园王挥出一剑 一道巨大的土黄色剑芒 向着林园王的颈部要害袭去 砰 林园王不愧是林园王 虽然现在被圆环法器控制 只剩下最后一丝的清明 却还是在最后一刻挥出一拳 挡住了黑脸难修袭来的剑光 不过他的实力明显受损严重 虽然挡住了袭来的剑光 他那巨大的身躯 却被劈得猛地向后摔去 发出巨大的声响 手臂也被劈出一道巨大的伤口 受死吧 没有给林园王喘息的机会 黑脸难修冷喝一声 手中长剑连续挥舞 又是两道剑光 分别袭向倒在地上的林园王的心口和头部 林园王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 口中鲜血大鼓大鼓的涌出 右臂上的伤口鲜血不断往外涌 这就是刚刚他挥拳抵挡黑脸难修的那一道剑气所受的伤 眼看黑脸难修挥出的剑气 就要斩到他的身上 林园王眼中闪过一道神光 一个翻身向旁跃开 躲过了黑脸难修的致命攻击 碰 碰 两声巨响 地面裂开 林园王刚刚躺着的那一片平地消失不见 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呦 呦 呦 也许是因为受伤严重刺激到他 林园王的神智竟然清醒过来 他仰头嚎叫几声 不舍得向山谷中那棵大树上的牧林枝看了一眼 转身逃走 几个纵月消失不见 那边 一些神智没有受到影响的牧林园 听到林园王的叫声也是分散开来 纷纷逃跑 一些受黑雾影响较小的牧林园 在林园王最后的吼声中也清醒过来 跟着逃窜 很快 就只剩下黑脸难修和那些没有恢复神智 还在自相残杀的牧林园 不过他并没有追击 而是提剑走向山谷 那半块欲绝才是最重要的 这边林十三在莫苍的指挥下 很快走出了阵法 最后再往右走三步 就可以走出阵法 进入山洞中 说完这句话 莫苍暗自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一直表现得很淡定 但十三毕竟是第一次见识到这样的阵法 他还是很担心在阵中会出岔子 不过 十三并没有让他失望 除了最开始的时候 有一瞬间的愣神 差点被火球砸中 后面他都能镇定地面对阵中的各种变化 好的 莫爷爷 听到莫苍说 可以走出阵法了 林十三的语气也变得轻松一些 这一路虽然没有走几步路 但见识到的景象 却是让他非常震撼 他先从火海中走过 进入道会 突然冒出土刺的平原 最后穿过一片树木 随时都会倒下的森林 听莫爷爷说里面还有刀山和冰川 他们没有从那边经过 虽然他一直表现得很镇定 但里面的情形变换不定 他也是全力集中精神 不敢有一丝的松懈 不过出了阵法 他也并没有放松警惕 摆着防御姿势往右走了三步 第三步刚走完 眼前景象一遍 他出现在了一个不大的山洞中 一进入到山洞中 他就开始仔细打量 山洞很深 一眼望不到头 前面两丈远的地方 似乎有一个小一些的山洞 洞口两边长满了林松的根须 之前莫爷爷说洞中有减好东西 我得赶快找出来离开这里 这个时候 黑脸南修说不定已经杀死林渊王 开始在山谷中搜索 为了以防万一 自己还是拿到东西 就赶快离开 十三 洞中没有其他的危险 你赶快去左边离洞口三尺远的树根处 那里有你需要的木灵芝 离木灵芝两尺远的地方 还有一棵捕魂草 林十三刚看清洞中的情况 莫苍就催促道 林十三没有多问 莫苍的话音刚一落下 他就迅速地往山洞左边走去 很快 他就在一根粗大的树根上 看到一朵巨大的木灵芝 散发着浓郁的木灵器 莫爷爷 这么大的木灵芝得有多少年了 林十三惊喜地上前 小心地摘下那朵木灵芝 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个木盒 仔细地放了进去 这是进山前莫苍让他准备的 本来这些灵药 应该要用特制的玉盒存放 才能更好的保留药性 但当时他的贡献点 已经不够购买玉盒 想着得到木系灵药后 他很快就会用掉 就准备了两个木盒 用作暂时存放 这朵木灵芝 恐怕快要有1000年了 以目前你的修为使用刚刚好 莫苍看着那朵木灵芝 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莫爷爷 你说这里还有一棵捕魂草 就是 你需要的那个捕魂草吗 林十三心中激动 但却并没有忘记 莫苍之前说的 还有一棵捕魂草 收好木灵芝 他站起身 继续往前寻找捕魂草 对 就是可以帮助神魂恢复的捕魂草 说到捕魂草 莫苍心中也有些激动 但是他并没有表露出来 声音还是和平常一样平淡 若是以前的他 这株几百年的捕魂草 根本还入不了他的眼 但以他现在的情况 却是难得的宝物 林十三向前走了几步 就在一片树根的缝隙中 看到一棵淡蓝色的小草 果然是捕魂草 他惊喜地上前 这棵捕魂草 只有三片叶子 叶片细长 散发着淡蓝色的光运 捕魂草每一百年 会长出一片叶子 这是一棵三百年的捕魂草 他刚一靠近 就感觉精神一阵 之前因为穿过五行幻阵 高度紧张的精神 现在一下就得到舒缓 果然是捕魂草 和书上描述的一模一样 是修补神魂的良药 他按照书上所说 小心地 把捕魂草连灯挖出来 从答应莫苍 要帮他寻找 修补神魂的灵药时 他就仔细研究过捕魂草 所以 很快就把它完好的挖了出来 莫苍并没有出来 他只是静静地 看着零十三 挖出了那棵捕魂草 他知道 只要他出去 十三肯定会 毫不犹豫的捕魂草给他 但捕魂草 不止对他有用 对现在的零十三来说 用处也是非常大 他能感觉到 十三看着这棵捕魂草时 心情非常激动 因此 他在犹豫着 要不要出去 莫爷爷 你快出来把捕魂草拿去用 谁知零十三挖出捕魂草后 连多看一眼都没有 就叫他拿去 听到零十三的喊声 莫苍一愣 随后沈然一笑 自己果然是老了 想的也多了 十三这孩子 心性纯善 且心智坚定 他之前既答应 要帮我寻找 补一神魂的灵药 现在找到了捕魂草的他 是不会想着自己占有的 莫爷爷 莫爷爷 你怎么了 没见到莫苍出来 零十三有些焦急地问道 十三 我没事 刚才想事情有些走神了 莫苍说着 从五行悬石中飘了出来 莫爷爷 这真的是捕魂草 你赶快拿去 莫苍刚一出现 零十三就两眼放光地 把捕魂草捧到他的面前 好好 好 莫苍看着眼前的捕魂草 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眼角不自觉地有些红润 他轻轻一挥手 捕魂草就飞入他的手中 拿在手中仔细地看了两眼 虽然年份很低 但于他现在虚弱的神魂 也是大捕之物 不再犹豫 他直接把那株捕魂草 吸进神魂中 等出了这里 到达安全的地方 再慢慢吸收 十三 我们走吧 这里以前应该是一位 修炼者的洞府 前面的那个洞里 有他留下的一些东西 莫苍收好捕魂草 并没有立刻进入到五行玄石中 而是指着前面的一个岔洞说道 那我们赶快去看看 听到这里 以前是一座修炼洞府 里面还有前辈留下的东西 林十三立刻兴奋地说道 虽然很激动 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 摆出防御的姿势 小心地往里走去 莫苍淡笑着 跟在他的身边 一起往山洞深处飘去 来到岔洞处 林十三并没有着急地进去 而是站在洞口 小心地向里面张望 映入眼中的是一座石室 正对洞口有一方石台 上面摆放着一个盒子 石台后面的石壁上 龙飞凤舞地刻着几个大字 有缘者得知 石台前面三尺远的地方 则摆放着一个蒲团 应该是之前的主人打坐所用 十三 我查看过了 里面没有什么危险 赶快进去取了东西离开 莫苍催促道 他留在外面的一丝神石 看到林元王已经带着木林元群逃走 黑脸难修正 提着剑往山谷走来 好的 莫爷爷 林十三答应着快步走进石室中 不过 他并没有直接去拿石台上的盒子 而是走到蒲团前跪下 朝着石台恭恭敬敬地刻了三个头 多谢前辈赐予 从小爷就告诉他 对于长者赐予的东西要接受 但也要有感激之心 虽然住在这里的那位前辈 现在已经离开 他留下了这个盒子里的东西 送给有缘人 自己也不能因为他不在 就平白拿走他的东西 莫苍在旁边看得暗自点头 心中却在暗想 自己可真是老糊涂了 还没有一个孩子活得明白 咔 林十三磕完第三个头的时候 一道轻微的响声从木盒上发出 莫苍惊讶地飘到盒子旁查看 之前他已经用神识仔细地检查过了 这个木盒上没有任何的灵力波动 也没有暗藏毒物 所以他才放心地让林十三 直接进来取走盒子 现在看来他还是大意了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自己的神识查探也不是万能的 若非十三纯粮 跪下磕了三个头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 想到这里 他又对着那个盒子仔细地检查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盒子没任何异常 刚才那声轻响 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 林十三磕完头也站了起来 走到十台前 刚才那声轻响 他也听到了 莫爷爷 这个盒子有问题吗 林十三对着那个盒子 仔细地看了半晌 也没有发现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来 你还是小心一些 拿的时候 不要直接接触到盒子 莫苍围着那个盒子看了几圈 也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他皱着雪白的眉毛 向林十三叮嘱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好的 莫爷爷 林十三点点头 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件衣服 盖在盒子上 才伸出手小心地把它拿起来 包好收进储物袋中 这个过程中 莫苍一直紧盯着那个盒子 预防有什么意外发生 他好及时救援 幸好直到盒子被包好 都没有发生意外 他才松了一口气 对林十三说道 看来这座洞府的主人 是一个厉害人物 地上那个蒲团 你看一看能不能带走 说不定也是好东西 林十三点点头 转身把那个蒲团 也收进储物袋中 哄 蒲团刚收好 一阵地动山摇 林十三一个猎前 差点没有站稳 好在他反应迅速地 把灵力吓沉到脚上 稳住了重心 才防止了被狼狈的摔倒 莫爷爷 他发现了这里吗 林十三看向莫苍 有些紧张地问道 没有 我们快走 他并没有发现这里 只是在对整个山谷进行搜查 因为没有找到你 在对着整个山谷地毯式的攻击 想要把你逼出去 莫苍说着 率先向外飘去 林十三也运起零波步 紧跟在莫苍身后 飞速地向着山洞深处窜去 哄 哄 哄 黑脸南修挥舞着长剑 砍伐着山谷中的一颗颗凌松 砸向周围的山壁 山谷中树木倾倒 乱石飞剑 很快就看不出原来的面貌 出来 赶快出来 我知道你在这里 乖乖出来 教出你得到的东西 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一边喊道 他发现了谷口处之前 林十三待过的那个洞穴 在洞口处 发现了新挖掘的痕迹 确定有人才从洞穴中 离开没有多久 既然让他找到线索 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躲在里面的人 今天就是把这个山谷翻过来 他也要把那人找出 想到若是今天找不回 那半枚欲绝 将会受到的惩罚 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又开始挥着剑 沿着山谷继续寻找 林十三跟在莫苍身后 沿着山洞 一直往里飞奔 哄 他们刚刚离开没有多久 又是一声巨响 黑脸南修一剑 劈在了石壁上 山体一阵摇晃 很快山石坍塌 洞口被淹没在碎石中 前进中的林十三 感受到山洞中一阵震荡 但他并没有停下来查看 只是把林波布施展到极致 来加快自己的速度 直到身后的动静消失 确定黑脸南修发现不了他 他才奋出精力 来观察山洞中的情形 他小心地放出自己的灵石 查看前面的情况 虽然有了危险 莫爷爷肯定会提醒他 但他也不能因此就放松警惕 他跟着墨仓在洞中穿行 山洞很深 有的地方很宽 像一座巨大的石室 有的地方又很窄 仅能容纳一人通过 不过还好的是 里面并没有插洞 不用担心迷路 看洞壁的情况是 天然形成的 并非人工开凿 莫爷爷 这山洞中怎么如此安静 他们已经前进了近半个时辰 这一路上 都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刚开始的时候 还能看见一些蛇虫鼠蚁 现在别说低阶的妖兽了 就连普通的蛇虫鼠蚁都没有了 按道理说 这样的山洞中 应该是生活着一些 蛇鼠之类的妖兽 之前他还可以解释说 是因为黑脸男羞在外面 闹得动静太大 把那些低级妖兽 吓得躲起来了 但是现在 他们已经远离了那片区域 山洞中还是这么的安静 就让人有些怀疑了 猎人的天性 很快让零十三发现了异常 他忍不住向墨仓询问 不错 你很谨慎 确实是有问题 前面有一个岔洞 我们先去那里休息一下再说 墨仓的神魂 现在虽然很虚弱 但他从前毕竟是杜劫器的强者 他很早就发现了 这山洞中的异常 现在基本已经远离了 黑脸男羞的威胁 他也正准备让零十三停下来 没想到 十三已经发现了 这里面的异常 两人很快来到岔洞前 零十三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确认里面没有危险 才走了进去 岔洞不深 他们很快就走到了尽头 里面还算宽敞 岩壁和地面都很干净 就像经常有人打扫一样 石壁上有一些细小的洞 应该是一些普通蛇鼠挖出的洞穴 看到这种情况 他更加疑惑 也不由自主地 更加小心戒备起来 十三 目前的情况你怎么看 墨仓队还在仔细查看的零十三问道 会出现这种情况 要么是山洞深处 有强大的妖兽 弱小的妖兽 都成了他的食物 要么是里面将会有巨大的危险 弱小的妖兽和动物都撤离了 零十三想了一下 回答道 嗯 分析得很有道理 你再感受一下山洞中的灵力分布情况 墨仓点点头 先肯定了他的说法 又就自己的发现提醒他 零十三立刻静下心来 运起青云爵感受着山洞中的灵力 很快 一些火灵气光点就向他靠拢 然后再是土灵气 木灵气 最后有少量的水灵气 自从小红进入了他的石海 他对火灵气的亲和度增加了不少 每次打坐练习 最先吸引来的都是火灵气 山洞中的火灵气似乎特别浓郁 几乎占了他吸引来的所有灵气的一大半 虽然平常他修炼的时候 吸引来的火灵气也最多 占他吸引来的灵气的三分之一 何况现在是在山洞中 不是应该土灵气浓厚一些吗 墨爷爷 这里的火灵气似乎特别浓郁 比土灵气还要浓郁 零十三把自己的发现说了出来 这里的火灵气的确比土灵气要浓郁 墨仓先肯定了他的发现 接着说道 会出现这种情况 要么是山洞深处有珍贵的火系灵药 要么是山洞深处连接着地底岩浆 也有可能下面有一条火灵石矿满 不过这种可能很小 说到这里 墨仓停了下来看向零十三 不管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里面都有一头强大的火系妖兽 看到墨仓看过来 零十三脱口出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我觉得 那头妖兽可能因为什么原因被困在了里面 墨仓看了一眼周围算得上一尘不染的环境说道 墨爷爷 你怎么知道他是被困住了 零十三跟着看了一眼干净的地面 好奇地问道 这里会如此干净 我推断是里面的妖兽觅食造成的 他还可能有一项天赋技能是吞噬 有强大妖兽的地方 弱小的妖兽都不敢接近 他被困住了 无法离开那里 只能靠强大的吸力 把远处的食物吸过去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地面会如此干净 若他没有被困住 就会出来觅食 地面上就不会如此干净 看这里的情况 我们恐怕离他已经不是很远 墨仓详细地给他分析 十三对修真界的了解 还是太少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退回去一些 零十三看着干净的地面 想起一刻钟前 他经过的山洞中的地面上 都还有一些小石块 退到那里 应该要安全一些 我们先倒回去一些 找个地方 你先恢复一下灵力 墨仓点点头说道 呜呜 他的话还没说完 山洞深处 就传来一阵轻微的呜呜声 随着声音响起 一股犀利从山洞深处传来 墨爷爷 你快回到五行玄石中 零十三惊讶地发现 墨仓竟然在慢慢地往外飘 立刻想到 他定是受了这犀利的影响 十三 这股力量对神魂也有作用 你离我近一些 不然我无法回到五行玄石中 墨仓有些吃力地说道 只这一会儿的功夫 零十三发现 墨仓的身影竟然淡了一些 现在那股犀利 对他来说还能抵抗 只是感觉身体控制起来比较困难 他急忙上前一步靠近墨仓 零十三刚一靠近 墨仓就化作一道光束 钻进他的身体 进入到五行玄石中 墨爷爷 你现在还会受影响吗 零十三努力地控制着 自己靠近山壁的一个凹陷处 用双手抓住突出的岩石 来稳住自己的身形 我现在已经不受影响 他的力量 还影响不到五行玄石里面 墨仓的声音 听起来有些虚弱 墨爷爷 你没事吧 零十三担心地问道 我没事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你现在要保护好自己 那股力量 恐怕会越来越强 墨仓的话音刚落下 又是一阵呜呜声 这次的声音比刚才更大 听起来更加的清晰 随之而来的吸力也更大 零十三的身体 不由自主地 被拉扯着往外移动 他来不及回答墨仓 把所有灵力 都运转至双手和双脚上 努力地固定住 自己的身体不被吸走 又是一阵呜呜声 零十三感觉自己身体 被一股巨大的吸力 拉扯着往外 若不是他 选择了一个凹陷处 恐怕这时都已经被吸走 刷 随着吸力地增加 他用眼角的余光 看到一道黑影 被那力量拉扯着 从山壁上的小洞中射了出来 然后很快被吸走消失不见 有了第一道被吸出来的黑影 很快就出现了第二道 第三道 随着被吸出来的黑影增多 他终于看清了 那些黑影是一些小蛇和老鼠 连续被吸出去十几道黑影后 那些小洞中 不再有小动物被吸出 这下应该要停下来了吧 好一会儿 都没有小动物再被吸出来 零十三啊啊地想着 他感觉自己撑不了多久了 因为太过用力 额头上已经开始浸出汗珠 呜呜 但那股吸力却没有丝毫减弱 反而还在逐渐增加 传来的呜呜声更加响亮 似乎不把他吸走 不会善罢甘休 他难道是还没有吃饱 所以他才一直吸个不停 还是他已经发现了我 非得要把我吸走不可 零十三皱着眉头想着 若是一直这样下去 等到自己灵力枯竭 肯定也要被吸走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他开始查看自己储物袋中的东西 看有没有什么能够用得上的 之前猎杀的两头蜂狼 和一只剑猪 跃入他的脑海中 要不要丢一只蜂狼出去试试 零十三在心中权衡 若他只是还没吃饱 自己丢出一只蜂狼 也不一定能够喂饱他 若他是发现了我 丢出蜂狼的尸体 也不知能不能迷惑他 呜呜 就在他犹豫不定时 山洞深处又传来一阵呜声 这次的声音比之前更大 其中似乎隐含着一股不耐烦的怒气 传来的拉扯之力 竟然比之前大了一倍不止 刷 随着这股更大的吸力来临 他的手一滑 身体直接被那股力量拉扯着 往洞外飞去 危急时刻 他并没有慌乱 反应迅速地从储物袋中 拿出那柄红色长剑 一个用力扎向旁边的石壁 擦擦擦 长剑划碎石壁的声音响起 就算他已经把长剑插入石壁中 只剩一个剑柄在外 那股力量竟然还拉扯着他 慢慢往洞外去 眼看就要被扯出洞口 零十三额头上的汗珠 大颗大颗的低下 他体内所剑的灵力已经不多 但他并没有呼唤墨仓帮忙 看之前的情况 墨爷爷只要出来 恐怕瞬间就会被这股犀利卷走 成为妖兽的口粮 越是危急时刻 他就越是冷静 擦擦擦 常见划碎石头的刺耳声音 在山洞中持续 他的脚已经被拉扯出洞外 只剩上半身还在里面 不管了 只能先扔出一头蜂蜂的尸体试一试 十三 他应该是闻到了你的气息 你想办法把身上的衣服扔出去 然后赶紧收敛气息试试 零十三正准备扔出 储物袋中的蜂蜂尸体 墨仓虚弱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嗯 零十三 简短地回了一个字 他现在已经分不出精力 多说一个字 努力把自己的身体 紧贴在洞口边缘 上半身和下半身 形成一个直角 这样可以缓解 一下那个拉扯的力量 一件衣服 恐怕不能迷惑他 我还是想办法把衣服 裹在蜂蜂的身体上 一起丢出去 缓了一口气 零十三脑中的思路更加清晰 他努力把最后的灵力 聚集在右手上 牢牢握住剑柄 腾出左手费劲的 扒下身上的外衣 为了防止被吸走 他的动作很缓慢 等他扒下外衣拽在手上 全身已经被汗水浸湿透 握住剑柄的右手 已经是轻轻爆气 成不成就看这一招了 他费力的挥手扬起衣服 同时取出储物袋中的蜂蜂 刷 蜂蜂在被取出的瞬间 直接就被吸走 零十三也同时松开 手上攥着的衣服 然后拼进体内最后的灵力 运气隐匿绝 隐藏自己的气息 成败就再次一举 蜂蜂的尸体 被吸走后没有多久 吸力渐渐减小 最后归于平静 零十三暗暗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并没有放松警惕 右手仍然牢牢地握住剑柄 用空闲的那只手 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呜呜 他擦汗的手还没有放下来 又一阵呜呜声响起 一股更加强大的吸力传来 拉扯着他的身体 哗啦啦 尽管他已经在第一时间 把自己的身体 牢牢地贴附在石壁之上 但还是被拉扯着 往外滑出一大段 他已经不能保持 九十度直角的攀附身形 下半身直接被拉扯着 飘在了半空中 完了 难道并没有骗过他 零十三感受着身上 巨大的拉扯之力 听着利剑划破石头的擦擦声 还在继续 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手上的力道不由轻了几分 握剑的手差点滑落 十三 手上用力 保持住隐匿绝的运行 不能停止 这可能是他最后的试探 莫苍冷静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我还可以的 我一定可以坚持住 我还没有修炼到肚结期 我还没有看到 爷爷的转世过得怎么样呢 零十三瞬间回过神来 身上伸出一股力气 手腕一个用力 利用这个机会 另一只手也握上剑柄 莫爷 可以坚持住的 零十三艰难地对莫苍说着 他现在完全靠着插在石头中的那柄剑 支撑着身体不被吸走 现在唯一庆幸的是 手中这柄剑并不是普通的繁器 而是一柄法器 虽然只是一柄下柄法器 却并没有那么容易折断 擦擦擦 他的身体已经被完全拉出岔洞外 开始缓缓地向山洞伸出划去 千万不能松懈 隐匿绝不能停下来 他的脑海中 现在只剩下这两个念头 不知过了多久 那股吸引之力慢慢松懈下来 也许只有一瞬间 但他却感觉过了很久很久 零十三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轻轻地落到地面上 以免声音过大引起山洞深处 那头妖兽的注意力 他并没有立刻爬起来往回跑 而是牢牢地握着剑柄 静静地趴在那里 控制着呼吸 小心地运行着隐匿绝 让自己和周围的岩石融为一体 一刻钟过去了 呜呜声没有再响起 要命的吸力也没有再传来 他还是没有从地上爬起来 而是开始缓慢地运起青云绝 慢慢恢复体内消耗殆尽的灵力 墨苍也没有再出生 似乎也陷入到修炼当中去了 半个时辰后 体内的灵力恢复 一些 零十三才缓缓从地上做起 用灵力包裹着长剑 轻轻把它拔出来 长剑被拔出的一瞬间 他就运起零波步 小心地向来时的路退了回去 跑了近一刻钟 路面上开始有大块的碎石 他才选了一个不大的凹陷处停了下来 墨爷爷 我想就在这里修炼一下 恢复体内的灵力 好 我也要恢复一下 等你的灵力恢复了 就叫醒我 我替你护法 你把那朵木灵芝吸收了 它应该不光能够帮助 你把丹田部位的第九转炼成 还有多余的灵力 可以助力提升修为 知道了 墨爷爷 虽然知道 这里多半不会再有其他妖兽出现 零十三还是谨慎地布下了一个隐匿阵法 才开始陷入修炼当中 墨苍看着他的动作 欣慰地点了点头 也开始修炼 他们现在算得上暂时脱险了 整整一天过后 透支了他全部的灵力 现在经过一天的修炼 他的修为 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 难怪那些修为稍微高一点的人 都要出来历练 虽然危险很多 但是在不断的试炼中 能够加快修为的提升 以后我也要多出来历练 零十三的脑中 瞬间划过这个念头 他并没有立刻叫醒墨苍 而是伸了个懒腰 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 有些僵硬的手脚 然后从储物袋中掏出干粮 慢慢地吃着 边吃边在脑海中 整理着这段时间的经历 墨爷爷 我可以开始了 填饱了肚子 零十三开始在心中呼唤墨苍 听到他的呼唤 墨苍退出修炼状态 从五行悬石中出来 他的身影看起来 还是很虚幻 不过 比起刚进入五行悬石的时候 还是凝食了不少 看来有了补魂草的帮助 他的恢复速度加快了不少 才一天的功夫 就恢复了不少 十三 你准备好了就开始吧 在这里多待一天 就多一份危险 墨苍一出来就开口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零十三 说着 从储物袋中 拿出装着木灵芝的盒子打开 一股浓郁的木灵芝四散开来 让人精神一阵 墨爷爷 我是直接服用 还是拿手在上慢慢吸收 零十三拿起那朵木灵芝 向墨苍问道 直接服用效果比较好 这朵木灵芝所蕴含的灵芝 在你完成丹田部位的第九转后 应该还有多余的能量 没有用完的灵芝 你也不要浪费 吸收了转化为自身的修为 好的 墨爷爷 墨苍点点头说道 零十三点点头 盘腿做好 丹田的锤炼工作 他一直都在坚持 现在他 只要引导火灵芝进入体内 把丹田扩大 在丹田承受不住 火灵芝的暴虐破裂的时候 再吃下木灵芝 利用他精纯的木灵芝 修补丹田就可以了 他开始引导周围的火灵芝 进入体内 这里的火灵芝本就浓郁 再加上火灵芝对他的清合度较高 他的丹田中 很快就被狂暴的火灵芝充满 很快 他的脸上出现痛苦之色 大滴大滴的汗水 开始从他额头上滑落 慢慢的 他的脸色开始变得惨白 接着身上的肌肉 开始缓缓抽搐 若是一般的人 早就坚持不住 倒在地上痛苦哀嚎了 但是零十三却是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保持着修炼状态 若是没有看到他浑身抽搐的肌肉 还以为他并没有多么疼痛 一旁的墨苍看着他这个样子 眼中流露出疼惜 更多的却是赞赏 这个孩子的心智 不是一般的坚定 这样的痛苦 恐怕成年人都没有几个能承受的了 而他一个小小孩童 却在之前已经尝试过好几次 现在还有勇气继续下去 只要他没有半路夭折 将来必定会修成正果 自己跟在他的身边 也许还是一份福源 想到这里 他心中因为被迫 要辅助零十三修炼的那一丝 勉强完全散去 提起精神 注意着周围的异动 随着他的丹田被称大 零十三的修为 开始缓缓回落 从最开始的练气四层巅峰 到练气四层中期 初期 练气三层巅峰 一天后 他的修为 已经回落到练气二层中期 零十三还在源源不断地 吸纳着火灵力 进入丹田中 难道经过他长时间 对山丹田的锤炼 已经可以不用木灵芝的辅助 就可以练成第九转了 莫苍疑惑地看着 还没有动静的零十三 他的修为还在缓缓回落 已经达不到练气二层中期 很快就要回落到练气二层初期 若是可以不使用木灵芝 就练成第九转就更好 毕竟丹田产生裂缝 对修士来说 还是非常危险的 就算有木灵力的及时修补 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 能够修不好 看着修为 马上就要回落到 练气二层初期的零十三 莫苍暗暗想着 破 就在此时 一直端坐不动的零十三 突然喷出一口鲜血 笔直盘坐的身躯猛地缩成一团 快吃木灵芝 莫苍大喊 并且用他的神识 控制着零十三手上的 那朵木灵芝 飞向他的嘴边 此时的零十三 已经痛得神志有些模糊 听到莫苍的喊声 感觉到唇边有东西 凭着本能 一口咬了上去 一股精纯的木灵力 在他口腔内散开 顺着喉咙向下涌去 他浑身精神一震 仿佛全身的细胞 都得到了洗涤 身上的疼痛 立刻减轻不少 之前他以为就这样 生吃会难以下咽 没想到 却是如此美妙的体验 本能驱使着他 大口大口地 把那朵海碗大的灵芝 吃了下去 一股股精纯的木灵力 在他体内爆开 让他感觉身体 似乎都要脱胎换骨 全身的疼痛瞬间消失 只剩下丹田部位 还在脚痛着 更多的木灵器 在他体内爆发 他开始感觉全身胀痛 继续下去 他将会被庞大的灵力撑爆 他立刻引导 那一股股灵力 往丹田方向而去 此时 他的丹田中火灵力 还在狂暴地肆虐着 他将会成为一个废人 再也无法修炼 大量的木灵器 被他引导着 进入丹田中 开始修复丹田上的伤痕 狂暴的火灵力 还在他的丹田中喷发 不停地 把他的丹田撑得更大 修复好的伤痕 很快又有了裂开的迹象 零食三急忙引导着 体内更多的木灵力 涌入丹田中 丹田中火灵力 还在不停地爆发 他就不停地 引入木灵力修复 等到丹田中火灵力的 爆发强度弱下来时 扩大 再扩大 不知过了多久 他感觉木灵力 修复起丹田壁上的伤痕 越来越困难 零食三看了看 自己巨大的丹田 满意地停止了 引入火灵力 开始运起青云觉 吸收剩下的木灵力 他的九转一玄金 对于丹田的修炼 终于达到第九转 他现在的修炼资质 终于达到了 可以媲美极品灵根 若是只看丹田 比极品灵根的人 还要强上三分 外面给他护法的墨仓 看到他终于开始运转 青云觉修炼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 之前他看到 零食三的修为 回落到炼器二层初期 还没有停止修炼 九转一玄金 看着他的修为 从炼器二层初期 又跌落到炼器一层中期 初期 他的心就提了起来 他担心 十三年轻气盛没有控制好 把自己的丹田撑碎 那样麻烦就大了 好在他担心的事情 并没有发生 零食三现在已经开始 运转青云觉 炼化体内剩余的木灵器 他的修为 又开始慢慢回升 从炼器一层初期 慢慢升到一层中期 最后突破到炼器二层初期 才稳定下来 墨爷爷 我成功了 我的丹田 比之前扩大了一倍不止 当体内最后一丝 木灵力 都被零食三炼化 纳入丹田后 他收起青云觉 睁开眼 双眼射出明亮的光芒 兴奋地对着墨仓说道 好孩子 我看到了 你做得很好 以后你的根基 将会比鸡品灵根的人都要强 修为每提升一层需要的灵力 也比别人多 墨仓心中高兴 但还是严肃地提醒他 墨爷爷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 努力寻找更多的修炼资源 提升修为 听了墨仓的话 零食三正色回答 好 不过 你也不要太过于执着修为的提升 凡事都要量力而为 墨仓满意地点点头 墨爷爷 我们现在就准备离开吗 体内充盈的灵力 让零食三感觉自己 仿佛有用不完的力量 他现在有些迫不及待地 想要离开这里 到外面去找一头妖兽 试试自己现在的实力 我们恐怕还要在这里待两天 墨仓却是摇了摇头说道 是因为山洞深处的那头妖兽吗 零食三很快想到了原因 是的 三天前他又进食了一次 今天或者明天可能 又是他进食的日子 我们这时候 闯过去 很容易成为他的口粮 墨仓点点头 眼中闪过一抹赞赏 十三果然心思敏捷 他三天前进食过一次 那我这次修炼了多少天 零食三惊讶地问道 你这次整整修炼了七天 今天是第八天 那头妖兽 可能四到五天就要进食一次 其他时间应该处于休眠当中 墨仓回答道 我这次竟然修炼了这么久 零食三惊讶 修真无岁月 等以后你修为高了 一次闭关上百年都不算什么 墨仓看着他惊讶的神情 但笑着回答道 一次闭关上百年 零食三惊讶地瞪大了眼 是啊 等你的修为到了合体期 寿命可达上万载 一次闭关上百年 也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那我要是修炼到肚结期 寿命不是更长 零食三双眼放光地问道 心中却是暗自想着 自己若是修炼到肚结期 那是怎样的光景 对啊 到了肚结期 寿命会更长 最少也有几万载 不过 你现在要考虑的是 怎么从这里出去 墨仓忍住笑 打断了他的遐想 心中却是感慨 少年的纯真 是这般的美好 墨爷爷 要不我们先倒回去 看看入口处的情况 零食三瞬间清醒过来 想了一下说道 也好 墨仓点头 林元王和黑脸南修的实力 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底 山洞深处的妖兽 却是实力不明 说做就做 得到墨仓的赞同 零食三立刻起身 走出隐秘阵法 往来时的方向行去 只是他很快发现 来时的路 已经完全被堵死 黑脸南修没有找到他 应该是在山谷里 狠狠地发泄了一通 导致山洞都垮塌了好长一截 想要从这边出去 必须要清理掉 这些垮塌下来的石头 那样必定会弄出动静来 若是黑脸南修没有离开 或是林元王回来了 他们会很容易发现异常 摇摇头 他放弃了从这边离开的想法 墨爷爷 我们还是等他觅食过后 再想办法离开 来到一段比较宽敞的地段 林十三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说道 我想 现在打开那个盒子 看看里面有什么 也许那位前辈留下了一些 关于山洞深处的妖兽的信息 林十三说着 把那个被衣服包裹着的盒子 从储物袋中拿了出来 放在面前的地上 你小心一些 墨仓嘱咐道 林十三点点头 拿掉盒子上包裹的衣服 盒子没有上锁 从外面并没有看出 什么异常的地方 他拿出长剑 小心地挑开盒子 然后运转灵波布 瞬间挑开好远 啪 盒盖被挑飞掉在地上 发出一声脆响 里面并没有暗器射出 林十三还是又观察了一会儿 才缓缓 向那个盒子靠近 他已经用林十仔细地查看了几遍 盒子中只有两枚预检 和一本册子 没有暗藏独虫 走近后 他又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确定没有异常后 他拿起之前包裹盒子的衣服 裹在手上 小心地把盒子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再次仔细查看 两枚预检都是传工预检 其中一枚上刻着 五行诀三个字 另一枚预检上刻着 不动冥王印几个字 这几样东西 上面应该没有被下毒 墨仓在旁边 也一直仔细地查看着 盒子里面的几样东西 以他的经验 也没有看出什么异常 墨爷爷 我先看看 这本册子里面写了什么 林十三没有急着 去查看那两枚传工预检 而是拿起了那本册子 他现在迫切地 想要知道一些山洞深处 那只妖兽的情况 盒子的主人 既然很久以前在这里修炼过 他能放心地把盒子留在这里 那他对那只妖兽的情况 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确认了没有异常 林十三迫不及待地 翻开那本书阅读起来 书中的文字不多 说这是一本书 还不如说这是一封信来的确切显 林十三很快看完里面的内容 有些失望地 对着墨仓摇摇头 里面并没有关于山洞中 那头妖兽的信息 留下这个盒子的前辈 名叫五行散人 是一位五行灵根的修炼者 这里地处玄天大陆 最偏远的地方 那时候 这里还没有门牌 不知多少年前 他为了参悟木系法则 在这里种下一颗灵松 他一生没有收图 盒子里的两枚传工预检 是他留给有缘人的 五行诀 是一部天阶上品法诀 适合拥有五行灵根的人修炼 不动冥王印 是他在一座上古秘境中 所得的降魔功法 乃是魔修和心思不正之人的克星 但是想要修炼这部功法 必须心思纯正 否则很难修炼成功 因此 他在盒子和那个蒲团上设下了禁制 来人只有第一时间在蒲团上跪摆 才能解开禁制 拿走那个盒子 若是强行开启 盒子则会自动爆炸 里面的东西将会全部销毁 山洞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出口 他也布置了一个弥宗阵 里面并没有提到洞中有妖兽 凌园王七夕的那棵林松 应该就是他种下的 看那棵树的巨大程度 最少也生长了好几万年 整个凌园峰的林松 应该都是凌园王谷中的 那棵林松的种子 繁衍而来 想来洞中的妖兽 是后来才有的 莫爷爷 你认识五行散人吗 林十三把看到的内容 向莫苍讲述了一遍后问道 五行散人 竟然是五行散人 难怪我也没有发现 盒子上的禁止 莫苍一直以来淡定的表情 有些绷不住 他激动地说道 刚看到五行诀的时候 他心中就有些熟悉的感觉 这上面是这么说的 林十三晃了晃手上的那本册子 有些疑惑地 看着激动的莫苍 五行散人 难道是个不得的大人物 十三 你不知道 五行散人 在我刚踏入修炼界的时候 就已经是合体器的修炼者 他修炼的五行诀 能够加快五行灵根的人的修炼速度 是五行灵根的人 梦寐以求的法觉 降魔咒倒是没有听说 应该是他 后来得到的功法 这里面说了 他得到降魔咒的时候 年事已高 修炼方向已经基本定型 并不适合修炼降魔咒 林十三事实地解答了他的疑惑 这本册子中 还讲述了五行散人的一些经历 不过后来 他就销声匿迹了 看来是去各处游历提升境界 得到答案 莫苍继续说道 他最后飞升了吗 也许吧 莫苍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 眼中闪过一抹光彩 飞升是 每个修炼者梦寐以求的事 林十三眼中 也闪过一抹向往之色 总有一天 我也要踏上的飞升之路 十三 既然我们现在暂时不能离开 你就先学习一下五 诀 说不定里面就有我们脱身的方法 莫苍很快收起眼中的那抹光彩 对林十三说道 五行诀里 有我们脱身的方法吗 听到有脱身的方法 林十三激动起来 五行散人的五行诀 让五行灵根的人都想得到 但它还有一套五行遁法 是一套天阶上品的隐匿逃遁功法 是逃跑隐匿法诀中的顶级功法 是修炼界中所有的人都想得到的法诀 五行遁法分为水遁 火遁 土遁 木遁 金遁 并不需要五行灵根 只要拥有金木水火土其中一种灵根 就可以修炼其对应的遁法 五行遁法修炼有成的人 只要事先隐藏 就能躲过高出他两个大境界的人的搜查 若他的五行诀里面包含了五行遁法 你只要学会了土遁 就能完美地隐藏自己的气息 说不定就能安全地离开这里 那我现在就学习五行诀 零食三听墨仓说完 立刻盘腿做好 拿起那没刻着五行诀的预检贴在额头上 一股庞大的信息涌入他的脑海中 他淡定地接收涌入的信息 等信息接收完 他就立刻开始学习 五行遁法 包括金遁 木遁 水遁 火遁 土遁 只要有这五种灵气的地方 你就可以使用五行遁法逃遁 隐藏 真的有五行遁法 听到这里 零食三激动不已 但他很快按耐下激动的心情继续学习 他现在迫切需要学会土遁术 才能有一定的把握 安全走出这个山洞 墨爷爷 真的有五行遁法 我现在就开始参悟 脑海中最后一个字的声音消失 零食三立刻睁开眼 看向墨仓兴奋地说道 好 你现在就开始参悟 我为你护法 墨仓立刻说道 零食三点点头 闭上眼睛 开始回想关于土遁术的详细内容 土遁术修炼到初期 可以让修饰的气息 变得和周围的泥土一样 让别人不能通过临时发现你 等修炼到中期 就可以遁入土中 在地下自由行走 修炼到圆满境界 可以借助空气中的土灵力 瞬间遁到千里之外 这应该不是普通的术法了 恐怕是墨爷爷说的神通 看到这里 他心中不由一阵火热 等他学会了 他也是有神通的人了 强迫自己静下心来认真参悟 他很快沉迷在其中的玄傲当中 一个时辰后 他睁开眼 开始练习土遁术 不过 等他把体内的灵力都消耗一空 还是没能让自己全身的气息 完全化为泥土的气息 之前休息的隐匿觉 只需要把全身的气息收敛起来 防止气息外泄就可以了 但五行遁法是高阶功法 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和粗浅的隐匿法觉完全不同 零食三并不气馁 恢复好灵力 就又开始练习 他沉迷其中 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 他进入到一种玄妙的状态 他感觉自己 几乎就要和周围的土灵器融为一体 一股拉扯之力传来 把他周围的土灵器瞬间抽空 莫爷爷 发生什么事了 他瞬间从那种状态中被惊醒 眼神有些迷茫了 对着墨仓问道 那头妖兽又在进食了 墨仓指向山洞的深处 我练习了多久了 他都又一次开始进食了 零食三瞬间清醒过来 完全退出了那种状态 差不多12个时辰了 现在那头妖兽在进食 这种环境下也不适合修炼 你还是坐下来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吧 墨仓关心地说道 看来他真的是每隔四五天 就要进食一次 零食三点点头 拿出干粮 开始慢慢地吃起来 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受到妖兽吸引力的影响已经很小 并不需要他运功防御 十三 你的土盾术练得怎么样了 等他吃完 墨仓开口问道 法觉已经练得很熟 就是还差一点感觉就能成功 零食三向墨仓说起 他修炼土盾术的心得 施展土盾术并不会消耗太多的灵力 非常适合他现在的修为使用 等那头妖兽停止了进食 煽动中的灵气恢复了正常 零食三又开始了练习 如此又练习了三天 十次之中 他已经能够有七次成功用出土盾术 又埋头练习了三天 他已经能够完全熟练地用出土盾术 墨仓看着他的进步 心中惊讶于他的天资 想当年 他也算得上是天资不凡 修行一门天阶法术 也用了两个月才入门 他还以为 十三就算有五行玄石 最少也要一个月才能入得了门 没想到他仅仅用了七天 就已经入门了一门天阶法术 看来他虽然灵根差得一塌糊涂 但悟性却非常好 现在他的灵根得到了改善 加上如此出众的悟性 以后在修炼的路上 算得上是一片坦途 只要他没有半路夭折 将来的成就肯定不凡 练习了土盾术零食三 决定再把火盾术练会 毕竟他有可能要从 那头妖兽的旁边经过 而那头妖兽呆的地方 火灵器应该很浓郁 到时也许用得上 由于他对火灵器的亲和度比较高 再加上火盾术和土盾术的原理 是一样的 上一通百通 他只用了四天的时间 就把火盾术练习得非常熟练 又花了两天时间 练习两种盾术交替使用 等到那头妖兽再次进食后 又过了一天 他们决定尝试离开这里 墨仓回到五行玄石中 灵石三早早地施展出土盾术 沿着山壁而行 若是有人用灵石扫过 只会觉得 是一团移动着的土灵器 这样的情况下 只要那头妖兽 没有直接看到他 就不会发现他的行踪 很快来到了上次那个岔洞旁 看着地上那道剑痕 灵石三心中闪过一丝后怕 当时那只妖兽 若是再发出两次吸扯之力 他肯定就会力竭松手 虽然他的初级土盾术 已经练得很熟练 他还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他很快收回心神 没有走多远 前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一条小路倾斜向下 浓郁的火灵器 从里面不断溢散出来 他立刻把土盾术 转换成火盾术 让自己的气息 与这浓烈的火灵器融为一体 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四周 除了沿着那条路向下走 并没有其他的落脚之地 灵石三没有放出灵石查看 下面的妖兽的修为 应该高出他很多 他若使用灵石查探 很容易就会惊动他 出发之前 他就和墨仓说好了 也不让他查探 毕竟上次他差点被吸走 让灵石三记忆犹新 他担心墨仓被发现后会出事 虽然墨仓一再地强调 只要灵石三不发生意外 他在五行悬石中就很安全 墨仓也觉得 应该给他独自处理事情的机会 况且 自己现在的状态 确实也帮不上多少忙 就爽快地答应了他 绝不擅自去查探那头妖兽的情况 灵石三靠着石壁 小心地走到深坑的边缘 探出头向下看 下面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 里面热气蒸腾 岩浆翻滚 一朵火红的莲花 生长在其中 摇曳深姿 已是完全绽放 中间的莲蓬上 接出了六颗火红的莲子 散发着淡淡的红光 神圣而又圣洁 火莲子 墨爷爷 下面的岩浆中有一朵火莲花 已经接出了种子 灵石三有些激动地 对墨仓说道 他的九转一玄晶 对筋脉的修炼 已经全部完成 他想用九转一玄晶 继续修炼肌肉 骨骼和内脏 但是墨爷爷说 那是炼体 需要一些灵药辅助修炼 才有较好的效果 而眼前的火莲子 就是炼体的上品灵药 之前他去清晰堂查找过 可用作炼体的 只有下瓶的铁线帘 并且价格还不便宜 一颗铁线帘 就要十个贡献点 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不错 确实是火莲子 不过火莲子要它的花瓣 全部掉落才算成熟 看样子 还要一年左右 才能完全成熟 墨仓透过零十三的视线 也看到了那一朵 飘荡在滚滚岩浆上的火莲子 但他的视线 却停留在火莲子斜上方 一块突出的巨石上 一道火红中 透着黑色暗纹的身影上 一年后 十三的实力也提升上来了 到时候取走这火莲子 使用刚刚好 墨仓的话 瞬间消灭了他心中激动的火焰 不过想到这里 还有一头妖兽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一年后 自己的实力有所增长 也许刚刚好 想到这里 他开始仔细寻找那头妖兽 他先从火莲子附近寻找 妖兽一般守护在灵药附近 翻滚的岩浆中 并没有发现妖兽的身影 难道他是潜藏在岩浆下面 如果是那样就比较麻烦 也不知道 他现在是处于 醒着还是沉睡的状态 还是先看看其他地方再说 之前推断那只妖兽被禁锢着 他也可能就在哪块石头上 零十三看着 参姿不齐的岩石必想到 靠近岩浆十丈左右的岩石 都被烤成了火红色 那只妖兽 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多半也是火系妖兽 火系的妖兽 通常都是红色的 他若又处于休眠状态 寻找起来的难度就增加了 想到这里 他更加仔细地查看着 那一块块突出的岩石 没过多久 他就发现了异常 一块岩石上 卷曲着一个火红的巨大身影 他的体长 恐怕有三丈多 粗壮的身躯 一个成人 恐怕都不能环抱住 与书上描述的火莽不一样 他的身体中 隐约有着倒倒黑色的暗纹 看来是一条变异的火莽 不过他看起来有些瘦骨伶钉 全身几乎就只剩下皮包骨 此时 他正闭着眼 卷曲着身体处于休眠当中 看他的样子 明显是长期营养不良 显然已经很久没有离开过 那块岩石出去觅食 零食三仔细打量 想要找出是什么禁锢了他 能够禁锢一条变异火莽的物品 定然不是反品 就在这时 小红从五星悬石上飞了出来 禁止朝着那条沉睡的火莽射去 小红 危险 你去要干什么 零食三急忙向小红传达危险的信号 从来到这里 小红就有些兴奋 一直在向他传递着一个信号 加 加 零食三以为 他是到了这个火灵器浓郁的地方 让他有了回家的感觉 加 回家 小红又坚定地向零食三传递了这个信号 头也不回地扎进了火莽的身体中 不对 小红不是扎进了火莽的身体中 而是扎进了禁锢火莽的东西里面 零食三仔细查看火莽头部 下面一点的那个凸起 似乎是一柄残剑 剑柄已经断裂 只剩下半截 却是牢牢地卡住他 让他无法动弹 这时一便凸起 残剑发出一道耀眼的红光 映得下面的岩浆都黯然失色 不好 他要醒了 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零食三把腿就往回跑 跑之前 还不忘在心中呼唤小红 小红 快回来 危险 哦 一声惨叫震耳欲聋 哪怕零食三 已经反应迅速地跑出老远 还是震得他耳膜生疼 他急忙运起零力 护住双耳才好受一些 哦 哦 呜 随着火莽的惨叫 他开始发起攻击 逃跑中的零食三身形 顿时一致 差点就被拉扯着倒飞回去 不过他在一遍发生那一刻心中 就有了防备 一直挨着石壁跑 并且早就拿出了长剑 感觉到 不对劲就把长剑扎向石壁 以便稳住身形 他很快发现 这股拉扯之力 比上次弱了不守 凸起 竟然可以缓慢地移动 哦 哦 呜 呜 惨叫声和火莽施展功法的呜呜声 不断传来 吸扯之力并没有像上次一样 不断增加 他费力地挪动着身体 一步一步往回走 一路上 他还要保持着土盾术的运行 很快他的灵力就消耗大半 感受着身体上 越来越弱的拉扯之力 消耗的灵力越来越少 他的步伐也越来越快 没过多久 他就完全摆脱了 那股吸引力的影响 但他还是谨慎地回到之前 练习土盾术的位置 才停了下来 莫爷爷 你还好吗 也不知道 小红怎么样了 到了安全的地方 林十三就对莫苍说道 我很好 你也不要担心小红 他应该和禁锢火莽的那柄残剑 有一定的关系 在一遍发生的时候 莫苍探出了一缕神石 他看到 在小红进入那柄残剑后 残剑不断变换 散发出阵阵强大的威压 这才导致火莽醒来 不断惨叫和反抗 不过 持续了半个时辰才停下来 小红也在不久之后 奄奄不乐地飘了回来 小红在五行玄石上待了一年多 和普通的火灵器有了极大的区别 就像一小颗火灵石 已经能够用肉眼看见他 他一飘回来 林十三一眼就发现了他 小红 你怎么了 林十三并没有责备他刚才的行为 说到底 他毕竟只是出具林十 大多数时候 都是凭着本能在行事 家 不来 你是想带走那把剑吗 林十三想了想 明白了他的意思 对他问道 来 跟着哥哥 小红立刻上下跳动着 传达着他的意思 你是想带着他 一起跟着我吗 林十三明白了他的意思 问道 小红立刻高兴地上下跳动 现在不行 我的实力太低 打不过那条火马 小红听到他这么说 立刻停止了跳动 呆呆地悬浮在那里 一动不动 但是 我向你保证 一年后 一定来帮你把他取出来 这一年的时间 你可以选择 就和他待在一起 也可以跟我一起回去 到时候 我们再一起过来 林十三看着 小红那个样子 心中有些不忍 低声向他解释了 这一年多 他和小红的交流 虽然不多 但每次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小红都会出来 逗他开心 他已经把小红 当做自己的伙伴 好 和哥哥 回去 再来 听到林十三这么说 小红立刻高兴起来 坚定地表示 要先和他回去 到时候再一起来 那你要保证 现在不要再去找他 若你去找他 我就不能安全出去 只有出去了 我的修为 才能更快地提高 到时候才可以 帮你把他取出来 林十三耐心地 向他解释 不去 等哥哥 帮忙 小红上下跳动着 表示他知道了 安抚好了小红 他又高兴地 进入林十三的石海 乖乖地附在五行悬石上 莫苍在旁边看着他 和小红的互动 心中暗自点头 只要是自己认定的朋友 就能够用最真诚的心对待 这在修真界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十三有这样的心态 不愁以后 交不到真心朋友 林十三和莫苍 商量了一下 决定在这里 多留几天 先看一下情况 再做决定 发生了这次的意外 那条活忙 改成了两天近十一次 这种情况下 林十三不敢冒险 尝试出去 他又开始参悟 五行盾法 他很快入门了木盾术 山洞中的水灵力和精灵力非常少 并不适合修炼水盾术和金盾术 他只好暂时放弃修炼这两项法术 打算出去之后 有了合适的环境再参悟 不能修炼水盾术和金盾术 林十三就开始参悟五行诀 他现在修炼青云诀的时间还短 换成另外一种法诀还来得及 一个月后 林十三睁开眼 他眼中的五彩 灵光一闪而过 他身上的气息 进入到炼气二层中气 之前他和莫苍都以为 修炼了五行诀后就要从头来过 没想到五行诀 却是一门非常玄妙的法诀 只要是在五行之中的灵气 他都可以炼化 并且炼化的速度很快 青云诀吸纳的也是五行灵气 但比起五行诀来要慢得多 打个比喻 如 果他之前修炼青云诀 运行一周天能够炼化的灵气 有水滴大小 五行诀运行一周天 炼化的灵气就有水杯大小 所以 经过这一个月的炼化 他的实力不降反升 达到了炼气二层中期 相当于其他修炼者的炼气五层巅峰 莫爷爷 我们现在就离开吧 莫苍担心发生意外情况 这段时间一直在给他护法 林十三也没有矫情 心中暗自决定等以后有了机会 他会帮着莫爷爷 寻找更多恢复神魂的灵宝 如果有可能 他还会帮莫爷爷重塑肉身 活蟒也在半个月前 恢复了四天近十一次的规律 当时林十三的五行诀参悟 正在关键时刻 莫苍决定 等他完成五行诀的参悟再离开 现在林十三已经完全误透五行诀 并且并且把之前清云诀修炼的灵力 都全部练化 修为还有了一定的提升 前天那条活蟒刚进食过 经过昨天一天的时间 他应该已经陷入了深度的休眠当中 今天离开是最恰当的时间点 出发前 林十三又对着五行玄石上的小红好 一通交代 小红有些奄奄地向他保证 绝不出来 得到小红的保证 莫苍也进入到五行玄石中 他施展起土盾树 林十三在接近火山口的时候 就转换成火炖树 仔细地查看了下面的情况 火蟒盘在大石上陷入沉睡中 火莲子在滚烫的岩浆中 舒展着深姿 其中一片花瓣机遇掉落 中间的几颗莲子 颜色更加红润 散发着红色的曝光 看清了下面的状况 仔细地观察了一遍火山口内的情况 没有其他的味 他开始沿着那条小路 小心地迈步向下 等走到下面才发现 这并不是一条路 只是当初火山喷发 地质裂开形成的错落有致的断层 巧合地形成了一条连接两端的小路 没往下走几步 温度就升高几分 走到这条路的最低处 即使有火盾树的掩护 林十三也热得受不了 他感觉 下一刻 自己有可能就会被这炙热的岩浆烤化 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在走到离那条火蟒最近的一段路时 五行玄石上的小红又蠢蠢欲动 除了上次的意外 林十三一直注意着小红 一发现他的情绪不太对 林十三就在心中轻声安慰 他很快从火蟒上方经过 开始借助一块块伸出的大石向上爬 终于 他踏过最后一块大石 跳出了那个火山口 林十三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但他也并没有就此放松警惕 从火山口出来后 林十三立刻转换成土盾树小心地前进着 毕竟山洞这边的情况 他还一无所知 虽然因着火蟒四天一次的进食 这里面没有低阶的妖兽 但不代表没有其他的危险 这次走了 整整一个时辰 林十三终于看到 一缕久违的阳光 莫爷爷 我们出来了 我们到洞口了 林十三满脸激动地说道 这段时间几次遇险 在山洞中还差点丢了性命 现在终于要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了 对于一个十四岁 第一次出来历练的孩子 来说他怎么能不激动 莫苍毕竟是修炼了上万年的老怪物 经历的生死关头不知反击 他只是淡笑着抚摸着自己的胡须 并没有像林十三一样 一余眼表 也不知道外面是哪个位置 激动过后 林十三很快冷静下来 你可以透过阵法 先看他外面的一些情况 等准备好了 我们再出去 我先恢复一下灵力 林十三说完 找了一块比较平整的地方 盘腿坐下 莫苍静静地看着 在那里恢复灵力的林十三 他打算等十三回到青云门后 才闭关修炼 有了这株捕魂草 他恐怕要闭关一段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 他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等回去之后 好好和十三交代一下 他才能安心地去修炼 等他闭关出来后 他的神魂将会稳固下来 不会再像现在这样 轻易地就会消散 恢复好灵力后 林十三到洞口 仔细观察外面的情况 现在正是正午时分 他所能看见的区域 并没有妖兽活动 没有发现什么潜在的危险 林十三想了想 把脸上戴着的面具取下来 藏在了山洞中 这才让莫苍带着他出去 黑脸南修是青云门中的内门弟子 他在陵远谷中没有找到自己 肯定会在宗门中寻找 在自己的实力没有提升上来前 不能让他发现自己有这个面具 虽然当时黑脸南修看到的 他是炼器四层的修为 从修为上他已经摆脱了嫌疑 但小心使得万年传 还是等以后再来取回这个面具 反正以自己现在的修为 也不会远离宗门 这个面具带回去 也没有多大用处 莫苍带着林十三 在阵法中来回走了几次 让他记住进出的步伐 他回去后将要闭关 一年后不一定会醒过来 到时就要靠林十三 自己进出山洞 出了山洞 林十三仔细查看周围的环境 到了飞虎峰的另一面 相当于这个山洞 横跨了林渊峰和飞虎峰两座山峰 地图上没有标注这片区域 生活着什么妖兽 峰顶生活着火云虎 下面的区域生活着的 应该是低级妖兽 想到自己炼体需要的铁线帘 他决定在附近看看 若是遇到低级的妖兽 他就猎杀一些 带回去换取贡献点 虽然那位师姐留下的储物代理 应该有些好东西 但他并不打算现在冒险巨去 看了一下方向 他施展木盾树 向着青云门的方向走去 不知是他运气太差 还是这片区域的妖兽 没有生活在地面上 急行了大半天 都没有碰到一只妖兽 天黑了下来 他也进入了 蜂狼和金剑猪的领域 此起彼伏的狼嚎声 在四面八方响起 有了五行顿法 他不再担心自己的气息 会泄露出去 被妖兽发现 临时三选了一个 离他最近的声音 悄悄地潜了过去 声音越来越近 没过多久 他就看到一小队狼群 追逐着一头落单的金剑猪 急驰而来 他灵巧地跳上一棵大树 看着那队狼群 追逐着金剑猪 从树下急驰而过 一共五头蜂狼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加上偷袭的话 应该可以应付得了 权衡了一下 临时三跳下大树 施展灵波步 尾随狼群而去 蜂狼以速度著称 很快就追上了 那头金剑猪 并快速围了上去 金剑猪被五头蜂狼包围 小眼中全是慌乱之色 尾 求生的欲望 让他克服了对蜂狼的恐惧 嚎叫一声 向着挡在他前面的那头蜂狼 冲了过去 尾 蜂狼眼中闪过轻蔑之色 在金剑猪将要撞上他的时候 一个跳跃 直接跳到金剑猪的背上 一口咬在他的臀部 尾 金剑猪吃痛大叫一声 开始原地跳跃 希望借此甩掉 跳上他背部的蜂狼 只是那头蜂狼几个爪子 觉得另外四只蜂狼此时 也蜂拥而上 扑向受伤的金剑猪 金剑猪没能甩掉背上的蜂狼 反而被另外四只蜂狼扑倒在地 咬头的咬头 咬腿的咬腿 哦哦 那头金剑猪哀好几声 做着无力地挣扎 最后倒在地上没了气息 几头蜂狼 开始享受他们的美食 其中一头体型稍稍大一些的蜂狼 首先开始进食 其他四头蜂狼手在周围替他紧见 等他进食完 再换成那四头蜂狼进食 擒贼先擒王 看着那头进食完 坐在那里边警惕边 梳理毛发的蜂狼 林十三决定先击杀他 狼群没有了带头的头狼 就像战场上没有了将军的士兵 是一盘散沙 对付起来就要容易得多 林十三运转精灵力附着在他的双拳上 他的拳头上 立刻布满了一层金色的灵光 犹如戴上了一个金属拳套 小心地 潜到头狼后面 林十三使出青云拳 直直地砸向他的脑袋 头狼反应很灵敏 在他挥动拳头的时候 就发现了异常 想要往旁边躲避 碰 林十三并没有给他躲开的机会 闪着金光的拳头 狠狠地砸在他的狼头上 砸得他那巨大的身体 直接飞了出去 头狼连哼都没有 哼一声就被他一拳砸死 虽然他现在只有 练弃二层中期的修为 但比起刚进入后山的时候 他的速度和灵力充沛程度 都更上一个台阶 再加上之前积累的一些战斗经验 对付眼前这几头蜂狼 他还是信心满满 啊 正在进食的几头蜂狼 看到头狼被砸飞 眼中闪过愤怒的光芒 仰头嚎叫一声 齐齐向着林十三扑了过来 林十三挥着拳头 砸向率先扑过来的 那头蜂狼的头部 呜 那头蜂狼被砸中后 直接脑袋开花 摔在地上没了声息 林十三脚下踩着灵波布 避开了后面扑过来的 几头蜂狼的袭击 又解决了一头蜂狼 林十三迅速转过身 面对剩下的三头蜂狼 三头蜂狼眼睛血红地扑向他 林十三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 一拳挥向率先扑过来的 那头蜂狼的腹部 在他又解决了一头蜂狼后 剩下的两头蜂狼眼中 闪过害怕的神色 很快夹着尾巴逃走了 看着逃走的蜂狼 他收起手上的灵力 开始收取他的战利品 现在到处都是觅食的蜂狼 不利于追击 他先把三头蜂狼 收进储物袋中 最后走向那头 被啃了一半的金剑猪 储物袋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 他打算掰下 这头金剑猪的獠牙带走 剩下的猪肉 就留给山中的妖兽果腹 只是他还没有走近 就发现一个小小的白色身影 正趴在金剑猪身上 大吃特吃 莫爷爷 那是一只什么妖兽 怎么看着 像一只小狗 林十三并没有立刻过去 而是谨慎地观察 这只小狗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它竟然还没有察觉 这似乎是一只老虎的幼崽 莫苍的声音也有些疑惑 莫苍的话音刚落下 那只幼崽也发现了 林十三在看着它 它抬起头来 对着林十三讨好的猛摇着尾巴 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哼唧声 一双有黑的小眼睛 在黑暗中闪着光亮 狐崽会对着人摇尾巴吗 这就是一只普通的小白狗吧 不知怎么跑到了这里 竟然好运得 没有被妖兽吃掉 林十三瞬间 被它呆萌的样子雷倒 心中划过一抹柔软 呜呜呜 看到林十三没有反应 小白狗直接跑到它的跟前 讨好地冲它叫着 还欢快地摇着它 那条白色的小尾巴 看来真的不是什么厉害的妖兽 既然没有危险性 林十三就没有理会它 走到金剑珠旁边 拔下它的獠牙收起来 准备离开 这里的血腥味这么重 很快就会有妖兽聚过来 还是早点离开为好 呜呜 发现林十三并没有理会它的意思 小白狗有些急了 它直接扑到林十三的脚边 用两只前爪抱住了它的小腿 抬起头来 用两只湿漉漉的小眼睛 可怜巴巴地望着它 似乎在说 求求你收留我吧 林十三心中瞬间一软 想到当初爷爷离去 自己一个人孤身前来青云门时 心中的彷徨无助 而眼前的小狗和它何其相似 这么小就独自在外生存 它又是如此的弱小 留在这里 迟早会成为妖兽的蛊妇之物 虽然它出现在这里有些奇怪 但林十三还是决定 把这只小奶狗带回去养起来 莫爷爷 我想把它带回去养 虽然自己有了决定 但它并没有忘记 征求莫苍的意见 你若喜欢它 可以带回去试着养养看 莫苍从发现小白狗的时候 就在思索它是不是妖兽 若是 又是什么品种的妖兽 说它是一只普通的小狗吧 在这深山之中 连大狗都无法存活 哪来的小狗 说它是妖兽吧 从来没有见过纯白色的狐妖 它都有些好奇 这到底是一只普通的小狗 还是妖兽幼崽 因此 林十三问到它的时候 它并没有反对 它收养这只幼崽 确认莫苍也不反对 它把这只小狗带回去养 林十三眼中 闪过一抹星系 它弯腰 捏住小白狗的后脖梗 把它提起来 准备放进怀里带走 却看到了 让它啼笑皆非的一幕 小奶狗可怜巴巴地望着它 小尾巴讨好的咬着 后脚爪上去 牢牢地抓着一块 足有它一半身体大小的猪肉 没想到 这竟然是一只贪吃的小狗 赶快把你脚上的肉块丢掉 不然你就自己 跟在我后面 走丢了我可不会回来找你 林十三好笑地对它说道 一边说着 一边准备用另一只手 拽掉它爪子上的那块肉 啪 没想到它的话音刚落下 小狗仔直接把爪子上 拽着的那块肉丢到了地上 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丢掉肉块后 它还卖力地攻起身体 把抓过肉的那只爪子 伸到嘴边 三两下舔得干干净净 舔完了就抬起头来 讨好地看着林十三 它难道听得懂我说的话 看着小狗费力地弯曲身体 舔着自己爪子的滑稽样子 林十三并没有觉得好笑 反而感到非常惊讶 难道它并不是 一只普通的幼崽 而是什么高级妖兽 墨仓也有些惊讶 就算是高级妖兽的幼崽 也不可能一出声 就能听得懂人说话 十三这难道是捡到饱了 小奶狗看着它吃惊的表情 尾巴摇得更加欢快了 丢在地上的那块肉 笑着说道 呜呜 小肉仔似乎也觉得 这个名字非常好 呜呜地表示着赞同 尾巴不停地摇着 呜呜呜呜呜 阵阵狼嚎声游远极近 这里散发的血腥味 已经吸引了其他的狼群过来 不能再在这里停留了 林十三不再多想 把手中的小奶狗塞进怀里 施展起木盾树 迅速离去 路上又遇到了 两头单独行动的疯狼 它毫不客气地 收割了它们的生命 扛在肩膀上 往青云门而去 而小肉仔 一直安静地待在他的怀里 仿佛睡着了一般 翻过前面这一座山 离青云门就不远了 林十三打起精神 加快了脚步 天就快要亮了 他想早点赶回去 回到属于自己的小院 这一年来 他已经把林天元 当做了自己的家 出了眼前的这片树林 就到了青云门 前面就是这片树林 唯一的出口 所有去后山历练的弟子回来 都要从这里经过 林十三归心四剑 虽然肩上还扛着两头蜂狼 他的脚步却非常的轻快 突然 三个人影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是青云门的弟子 看他们的穿着 应该是杂役弟子 这一路 他都没有放松警惕 一直施展木顿树 隐藏自己的气息 虽然已经离得不远 但那三人并没有发现他 林十三很快发现了异常 他们似乎在等着什么人 联想到黑脸南修穿着的 内门弟子服 他立刻警惕起来 跳上旁边的一棵大树 隐藏起自己的身形 隔得有些远 林十三并没有听清楚 他们在说什么 看了一下肩上扛着的两头蜂狼 林十三眼中闪过一丝肉痛 却还是从树上下来退回去 找了一个地方 把他们扔下 为免节外生枝 他打算利用木顿树潜过去 蜂狼的血腥气 会增加他泄露行踪的风险 所以他果断地选择了 抛下这两只蜂狼 扔掉了两只蜂狼后 他找出之前得到的 隐藏气味的药粉 在身上撒了一些 掩盖自己身上的血腥气 这才施展木顿树 在树木的掩护下 向三人所在的位置 潜了过去 他们守在树林的出口处 从里面出来的人 没有一个能投 他们的视线 林十三在一棵 离出口最近的大树上 潜藏下来 寻找机会离开 在这里 他能清楚地看到三人的行动 也能听清楚 他们说话的声音 三人看着年龄都有四 五十岁的样子 以林十三的修为 可以看出 左边那两个人 是炼气五层的修为 一个初期 一个中期 而另外一人 他却看不透 显然比他的修为要高一些 另外一人 是炼气六层初期的修为 莫苍很快解答了他的疑问 何师兄 你说我们守在这里 都快一个月了 也没有找到 前师兄说的那人 我们还要在这里守多久 其中 炼气五层初期的那人 笑着对炼气六层初期的那人问道 赵刚 前师兄没说 让我们离开我们 就在这里好好守着 况且 在这里守一天 就有一块下品零食 守在这里有什么不好 何师兄 你说是不是 不等和师兄回答 炼气五层中气的那人 立刻说道 说完还挑衅地 看了一眼赵刚 刘青山 你不要挑拨离间 我也没说守在这里不好 我只是好奇 那人有什么重要的 前师兄愿意花费 这么多零食寻找他 光是我们三个人 一个月下来 就是九十块下品零食 何况还有 其他几个出口的人 赵刚急忙解释道 眼中却是闪过一抹幽光 这个刘青山 仗着修为比他高一点 整天都是趾高气昂的 总有一天 他要让他好看 花多少零食 都是前师兄的事 用得着你来操心吗 我看你就是想要 打探前师兄的秘密 刘青山一脸嘲讽地说道 这个赵刚 总是喜欢去打探别人的秘密 然后到处去说 害得他上次 看中的一株灵草 被别人抢先买走了 这次就要给他一个教训 我没有 刘青山 你是不是故意想找茬 听到刘青山这么说 赵刚脸色大变 这话要是传到前师兄耳中 让前师兄觉得 他想要打探他的秘密 他还有活路吗 难道不是吗 谁不知道你这人 就爱打听别人隐私 这次竟然胆大到 想要探听前师兄的 两人很快吵了起来 好了 吵什么 眼睛擦亮一点 要是让人偷偷闯了过去 你我都没有好果子吃 赫师兄看两人越吵越来劲 开口呵斥道 是 赫师兄 两人互看一眼 兴兴地闭上了嘴 打起精神 有人过来了 赫师兄看了两人一眼 眼中闪过一抹蔑士 淡淡地说道 都不把心思用在修炼上 难怪修为老师提不上来 林十三看过去 果然有三人走了过来 看他们脸上的神情收获 应该不错 其中两人为 炼气三层的修为 一人是炼气四层中气 离开的机会来了 林十三看着走过来的三人 心中暗响 他们很快 也看到了守在那里的三人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见过几位师兄 但他们 还是很快上前见礼 几位师弟 我们也是奉了 前师兄的命令办事 并没有要为难 你们的意思 赫师兄看了三人一眼 嘴里虽然说着客气的话 但脸上 却是一副高高在上的神情 若非前师兄交代过 不能把事情闹大 他才懒得 和这些废物多说 师兄 请讲 只要我们能够帮得上忙 一定一不容辞 能听到贺师兄这么说 三人暗自松了一口气 炼气四层修为的那人 上前一步说道 你们先转过身去 让我们从后面看看 赵刚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满脸不赖地对三人说道 三人迟疑了一瞬间 还是乖乖地转过身 赵刚拿着那张纸 上前两步仔细对照 刘青山和贺师兄 就在后面警见 临时三往赵刚手上 拿着的那张纸看去 这一看 却是让他心头一跳 瞳孔微缩 从他的位置 刚好可以看到纸上的内容 那是一个人的背影 画上的背影 正是他在树丛间穿梭的情景 幸好自己之前 没有鲁莽地过来 不然恐怕 没那么容易脱身 虽然自己的修为 和当时对不上 但他们恐怕不会轻易 放过自己 赵刚拿着那张画像 重点对着 炼气四层修为的那人对照 还让他做出逃跑的动作 很快 他摇摇头 收起了画像 看到他这个动作 贺师兄和刘青山眼中 露出失望的神色 现在把你们的 储物袋里的东西拿出来 让我们检查一下 赵刚收好画像 冷冷地对三人说道 三人虽是一脸便秘的神色 还是不情不愿地 从储物袋里往外拿东西 这几人的修为都比他们高 就算他们想逃跑 也是不容易 现在在宗门外 出了什么意外 都没人会管 赵刚三人看着他们 一件一件往外拿东西 眼中都闪过一抹幽光 这时候 若有看得上的东西 都是自己的 就是现在了 林十三一直仔细地 观察着三人 发现他们的神情变化 立刻翘无声息地 从树上滑下来 悄悄地从他们身旁掠过 向着宗门的方向 急迟而去 回家了 看着眼前青云门 三个古朴的大字 林十三暗自松了口气 他撤掉世家在身上的 木顿树 快步地向巍峨的山门走去 他拿出自己的身份玉牌 递给守山门的师兄查验 青云门历拍多年 门中弟子不计其数 难免有心怀不轨的人混入 因此进出的时候 都会查验身份 师爹 你这是从哪里回来 守门弟子查看过 他的身份玉牌 确定没有问题 笑眯眯地 把身份玉牌递还给他 不经意地问道 林十三立刻警觉 但脸上神色不变 淡定地答道 一个人修行太孤单 我去外面的镇上 买了一只小狗 来看家护院 也好有个伴 他说着 把藏在怀中的肉仔 拎出来给他看 很不错的一只狗 守门弟子 在肉仔身上扫了一眼 眼中流露出一抹轻蔑之色 示意林十三可以走了 修行之人 若是耐不住寂寞 终究难成大气 林十三松了一口气 结果身份玉牌 放进储物袋中 匆匆往清晰堂而去 清晰堂里 还是一样的热闹 里面人满为患 前来用妖兽 换取贡献点的窗口 排起了长队 不过场中的气氛 显得有些紧绷 好多人的脸上 都带着凝重之色 每个练气七四层的人 都会被再次盘问 林十三心中暗暗吃惊 看来那半眉欲绝 对黑脸难修非常重要 竟然花费不菲的代价 对杂役弟子层层盘问 同时也可以看出 那人在清云门中的地位 定然不凡 他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 盘问整个外门的杂役弟子 幸好自己丹田部位的 第九转练程 成功扩大了丹田 让自己的修为 降到了练气二层 不然 自己也会成为 重点怀疑对象 在这样 严格地盘查下 自己难免不会露出马脚 林十三默默地 排到对后面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三头风狼指 换取了九个贡献点 剑珠的那一对獠牙 只换取了一个贡献点 低阶的妖兽价值不大 能换取的修炼资源也有限 林十三查看了一下 自己的储物袋 除了这次收获的那些单药 老祖留下的50块下品零食 经过他一年修炼的消耗 还剩下20块 虽然他的境界之前 已经提上去 只要有足够的零食 他的修为 很快会恢复到炼器五层 但这段时间 显然并不适合 快速地把修为提上去 猎杀低阶妖兽 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挑战性 挑战猎杀更高阶的妖兽 现在的情况 显然也不合适 最后 他选择了先沉寂一段时间 在灵田园中 好好修炼九转一玄金的 炼体功法 然后再看看 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宗门任务 接一些合适的宗门任务 来获得修炼资源 去到购物窗口 零食三用十枚下品零食 购买了20颗铁线连 回到灵田园中 他紧动的心情 终于可以松懈下来 莫苍给他交代了一些 修炼的注意事项 就沉入到修炼当中 零食三去灵田园中巡视了一遍 回来就开始修炼 现在他的修炼资源有限 莫苍让他先用灵气淬炼 全身的肌肉 等灵气淬炼毫无效果的时候 再配合灵药一起淬炼 零食三先运转五行诀 吸引来大量灵气 在灵气入体后 他就运转九转一玄金的炼体法诀 开始用引入体内的灵力 锤炼全身的肌肉 他立刻感觉全身 似乎有无数把小锤子在锤打着 随着他引入的灵力越多 小锤子锤打的力度越大 他不断引入灵气 进入体内锤炼身体 很快 他房间内的灵气都变得稀薄 他的脸色也由红润变得有些惨白 身体表面开始有一些黑色的物质一出 当引入体内的最后一丝灵力 都被消耗殆尽 零食三尝出了一口气 收起功法 当零食三退出修炼状态 一股难闻的气味顿时扑面来 把他吓了一跳 他立刻跳起来四处查看 他还以为是有人入侵到他的小院 对他下毒 当他发现 那股气味是从自己身上发出来的时候 他的脸上瞬间变成了调色盘 一会儿红 一会儿黑 他迅速地跑到外面打水 把全身仔细地清洗了一遍 直到确认再没有一点意味才停下来 打理好自己 给肉仔拿了一些食物 自己也吃了一些东西 和肉仔玩了一会儿 就让他自己去玩 肉仔来了这里之后 显然适应非常良好 在零食三打坐修炼的时候 他会去灵天园各处玩耍 玩累了就回来躺在零食三身边休息 饿了就去零食三 专门给他准备的十分钟找吃的 别看他个头小 伸手却特别灵活 每天在各处上蹿下跳 在零食三练习青云拳的时候 他还会在旁边跟着嗷嗷的助行 零食三先到院中练习青云拳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力量似乎增加了不少 青云拳打起来更加的有威力 直到体内的灵力消耗一空 他才回屋修炼五行诀 上次在山洞中 他的灵力消耗一空后再修炼 让他感觉修炼速度快了不少 他想尝试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效果 因此 他决定每天都要把丹田内的灵力消耗殆尽 才开始修炼五行诀 用这个方法修炼一段时间后 他惊讶地发现 这样真的能够提升他的修炼速度 之前 他每次修炼都会拿出一块灵石来辅助修炼 现在他的灵石已经不多 还要用来购买炼体用的灵药 因此 这段时间 修炼他都没有使用灵石 但是他的修炼速度 似乎比之前使用灵石修炼 还要快上一丝丝 他又尝试了几天 没有把灵力消耗完就打坐 效果明显 没有这么好 虽然因为修炼五行诀的原因 比之前还是要快一些 灵石三果断地恢复了之前的修炼节奏 两个月后 光引入灵气 进入体内修炼九转一玄金 已经没有了太大的效果 灵石三拿出十颗铁线连 这个数量 是墨仓嘱咐他的最少数量 若是再少 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他准备今天服用铁线连 配合九转一玄金的修炼 看能不能让自己的九转一玄金 成功进入到第二转 他没想到 炼体竟然比之前扩大经脉 难了十倍不止 炼了这么久 才只炼成一转 第二转就要靠灵药辅助 要想修炼快 没有资源是不行的 他咬牙一次服下十颗铁线连 铁线连的暴虐药力 立刻在他体内炸开 他强忍疼痛 开始引导这些药力遍布全身 然后又分出一股灵石 引导灵力进入体内 刀割式的疼痛 瞬间从全身各处传来 服用了铁线连全身的疼痛 是之前的两倍不止 但比之前淬炼丹甜的时候 还是要弱一些 过程虽然难熬 但是效果也是明显的 服用了铁线连之后的这一次修炼 让他直接跨入第二转 进入第二转后 他灵的皮肤 开始泛着隐隐的金属光泽 全身的肌肉 充满了力量的美感 整个人的气质都得到了升华 兴奋地去洗了一个澡后 林十三开始在院中 练起青云拳 现在他就算不用精灵力 包裹在拳头上 也能一拳洞穿一块巨石 必须得想办法 获得一些修炼资源了 看着眼前被他一拳洞穿的巨石 林十三暗暗想着 这两个月 他也偷偷地去过两次林渊峰 想要拿回之前 被他埋藏在那里的储物袋 但他发现 林渊峰附近 总是有很多弟子在那里历练 宗门里 也还有一些人 在暗暗地关注着那些 修为达到炼器四层的弟子的动向 他没有贸然行动 悄悄地退了回来 只是猎杀几头 低阶妖兽带回来 留下一些给肉仔当口粮 剩下的就换成贡献点 宗门发布的任务 并没有适合他现在修为的 虽然以他的实力 有些任务肯定可以完成 但他的修为达不到 就没有资格领取那些任务 好在他现在修炼的五行诀 比之清云诀吸纳灵气的速度 快了不少 虽然现在 他每提升一层修为 需要的灵力会更多 但他的修炼速度 比起之前并不慢 经过这两个月的努力修炼 他离炼器三层也不远了 他开始尝试修炼不动冥王印 黑脸难修看样子就是一个魔修 而不动冥王印 专门克制魔修和妖兽 若是能够修炼成功 自己以后再遇到黑脸难修 自保的能力将会大大提升 说不定还有可能反制他 不动冥王印 总共四事 第一是 冥王现世 可召唤出不动冥王精神 镇压世间妖魔 第二是 冥王之怒 冥王一怒 可是魔千里之外 第三是 冥王困索 可将世间妖魔 进阶束缚其中 剑出斩妖除魔 还没开始参悟 只是学习了一遍 零时三就看得心情激荡 不动冥王在民间受万民朝拜 乃是除魔为道的人间守护神 自己学会了这套硬诀 将来斩妖除魔定不在话下 他立刻开始参悟第一是 冥王现世 只是 他虽然心思纯正 但阅历毕竟还是太少 连续参悟了一个月 他的修为都已经迈入炼器三层 九转一玄金的炼体诀 也在他狠心 把剩下的十块下品零石 全都换成铁线连来修炼后 只差一点就可以迈入第三转 可是不动冥王印的仓物 却没有丝毫进展 每次当他要抓住那一丝灵光的时候 却又一闪而逝 这天又一次仓物不动冥王印失败 林十三决定放松一下 去后山看看 能不能取回埋藏的储物袋 林十三收拾好 正准备出门 储物袋中却传来一阵震动 刚开始把他吓了一跳 不过很快他反应过来 这是从他的身份预排中发出来的 入门手册中说过 若是有大型的宗门任务 门内报名参加的人手不够 就会在宗门令中发布 让在附近想要参加的弟子 可以及时赶回来报名 他立刻拿出身份预排查看 宗门任务 青云门辖下黄石镇 出现大量妖兽残害平民百姓 线面向整个青云门招募200名 练弃三层以上的弟子 前往灭杀妖兽 每灭杀一头低阶妖兽 奖励十个宗门贡献点 这种任务的报酬 相对都比较丰厚 也是很多低阶弟子的 优先线选择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 在后山猎杀一头低阶妖兽 可只有三到五个宗门贡献点 现在却有十个贡献点 相当于翻了一倍不止 刚好他的修为 已经达到练弃三层 想到这里 林十三立刻调转方向 往青溪堂而去 等他到达青溪堂的时候 报名处已经聚集了好多人 林十三立刻排到队伍后面 前来报名的 大多数都是练弃七三 四层的人 他们并没有过多 外出历练的经验 多数只是在后山外围 猎杀一些低阶的妖兽 现在有了一次 外出历练的机会 且报酬翻倍 这些低阶的弟子 都争相前来报名 而这样的宗门任务 都会有助击七的长老带队 他们只需要猎杀低级妖兽 高阶的妖兽 就由长老们负责 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 而那些修为较高的弟子 则不屑接这样的任务 对比于他们来说 猎杀低阶妖兽 已经失去了意义 他们通常只会接一些 难度较大的任务 除非现在确实 没有其他合适的任务 才会前来报名 林十三的运气不错 登记到他的时候 是195号 任务窗口的师兄 发给他一个号牌 朝着大厅一侧的人群一指 让他去那边等着 林十三接过号牌 看了一下后面 还排着的长长队伍 默默地走到 左侧站着的人群边 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站好 幸好自己跑得快 不然就抢不到这次任务了 看着后面那些 因为没有领到任务 沮丧离开的人群 林十三默默地想着 领到号牌的人 跟我一起到前面集合 一名穿着执事服的弟子 走过来对着人群大声说道 说完 他带头转身往外走去 所有人立刻跟着他往外走 林十三也默默地跟着人群 一起往外面走去 来到外面的广场上 已经有近百人等在那里 你们先在这里等着 那位执事弟子说完 就回了清晰堂里面去了 看来先到的这些人 是之前就已经报名登记了 要去参加这次的任务 一些熟识的人 开始小声地交谈起来 场面瞬间热闹起来 林十三悄悄地朝那边望过去 里面大多数的人 也是练其三 四成的修为 不过还是有十来个人 他看不透修为 这些人 要么是没有接到合适的宗门任务 要么是宗门特意安排他们 来保护这些实力低下的弟子 不过他在那群人中 看到了一个 让他意外的身影 何大牛竟然也在那群人里面 没想到 他竟然能够从上次的 火云虎事件中活着回来 看来他虽然修炼天赋不怎么样 其他方面还是有所长 此时 他正满脸产笑地 和一个林十三 看不透修为的人说着话 那人虽然眼中闪过无奈 却并没有不理会何大牛 偶尔懒洋洋地回答他一句 得到回应 何大牛脸上的笑容 更加灿烂了 看来何大牛在那个小团体中 真的混得不错 否则以他练起一层巅峰的修为 这个练起后期的人 根本是连眼神都不会给他一个 猫有猫到 数有数路 只要他最后 能够成功修成大道 也就是好的 林十三默默地收回眼神 静静地等待着 长老来了 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句 周围的人瞬间安静下来 全都抬头朝前面看去 林十三也跟着人群 向远处的天空望去 只见两个飘逸的身影 穿着青云门的长老服 脚下踏着飞剑 游远即近 飞速地朝这边急驰而来 离得近了 林十三发现 其中一人正是周星长老 一年多不见 他脸上竟然有了一些皱纹 看来真的是寿远将近 否则 修炼者有灵气滋养 脸上断不会出现皱纹 另外一人身形修长 看着年纪不大 三四十岁的样子 满脸的意气风发 那个就是新近的晴云 晴长老吗 旁边一人小声说道 是的 听说晴长老以下品 土林根的资质 在五十岁的年龄 就进入了住基期 另一人眼中 满是羡慕地说道 晴长老真是厉害 才五十岁 就进入了住基期 是啊 像我们这种下品林根的人 能够在寿远耗尽前 踏入住基期 就很不错了 晴长老是得到了什么机缘吗 林十三默默地 听着周围的议论声 难怪那人满脸的意气风发 原来是新近的长老 周星和晴云踏着飞溅 一前一后落在了人群面前 见过周长老 晴长老 两人刚一落地 所有人就对着他们行礼 所有人都到齐了吗 周长老淡淡地扫视了一眼人群 声音不大 却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犹如他就在你耳边说话 回禀周长老 此次猎杀任务报名的两百人 已经全部到齐 一个身形修长的杂役弟子 上前一步 恭敬地向周星回话 看到他直接对着周星回话 站在旁边的晴云 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眼中露出一抹不满之色 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 很快脸去眼中的那一丝不满 这些人眼中只有周星 这个寿元将近的老东西 等到了黄石镇定要让他们看看我的手段 到时他们就该知道 到底该巴结谁 好 现在我给大家讲讲 这次任务的具体内容 周长老朝着那名弟子 微微点了点头 示意他退回队伍中 然后看向众人开口说道 那名弟子失了一个礼 恭敬地退回队伍中 此次黄石镇出现了大群鼠妖作乱 据传来的消息说 发现鼠王一只 低阶妖鼠数百只 鼠王由我和秦长老负责灭杀 你们的任务 就是到黄石镇各处 消灭那些低阶鼠妖 周星简单地说了一下 黄石镇那边的情况 和本次任务的奖励 最后拿出一个储物袋 对着刚才向他回话的那名弟子说 梁毅 这里面有两百张夏品顿服 是宗门为保障你们的安全 免费发放给你们的 你拿去分发给每一个人 是 周长老 梁毅大声地回答道 眼中闪过激动的光芒 没想到周长老竟然记得我的名字 他上前一步 接过周星手上的储物袋 随手指了几个人 和他一起分发这些顿服 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好事 是啊 若是我们自己购买一张 可是需要50贡献点 相当于5块夏品零食 所以 每次有这样大型的宗门任务 好多人都抢着报名 若是每月 都有几个这样的任务 就不愁修炼之源了 你想得美 一年都难得碰到一次 拿到顿服 大家都兴奋地议论着 林十三却在好奇着他们 怎么去黄石镇 两位长老的藤云术 能够带得了这么多人吗 哗 正想着 只见周星挥手往天空中一抛 一只船行法宝 被他抛向天空 法宝 被他抛向天空 就迎风而涨 很快就超过十丈长 却并没有停下来 直到长到约末二十丈长 三丈宽才停了下来 缓得落到地上 船虽巨大 落下来时 却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这是什么法宝 一些第一次参加 宗门任务的弟子 张大嘴巴 看着眼前这巨大的法宝 惊讶地问着身旁的人 非洲 没见过吗 宗门的飞行法界 一些之前就参加过 宗门任务的弟子 眼中闪着激动 脸上却努力装出一副 司空见惯的表情 非洲 能在天上飞的船吗 对啊 他不光能在天上飞 还飞得又快又稳 一些小门派 可没有这样的法器 一名年龄较大的弟子 满脸自豪地说道 看来这就是 莫爷爷说的非洲 修炼界的交通工具 不过看起来 似乎有些过于简陋 也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像莫爷爷说的那样 可以抵挡空间风暴 穿越时空乱流 零十三看着那 占据了广场 一半位置的非洲 心中暗暗想着 不过若是莫苍醒着 他定然会嗤之以鼻 这么简陋的飞行法器 也配叫做非洲吗 周星和晴云 一前一后 飞升上了那艘巨船 一座扶梯 缓缓从船上降了下来 大家排好队 依次上去 看到扶梯落下 梁翼站出来 指挥这些弟子 排队上去 零十三跟随着 一众兴奋异常的弟子 往那艘非洲走去 心中也闪着莫名的激动 上了飞船 他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站定 静静地等待着飞船起飞 周围的弟子 还在小声地议论着 零十三用心地聆听着 也许这里面 就有一些有用的消息 零十三 你也抢到了参加 这次任务的名额啊 何大牛不知何时 站在了他的旁边 带着一丝的探究问道 侥幸得到了一个名额 零十三微微一笑 看向洋溢着 质得意满笑容的何大牛 上次去后山历练 让他明白了 修炼界的残酷竞争 对于何大牛的形式做派 他也能够理解 但是那样的路 却不适合他这样的性格 因此 他对何大牛的形式风格 说不上讨厌 但也谈不上喜欢 你的修为 已经达到练气三层了吗 没想到你凭着 杂铃灯的体质 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修炼到练气三层 何大牛眼中 飞快地闪过一丝妒忌 却还是假装欣喜地说道 何大牛的话音刚落下 站在他们周围的几个人 都疑惑地看了过来 我运气好 上次去后山中 侥幸捡到一个 装满零食的储物袋 面还有几块零食的 灵力特别充沛 用光了 那里面的零食 也是昨天才刚刚 进入练气三层出气 看到旁边的人 望过来的疑惑眼神 零食三星中立刻警觉 假装兴奋地说道 若是被别有用心的人 注意到 他的修炼速度这么快 定然会给自己引来祸端 你的运气可真好 刚才周长老说了 等会儿行动的时候 最好是几人一组 我是跟着练气七层的 王师兄一起 你要不要我 帮你向王师兄说说情 让他也带上你 何大牛悄悄地指了指 站在前面的那位王师兄 眼中含着算计地说道 若是零食三愿意跟着他们 那他这次的任务 就甭想得到奖励了 零食三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正是之前和何大牛 站在一起的那人 不用了 零食三果断拒绝 修炼界没有白得来的庇护 大家站好了 我们马上出发 何大牛还要说什么 王毅在船头高声喊道 零食三立刻侧身看向外面 庞大的飞船缓缓升起 向着青云门外飞去 飞船升得越来越高 它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高空中呼啸的刚风 顿时吹着船上 这些修为不高的弟子 身形东倒西歪 一些反应快的人 立刻运行体内灵力 稳住自己的身形 牢牢地抓住船舷 一些反应慢的人 直接被吹得摔倒在船板上 引起阵阵窃笑 见状 站在船头的周星 立刻大手一挥 幻化出一个灵力护照 把整个非洲笼罩其中 非洲上的弟子 才得以站稳身形 大家才有心情探出头去 观看沿途的风景 何大牛更是直接被摔在地上 半天没爬起来 灵力护照升起后 他从地上爬起来 假装若无其事地拍了拍衣服 话都没和零十三说一句 就往前面挤去 若不是担心周长老 发现他的实力不够 把他从队伍中踢出去 他才懒得躲到这后面来 现在飞船已经起飞 周长老就算发现了 也不会再把他送回去 零十三既然如此不识相 他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多浪费时间 何大牛边往前挤 边在心中恨恨地想着 飞船大约飞行了一个十分左右 速度开始慢了起来 很快降落在一个小镇外面 看来这就是黄石镇了 所有人下船后 都安静地站在那里 等待两位长老发号施令 何大牛小心地站在 黄石兄后面低垂着头 虽然已经到了目的地 但是能不被长老发现 就尽量避免 零十三一下的飞船 就开始打量着 前方那个被一片稻田环绕的小镇 入目尽是一片凄凉的景色 此时已是近黄昏 小镇中却只有 稀稀落落的几缕吹烟升起 镇外田中的稻谷 也是东倒一片 西倒一片 那些倒下的稻谷 显然是不会有什么好收成了 看着那田中快要成熟的稻谷 就这样被糟蹋了 零十三星中 升起一股愤怒的火焰 粮食是这些凡人百姓的立身之本 却就这样被那些妖鼠糟蹋了 这些妖鼠太可恶了 不在妖兽森林中待着 却跑到凡人生活的地方作乱 等一下 定要杀他的片甲不留 看着眼前的一切 零十三星中恨恨地想着 周星长老看着大片被毁坏的农田 皱起了他血白的眉头 他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片韵怒之色 而秦长老眼中 却闪过兴奋的光芒 他正在计划着 等一下如何行事 才能盖过周星的风头 所有人都下了非洲 周星大手一挥 那艘巨大的飞船迅速缩小 很快就变得 只有八掌大小 飞入他的手中 把非洲收入妖间的储物袋中 周星看向眼前的这些年轻弟子们 到达目的地 他们一个个眼中 都露出跃跃欲试的神情 就连那些老弟子也是如此 这还是一群出出茅庐的年轻人 对于修真界真正的残酷 恐怕还一无所知 他们哪里知道 即便在安全的任务 也有可能会出现意外 当他的眼神扫过临时三时 眼中露出一抹惊异的神色 其他人眼中闪过的都是兴奋 只有他眼含怒火 这个弟子的心性不一般 其他人还在为可以猎杀妖兽 获取奖励而兴奋 他想到的 恐怕是这件事 对于那些凡人百姓的伤害有多大 不过他的心性虽不错 但在门中若无人维护 能不能成长起来 还很难说 若我不是寿命无多 都想收他为徒了 罢了 以后能照顾他的地方 多照顾他一下 周星脑海中 瞬间划过无数念头 妖鼠通常都是晚上出来作乱 我们先到镇里 去了解一下情况 周星不再多想 示意晴云 带着所有弟子 往黄石镇而去 秦云正在想着 如何找机会得到主动权 听到周星的话 他眼中闪过一片光芒 立刻对着面前的一群弟子喊道 跟我走 喊完 他施展起步伐 就往黄石镇而去 周星并没有跟着秦云一起走 而是站在那里 看着这些弟子 施展着自己所学 兴奋地追着秦云而去 林十三看着站在那里的周星 并没有急着离开 这是一个接触周长老的好机会 这一年多来 他一直想找机会弄清楚 周星长老 是否就是当年替老祖送回遗物的那位周星 但以他刚入门的杂役弟子的身份 根本无法接触到长老层面的周星 他曾经想过 用灵石像清晰堂的执事弟子打听 但一百多年前的事 根本不是这些年轻弟子能知道的 何况 当初的林远 也不是什么精彩绝艳的人物 更不会有人记得他的事 等所有人都走了 他才抬脚往环 站在那里的周星走去 你叫什么名字 正当灵石三思考着 找个什么样的理由 向周星搭话的时候 周星却主动微笑着朝他问道 周长老 晚辈名叫林十三 林十三对着周星 施了一脸恭敬的答道 林十三 是个好名字 你今年多大了 周星边说边施展起功法 跟着前面的队伍儿去 林十三随即也施展功法 跟在周星旁边 听到周星这么说 林十三灵机一动 说道 回长老 晚辈今年十四岁 我起这名字 是有原因的 哦 什么原因 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周星似乎对他的名字很感兴趣 如林十三所愿问道 心中却在暗自想着 十四岁 是前年入的宗门 会被分到外门做杂役弟子 林登都不怎么好 现在能够修炼到炼气三成 已经很不错了 我家在一百多年前 有位叫林远的老祖 得以拜入青云门中修炼 却在一次历练中 被人暗算而亡 此后 家族中一直没有再出现 有修炼资质的人 到我这一代 已经是第十三代 所以 爷爷给我取名林十三 林十三一边说着 一边小心地观察着周星的表情 可是周星却并没有什么异常的表情 周星脸上神色虽没有变化 但在听到林远的名字时 心中却是一动 难道是我那年轻时的朋友 如此想着他 仔细打量起林十三的长相 确实有两三分林远的影子 他随即向林十三问道 你的祖籍是哪里 齐国梁县河边镇 林十三心中一喜 立刻回答 你有什么证据吗 当年老祖的一位至交好友 帮着送回了他的遗物 就装在这个盒子中 林十三边说 边从储物袋中 拿出那个放着林远遗物的墓盒 恭敬地递向周星 幸好 他一直把老祖的遗物带在身边 周星在看到那个墓盒时 眼中终于划过一抹异样的光芒 但他并没有接过那个墓盒查看 孩子 快收起来 没想到你 竟然是林远兄的后人 我和你老祖 当年是生死相交的朋友 以后在门中遇到什么事 都可以来找我 我虽然寿缘将近 但在门中也还有些根迹 周星脸上露出一抹怀念的神色 随即在林十三肩膀上拍了拍说道 周长老 你就是当初送回我家老祖遗物的那位恩人 听了周星的这些话 林十三心中感动 却也证实了 周星就是当年那位仙长 恩人谈不上 那都是我作为朋友该做的 以后 在私下里 你就叫我周爷爷吧 周星很快收起外露的神色 但笑着说道 周爷爷 你知道当年是谁害死了我家老祖吗 林十三没有矫情 立刻改口 开始向他询问当年的事情 当年的事情 你现在还不适合知道 等以后有机会了 我再告诉你 他们快要进入镇里了 我们赶快赶上去 周星却不愿多说当年的事 指着前面快要消失的清云门弟子们说道 好的 周爷爷 等我实力提上来了 你再告诉我 林十三没有继续追问 现在也不适合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加快了脚步 向前面的队伍追去 仙长来了 是仙长们来了 还没进入黄石镇 林十三就听到一阵兴奋的喊声 犹如溺水绝望的人 瞬间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即便他落在最队伍的最后面 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看来黄石镇的人 早就安排了人在阵外等待他们 这一刻 他感受到了 身为修仙者所必须要承担的一份责任 我们修炼 不光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 寻求长生不老 降妖除魔 守护着天下百姓的安宁 也当是我被修炼者的责任 周星坚定的话语 传入林十三耳中 虽然他的声音不大 却还是让林十三感受到 震耳发聩的震撼 我这里有一枚中品的盾符 和两枚中品防御土枪符你拿着 等一下我可能没有时间顾及到你 不等林十三说话 周星从随身的储物袋中 掏出三张符传 悄悄地塞到他的手中 这些年 他为了突破至金丹七 把所有的资源都消耗一空 因此 他现在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也不多 只有这三张符传 在关键时刻 对林十三有一二用处 多谢周爷爷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等我以后出去历练 寻找了菩提果回来 助你突破 这些符传正是他现在所需要的 林十三没有拒绝周星的好意 小脸上满是严肃地对他说道 在第一次碰到周星 知道他受缘不多的时候 林十三就在想着怎么帮助他 后来在宗门的那本灵药介绍上 林十三读到菩提果 可以助人突破境界 他就想着有一天出去了 要为周长老寻找一枚菩提果 助他突破现在的智谷 好 我一定等着那一天 我先到前面去了 周星脸上露出笑容 并没有反驳他 交代一声后 瞬间加快速度 往队伍的最前方而去 心中却是暗自想着 果然是林远兄的后人 都是性情中人 不过菩提果哪有那么好寻到的 这一百多年 他也想了不少办法 却始终没有寻到一枚 对于自己受缘将近这件事 他现在已经能够坦然面对 相比起普通人 他已是多活了一百来年 这一百多年 他遵循自己本心行事 所作之事 皆是无愧于心 即便离去转世投胎 想来也可再世为人 恭迎仙长 周星刚走到前面 就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带着一群人跪在地上高声跪摆 想来这些都是黄石镇的老百姓 起来吧 他还未来得及有所动作 秦云就端着一副 世外高人的模样 对着跪在那里的黄石镇老百姓说道 周星暗暗地皱了皱眉头 不过现在也不适合 在这个问题上去争论 出发前 清西堂的楚堂主 特意找他过去 叮嘱他多照顾一下秦云 不过秦长老恐怕不是这么想的 想到这里 他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竟待秦云下一步安排 跟在后面的这群弟子 看着这景象 都不自觉地挺直了腰背 身为修炼者的优越感 显露无遗 跪在地上的众人 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 但却没有人敢抬头看向他们 哪位是镇长 出来说说现在的情况 秦云看着眼前的情景 一股满足感油然而生 却努力地保持着 一脸冷漠的神情 对着眼前的人群问道 小老黄有良 见过仙长 他的话音刚落下 就见站在人群最前方的那位 白发苍苍的老者 颤颤巍巍地走出人群 弯着腰低着头回答道 妖鼠是何时出现的 秦云看着黄有良 摇摇欲坠的样子 皱了皱眉头 还是开口问道 妖鼠是三天前出现的 黄有良虽然身形不稳 还是努力弯着腰 低着头回答道 我们还是去镇里面 找个地方再说 秦云正欲继续问话 周星却先踏一步说道 秦云被他打断问话 心中闪过一阵怒火 不过想到出发前 舅舅交代过他 要多听从周星的意见 他强忍住了心中的怒火 门声说道 还不前面带落 黄有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弯腰侧身对身后吩咐道 羽儿 在前面给仙掌们带路 仙掌们 请跟我来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立刻弯着腰 从迎接队伍中走出来 躬声对着清云门众人说道 然后转身在前面引路 后面又出来两个青年壮汉 搀扶着黄有良 走到路边等待 秦云瞥了一眼被扶走的黄有良 轻哼一声 率先跟着那青年 往黄石镇内走去 周星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中暗自摇头 他自己也已是迟暮夕阳 路过黄有良的时候 他悄悄地打了一道灵力 进入他的身体 黄有良瞬间感觉神清气爽 将要酷结的身体 瞬间得到滋润 多谢闲长 他正脱开那两个青年的搀扶 跪倒在地上 虔诚地高喊 直到清云门众人走远 他才从地上站起来 两个青年诧异地看着他 现在他不需要人搀扶 也能走得稳稳当当 顿时 众人对清云门的先长的 崇敬之心更甚 那叫羽儿的年轻人 带着清云门 众人来到黄石镇的一处广场 一路上 碰到黄石镇的百姓 他们都会跪下来 恭敬迎接 镇里不少房屋都遭到破坏 一些房屋的墙上 全是大大小小的破洞 甚至还有几处房屋 已经倒塌 妖鼠的数量有多少 他们有什么攻击手段 秦云现在也意识到 他刚才让黄有梁站在那里 回话有些不妥 因此到了一处宽阔地 他就向带路的那名青年问道 不再等黄有梁 恐怕有两三百只 妖鼠出现的地方 会凭空冒出巨大的吐刺 黄羽说到这里的时候 眼中满是害怕之色 妖鼠是怎么出现的 秦云继续问道 我们也不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只是毁坏田里的农作物 后来他们闯入到阵中 开始破坏房屋 甚至 黄羽说着 身体开始微微地颤抖 甚至是什么 秦云好似 没有看到他害怕的样子 继续追问 甚至生吞活人 黄羽在他的追问下脱口而出 妖鼠虽是杂食性动物 但袭击活人的势力 还是很少见 你这么说 有什么证据 秦云继续问道 扑通 虽然秦云的声音 并没有多大变化 黄羽还是吓得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快速说道 请先长明鉴 昨天镇上有十余人 在晚上无故失踪 我们才猜测 今天晚上我们会展出那些妖鼠 还你们宁静的生活 秦云眼中闪过疑惑 对跪在那里的黄羽说道 周兴的眼中 却闪过一抹担忧之色 这件事情 恐怕没那么简单 心中 闪过这个念头 他对着躬身 站在那里的黄羽说道 你回去 把镇上所有的人 都召集到这里来 今天晚上 由我来保护你们 谢谢先长 黄羽脸上闪过喜色 跪下磕了三个头 才躬身离开 旁边的秦云脸上 却闪过一抹不愤之色 这群渔民 不过三两句话 就让他感激流涕 周兴这老东西 还真是个老滑头 秦长老 这件事情 恐怕没那么简单 我们还是小心为上 黄羽离开后 周兴对着秦云说道 不过是一群妖鼠 就算是那鼠王 我们其中一人 也能轻松应对 既然他们胆敢伤人性命 今晚就让我灭了他 秦云满脸轻蔑地说道 还一口抢下面了鼠王的任务 以他们的修为 用来对付 这区区土形鼠的鼠王本 就有些大材小用 不过这是门中规矩 因此 秦云对这次的任务 其实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既是如此 今晚那鼠王若是出现 就交给秦师弟了 我这把老骨头 就占个便宜 守着这群小崽子 周兴见他不听劝说 便失了与他说下去的兴趣 如此甚好 周师兄本也擅长带对历练 我就先去恢复一下灵练 这些弟子 就交给周师兄了 秦云淡笑一声 略带讽刺地说道 说完也不等周星回答 找了一个地方 盘腿坐下 开始调息起来 林十三随着一众青云门的弟子 站在那里 也来听到了 黄石镇现在的大概情况 他也从中听出了一些异常 那些妖鼠之前 是没有进入人群居住的黄石镇 后来才进到镇里 破坏房屋 害人性命 这中间肯定是有原因的 莫爷爷曾经说过 若没有特殊的原因 妖兽 是不会进入到 凡人聚集的城镇肆虐 不过 以他的阅历 站在那里想了老半天 却还是没有任何头绪 到时 只能见机行事了 随着他们说话的这一阵功夫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夜晚很快就将来临 周星看了一眼 暗下来的天色 妖鼠 很快就要出来活动 他开始向青云门中的弟子分配任务 修为最高的二十人站出来 立刻有二十人站出来 走到人群前面 周星看了看站出来的那十个弟子 眼中隐隐闪过担忧之色 他们的修为 普遍不是很高 多数是练器五层 练器六层的有五人 练器七层的只有二人 不过这也很正常 修为高一些的人 都去执行那些难度大 报酬丰厚的任务了 像这种没有什么难度 报酬也不高的任务 他们通常都不会参加 现在开始组队 每十人为一队 每一队中 最少都要带四名练器三层的师弟 周星对着众人吩咐道 之前他考虑的 是五人为一队 且让他们自由组合 但当他听到说有人无故消失 他就改变了想法 让十里强的人 带几个十里弱的人 这样就算发生意外 他们存活下来的几率 也大一些 周星的话音刚落下 就在人群中引起了骚动 这些人好多在出发前 就已经组好了队 谁也不想带上 与自己不是很熟的拖油瓶 林十三也是皱起了眉头 自己这一年多来 并未结交到什么朋友 本来想单独行动 猎杀一些低级的妖鼠 再加上自己 现在的修为看起来 只是练器三层出气 恐怕哪个队伍 都不想要自己加入吧 算了 等一下让其他人先选择 最后哪队还缺人 我就加入哪队吧 你们是有什么意见吗 周星神色一宁 话语中带上了几分威压 所有人立刻安静下来 弟子不敢 所有人瞬间冷静下来 对着周星行离请罪 周长老虽然为人温和 但他毕竟是长老 他所下达的命令 不是他们这些小弟子 可以违抗的 现在开始组队 周星严厉地说道 他虽然为人温和 但该严厉的时候 还是毫不含糊 这次再没有人说一句话 大家都开始在心中衡量 加入哪支队伍 多数人 还是拉着相熟的人一起 加入一个队伍 王师兄那支队伍 很快超出十人 他皱着眉头 踢出了几个 练气四层修为的人 留下了 三个练气三层巅峰的弟子 和何大牛这个练气 一层巅峰的人 另外一个练气 七层修为的师兄的队伍 也很快有了十人 他同样留下了 四个练气三层巅峰的弟子 林十三等所有人 都选好了队伍 才慢悠悠地 向唯一那个人数不够的队伍走去 这一队的队长 是一个练气五层出气的师兄 除了他还有两个练气 四层中气修为的弟子 剩下的七人 修为全都在练气三层 这七人中 包括林十三在内 还有三人只有练气 三层出气的修为 周星看着这样的情形 皱了皱眉头 不过 他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谁都想与实力强的人为伍 但有时候 跟着实力强的人 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再加上这个任务本身 并没有多大难度 他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增加他们活着的几率 才做出这样的安排 所以当他看到 林十三站在了那一支 实力最弱的队伍里面时 心中也没有过多的担忧 你们四支队伍 去镇子的东边 分开巡逻 你们去镇子的东边 分开巡逻 剩下的四支队伍 去镇外的凉田中巡逻 周星开始分派 每一队所在的范围 确保每个方位 都有练气六层以上的弟子 然后给每个带头的弟子 发了一张信号符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被分到镇外巡逻梁田的 四支队伍明显有些失望 刚才他们都听到了 现在那些妖鼠 都到镇里面来了 镇外的梁田里 可能反而没有多少妖鼠了 不过他们也并没有反驳 各自带领自己的队伍 往镇外而去 林十三所在的队伍 被分配巡逻黄石镇的东边 实力最强的梁翼 那支队伍也在这片区域 虽然周星认为不经历磨练 实力很难得到提高 林十三现在的修为实在太低 黄石镇的情况 也确实有蹊跷 自己也不能保证 百分之百不会发生变故 因此有一个实力高一些的人 在他附近自己才更放心 所有弟子都按照分配的方位而去 镇上的老百姓 开始陆陆续续来到这片空地上 一些附近村镇有亲戚的人 在妖鼠出现后 就举家出去避难 因此 整个黄石镇的百姓 全部聚集过来 也才六七百人 秦云也收了攻法 起身离开去打探妖鼠的情况 林十三也跟着所在的队伍 往黄石镇的东边去 他们这支队伍的队长姓杨 单名一个简字 他身形高大 长着满脸的落腮胡子 是个性子直爽的人 队伍中大部分人 都只有练起三层的修为 虽然让他很郁闷 但谁让他自己修为也不高 调整好心情 他开始行使自己 作为队长的责任 他让那两个练起 四层修为的人 一个走在队伍的中间 一个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而他自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随后 他让每个人介绍了一下 自己所擅长的攻法 那两个练起四层的弟子 一人是水灵根 擅长水系术法中的 水雾术和水剑术 立于远攻 另一人乃是火灵根 修习的是烈火剑法 适合近战 七个练起三层的弟子中 包括零十三在内 有四人表示 善于青云权 另外三人中 有两人也表示 擅长剑术 剩下一人 擅长火系法术 火球术和火墙术 从秦云的问话中 得知这里出现的 应该是土形术 之前零十三就发现在 在他施展土盾术的时候 对土系灵力的波动 会非常的敏锐 因此 他早早地施展出土盾术 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 察觉妖鼠的出现 今晚的夜非常安静 除开两队人马 在相遇时的短暂交流 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使得周围的空气中 都流露出几分紧张 零十三 你说这些妖鼠 什么时候会出现 走在零十三前面的那位身形 略微瘦弱的弟子 忍不住与带兴奋的 小声问道 他就是队伍中 那个擅长火系术法的石雷 也是队伍中 唯一擅长远攻的人 我也不知道 我们只要一直保持警惕 在妖鼠出现的瞬间 定然会发现他 零十三小声地回答道 我不是很擅长探查 听到零十三这么说 石雷有些腼腆地说道 他的语气中 透露出一丝丝的紧张 杨师兄秀为高深 他肯定会比我们 先发现妖鼠的行踪 到时候 定然会提醒我们 零十三安慰他道 说的也是 有杨师兄在 那些妖鼠只要出现 定然跑不掉 你之前出去历练过吗 我这还是第一次出来历练 看了一眼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杨检 石雷点点头说道 我之前也只到 青云山脉中历练过一次 这也才是第二次出来历练 零十三随口说道 那你上次去青云山脉 碰到金剑猪了吗 金剑猪是不是很强壮 他的獠牙是不是很尖利 石雷眼中闪过一丝羡慕 有些激动地问道 他以为零十三 也是像其他第一次 去青云山脉中的 历练的弟子一样 只是在山脉外围活动 碰到了 他的獠牙确实非常尖利 皮肤也很坚硬 普通的刀剑都无法伤害到他 那你杀死他了吗 时间慢慢过去 直到五月十分 妖鼠还是没有露出丝毫行迹 寂静的夜晚中 只听得到自己这一对人的脚步声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为了不露行迹 全都在自己身上施展隐匿术法 只是他们很快发现 施加了法术 自己的灵力就会不断消耗 虽然隐匿法术需要的灵力并不多 但消耗的灵力 却无法得到及时补充 几个炼器三层出气的弟子 很快就感觉有些吃力 若是妖鼠在他们灵力 消耗巨大的时候出现 他们的战力将会大打折扣 因此 杨检果断下令 让所有人撤掉施展在自己身上的术法 只保持运行轻云绝 让体内灵力一直保持聪明 时间流逝 很快到了迎食出 妖鼠还没有出现的迹象 镇中心的那片空地上 老百姓们三五人 依偎在一起 已经沉沉睡去 这几天受到妖鼠的惊扰 他们都没有好好休息 今天有了仙长的守护 虽是在这露天野外 他们也安心地沉沉睡去 周兴盘腿坐在一边 眼见着就要到黎明时分 妖鼠却还是没有出现 他并没有放下心来 反而心中更添一分凝重 晴云去查找妖鼠的下落 他们约定每隔半个时辰 在这里碰头一次 之前他都能暗示回来 这次已经超过一刻钟了 还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出现 周兴的心中莫名有些不安 不能离开 全镇的老百姓都在这里 晴云虽然刚进入住基期 但以他的修为 对付一只鼠王 应该也没有问题 周兴看了一眼 广场上的熟睡的老百姓 闭上眼睛 放出自己的零食 笼罩在整个黄石镇 查看周围的情况 还是没有一只妖鼠出现 弟子们都按照各自的区域巡逻着 不过明显比之前放松了不少 所有人提高警惕 防止妖鼠从地下突袭 察觉到大家的精神 都开始松懈下来 周兴立刻说道 他在声音中施加了一个小数法 并不会影响到 这些睡着的老百姓 却会让远处巡逻的弟子们 有着一种震耳发聩的感觉 清云门的弟子们 在听到他的声音的瞬间 精神迅速提振 妖鼠来了 妖鼠来了 正在这一瞬间 小镇的四面八方 都传出了惊呼声 大家小心 妖鼠来了 杨检和林十三 几乎同时示警 杨检眼神诧异地 朝着林十三看了一眼 心中划过一抹疑惑 这个炼器三层出气的小尸弟 怎么也这么快发现妖鼠的出现 不过现在 他并没有时间和精力 来思考这个问题 随着他们的话音落下 一只之足 有小猪仔大小的土形鼠 从周围的房屋中窜了出来 一眼看去 起码有二 三十只 注意脚下 林十三感觉地面一阵异动 立刻大声喝道 同时 他全身灵力运转 转化成精灵力 附着在拳头和双腿上 以他现在灵力的充沛程度 已经可以长时间支撑这个术法 吱吱吱 随着土形鼠的身形出现 一根根土刺 也从他们脚下冒了出来 杨俭和那两个炼器四层的师兄 战斗经验 显然要丰富一些 他们在土形鼠出现的瞬间 就摆出了防御姿势 在土刺出现的瞬间 他们就各自施展手段 把他们附近出现的土刺粉碎 杨俭还连带帮助自己身后的 两名炼器三层修为的师弟 避免了被土刺刺穿脚底的命运 两位炼器四层的师兄 也各自护住了一人 林十三后面的石垒 和前面的另一个炼器三层弟子田七 在土形鼠出现的时候 还在兴奋地看着那些串出来的鼠影 完全不知道危险就在脚下 几位修为高一些的师兄 已经没有余力来帮助他们 关键时刻 林十三的两手一伸 一左一右拉着两人的胳膊 直接把他们提了起来 他双脚闪着淡淡的金光 踩着灵波布 避开地面突然冒出来的土刺 快杀妖鼠 杨简大喝一声 挥着长剑 斩向前方乱窜的鼠群 避开了这一波突袭的吐刺 林十三放下两人 握着拳头 往出现的鼠群冲了过去 石垒和田七 瞬间清醒过来 感激地朝林十三的身影看了一眼 也各自开始行动 石垒开始念念有词 很快一个拳头大的火球 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伸手一指 那火球就像一只乱窜的土形鼠飞去 田七也挥着他手中的长剑 扑向出现的土形鼠 所有的人都开始施展自己所长 灵活 速度也很快 还不时从口中吐出土刺 干扰他们的攻击 林十三九转异玄境的炼体法掘 已经快要突破到第三层 就算没有灵力的保护 普通刀剑也不能伤害到他 何况现在他还用精灵力包裹着双腿 地上冒出来的土刺 被他几乎没了威胁 他只用挥舞拳头 击碎土形鼠 从口中击射而来的土刺 土形鼠的攻击 被他就完全造不成伤害 虽然土形鼠的速度很快 但他全力运起零波布 击杀起低阶的土形鼠来 也毫不含糊 很快就有四只土形鼠 被他击杀 除了林十三 杨简也很快击杀了三只妖鼠 只见他的长剑上 腾起刀的火焰 土形鼠只要被他的火焰剑气扫中 就立刻被斩成两段 两位练弃四层的师兄 也是挥舞着各自手中的长剑 分别斩杀了两只妖鼠 其他六人则全被地上冒出的土刺 和土形鼠口中吐出的尖刺 逼得手忙脚乱 只一人误打误撞 用手中长剑砍杀了一只土形鼠 石磊更是连竖法都无法再施展 东躲西藏中 好不容易成形一枚火球 却因为无法集中精神控制火球 还没有飞到土形鼠身上 就已经消散 在这样的情形下 他的双腿 已经被从地上冒出来的土刺 刺得鲜血淋漓 虽然只是皮外伤 并没有伤到筋骨 但对他的行动 多少也造成了一些影响 即便他们加起来 已经斩杀了十只妖鼠 不停地滋滋叫着 口中不断地喷射出 一枚枚尖利的土刺 地上也不时有一枚枚土刺冒出 突然袭向众人的腿部 他们渐渐被冲散开来 杨俭和那两个练器四层的师兄 都被十几只土形鼠所包围着 零十三的四周 也为了十几只土形鼠 他们上蹿下跳 并不靠近 只是围着青云门众人 远远地喷出土刺 如此形势下来 几人都疲于追逐 反倒没有开始时 那么容易击杀这些土形鼠 那几个练器七三层的弟子身上 很快都受了些轻伤 各自被几只土形鼠追逐的 只能利用身法不停逃窜 你们几个想办法聚在一起 抵挡土形鼠的攻击 几个修为较高的人 都没有办法顾及他们 而自己应付这十几只土形鼠 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帮助他们 零十三只好向他们喊道 几人听了零十三的建议 立刻施展各自的身法聚在一起 他们很快商议出应对的办法 几人围成一个圆阵 外面四人轮流抵挡 飞射过来的土刺 石磊在中间发射火球 远程攻击那些土形鼠 剩下一人在中间休整 外面有人体力不支 他就随时上前替换 随着他们圆阵的形成 配合熟练后 就很少再被飞刺击中 石磊的火球 偶尔还能打中一只 闪避不及的土形鼠 零十三在右击杀了几只土形鼠后 陷入沉思中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这些土形鼠似乎越杀越多 虽然它的灵力深厚 且因为炼体小成 每次挥拳消耗的灵力并不多 但也经不住长时间的消耗 这些土形鼠是最低阶的妖兽 按道理在口中不停喷出土刺的情况下 它们没有余力再发动土刺树 让地上也不时冒出土刺 刚开始它以为是地下 也藏着一些土形鼠 但经过它的一番查探 地下并没有土形鼠 埋伏在那里袭击 况且 这样大面积的土刺树 也不是这些低阶的土形鼠 能够发动得了的 难道是鼠王 这个想法略过 林石心中极跳 若是鼠王的话 它们定然没有办法应付 都要成为鼠王的口中食物 不过很快 它又否定了这个念头 若是有鼠王在附近 它用不着躲藏起来偷袭 直接出来 三两下就能把它们 这群人吞入腹中 难道是还没有完全 进化成鼠王的土形鼠 林石三突然想到 之前莫苍给它讲过 妖兽的进化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若没有特别的机遇 它们也是要靠长时间的积累 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在它没有正式变成妖王前 被称为小妖王 小妖王的实力 没有妖王强大 但比普通的妖兽 却要强上太多 不过 大多数的妖王在发现 有要成长起来的小妖王时 都会将之击杀或赶出族群 以免它成长起来 和自己争族群的领导权 想到这里 林石三不再急于 击杀这些土形鼠 它利用身法 在鼠群中穿梭 然后放出自己的灵石 一点点仔细查看 周围实杖内的情况 但是一圈探查下来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林石三不死心 继续探查 这一次 它更加仔细 连那些房屋里面的 家具缝隙都没有放过 终于让它发现了一处异常 在它右侧的一处 房屋的灶台下的烧火洞中 有着极浓郁的土灵力波动 那里面肯定藏着一只 比这些土形鼠 更加厉害的土系妖兽 也许正是它在指挥着 这些土形鼠 才让它们的攻击 这么的有条不紊 既然发现了异常 林石三决定过去查探一番 但也不能太明显地往那边去 老鼠是非常敏锐的动物 它只有不经意地 进入到那间屋子 或者是突然袭击 才不会引起它的怀疑 给它逃走的机会 只是其他几人 也都被围攻着 并没有余力来掩护它 虽然大家应该都 还有一些保命的手段 没使出来 但现在 毕竟战斗才刚开始 这鼠群的数量 也不知道还有多少 没有到危急时刻 谁也不会使出 自己保命的手段 看来只能边杀边 不着痕迹地靠近那个房间 然后再来个突然袭击 想到这里 林石三不再节约灵力的输出 加大了手上的力道 顿时 它的拳头上 闪起一层耀眼的金光 出拳的速度 也比之前快了两倍有余 支 支 顿时有两只窜过的土形鼠 被它的拳头击中 悲鸣一声道飞出去 掉在地上没了声息 砸死你们这些臭老鼠 一击得手 林石三大吼一声 又是连续挥出几拳 伴着它的拳头 挥出 每一次都有一只土形鼠 被它击飞 那边的杨检几人 似乎也被它激起了好胜之心 各自大吼一声 灵力爆起 也是连续斩杀好几只土形鼠 石磊它们那个小团体 也是精神一震 随着它们的配合越发熟练 慢慢地 也能击杀一些土形鼠 围在林石三身边的土形鼠 很快被击杀进半 包围的圈子出现了缺口 它立刻寻了一个空隙 从鼠群中窜了出去 往右边那个房间冲去 只是它还没有进入房间 一大群土形鼠 就向它围了过来 看来里面果然有一场 林石三一眼中闪过一抹幽光 不再有所保留 闪着金光的青云拳 一拳又一拳地挥出 它完全不管 朝它急射而来的土刺 一只只土形鼠 被它砸中到飞出去 很快 它便把挡在前面的土形鼠 清理干净 趁着外面的土形鼠 还来不及冲进来 它一步跨进那个房间 挥着拳头 就砸向房中的灶台 哗 林石三的拳头 还没有砸中灶台 那个灶台就炸裂开来 一道土黄色的身影 从下面窜了出来 化作一道土黄色的闪电 扑向林石三 哲 哲 哲 随着扑过来的 那道身影而来的 还有三根手臂粗的土刺 从它口中喷出 齐齐射向林石三的要害 哄 哄 哄 林石三双拳即挥 使出青云拳中的第三式 碎云 108道拳影 砸向射过来的三根土刺 和那个土黄色的身影 急射而来的土刺 瞬间被它击散 那个土黄色的身影 也被它的拳头 砸得半个身体 陷入地面的泥土中 一拳砸完 林石三毫不停留 趁着那只妖兽 还没反应过来 它跨不上前 一把揪出 那个土坑中的身影 骑在它的身上 挥舞着拳头 又是一阵猛杂 鼠类妖兽动作敏捷 若是给它机会 让它反应过来 自己定然再没机会 抓住它 因此 林石三这一连串动作下来 没有丝毫的停顿 吱 吱 吱 身下土黄色身影 被砸得滋滋惨叫 很快 林石三感觉 有什么东西 从被它抓住的 妖兽身上掉落下来 那个身影 渐渐变成了灰黑色 滋滋的惨叫声 也越来越弱 等身下的妖兽 完全没了声息 林石三才停下了 挥动的拳头 这时它才有机会 来打量 被它压在身下这头妖兽 确实是一只老鼠 不过它的身形 恐怕有一只小牛犊那么大 是外面那些 袭击它们的土形鼠的三倍 之前被它击落的 那些土黄色物体 是一些泥土 想来是它施展在 自己身上的土系防御术法 看来真的是 土形鼠中的小妖王 之前干扰它们的 那些土刺树 应该也是它释放出去的 没想到 这里竟然会有 小妖王出现 它们这只队伍的 运气也太好了 林石三一边想着 一边把这只小妖王的尸体 收进了储物袋中 这可比外面那些 小土形鼠能换到的 修炼资源要多得多 只是它不知道 其他队伍也都遇到了 和它们这对相同的情况 大多数队伍并没有发现异常 还在疲于应付 源源不断的土形鼠 只有梁翼和王师兄 所带领的队伍 找出了指挥它们 那片区域土形鼠的小妖王 收好了小妖王的尸身 林石三又转身去把门口 那十几只土形鼠 收入储物袋中 外面的土形鼠 没了小妖王的指挥 阵型很快散乱 杨检率先打破了土形鼠的包围 把围在他周围的 几十只土形鼠屠杀殆尽 然后过去帮着石磊他们 击杀围攻他们的土形鼠 等他帮着把围攻 石磊他们的土形鼠杀光 那两个炼器似曾修为的弟子 也杀光了包围他们的土形鼠 这时林石三也从 那个房间中走了出来 所有人都眼含诧异地看向他 杨师兄 我们现在怎么办 林石三假装没有看懂 他们眼中的诧异 看向杨检问道 林石店 刚才是你把带头的土形鼠击杀了吧 杨检却并没有有就此罢休 直接问道 其他几人也都直勾勾地看着他 里面藏着一只小妖王 我也是无意中发现了他的气息 也是靠着之前得到的 一枚中品攻击符转 把他击成重伤 才得以侥幸击杀他 为了不引人注意 林石三只得编了一个谎言 幸好刚才在屋中 也没人看到他和小妖王的战斗过程 若是被有心人知道 他以练气三层的修为 就击杀了小妖王 以后他的日子将不得安宁 听到他是使用了一枚中品符转 才击杀了那只小妖王 大家眼中的差一眼去 不过也在暗自惊讶于 林石三的身家风后 竟然拥有中品符转 一些练气后期的师兄 都还不一定有中品符转 看来以后行事 还是要小心一些 看着大家脸上各异的表情 林石三在心中提醒着自己 大家赶快收拾战场 然后去支援其他队伍 得到答案 杨检大大手一挥 对所有人说道 以林石三现在的修为 也只有这个理由说的过去 两个练气四层的弟子 满脸高兴地 开始收取自己击杀的土形鼠 十雷几人 则是把他们击杀的土形鼠 统一收集起来 打算等任务结束后 几人平分 经过刚才的战斗 他们总算知道 为什么宗门不支持他们 在练气四层修为前出门 单独历练了 修为太低 他们体内储存的灵力不多 不足以支撑他们长时间的战斗 若是就这样单独出去历练 很容易就成为妖兽的谷腹之物 他们决定后面的战斗 都几人一起合作 这样既可以增加他们的战斗经验 自身的安全也更加有保障 林石三却尴尬地站在那里 他的储物袋已经装满了 林石三 你怎么不去收取你灭杀的土形鼠 石磊他们因为人多击杀的土灵鼠 右手 很快就收集完 看到林石三还傻愣愣地站在那里 不由问道 我这里还有一只多出来的储物袋 没有零石烙印 可以先借给你用 等回去了你再还给我 林石三正在想着怎么回答 杨简拿出一只储物袋递到他的面前 在石磊开口问林石三前 杨简也注意到了他的异常 不过以他的经验 很快就明白了问题的所在 刚才林石三战斗时的表现 他也看在眼中 虽然他现在的修为很低 但战斗经验却很老道 一套青云拳已被他修炼到十层火后 让他升起了结交他的想法 现在机会就送到了眼前 因此 他悄悄地把自己的一只储物袋上的 零石印记抹除 杨师兄 这怎么好 你把储物袋给我了 等一下你用什么 林石三并没有立刻伸手接过 而是委婉地拒绝 杨简虽看起来人品不错 但他们的交情还没好到 可以借给他储物袋的程度 上次进山捡了好几个储物袋 少这一个也不少 你若是觉得过意不去 这储物袋中的收获到十 你分给我十分之一 似乎是看透了他的想法 杨简笑着说道 那就谢谢杨师兄 看来杨简性格虽直爽 但也不缺少修真者的那一份 七窍玲珑星 这只储物袋 应该是上次火云虎事件他捡到的 看来在那次的事件中 他的收获应该也不少 结果杨简手上的储物袋 他并没有在上面 落下自己的零石烙印 而是直接开始收集 地上散落的土星鼠 哄 收好各自的战利品 他们正要离开 周星所在的方位 却传来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子子 一阵刺耳的鼠叫声 传进众人耳中 各处的鼠群兴奋地大叫着 似乎在欢迎他们的王者到来 周长老那边遇袭了 临时三星中 瞬间闪过这个念头 他抬头向着周星所在的方向望去 周星正漂浮在半空中 挥舞着长剑 和一只巨大的妖鼠战斗在一起 那些普通老百姓怎么办 随即 他立刻想到了 聚集在那里的百姓们 杨师兄 我们过去看看吧 黄石镇的百姓都在那里 虽然明白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插手那边的战斗 但他还是想去看一看 能不能帮得上什么忙 临时店 你放心 这样的任务宗门 都会发放一个防御法阵 在鼠王出现前 周长老定然会提前发现异动 放出法阵 护住那里的老百姓 杨检显然是参加过多次 这样的宗门任务 立刻向临时三解释 听到杨检这么说 临时三放下心来 以周长老的实力 不用分心去保护那些老百姓 专心地对付鼠王 应该是游刃有余 这样想着 他安心地跟在队伍中 去支援其他土门 这边周星在土刑鼠出现的一瞬间 就从储物袋中掏出一个阵盘 往空中一抛 一个巨大的乳白色光照笼罩下来 把黄石镇所有的老百姓都护在其中 熟睡的老百姓们 被那一声声示警声惊醒 他们各个脸露惊慌之色 但年长之人都努力把年幼的孩子护在中间 你们不要害怕 我已经开启了防护阵法 就算是妖鼠王来了 我和他的打斗 也不会波及你们 周星指着那乳白色的光照 温身安抚惊恐的百姓 百姓们听到周星这么说 惊慌的神情稍微缓和下来 但眼中的警惕却没有完全消散 仍旧时时护着怀中的孩子 安抚好镇中的百姓 周星开始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的情况 土行鼠擅藏隐秘 且还有钻地之能 自己虽然一直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但也不一定能够察觉到他从哪个方向来 子 正想着一阵异想从他身后传来 一根巨大的土刺朝他急射而来 先长小心 阵法中的老百姓显然也看到了 那突然出现的巨大吐刺 虽是心中害怕 却还是大声地提醒着周星 周星脸上一片淡然之色 显然这种情况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眼看那根吐刺就要射进他的后背 周星身形不动 手掌倾抬 一团碗口大小的青色灵力光团 从他指尖弹出 滋滋 青色的灵力光团 在那根吐刺离周星的后背 还有两丈远的时候 抵在了吐刺的前端 瞬间挡住了吐刺的充饰 灵力光团和吐刺 僵持在半空中 发出滋滋的刺耳声响 虽然那一小团灵力光团 在巨大的吐刺 面前显得非常的渺小 但很快 吐刺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从和灵力光团接触的地方 快速消散 灵力光团也慢慢缩小 当吐刺完全消散时 灵力光团也只剩下指甲盖大小 最后消失在空气中 镇中的老百姓 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 仙长威武 仙长威武 不知是谁起头喊了一句 老百姓们都跟着激动地喊起来 弥漫在他们之间的惊恐 害怕瞬间消失殆尽 人群中开始洋溢着一股大无畏的气势 周星没有看向摆脱惊恐的老百姓们 而是警惕地注意着四周的动向 从刚才的试探性交手 他发现这只蜀王的实力很不一般 且智商很高 不像是普通的蜀王 子子 一阵阵刺耳的蜀叫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周星却不为所动 这都是小镇上其他的低阶土星鼠 发出的鸣叫声 是蜀王想要扰乱他的心神 虽是看破了蜀王的把戏 周星却没有丝毫地松懈 以他多年的经验看来 在这看似平常的扰乱后面 定然在酝酿着厉害的杀招 吱吱吱 果然 眼看周星并未受到影响 下一瞬间 三声异响在周星的左侧响起 三根巨大的土刺 成一字形 向他呼啸而来 同时 地面上也冒出根根巨大的土刺 足有两人高 这些吐刺尖端都闪烁着淡淡的土黄色光芒 若是被其中一根刺重 就算周星的修为高深 有灵气护体 恐怕也难免会受伤 护照中的老百姓 看着这一幕都安静下来 看到那些袭击 确实进入不了光照之中 他们也没有了之前的害怕 被吐刺包围的周星脸上 没有露出半分一色 他脚下灵光微闪 身形灵活地避开 不断从地上冒出来的吐刺 手指连弹 三团比刚才大了一倍的青色灵力光团 向着朝他击尸而来的吐刺迎了上去 只是这次那三枚吐刺 并没有和迎上来的灵力光团正面对抗 而是突然改变了方向 避开了那三团青色的灵力光团 然后继续向着周星急驰而去 见此情形 周星眼中闪过一抹哑然之色 随即挥手一招 那三团青色的灵力光团也倒飞而回 速度竟比刚才还快了三分 很快追上了那三根急驰而来的吐刺 随即就见那三枚灵力光团 在空中发出璀璨的灵光 互相碰撞在一起 碰 一声闷响 却是爆发出一股庞大的灵力风暴 三根吐刺瞬间变成米粉 消失在空气中 眼见这一次的进攻又失败 暗中的鼠王停止了攻击 地上冒出来的吐刺纷纷溃散 周星的神色却变得凝重起来 他挥手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柄青色的长剑 警惕地感受着周围的灵力波动 忽然 他察觉到一股微弱的灵力在自己脚下涌动 他左手迅速捏解决 双脚灵力涌动 瞬间向后跃出十几丈 哗 在他向后跃出的瞬瞬间 一道巨大的土黄色身影从地底冒了出来 他的身形足有四五丈高 背部有一道纯白色的毛带 从头顶一直延伸到尾部 竟然是一只变异的土形鼠 看样子是觉醒了一丝上股血脉 已经净化成了鼠王 周星眼中闪过诧异 全身灵力飞速运转 若只是鼠王 他毫不放在眼中 但面对这只鼠黄 他也要全力以赴 否则 恐怕就要落下风 看到那只土形鼠黄闪着血色红光的双眼 周星心中略过一丝不好的感觉 不过鼠黄并没有给他思考的机会 咚咚咚 鼠黄剑偷袭未能得手 立刻移动他那小山一样的身躯 向周星扑了过去 奔跑中 还不忘口中吐出一枚枚尖利的吐刺 袭向周星的各处要害 聂绰 周星大喝一声 来不及多想 全身灵力涌动 挥舞着手中的长剑 一个纵月扑向飞奔过来的土形鼠黄 土形鼠黄身体直立 前掌上长长的指甲 闪着有黑的寒光 只见他挥舞着巨大的前掌 扫向周星袭来的剑招 叮 叮 叮 长剑和土形鼠黄长长的的指甲相交 并没有削断他的指甲 而是发出一阵金铁交鸣之声 这一招下来 一人一鼠 竟是不分上下 周星眼中闪过一抹亥然 这土形鼠黄的指甲也太坚硬了 他手上这柄长剑可是下品灵气 竟然没耐把他的指甲削断 看样子 恐怕连丝毫痕迹都没有留下 大浪逃杀 一招不成 周星大喝一声 左手捏绝 右手长剑挥出 一股磅礴的青色剑气 犹如滔天巨浪席向面前土形鼠黄那庞大的身躯 子子 土形鼠黄也毫不示弱 子子怒吼两声 身上升起一层土黄色的铠甲 只见他后腿一蹬 两只钱找在地上猛然一拍 竟是不管不顾地撞向那袭来的灵力剑气 哄 土形鼠黄那庞大的身躯与急射而来的剑气撞在一起 顿时灵气四散 发出轰然大响 周围的房屋瞬间倒塌 碎石乱飞 整个小镇都颤抖起来 灵力护照中的百姓们全都面露惊恐 抱在一起瑟瑟发抖 虽然外面的声音不会传到里面 但这乱石横飞的景象 还是看得他们心中无比恐惧 土形鼠黄那巨大的身体被爆发的灵力撞得倒飞回去 撞他的树座房屋才停了下来 他身上的那层土黄色的铠甲也被震散 周星也被震得连连后退石树杖才稳住身形 沧海一坐 不等土形鼠黄有所行动 周星手中长剑又是连连挥动 一道道剑光席向土形鼠黄那庞大的身躯 那边 零石三跟着小队一起往最近一处传来打斗的方向赶去 这也是一个由炼气五层师兄带队的小队 当他们赶过去的时候 他们弟子全都身受重伤 勉强抵御着围攻他们的土形鼠 零石三 你去试着寻找这附近的小妖王 其余人全部去帮忙 杨检看到眼前和他们刚才相似的情况 心中立刻明白 这里也定然有一只带头的妖鼠在辅助指挥战斗 之前零石三虽然说他是侥幸发现的那只小妖王 但现实当中哪里有那么多的侥幸 他定然有什么特殊的方法 只是不愿意说出来 因此 一看眼前的情况 他毫不犹豫地让零石三去寻找这里的带头鼠 他对着众人吩咐完就率先扑向一个 快要倒下的青云门弟子 其余人也纷纷杀向那些围攻着受伤弟子的土形鼠 对于杨检的安排 他们并没有什么意义 杀死小妖王 虽然能够换取的修炼资源会更多 但是也要他们能够找得到 零石三也不迟疑 探出自己的零石开始仔细查探 有了上次的经验 他很快就在旁边一座院子中的枯井中发现了异常 不过 他并没有打算前去斩杀这只小妖王 之前斩杀那只小妖王的时候 他说的是自己使用了中品浮转 虽然他身上确实有攻击类的中品浮转 但那是留着保命用的 他并不打算用在击杀这些小妖王身上 因此 他打算把这只小妖王留给杨师兄 和另一位炼气五层的师兄共同击杀 杨师兄 院中枯井 你最好是和那位师兄一起去 我再到其他地方看看 还有没有隐藏的带头鼠 零石三急步上前 协助杨检清理了他周围的土形鼠 小声对他说道 好 你小心一些 杨检深深地看了零石三一眼 并没有反驳他的话 只是叮嘱他要小心一些 看来这位零师弟 是个值得结交的人 他只不过借了他一只储物袋 他就立刻送给自己这么一份大礼 能够击杀小妖王 不光是得到的奖励更多 和小妖王战斗 也能够提升他的战斗经验 谢谢杨师兄 零石三说完 转身往另一处打斗船来的地方前前了过去 他打算先悄悄查探 这些小妖王通常都隐藏在比较隐蔽的地方 自己若是找到他们的位置 悄悄前去击杀 既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又能有所收获 若是带头鼠隐藏在显眼的地方 他就告知那里修为最高的师兄 让他前去击杀 很快 他就在一座破败的院子中 发现了一只隐藏的小妖王 他悄悄地潜到那只小妖王藏身的房间 突然抱起 用自己那柄火红的长剑 直接把那只小妖王扎了个透心凉 这五行盾术确实不凡 自己都已经离这小妖王那么近往 他都没有发现 零十三现在特别希望自己的修为赶快提升上去 到时候 参悟了五行盾术的后面两个境界 只要自己想隐藏起来 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发现自己的行踪 击杀了这处的带头鼠 他并没有出去帮助外面的人 没有了带头鼠的指挥 外面的土行鼠只是一盘散沙而已 很快就会被青云门的弟子击溃 他继续向着下一处地方前去 如此行事 零十三很快又击杀了四只带头鼠 他的储物袋又已经装满 检查了一下体内的灵力 发现体内灵力已经被消耗大半 他立刻从储物袋中拿出凝气单 倒出一粒放进嘴里 然后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 布下隐秘阵法 开始恢复灵力 数字 而敢 正在恢复灵力的零十三 被周星的一声怒吼惊醒 查看了一下体内的灵力 已经恢复了八九成 他立刻停下了修炼 但他并没有立刻从隐秘阵法中出去 而是放出零十查看外面的情况 轰 轰 轰 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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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周星的那声怒吼 更加剧烈的打斗声传来 随后 零十三惊讶地看到 天空上升起了一束土黄色的光芒 但光芒出现的地方 并不是周星和妖鼠交手的方向 而是在镇外的凉田 镇外的队伍赶快撤回来 所有人都往我这里靠拢 随后 周星的怒吼声传遍整个小镇 难道是镇外发生了什么意外 刚才那束光芒就是求救信号 意外来得太突然 在周星和土星鼠黄 斗得正难分难解的时候 一枚求救信号从镇外升起 起初 周星并没有特别在意 因为他已经看到 有的队伍消灭了纠缠的土星鼠群 并开始去支援其他队伍 这支队伍既发了求救信号 定然会有人前去支援 只是在下一瞬间 又一枚求救信号从镇外升起 他立刻感到了不对 稍微放缓了手上的攻势 分出一缕零食查看那边的情况 这一看 却看到让他目自欲裂的一幕 一个黑衣青年 正在肆意地凌虐着那些 已经受伤的青云门弟子 但他却并没有把他们击杀 而是打成重伤 而那些土星鼠并不攻击他 还会协助他重伤青云门弟子 在土星鼠的配合下 那个黑衣青年 很快就把一对青云门弟子 全都打成了重伤 然后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手上冒出缕缕黑气 钻进那些身受重伤 无法动弹的青云门弟子身体中 然后他就看到那些弟子 全都变得痛苦不堪 身上的血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不见 不过转瞬之间 刚刚还圣龙火虎的人 就变成一具骷髅人 那些进入他们身体中的黑气 才又钻出来 回到黑衣人身体中 他伸手一招 围在旁边的土行鼠 就蜂拥而上 把那十具骷髅 啃湿得干干净净 然后周星就发现 黑衣人的修为 瞬间提升了不少 那是一个魔修 还是一个以吸食他人血肉 来提升自己修为的魔修 看他修为 一刀炼器十层巅峰 很快就要突破到助击漆 这次的黄石镇事件 说不定就是 他为自己突破助击漆 而设下的一个圈套 周星瞬间想明白了 其中的关键 难怪他一直觉得 这次的事件有些怪异 黑衣人肯定对他们 青云门的形式作风 非常了解 知道他们面对这种情况 最多只会派两名 助击漆的长老一起前来 看来这只土行鼠黄 恐怕也是 被他用什么特殊手段控制了 也不知道 他又是怎么对付青云的 在土行鼠发起攻击前 他就用宗门 发给他们长老的传音符 向秦云发起了传讯 但是过了这么久了 他储物带中的传音符 一直没有动静 要么是他在一个 无法接收到信息的地方 要么是他身受重伤 已经无力回他信息 短短时间 阵外的求救信号 接二连三地升起 周星却被这只土行鼠黄缠着 无法脱身 自从那个黑衣青年出现后 土行鼠黄眼中 红光大胜 发了风势地朝他进攻 这时 周星看到有两对弟子 准备前去阵外支援 一定不能让他们 再出去送死 因此 他立刻大喊 让所有人都撤退到广场这边来 他打算让他们 也进入到那个防护罩中 土行鼠黄虽然厉害 但他还是有把握 能够在抵挡住他的攻击的同时 打开护罩 让这些弟子进入其中 只是那些弟子 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算知道了 大多数人一时半会儿 也是无法脱身 他们现在还被大群的土行鼠纠缠着 这一会儿的时间 就又有一对青云门的弟子 被那黑衣男修 吸食成了干尸 周星几次 想要抽身前去救援 奈何土行鼠黄 死死把他缠住 甚至不惜 让自己受伤 每当周星 用出厉害招数的时候 土行鼠黄 就顿入地下躲藏 而当他想要趁此机会 出招对付那个黑衣青年时 土行鼠黄 又会从地下冒出来 竖起层层土墙 挡住他的攻击 零食三看到的 正是第二枚求救信号 听到周星的喊声 他并没有贸然往阵外去 而是放出零食巢 求救信号发出的位置 探查而去 他的修为虽低 但他的零食 因为五行悬食的原因 比这一些 助击出气的人 还要强一些 查看阵外的情况 还是轻而易举的 零食三的脸上 很快露出愤怒之色 此时 黑衣青年正凝笑着伸出手掌 毫不犹豫地 挖出青云门 一个年轻弟子的双眼 随后 他把挖出的眼珠 丢给身后的土行鼠 两只身形壮瘦的领头鼠 跳起来 分拾了那对眼珠 而那个年轻弟子 却痛得在地上满地打滚 那个弟子 恐怕也才进入青云门 没有多少年 应该还不到三十岁 看到这一幕 临时三眼中 燃起熊熊的怒火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发生的事情 却是更加残忍 只见那黑衣 青年的手掌间 冒出驴与黑雾 他手上沾染的鲜血 很快消失不见 仿佛被他的皮肤所吸收 而那冒出来的黑雾 顺着那些躺在地上的 青云门弟子身上的伤口 钻了进去 瞬间所有人都发出 痛苦的哀嚎 然后他们很快 变成一具具窟窿 在进入他们体内的 黑烟钻出来后 男子身后的土形鼠 又蜂拥而上 那些青云门弟子的残骸 瞬间被啃食干净 做完这一切 黑衣青年还回过头来 挑衅地看向周星所在的方向 显然 他知道周星已经发现了 他所做的事 不过有鼠黄缠着周星 他并不害怕 引来青云门的弟子 助他突破铸鸡漆 是他计划了好久 才开始实施的 他所修炼的血炼弓 想要突破铸鸡漆 就要吸食修真者的精血 那些凡人的血肉 在这个阶段 对他已经没有了 多大的用处 而吸食妖兽的精血 则有可能会让他的功法 出现致命的缺陷 因此 他虽然控制了 这个庞大的鼠群 他却并没打算 用他们的血肉 来提升自己的修为 看到这一幕 零十三虽然怒火中烧 但心中却冷静异常 外面还有很多师兄弟 被土星鼠缠着 我得去帮助他们 想到这里 他不再犹豫 顺手撤了这个隐匿阵法 就像最近的一处 打斗声冲过去 经过前几次的寻找 他已经对领头鼠的气息 非常敏锐 只花了几夕的时间 他就找到了 领头鼠隐藏的位置 不再估计 实力是否会暴露 一发现领头鼠 他就全力击杀 如此形势 他很快击杀了 五六头领头鼠 而他也眼睁睁地 看着那个黑衣青年 用之前的方法 虐杀了在阵外的 另外两对青云门弟子 有强敌来了 所有能脱身的人 赶快去周长老那里集合 看到黑衣人施展着身法 向黄石这儿来 而有些人摆脱了 土星鼠的围困后 还在追着土星鼠狙杀 零十三级的高声大喊 他在喊的时候 运转了体内的灵力 几乎整个阵上的人 都听到了 当然 那个黑衣人 也毫不例外地听到了 黑衣青年脸上 露出一抹怪异的笑容 那个这种情况下 还敢如此大声示警的 青云门弟子 勾起了他的兴趣 他决定先去看看 什么样的人 还有这样的胆怯 想到这里 他慢条丝里地 掏出一只黑色的鼓笛 放到唇边轻轻吹奏 鼓笛发出刺耳的响声 而那名黑衣男子 却满脸沉醉的表情 笛声响起的那一瞬间 所有围攻青云门弟子的 土星鼠们 突然变得疯狂 子子 他们口中发出兴奋的滋滋声 发疯似的 扑向被围住的青云门弟子 啃咬抓闹 完全不顾自身安危 一时间 鼠叫声在整个黄石阵中 此起彼伏 一些反应稍慢的人 身上很快就留下道道伤痕 就算那些反应快的人 也是手忙脚乱 子子 土星鼠黄在听到这一阵笛声后 眼中突然红光大盛 仰天思明 然后不顾身上已经多处受伤 疯狂地扑向周星 周星此时 体内灵力已是消耗巨大 在土星鼠黄不计后果的攻击下 他渐渐有些落了下风 身上很快被抓出几道伤痕 天青色的长老福 也被抓得破破烂烂 整个人看起来狼狈万分 林十三一直注意着黑衣男子的动向 看到他拿出那只黑色鼓笛 他的心中立刻生起不好的感觉 果然 黑衣男子吹响鼓笛后 所有的土星鼠都开始暴动起来 林十三周围 也迅速地围上了一大群土星鼠 不过 也许那黑衣男子看他实力低下 围上来的这一大群 全是些低阶土星鼠 并没有小妖王 杨师兄 你快带着他们撤离 到周长老那里去 刚才他碰到了 带着他们这一组人 四处支援的杨检 正要上前说明情况 黑衣青年就吹响了鼓笛 思考了一瞬间 想到他之前激活的五行 悬石上的一个功能 而黑衣青年的修为 明显还没有突破到助击器 自己现在体内的灵力程度 相当于普通弟子的炼器六层 再加上修炼了炼体诀的加成 自己的实力 虽然还比不上黑衣青年 但略微抵挡一二 从他手中逃走 应该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想到这里 零食三果断的决定 留下来拖延时间 零食店 你还是和我们一起走吧 周长老 之前已经说了 让我们都撤过去 杨检灰剑砍杀了 两只疯狂扑过来的土灵鼠 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他们的灵力 因为长时间的厮杀 都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 本来他们就准备在帮助了 这一对同门后 就撤到周长老那里去 但没想到 这些土刑鼠突然发疯 且数量似乎多了一倍 杨师兄 你放心 我有分寸的 我这里还有几张中品浮传 那人的修为 还没有突破住机器 打不过 他我就丢出中品浮传抵挡 然后逃跑 为了让杨检 安心带着其他人离开 零食三说出 他还有中品浮传的事 那我就先带着其他师弟离开 杨检深深地看了零食三一眼 没有再多说什么 如果有一个人在后面 替他们拖住敌人 他们能够安全撤离到 周长老那里的机会 就大得多 这个时候 还是保命要紧 只有活下来 才能谈其他 深深体验过 修真界弱肉强势的杨检 并不觉得 自己先逃走 有什么不妥 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心思注意到 零食三怎么会发现 那人的行踪 还知道他的修为 没到助机器 经过这一阵的拼命屠杀 围攻他们的土刑鼠 已经没了多少 杨检杀光围攻自己的土刑鼠 又去帮着那些修为低的师弟们 灭杀了围攻他们的土刑鼠 带着他们 头也不回地 往周长老那边去 零食三看着杨检他们走远 松了一口气 用尽全力 摆脱围攻他的土刑鼠 施展步伐 跃进旁边的一座民房 看着跟过来的 那群土刑鼠 他边跑边拿出 隐秘气味的药粉 撒在自己身上 然后在串到屋里的时候 瞬间施展出木盾树 这些房屋 大多是木头之城 在他施展出木盾树后 他的气息 瞬间和房屋融合在一起 再加上 他之前洒出的那些 隐秘气味的药粉 就算鼠类的嗅觉在灵敏 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他 摆脱了土刑鼠的追击 他运转身法 悄悄地朝黑衣青年前过去 在决定留下来的时候 他就想好了 要主动出击 他只要施展出五行盾法 黑衣青年的灵食 就无法查探到他 而他的灵食 却可以清楚地 查探到黑衣青年 如此 他就可以前进了 用周长老送给他的中品福传 攻击黑衣青年 而黑衣青年发现 灵食三突然消失 在他的灵食查探中 眼中闪过一抹诧异之色 随即 眼中的性微更加浓厚 不过 他并没有费心去寻找灵食三 他现在最重要的是 吸了这些青云门弟子的精血 让自己突破到筑基期 至于那个小弟子 他记住他了 以后有机会再会回答 因此 他向着离他最近的一对 青云门弟子走去 那边正好是王师兄 带领的那一对青云门弟子 不过里面并没有和大牛的身影 他们这一对里 王师兄修为高深 且正好身具土鳞根 之前早早地就发现了 隐藏的小妖王 击杀了围攻他们的妖鼠 想到这次任务封后的奖励 他们立刻开始四处击杀土行鼠 听到周长老的喊话时 他们仗着有王师兄 这个炼器七层的弟子带队 决定再多杀一些 只是没想到 这些土行鼠 后来竟像疯了一样 不顾生死地攻击他们 并且还同时出来了 三只小妖王围攻王师兄 这时他们再想要脱身 却是困难万分 很快 黑衣青年离他们 就已经不足三十丈 然而 他们却还不自知 林十三谨慎地观察着 黑衣青年的动向 很快确认了他要去的地方 他施展身法 土盾树和木盾树 不断交替使用 在黑暗的掩护下 根本没有泄露出一丝的气息 很快就潜到了 黑衣青年的前方 还有二十丈 就到那处 有青云门弟子的位置了 黑衣青年 听到前方隐约传来的打斗 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 这几个人里面有一人 竟然是炼气七层的修为 若吸了他的精血 自己离筑机又将近了一步 因此 他早早地就命令三只小妖王 缠住那个青云门的弟子 正当他幻想着 吸收了这对弟子的 精血后自己 实力大涨的景象 一股巨大的灵力波动 从他左侧传来 哄 一团比石磊施展出的火球术 要大上二十倍左右的火焰 吸向他的身侧 有埋伏 黑衣青年反应极快 身上迅速浮现出一层黑雾 包裹住他的身体 然后双掌 击出一股黑色雾气 撞向那急驰而来的火球 哄 吱吱吱 但是他毕竟只是仓促间出掌 那一掌的威力 只有平常的三分之一 黑衣男子 瞬间被撞得倒飞出去 嘴角浸出丝丝血迹 跟在他旁边的那些土行鼠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惨叫着 很快被烧成灰烬 是谁 给我出来 黑衣人止住身形后 立刻拿出一柄蛇形长剑握在手中 摆出防御的姿势 朝着符转扔出来的方向喊道 而零十三 在丢出那枚中品符转后 就立刻施展身法 更换了藏身的位置 除了那些被燃烧的土行鼠 发出的滋滋惨叫声 周围再没有一点其他声响 零十三躲在他身后五丈远的一座房屋内 静静地打量着黑衣青年 此人反应神速 实力也不弱 刚才他出气不意地丢出那枚火符 轻伤 若是反应稍微慢一些的人 被这张火球符砸中 只要他没有突破 筑机器 不死也要重伤 周星总共给了他三枚中品符转 一枚是防御的土墙符 两枚攻击的火球符 但剩下的一枚 他并不打算立刻使用 只要能够拖延他去杀害那些同门的脚步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团火焰在烧完附近的土行鼠后 也慢慢熄灭 周围又恢复了黑暗 黑衣青年等了一会儿 没看到有人出来 手中长剑一挥 一道诡异的蛇形剑气急射而出 飞向林十三之前藏身的那座小院 轰隆 小院瞬间坍塌 连带附近的两座院子也塌了大半 等了一瞬 不见那处有人出现 黑衣青年开始挥着手中长剑 飞射出道道剑气 把周围的房屋都击垮 林十三看着眼前这一幕皱起了眉头 他小心地运转着攻法往后撤去 这人太过谨慎 看来不会再有机会偷袭他 林十三惋惜地往王师兄那边看了一眼 虽然他也很想救他们 但那也得在保证自己生命安全的前提下 缠住王师兄几人的土刑鼠太多 他也没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住他们脱困 看了一眼还在挥舞蛇形长剑 破坏周围乌射的黑衣青年 林十三果断向着附近的另一对 被土刑鼠缠住的同门前去 很快 他看到黑衣青年 争鸣着面容往王师兄他们走去 还没走近 他就挥舞着手中长剑 瞬间中伤了两人 其中一人包括王师兄 其他人看到这种景象 本就苦苦支撑的他们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其中两个修为最低的青云门弟子 精神大乱间立刻被土刑鼠 趁机扑倒在地 一阵撕咬躺在地上身影 黑衣青年宁笑着走过去 不等土刑鼠重伤其他几人 他迫不期待地 开始吸食倒地几人的精血 刚才那一击他虽然及时躲过 但还是受了不清的内伤 这个炼气七层的青云门弟子 正好是他的大补之物 还在苦苦挣扎的五人 眼睁睁地看着王师兄四人 瞬间变得干瘪的身体 吓得开始奋起抵抗 反倒是抵住了刚才的颓势 只是 黑衣青年吸干了王师兄几人后 宁笑着看向剩下的五人 拿着蛇形长剑 慢慢地向他们走过去 林十三看着眼前又在重复的这一幕 心中的怒火生疼 他停下了脚步 若是我的不动明王印 参舞成功就好了 也许 我应该再试一次 想到这里 他果断向着黑衣青年在的方向而去 在离着黑衣青年只有十丈远左右的一座民宅中停了下来 看着正在吸食王师兄血肉的黑衣青年 林十三啊啊告诉自己 我可以的 我一定可以使出明王现世 杀了这个魔秀 他缓缓闭上眼睛 双手不停捏绝 嘴里开始默念明王现世的法觉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随着他的默念 林十三盘坐在那里的身躯变得庄严肃穆 一股佛威开始从他身上弥漫 一股明雾闪现在他的脑海中 随着他手中法觉不断变换 他体内的灵力疯狂涌出 一尊明王怒目象正在缓缓形成 我成功了 林十三心中一喜 但随即而来的灵力疯狂涌出 却让他心中一跳 照这个速度下去 用不了两息 他体内的灵力将被一抽而空 但让他现在放弃施展明王现世 他又不甘心 何况 就算他现在停手 也会遭到反噬 自己恐怕还会受重伤 拼了 坚持施展完成 明王现世可能会因灵力耗尽而虚脱 到时 恐怕很快会被那些土星鼠发现 但他还有五行玄石这张底牌 只要灭杀了黑衣青年 区区土行鼠 他还不拒 现在停止施展 很可能会被反噬成重伤 虽然重伤之下 他也可以悄悄离开 但他并不甘心 想到上次在灵源谷中 黑脸难修灵力不济时 直接服用补灵丹来补充灵力举动 林十三从储物袋中 拿出装着宁气丹的几个瓶子 也不看还有多少 一股老的 全部倒进嘴里咽下 宁气丹的灵力 瞬间在他体内爆发 林十三立刻有一种 要被撑爆的感觉 他疯狂运转体内的五行诀 吸收宁气丹爆发的灵力 不过 很快他就发现 自己不用担心体内爆发的灵力了 那尊冥王虚影 直接把他体内乱窜的灵力 全部吸走 很快 冥王怒目向就由若隐若现的虚影 成为半尸体状态 此时 林十三体内的灵力 已经所剩不多 他看了一眼面前 这座只有三尺高 但佛为浓重的佛像 手中法觉连连变幻 口中嘀喝一声 冥王现世 去 那尊佛像瞬间往黑衣青年飞去 黑衣青年正满足地 开始吸食剩下五人的精血 忽然 他心中一颤 来不及多想 向前跃起 但是已经来不及 一尊散发着浓烈佛光的冥王 怒目向已经笼罩在了他的头上 那尊佛像在笼罩住黑衣青年时 瞬间被激发出了里面的力量 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把黑衣青年包裹在里面 啊 黑衣青年没有丝毫抵抗力的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 不停翻滚 一股股黑雾从他体内涌出 四周的土形鼠开始四散逃逸 瞬间跑得没了踪影 很快 黑衣青年脸上的皮肤变得苍老 头上的黑发也迅速变白 等到他身上不再有黑烟冒出 黑衣青年变成一个鸡皮鹤发 白发苍苍的老者 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 零十三坐在那里看得目瞪口袋 在黑衣青 不 现在应该说 黑衣老者身上不再有黑烟冒出后 那怒目冥王虚向也慢慢消散 见他并没有死去 虽然零十三现在也是全身虚脱 他还是立刻亮腔着 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 他来到黑衣老者跟前 取出那柄火红的长剑 凝聚出体内最后一丝灵力 向他的脖子斩去 不要 黑衣老者眼露惊恐 口中低声呐喊 破 零十三没有一丝犹豫 一剑斩在他的脖子上 一股黑血喷了出来 那颗苍老的头颅 咕噜噜地滚出好远 一双老眼 却是睁得圆圆的 血满了不肝 零十三斩下他的头颅后 蹲下身 摘下他腰间的储物袋 匆匆落下自己的零十 把地上那柄蛇形长剑 也收入储物袋中 然后踉呛着 走到王师兄之前倒下的地方 他的尸骸 已经被土星鼠啃尸完 只有两只储物袋 孤零零地躺在那里 正是之前 这里有一名修炼者存在过 零十三面无表情地捡起两只储物袋 他又去把另外三个 被杀害了的青云门弟子的储物袋捡起 他准备把这几个储物袋里的土星鼠 换成零十 然后再寻找机会 送还给这几人的亲人 虽然王师兄几人不一定是好人 但他们是在宗门任务中牺牲的 他们的遗物 就该归还给他们的家人 至于剩下五人 他们还有着微弱的气息 零十三并没有去取他们的储物袋 做完这些 他强撑着身体离开 走到最近的 一座没有倒塌的房屋 进到屋内 体内传来一阵阵虚弱的感觉 全身的细胞都在叫嚣着 脑袋也是隐隐胀痛 他感觉自己随时都有晕死过去的可能 可千万不能晕过去 这个时候 危险还没有完全解除 如此想着他强撑起自己虚弱的身体 靠着墙边坐稳 然后探出零十 查看刚才捡到的那几只储物袋 里面装的大多是土星鼠的尸体 最后 他只在王师兄的储物袋里 找到几块下品零食和一瓶名气丹 拿出那瓶名气丹 里面只剩下最后一粒 看来 他们准备的丹药 在之前恐怕就消耗完了 把那一粒名气丹倒进嘴里 零十三开始盘腿运行五行诀 吸收丹药散发的零力 土星鼠黄眼中的红光 在黑衣男修被斩杀的瞬间 全部消散 他立刻停止了对周星的攻击 滋滋鸣叫两声 转身飞速离开 而在土星鼠黄发出那两声名叫后 所有的土星鼠 都停止了对青云门弟子的攻击 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周星虽然被土星鼠黄缠着 但他的灵石一直注意着黑衣男子的动向 当他看到一尊怒目冥王像突然出现 净化了黑衣男子的修为时 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差点被土星鼠黄趁机抓成重伤 他赶紧凝神对付面前的鼠黄 因此 错过了零十三出来斩杀黑衣男子那一幕 零十三刚离开 周星的身影就出现在了那个黑衣男子的尸身旁边 确定黑衣男子已经死亡 他检查了一下 还活着的几个青云门弟子的伤势 一脸沉痛地拿出疗伤单给他们每人为了一例 他们虽然一息尚存 但被黑衣男子吸食了大部分体内精血 就算养好了伤势 修为恐怕也要倒退大半 且伤了根基 以后修为提升起来将会分外困难 基本上也就算是废了 是哪位佛门道友斩杀了这个魔修 青云门周星万分感谢 道友救了青云门众多弟子 请现身一见 他又在周围查看了一圈 并没有看到其他人 于是抱拳对着夜空高声说道 看当时那尊佛像的威力 出手之人的修为 应该也才刚刚突破驻击出气 因此 周星以道友相称 但他等了好一会儿 周围却是寂静一片 青云门周星万分感谢 道友救了青云门众多弟子 还请道友现身一见 等回禀宗门后定有重谢 为了表达对那人的尊敬 周星并没有放出临时查看 他又对着寂静的夜空说了一遍 但还是没有人出现 难道他是因为 用出刚才那一击后灵力 消耗过大 担心我会对他不利 周星在心中暗暗地想着 修真戒中的人戒备心都很强 若是自己在灵力 消耗过大的情况下 恐怕也不会出来 没过多久 周围传来一片嘈杂声 是那些幸存下来的青云门弟子 他们听到周星在这边 加上之前一部分人 也看到了冥王怒相的出现 在确定土星鼠全都退走后 他们也都往这边赶了过来 去把之前那些弟子的储物带找回来 然后到广场处集合 周星声音沉痛地 对涌过来的那些弟子说道 是 周长老 那些涌过来的弟子 虽然好奇 那个施展出佛系功法的人 到底是谁 但也只是偷偷看了几眼 就领命离开 去寻找那些死去的 同门弟子遗留下的储物带 一些第一次跟随周星 执行宗门任务的弟子 听到让他们出去 寻找遗落的储物带 脸上都露出兴奋的神色 而那些跟周星出过任务的人 脸上却并没有多少喜悦之色 这周长老果然是好人 竟然主动让我们 去找那些被灭杀的 同门的储物带 一个炼气三层出气的弟子 小声的同旁边的同伴说道 是啊 没想到周长老这么体谅我们 那人同样高兴地说道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这些找到的储物带 都要交给周长老 他会拿去送还 给这些被灭杀的弟子的亲人 走在前面的一个炼气六层的弟子 冷笑一声 打断他们的话说道 真的还是假的 不会是以此为名 给他自己收集修炼资源吧 先前说话的那人 一脸惊异地说道 修炼界中哪个 不是为了一点修炼资源 绞尽脑汁 这周长老 怎么可能把到手的资源 又白白送出去 其他长老我不知道 但周长老说是要送还 给侍者的亲人 就会一分不少的送还回去 说到这里 那个炼气六层的师兄眼中 闪过一抹钦佩之色 若是自己到了周长老那个位置 定然做不到这一步 更多的修炼资源 就意味着突破到 下一个境界的机会更大 没想周长老这些年 却一直能够坚持本心 只要是他带队出任务的时候 被灭杀的弟子的遗物 他都会全部给他们的亲人 送过去 十三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现在不是修炼的时机 林十三在体内灵力 恢复了两成后 就退出了修炼状态 当他睁开眼 就看到周星 站在他前面 满脸的急切 之前 林十三冒险返回 来拖延那个 魔修前进速度的事 周星当时是看到了的 但他并没有出声阻止 有些事 总是需要人去做 有些路 总是需要自己去做 在那些弟子离去后 他就铺开灵石 仔细查看周围的房屋 最后在这里发现了 正在恢复灵力的灵石三 周爷爷 我没事 只是灵力 消耗过大有些虚托 现在已经恢复了不少 灵石三立刻起身答道 没事就好 你之前就在这附近 有没有看到 是谁施展佛系功法 灭杀了那个魔修 知道他之前 就在这附近 周星向他问道 周爷爷 这件事 可以回去之后再说吗 灵石三迟疑了一下 对周星说道 那就等回去后 你修整好了 再去我的住处找我 周星看出灵石三 有难言之隐 没有继续追问 虽然他不知道 那个佛家道友的事 和石三有什么关系 好的 周爷爷 周星没有继续追问 让灵石三松了一口气 周星的人品他 还是信得过 只是他还没有想好 怎么跟他说 毕竟以他现在 练弃三层的实力 就施展出了 堪比铸鸡初期威力的 冥王现实 说出来怎么都让人 有些不敢相信 你现在可以自己行动吗 周星看了看 他有些苍白的脸色问道 只是体内还有些空虚 刚才已经恢复了 两成左右的灵力 施展身法 还是没有问题 那我们先回百姓们 聚集的广场吧 你到了那里 再继续恢复灵力 周星说完 转身带头 走出小院 灵石三也施展灵波步 跟在周星后面 往那处广场而去 他们回到广场 那里 已经有不少青云门弟子 坐在地上 盘腿恢复灵力 灵石三一眼 就看到了挨着灵力 护照边缘坐着的 神情紧张地坐在那里 此时他两只手 紧紧地护在胸前 似乎生怕有人上前 抢夺他的东西 当看到周星的身影出现 他明显松了一口气 只是在看到 跟在周星身后的灵石三时 他先是一愣 随后眼中闪过一抹金句 最后 他满脸紧张地 看了灵石三一眼后 眼中闪过一抹妒忌 立刻低下头 紧紧地护着怀里的储物袋 他这次来 并没想过 要跟着王师兄他们一起 猎杀妖兽 从一开始他想的 就是像上一次 去白虎峰的时候那样 趁乱捡一些不幸 被灭杀弟子的储物袋 因此 在知道此次要对付的妖兽 是鼠类妖兽时 在出发前 他就买了足够多隐秘气息的药粉 从开始巡逻的时候 他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藏了起来 其他人因为还要仰仗王师兄 因此并没有说什么 再加上 他实力太过弱小 跟着他们一起 反而会拖后腿 其他人倒也乐得 让他退出 从打斗开始到结束 他一直躲在那里没敢出去 因此才躲过一截 而他所藏身的附近 正好有一只领头鼠藏匿 林十三在发现 黑衣男修虐杀阵外的青云门弟子后 不计后果的斩杀带头鼠 其中就有何大牛 藏身位置附近的那一只 由于时间紧迫 林十三当时 并没有仔细查看附近 有没有其他人 就算他发现了 在那个时候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 去击杀那只领头鼠 而何大牛躲在那里 全程目睹了林十三 干脆利落 击杀领头鼠的过程 不过 他并没有出来 也没有出生 进入宗门的这一年多里的笑脸相迎 让他对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都不相信 这也是为什么 以他如此低微的实力 还能在上刺白虎蜂事件中 存活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鼠群退走后 何大牛就立刻 从藏身的地方出来 他一路检视那些青云门弟子 没来得及收走的土行鼠 包括林十三之前 击杀的那只带头鼠 他也毫不客气地收进了储物袋中 因此 在看到林十三的时候 他立刻想到他击杀带头鼠时的干脆利落 眼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惧怕的神色 但要想到 他们同时进入宗门 林十三的资质比他还要差 现在实力却如此强 心中又不由生出几分嫉妒 林十三只是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就随意找了个地方坐下 开始盘腿恢复灵力 没过多久那些去阵外 寻找被灭杀弟子除无代的人 也陆续回来 周星示意他们先坐下恢复灵力 太阳缓缓从地平线上升起 打坐恢复的弟子们陆续清醒过来 一些并未受伤或伤得不严重的人 又恢复了神采异议 只剩下少数几个伤势严重的人 脸色看起来还很苍白 周星看着阳光下破败的小镇 眼中闪过怜悯 他回来后就撤掉了阵法 毕竟维持阵法运行也是需要不少的灵石 现在危险既然然已经解除了 就没有必要继续开启阵法 但他也没有让那些百姓立刻离开 毕竟黑暗总是让人害怕 天亮了 周星走到镇长黄有良面前 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块拳头大的白银 递到他面前 温和地说道 黄镇长 现在天亮了 你们都各自回去吧 这一块白银 你拿去帮助那些房屋被损坏的人修补房屋 这怎么可以 仙长保护了我们 我们怎么还能让仙长破费 黄有良连忙拒绝 苍老的脸上一片诚惶惶恐 我已没有了亲人 这些东西与我们修炼之人乃是身外之物 并没有多大用处 留在身上还要占地方 拿给你们才能让他发挥自己真正的作用 周星淡淡说完 使了一个竖法 那块白银就直直地飞进黄有良怀中 然后朝他们摆摆手 示意他们赶快离开 感谢仙长们 全镇的老百姓都跪下来朝着周星 和一众青云门弟子磕头 大多数弟子看着这一幕 脸上都是一片漠然的神色 只有极少数人眼中闪过莫名的光芒 林十三看着这一幕 突然觉得他需要更加努力地修炼 只有实力强大了 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 百姓们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百姓们离开后 周星看到所有人都退出了修炼状态 就让之前带队的人 收取找回的被灭杀弟子的储物带 统一交给他 之前被分到镇外良田巡逻的 四队青云门弟子全部被灭杀 一个都没有回来 而留在这里的这十六队人中 和大牛所在的那个小队 除了他外那五个重伤的弟子 也侥幸活了下来 其他队伍只有少数几个修为低的弟子 在与土刑鼠的战斗中 秦云门弟子一共还有153人 大多数人还是把自己找到的储物袋交了出来 不过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少就不得而知 林十三把王师兄几人的储物袋也交给了杨检 他相信周星拿走这些储物袋 并不是想要占为己有 最后 由良一把这些找回来的储物袋交到周星手中 一共45个 虽然还少了两个 周星却并没有追问 能够收上来 45个已经很不错了 修炼借向他这样的异类并不多 他挥手把这些储物袋都收起来 让所有人继续修整 秦云还没有音讯 他打算在这里再等上一个时辰 若他还是没有消息 他就只能先带这些弟子回门中 汇报这次任务的情况 是否要派人来寻找他 就由清晰堂的堂主来决定 林十三没有继续修炼 而是来到了周星面前 周爷爷 这个储物袋里面 是我这次猎杀的几只土航鼠 你能不能帮我兑换一下 他拿着那只杨检借给他的储物袋 小声地向周星问道 可以 到时候我兑换好了 再把贡献点划给你 周星点点头 接过那只储物袋收起来 谢谢周爷爷 林十三笑着向周星道谢 也只有像周爷爷这样的人 才会不问原因地帮助他 你再去调戏一会儿吧 周星向他挥挥手说道 好的 林十三说完转身 回到队伍中 盘腿开始修炼 周星看着他的背影 眼中流露出赞赏 真是一个谨慎的孩子 他当然知道 这只储物袋里装的是什么 从那个魔修出现开始 他就时刻注意着林十三 担心他遇到危险 林十三连续杀了几只小妖王的事 他也看在眼中 他把这只装满小妖王的储物袋 交给自己去兑换 就避免了 等下回去领取宗门奖励时 引起别人的注意 同时 他在众目睽睽下 与自己亲近 一些看到他猎杀小妖王的过程的人中 那些想要打他主意的有心之人 恐怕也会考虑一番 那边的何大牛 一直注意着林十三 当他看到林十三和周星亲密交谈 眼中闪过原来如此的表情 从看到林十三跟他们一起 来出任务时 看来是有周星这个靠山 难怪每次自己邀请他 他都对自己爱搭不理的 他能这么快就修炼到 练气三层 周星不知在他身上 砸了多少资源 听说周长老根本没有亲人 也不知道 他是用什么方法 迷惑了周长老 想到这里 和大牛眼中不由 流露出几分愤痕之色 不过听师兄们说 修为提升太 也不见得是好事 像他这样资质过低的人 修为提升太快 很容易根基不稳 就算他现在 能够快速地进入练气后期 以后恐怕也很难助记 而我只要按部就班地修炼 打好基础 虽然修为提升会慢一些 但以后助记的几率 肯定也比他大 想到这些 他不由又露出几分 幸灾乐祸的神情 这时 周星储物带中的传音符 终于有了动静 他连忙拿出来查看 正是晴云发来的信息 他告诉周星 他一刻钟后 就回来与他们在阵外会合 周星看完 眼中闪过疑惑 一刻钟对于他们 这个修为的人来说 已经可以飞行不近的距离 而晴云此时 其实就在十几里外的山脉中 若是立刻动身 以他平常的状态 也不过是十几期时间就可以回来 之前他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了土星鼠的行踪 根据他散发出的气息 晴云判断应该就是鼠王 想着不过视之中接妖兽 在他没有进入驻击期前 击杀起来 还有些困难 现在不过是费些手脚的事情 这样想着 他连招呼也没有和周星打 就追着那股异常的气息而去 进入到黄石阵外的山脉当中 只是这只鼠王却是非常敏锐 在他快要追上他的时候 就立刻隐藏了行踪 他在那片山脉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正当他要放弃的时候 鼠王的气息又出现在了另一边的山脉 如此一追一躲 他硬是花了大半个时辰 都没能把鼠王揪出来 这让他觉得 这只鼠王是在羞辱他 于是他怒上心头 是要把这只鼠王揪出来击杀 才善罢甘休 若是他冷静一些 就会发现这大半个时辰 他都是在围着这片山脉转圈 只是时而转大圈 时而转小圈而已 就在他狂怒不已的时候 他被带到了一处山谷中 这次那只鼠王不再逃窜 而是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他面前 暴怒的晴云立刻提见挥向那只妖鼠 没用几招 就在那只妖鼠身上留下了一道剑痕 正当他想再接再厉 一击击杀这只鼠王时 却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迅速消散 很快就不足正常时期的一层 鼠王这时却旱不畏死地扑向他 危急时刻 他想起处物带中还有一些浮转 丢出几张中品浮转 才阻挡了扑过来的鼠王 不过丢出这几张浮转后 他发现自己不光灵力在快速消散 头脑也开始昏昏沉沉 正当他以为自己今天就要 交代在这里了的时候 那只鼠王却转身毫不犹豫地离开 这时候他还哪里不明白自己是中招了 而他也管不了这里安不安全 立刻拿出处物带中的解毒丹符下 然后盘腿炼化要力 等他炼化了那枚解毒丹 头脑才清醒一些 体内的灵力却并没有恢复多少 此时天已大亮 这时他才发现 储物带内的传音符一直在闪着光 显然是周星给他发了信息 查看了里面的内容 他立刻给周星回了话 看了一眼自己现在狼狈的样子 想到来时自己夸下海口 要斩杀鼠王 秦云脸上闪过一抹难堪 他从储物带中拿出一身衣服换上 又打理了一下仪容 让自己看起来不再狼狈 才踏上飞剑过来和周星会合 接收到秦云发送过来的信息 周星就带着一众弟子出了黄石镇 来到镇外的宽阔地带 等待秦云到来后一起回宗门 没过多久 秦云就踩着飞剑来到众人面前 秦师殿 你没事吧 看到秦云虽然身姿鼻挺 但驾驭的飞剑却飞得并不平稳 周星关心地问道 谢谢周师兄关心 我很好 秦云语气僵硬地说道 心中却是暗恨 这个周星 存心想让我在这些弟子面前丢脸吗 这个时候 当着这么多弟子的面 问这样的问题 难怪这么多年了 还只是一个 只能跑腿的外门长老 看着秦云并不太好的脸色 周星中划过了然 看来秦云这次是 吃了个大亏 不过能够完好无损地回来 也算他运气好 想到这里 周星不再理会他 从储物袋中 拿出飞行法器 抛向空中 那座巨大的非洲 很快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有了来时的经验 大家都早早地排好队 依次上去 非洲很快起飞 向着青云门的方向飞去 经过那一场战斗 船上大多数人 已经没有了来时的兴奋 特别是那些 修为只有练气三层左右 第一次出来 历练的弟子 他们都很沉默 气氛有些沉重 这种沉重的气氛 直到回到宗门 大家去清晰堂 排队兑换这次任务的奖励时 才开始缓解 由于这次任务过程中 出现的妖属太多 大多数人都击杀了不少 他们都兑换到了 超乎预期的贡献点 相熟的几人 兑换到贡献点后 都小声地议论着 要换取什么修炼资源 一时间 气氛开始活跃起来 之前的那种沉闷气息 开始慢慢消散 零食三留下的那只 储物代理 有装着一只小妖王 和21只普通的土行鼠 总共兑换了310贡献点 一只小妖王 竟然兑换了100贡献点 难怪所有人都想参加 这样的大型宗门任务 平时猎杀一只这样的妖兽 只能兑换30贡献点 想到拿给周星兑换的 那只储物代理 还有5只小妖王 他还能兑换500贡献点 就算到时候 分给杨检50贡献点 他也还剩下450贡献点 想到这里 他立刻用换来的贡献点 兑换了10块下品零食 和42颗铁线连 这次的战斗 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 炼体功法的好处 他决定要趁此机会 把炼体绝的第三转修炼成功 周星那里的妖鼠换来的贡献点 到时再看看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功法 他还想再学习一门对敌的功法 经过这次的交战 他觉得自己对敌的招数 还是太单一了 只有一个青云拳 是有效的对敌招式 回到林田园 他还没进去 肉仔就扑过来 跳进他的怀里 欢快地叫着 一条小尾巴使劲地摇晃着 生怕林十三不知道他有多高兴 林十三摸摸他的小脑袋 抱着他走进院子里 从他的食盒中 拿出一块肉干喂给他吃 也不知道肉仔是什么品种的狗 捡到他也已经有几个月了 他天天给他喂妖兽肉 也没见他的体型长大多少 肉仔 乖乖地去吃肉 我还要修炼 林十三并没有多想 把他放下让 就往屋里走去 他先去好好地洗了一个澡 然后盘腿坐在床上 开始总结这一场战斗的得失 他特别仔细地回想了一遍 当初施展出 冥王现世时的状态 和那股玄妙的感觉 看来墨爷爷说的修为 要在历练中才能不断提升 确实很有道理 若是没有这一场战斗 他就体会不到 冥王现世这一招的精髓 那一种不畏生死 降妖除魔 拯救百姓的坚定信念 是冥王现世 能够施展出来的基础 若是当时 他没有坚定 想要救下几人的决心 定然无法成功施展出来 而第二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有强大的灵力支撑 这一点 他现在还办不到 但只要他勤奋修炼 迟早能够突破到住基期 到时 他不凭外力 就能施展冥王现世 这场战斗最大的收获 不是获得的修炼之源 而是他勿透了 冥王祥魔咒的精髓 最后又好好地体悟了几遍 施展出冥王现世时的 那种玄妙感觉 确定自己完全勿透了这一法觉 他才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虽然体内的灵力 之前已经恢复了 但施展冥王现世时 不光消耗了他大量的灵力 他的灵时也是消耗巨大 因此 他现在才会这么疲惫 他现在并没有 灵时修炼方面的法觉 因此 只能靠沉睡来自我恢复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是两天后的早上 但他自己却并不知道 只以为自己睡了一整晚 肉仔正乖乖地 躺在他的旁边 看到他醒来 就扑到他怀里欢快地翻滚 一觉醒来 他感觉神清气爽 全身充满了力气 从开始修炼以来 他已经好久没有睡得这么沉 到院子里面去练习了两趟青云拳 一股酣畅丽的感觉 充斥在他的身体里 虽然他的青云拳 已经练到最终的一拳 就能打出108个拳影的圆满境界 但墨爷爷说 他这拳法还是只有骑行 没有骑义 让他坚持练习 好好体悟 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因此 只要在灵天园中 他每天都要腾出一个时辰 来练习青云拳 练完拳 他才带着肉仔 一起去厨房煮了些吃的 吃饱后 他并没有急着去修炼 而是拿出那个黑衣人的储物袋 打算看看 里面都有些什么 肉仔没有出去玩 安静地坐在他的旁边 他惊奇地发现 这个储物袋的空间 比宗门发给自己的那个 大了一倍不止 里面装满了东西 最多的是一种小草 几乎把其他东西都掩埋了 零食三好奇地取出 几株拿在手上仔细打量 这是一种蓝色的小草 珍珠小草 散发着淡淡的蓝色光芒 每一棵都只有四片叶子 除此之外 再也看不出 其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仔细感受了一下 也没有感受出 小草中蕴含灵力 若不是他会散发蓝色光芒 他只会以为 这是路边的野草 可是那个魔修 不会无缘无故地 在储物袋中 收集这么多这种小草 哇 就在零食三沉思着 想从他看过的那本白草记中 找出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灵草时 肉仔呜呜欢叫一声 跳过来就把他手上 捏着的那几根蓝色小草 含进嘴里 三两下吞了下去 肉仔 不许吃块吐出来 零食三吓了一跳 急忙想要掰开肉仔的嘴 把那几颗小草抠出来 只用那双黑溜溜的眼睛 无辜地看着他 零食三不敢使用灵力 强行去掰开他的嘴 毕竟肉仔只是一只普通的小狗 他若用力过猛 很容易伤到他 肉仔 你再不张开嘴 我就要生气了 最后 零食三只得假装生气地说道 呜呜 似乎听懂了零食三的话 肉仔委屈地轻哼两声 张开他的小嘴 只是他的嘴里 已经没有了那几株小草 看来已经被肉仔吞到了肚子里 快吐出来 快吐出来 零食三急地把他提起来 倒着摇晃 肉仔也明白了 他刚才的举动 让零食三不高兴了 虽然摇得他很难受 但也只是委屈地轻哼两声 并没有反抗 仿佛再说他以后再也不敢了 可是 不管零食三如何摇晃 那几颗小草 也没能从肉仔的肚子中摇出来 这可是魔羞的东西 肉仔只是一介反狗 天知道他吃了那几颗小草 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以前听我爷爷说过 那些魔羞的东西 都很邪恶 想到那些被吸干的同门师兄弟 零食三不由打了一个寒战 在和肉仔相处的这几个月里 他已经把肉仔 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若是肉仔 就此出了意外 此时 他万分后悔 自己就这样 把魔羞的东西拿出来 不行 我得去找周爷爷问问 这样想着 零食三抓起肉仔塞进怀里 拿着那个储物袋 就往周星的住处飞奔而去 来到外门长老居住的院落 向一位正在执勤的师兄 打听到了周星的住处 他道谢一声 就急匆匆地离去 那名弟子 看着零食三匆匆离开的背影 心中痴笑一声 看来又是一个 想搏周长老同情的人 不过周长老 又哪里是这么好骗的 摇摇头 他又开始埋头干活 零食三很快来到周星的小院前 院门虚掩 并没有观言识 看来周爷爷在家里 虽然心里很着急 但他也没有贸然地闯进去 弟子零食三 拜见周长老 他进了静心 朗声朝院内喊道 十三来了 快进来吧 周星慈祥的声音 转起身法往院内而去 周星正在小院中练习剑法 听到零食三的声音 他立刻收起了长剑 转身看向门口 十三 这么急 是发生什么事了 看到零食三这一小段距离 都使用了身法 周星脸上 也不由戴上一抹担忧 急忙问道 周爷爷 我养的小狗 不小心吃了这种草 你帮我看看 这是什么灵草 有什么作用 零食三也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有些鲁莽 但想到肉仔物吃了那种草 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他急忙从那只储物袋中 又拿出了一棵那种蓝色小草 递到周星面前 急切地问道 周星从他手上接过那棵小草 仔细打量一番 宁眉思索 零食三虽然着急 但看到 陷入沉思中的周星 他也并未出声打扰 沉思两久 周星看向零食三说道 这应该是练灵草 用来喂食自己赚养的灵兽 你的小狗 怎么会误食练灵草 是我没有拿好 肉仔调皮 就叼去吃了 零食三满脸羞愧 都怪自己不够谨慎 随后又一脸急切地追问道 周爷爷 他只是一只普通的小狗 吃了这练灵草 会不会有什么妨害 只是一只普通的小狗 你把他带过来了吗 周星有些好奇 一只普通的小狗 怎么会吃练灵草 带过来了 周爷爷 你帮我看看 他有没有事 零食三急忙把肉仔 从怀里掏出来的 递到周星面前 周星接过肉仔 仔细打量 一身雪白的皮毛 没有半根杂色 体内没有一丝灵力波动 一双有黑的眼睛 正有些防备地看着他 这看起来 确确实实就是一只普通的小狗 要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也就是他那一身雪白的皮毛 和那双看起来 特别有灵性的眼睛 周星手中一出一丝灵力 缓缓地进入肉仔体内 我 许是感受到有外力的入侵 肉仔开始挥动着小短腿 奋力反抗 肉仔 别乱动 周爷爷是在帮你检查身体 零食三上前 惊抚着肉仔的小脑袋 轻声对他说道 也许是零食三眼中的爱莲 安抚到了他 肉仔不再挣扎 任由周星的灵力 在他体内探索 他的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好一会儿 周星才撤出探入肉仔体内的灵力 他也并没有发现 肉仔有什么异常 这就确确实实 只是一只普通的小狗 但是他吃了炼灵草 却没有任何反应 也让周星觉得奇怪 周爷爷 这炼灵草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听到肉仔没事 零食三松了一口气 这才想到 询问炼灵草的事 这是一种可以帮助妖兽 提纯血脉的灵草 这种只是最低阶的 炼灵草的品阶越高 效果越好 一只低阶的妖兽 若是常年使用炼灵草 有可能提纯自己的血脉 进化成更高阶的品种 周星把肉仔递还给零食三 向他解释炼灵草的作用 既然只是一种低阶灵草 我怎么没有 在宗门发给我们的灵草路上看到过 高阶的和低阶的 又有什么区别 零食三想到之前 自己回想了怎本灵草路 也没有这种炼灵草的介绍 这种药草 只有玉兽门 和那些有灵兽做齐的人才会使用 且青云山脉并不出产炼灵草 因此 门中的灵草路上 并未收录它的信息 炼灵草分为三个等级 它们只会长三片叶子 这种蓝色的是 最低级的 也是最常见的 然后是红色的和紫色的 紫色的效果最好 药力也最强悍 普通的妖兽吃下一颗 有50%的 可能提升到亡极品质 红色的效果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这种灵草 看来那些土形鼠 就是那个魔修所圈养的 它就是用这种灵草 提纯了土形鼠的血脉 才会有那么多的小妖王出现 提纯血脉 是需要一个锤炼的过程 可是肉仔只是一只普通的小狗 它吃了会不会承受不了 零食三随即又想到这个问题 立刻问了出来 普通小狗 也是由妖兽演化来的 可能是它吃的不多 在它的身体承受范围内 因此对它并没有多大影响 这炼灵草 你是从哪里来的 周星看它着急 明白这只小狗应该对它很重要 温身安慰到 安慰完 随即又向零食三 询问炼灵草的来历 它刚开始就想问这个问题 只是看到它着急小白狗的情况 才忍了下来 周爷爷 我今天过来 还准备向你说一件事 听到周星的问话 零食三立刻拿出那枚储物袋 递到它的面前 这是我从那个魔修身上得到的储物袋 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炼灵草 既然你得到了 这只储物袋里的东西 就是你的 周星摆了摆手 并没有接过它递过来的储物袋 周爷爷 今天我过来的另一件事 就是想让你 帮我处理一下这里面的一些东西 那些魔修的东西 我也不了解 并不敢随意使用 见周星并不愿查看里面的东西 零食三恳切地说道 里面有什么你无法处理的东西 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周星还是没有接过那个储物袋 而是示意零食三自己拿出来 虽然他把食三当作晚辈看待 但是有的东西 他也并不适合插手 零食三不再坚持 他先从储物袋里 拿出那一柄蛇形长剑和那只黑色的骨笛 然后又从里面拿出一本 写着血练爵的小册子 一块狼头令牌和几个小刺屏 黑魔教的天狼令 当看到那块狼头令牌时 周星脸上神色一变 惊呼出声 随后他就拿起那块令牌仔细查看 不错 真的是黑魔教的狼天狼令 仔细查看了一番 周星神色凝重地说道 周爷爷 黑魔教是魔修的教派吗 零食三看着周星凝重的神色 脸上的神情也严肃起来 不错 黑魔教乃是一个魔修聚集的门派 一千多年前 曾在玄天大陆上肆虐 后修真界各大小门派 联合起来击杀了他们的教主 黑魔王 其门下的众多魔修 也被所有门派联手追杀 最后全部销声匿迹 没想到 现在又出现了黑魔教的天狼令 其门下有四大兵团 魔龙 黑虎 天狼 魅虎 这天狼令 就是天狼兵团的人才会持有 他们修炼的 就是这种血炼诀 以吸取别人的精血 来提升修为 特别是修炼者的精血 对他们来说就是大补之物 不知道那人是无意中 得到这天狼令的 还是黑魔教又死灰复燃了 说到这里 周星的神色更加凝重 若那人只是无意中 得到这本血炼诀修炼 那就还好 若是黑魔教死灰复燃 人间将又是一场浩劫 是不是就像之前那个黑衣人一样 零十三稚嫩的小脸上 神情严肃 眼中满是愤怒的火焰 是的 十三 你现在好好给我说说当时的情况 博修灭杀了那个黑衣人 这件事我得汇报给宗门 看门中长老怎么处理 周星看着零十三 神情严肃地说道 周爷爷 若我说是我杀了那个黑衣人 你信不信 零十三看着周星严肃的神情 有些迟疑 最后还是脱口而出 他不是不相信周星 而是这件事情 看起来实在不太可能 十三 你说什么 周星满脸震惊地看着零十三 不由自主地问道 周爷爷 是我用出名王现实 杀了那个黑衣人 零十三看着周星 郑重地又说了一遍 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听到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周星立刻上前拉着他仔细打量 甚至抬手准备打出零力 进入他的体内给他检查 周爷爷 我真的没事 没有什么后遗症 也没有损伤我的根基 你看我只是 睡了一晚就精神这么好 零十三抬手阻止了他 不是他不相信周爷爷 而是 有的人知道的事情太多 反而并不好 此时 他的心中非常的感动 周爷爷爷第一时间 就关心他的身体 而不是问他 怎么会那样的攻法 因此 上次在零元谷遇到的 那个黑脸难休的事 他也并不打算告诉周星 以周爷爷现在的实力 知道了这些事 也并不能干什么 反而让他涂添烦恼 你真的没有什么不是吗 周星没有坚持 一定要查看零十三体内的情况 但还是不放心地问道 真的 要不我现在打一趟青云拳给你看看 零十三晃着拳头说道 这件事 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会上报宗门 在我去的时候 并没有找到杀死黑衣人的人 看他确实不像有事的样子 周星心中有了打算 立刻向他嘱咐道 周爷爷 这样说 会不会对你有影响 零十三担心地问道 我一直在注意着那里的情况 当时那附近并没有其他人 这些有谋修气息的东西 就放在我这里 我会想办法处理 周星说着 把那几个瓷瓶 古笛与蛇形长剑 收进了他的储物袋中 谢谢你 周爷爷 零十三点点头说道 至于这血炼绝 绝不能留在世上 周星随后又拿起那本册子 手上灵力涌动 那本血炼绝 立刻变成了粉尘 消失在他手中 这种东西 确实不该存在 零十三非常赞同周星的做法 只有毁了他们的传承 这种邪恶的功法 才不会流传下去 对了 十三 把你的身份预牌拿出来 我把上次你给我的那些 土星鼠兑换的贡献点 划给你 周星销毁了血炼绝 从储物袋里 拿出他的身份预牌 对零十三说道 谢谢周爷爷 你不问我的那部佛系功法 是从哪里来的吗 零十三拿出自己的身份预牌 递给周星 然后问道 他一直等着周星问他 他来之前已经想好了 只要周爷爷问 他就句实回答 但他没想到 周星就好像忘记了 有这件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际遇 我问不问都没有关系 你既然得到了这部佛系法诀 还能成功参悟其中的精髓 就是你的缘分 周星听到零十三这么问 脸上扬起一抹笑容回答道 周爷爷 你的心态真好 看着这样的周星 零十三不由赞叹道 十三 你周爷爷我老了 很多事都看明白了 周星大笑一声 调侃道 眼中却有藏不住的落寞 周爷爷 我机缘巧合 得到了一部 可以改善灵根的法觉 就是修炼起来很痛苦 我被给你听吧 也许你修炼成功了 就能突破阻力 晋升金丹七 零十三看着他眼中的落寞 心中一颤 想到之前 问过莫苍 可不可以把九转一玄金 传授给别人 当时莫苍让他自己决定 因此 今天来 他还想把九转一玄金的法觉 交给周星 让他尝试一下 改善了他的灵根 那他晋升金丹七的难度 就会减弱 以周爷爷这么多年的积累 到时晋升金丹七 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竟然还有可以改善人灵根的法觉 周星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 眼中 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他因为只是下瓶水灵根的原因 晋升到筑基七 已经是他的极限 想要再晋升到金丹七 简直是难如登天 随着时间的灵境 他早已对进入下一个境界 不抱希望 只是若是有希望 哪个修炼之人 不想进入到更高的境界 现在听到 有可以改善灵根的法觉 叫他怎么能不激动 我的灵根是五系灵根 并且在入门测试的时候 测灵石上 只亮起了一层微弱的光芒 但我才入门一年多 现在就修炼到炼气三层 你觉得这部法觉有用吗 灵石三立刻用自身举例 你在入门测试时的灵根品质 竟然这么差吗 周星满脸惊讶 完全没有了一点 室外高人的样子 当时好多人都看到的 不然我怎么会被分来做杂役弟子 我是一开始就修炼的这部法觉 你说给我听听 不管对我有没有用 我都很感谢你 周爷爷 你可不要这么说 也许以后 我要找你帮忙的地方还很多 我和灵远兄是好朋友 我已没有了亲人 你就像我的亲孙子一样 周爷爷 我也是把你当我的亲爷爷一样 所以我们两个就不要再互相感谢了 两人相识一笑 他们之间的相处 变得更加亲密 灵石三开始把九转一玄金 背送给周星听 真是一部神奇的法觉 周星听完 宁眉思索了一阵 拍手赞道 周爷爷 那你能不能修炼这部法觉 灵石三有些紧张地问道 他希望这部法觉 对现在的周星也有效果 寻找菩提果 毕竟是虚无缥缈的事 而九转一玄金就在眼前 我先试一下 毕竟我现在已经筑基多年 丹田经脉都已经定型 在灵石三期盼的眼神中 周星答道 听到周星这么说 灵石三露出失望的神情 听周爷爷这语气 九转一玄金 对现在的他恐怕没有什么用处了 十三 你也不要太在意 不管能不能进入到金丹七 我这一生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周星拍拍灵石三的肩膀 笑着说道 周爷爷 你不要放弃 就算九转一玄金没有效果 等我修为提上去了 我就出去给你寻找菩提果 灵石三却是拉着周星的手 坚定地说道 好 我就等着你 给我寻来菩提果 助我突破到金丹七 我现在就去向堂主 汇报黑魔教的事 这次的任务 本来应该给你封后的奖励 但现在确实不太适合让人知道 是你杀了那魔秀 因此只能委屈你了 周星只当寻找菩提果的事情是笑谈 随后说起了任务奖励的事 周爷爷 我知道的 你这都是为了保护我 我还有点事 去找杨检师兄 就先走了 灵石三说着 就要往外走 今天既然来了 就把所有的事都办好 然后就在灵天园中前行修炼 我们一起走吧 你知道杨检住在哪里吗 我问过杨师兄的 他就在东区的青木小院 听到周星要和他一起走 灵石三停下脚步 让他走在前面 自己跟在他后面半步 两人说说笑笑往外走去 那个之前灵石三问过路的弟子 看到两人亲密地走过 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难道这两天传闻的 有个小师弟搭上了周长老是真的 以前也不是没有人知道周长老 正直又有怜悯之心 所以想要通过麦茶而搭上周长老 但是从没有人成功过 没想到竟然让这个师弟成功了 在这外门杂役堂 有一个长老坐靠山 要少受多少的欺负 他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 眼中露出羡慕的光芒 出了长老居住的区域 两人就分开了 周星去找清晰堂的楚堂主 汇报发现天狼令的事 灵石三则去找杨检 杂役弟子若是在三十年内 修为突破到炼器五层的 就可以申请离开灵天园 到清晰堂专门建造的院落中生活 他们不用再种植灵谷 只需要每年完成固定数量的宗门任务 就可以领到一笔固定的宗门补贴 为了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 他们就会去那些资源更加丰富的地方历练 一路上他不时会接收到 那些弟子异样的眼神 有的人还会在后面悄悄议论 灵石三并没有理会他们 他知道这是上次 他在大庭广众之下 去把储物带交给周爷爷的那一幕 被人传开了 去找杨检的时候 碰到几个炼器五层修为的师兄 他以为看到他一个炼器三层的弟子 就赶到这边区域来 定然会被训斥一番 但那几人只是看了他几眼 并没有说话 直接就走了过去 看来我与周爷爷的事 传播得也挺快的 难怪何大牛已进入宗门 太放在心上 直接去找杨检 他去的时候 杨检刚好从外面回来 灵石店 你终于来了 都两天了 你没有受什么严重的内伤吧 杨检一看到 他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都两天了吗 难道我不是睡了一晚上 而是睡了两天两夜 看来我现在的修为 施展明王降魔咒 确实不太合适 灵石三边想着边 走向杨检笑着说道 多谢杨师兄关心 我受伤并不严重 只是被一些琐事耽误了 所以拖到今天 才来找杨师兄 灵石帝什么时候来都行 快请进来坐一会儿 喝杯水 杨检边说边请他进屋 就不麻烦杨师兄了 我这次主要来是 把储物袋还给杨师兄 还请杨师兄 把你的身份预牌给我 上次说好的报酬 我现在话给你 灵石三把储物袋递还给杨检 然后拿出了自己的身份预牌 灵石帝 师兄 等着你也是为了这事 杨检笑着接过了储物袋 拿出了自己的身份 预牌却并没有递给灵石三 而是继续说道 这次的任务 我们这一组跟在你的后面 请了不少的土灵鼠 大家一致同意 那一部分土刑鼠所换取的贡献点 其中的三成闺女 共是三百贡献点 扣除我借给你储物袋的贡献点 应该还有多的 还是 你把身份预牌给我 我把这部分贡献点画给你 师兄 这可使不得 谁得到的资源就是谁的 灵石三急忙摆手拒绝 灵石店 这次你若不收下 以后 我们若接了什么团队任务 可不敢再邀请你参加 杨检故意板着脸说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还请杨师兄 扣除之前借你储物袋的贡献点 听到杨检这么说 灵石三瞬间明白了他们的想法 脑海中思绪回转 想到以后 想要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 就要选择难度较高的宗门任务 但是那些任务 通常一个人无法完成 而杨检他们的举动 让他对队伍中的几人 有了较好的印象 选择怎样的队友 实力是其次 人品才是第一 该是我多我一分 都不会少拿 杨检大笑一声 接过灵石三的身份预牌 花了250个贡献点进去 然后递还给他 那杨师兄 我就不打扰你修炼了 我还想到清晰堂去 选两部功法 灵石三接过身份预牌 向杨检告辞 修炼要紧 我就不留灵石地了 杨检并未挽留 灵石三现在的修为 才练起三层 正是勤奋修炼的时候 灵石三辞别了杨检 直接来到清晰堂 里面的人一如既往的多 他安静地排队等候 思考着 等会儿要购买哪些修炼资源 从刚才与周星的谈话中 他得知清晰堂售卖的法诀 都是一些下评法诀 等他修为提升后 基本上没有多大用处 而那些高深的法诀 都储存在内门的藏书阁中 因此 他建议零石三 现在不要过多地 在清晰堂中购买功法 应该把更多的资源 用在提升修为上 等到他以后 修为提升上去 进入到内门 再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攻击法诀 若说清晰堂中 有什么法诀值得他购买的 那就是一门叫做 金中罩的功法 完整的金中罩 乃是一门天阶功法 但清云门 只有这部功法的前半部分 而在清晰堂售卖的 更只是 这部功法的入门口诀而已 虽然只是入门口诀 但只要炼之大成 在炼气期 基本无人可以打破 金中罩的防御 若以后进入内门 继续练习后面的法诀 虽只有前半部分 但是也能抵挡住 圆阴修士的权力一击 清云门掌门的修为 也不过才圆阴气 所以 就算这部功法残缺不全 在清云门中 也算是一门不错的法诀了 虽然零十三修炼了炼体诀 本身的肉体防御就很强 但是能够多一层防护 不是更好吗 在自己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之前 修炼这门防御法诀 还是很有必要的 等轮到零十三 他直接进入功法页面 选择了金中罩和火云剑法 一共花去150贡献点 剩下的600贡献点 他全部换成了夏品零十 他没有再购买铁线连 上次购买的铁线连 应该能够支撑他 把炼体诀的第三转 修炼到圆满 助他突破到第四转 而他的炼体诀 在进入第四层后 再使用铁线连这种低阶的零药 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他需要更高阶的炼体零药 来助他修炼 点击确认了要购买的物品 他就拿着身份预牌 直接去窗口领取 看到他一次性 兑换了60块夏品零十 大厅中不少人 都拿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其中有几人眼神闪烁 很快转身离开 自从上次杨飞墙 卖矿石的事情发生后 零十三每次来清晰堂 购买东西 都会特别小心 因此 他也注意到了那几人的异样 出了清晰堂后 他就展开零十 施展起零波不往回感 在一个转弯处 四个身影静静地埋伏在那里 零十三一眼就认出 其中两人是之前才从大堂离开 四人中有两人同他一样 是练弃三层的修为 另外两人都是练弃四层的修为 零十三假装没有发现他们 保持速度从那个地方穿过 其实他已经运转起身上的灵力 两只拳头上 也覆盖上了金色的光芒 他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零十三 只要他们跳出来 他就会毫不客气地 挥拳把他们击飞 不过 等他从他们的埋伏圈穿过 并且越走越远 也没有看到他们发动攻击 他好奇地把零十伸展过去查看 却发现 其中一个练弃四层的人 正指着那两个练弃三层的人 破口大骂 看来他已经成了外门弟子中的名人 看到这里 他收回了零十 不再理会他们 专心往回赶 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什么意外 回到灵天园后 他把肉仔从怀里掏出来 又仔细地看了看 发现他并没有什么异常 精神状态也非常好 这才真正地放下心来 看来 肉仔虽然只是一介反狗 但说不定他的祖上也有妖兽血脉 想到储物袋中的那一大堆练灵草 零十三决定 以后每天都给肉仔喂一颗 若是他觉醒了妖兽血脉 不光可以增加他的寿命 而且自己以后走到哪里 都可以带上他 把肉仔放在院子里 零十三回到屋里 把那个储物袋里的东西 全部倒出来 他打算把这里面的东西 好好清理一下 以后他就使用这个大一些的储物袋 而宗门发给他的那只储物袋 就用来装这些练灵草 储物袋里 还有一些黑衣人的生活用品 零十三通通扔掉 最后他还在里面发现了一袋零食 差不多有二百来块 魔修大多不使用零食修炼 这些零食 应该是他杀害了一些修炼者后 收集起来的 肉仔也跟了进来 看着那一大堆练灵草 他那有黑的眼睛里 露出渴望的光芒 但因为之前 他吃了几颗练灵草 惹得零十三不高兴 因此 他也只是可怜巴巴地望着 零十三看他这样子 忍不住有些好笑 迅速地把练灵草 全都收进储物袋中 然后找来一根绳子 把那只储物袋 系在肉仔的脖子上 以后每天给你吃一克 零十三指着储物袋 对肉仔说道 肉仔听到他这么说 竟是连连点头 零十三看着连连点头的肉仔 惊得目瞪口呆 难道肉仔还有什么 厉害妖兽的血脉 只吃了几株练灵草 竟然就知道点头回答问题了 联想到肉仔以前也很听话 似乎一直都听得懂人说话 他的心中更加有几分确定 肉仔具有妖兽的血脉 从这天后 他开始每天为练灵草给肉仔吃 刚开始的时候 一天一株 后来变成两株 三株 十株 不过直到把那些练灵草吃的 差不多了 肉仔也没有丝毫变化 这让零十三不由有些失望 看来肉仔的妖兽血脉实在稀薄 吃了这么多练灵草 竟然都没有激活他的体质 只有以后出去历练的时候 看能不能找到更高阶的练灵草 也许是这普通的练灵草 效果太差了 之后的时间 零十三不再关注肉仔是否有变化 每天都埋头修炼 时间过得很快 一眨眼大半年就过去了 离青云山中的火莲子 成熟只有一个多月了 半年来 零十三潜心修炼 之前黄石镇一意得来的修炼资源 几乎被他消耗殆尽 但效果也是明显的 他的修为 从炼气三层提升到炼气四层巅峰 炼体诀也突破到第四层 进入第四层后 他全身的皮肤都泛着隐隐的光泽 他的身材变得高大挺拔 脸上的稚嫩之色完全褪去 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青云门的灰色杂役地子服 也完全掩盖不了他身上的风姿 之前购买的金钟罩和火云剑两种法绝 也修炼得十分娴熟 特别是金钟罩 他已经能够做到心随意动 转瞬间就能在身体外 形成一个金色的灵力光照 把他整个人都护在里面 零十三决定巩固一下修为 就出发去青云山脉采摘火莲子 顺便去拿回被他藏起来的 那半枚玉绝和几个储物袋 过了这么久 那个黑脸男修 就算还安排了人盯着林渊峰那边 看守的人应该也没有之前那么警惕 再加上 他现在有五行盾法隐藏刑迹 一般的人很难发现他 从屋里出来 零十三突然发现 今天一直没有看到肉仔 以前他从修炼中醒过来 都能看到肉仔趴在他的旁边 今天他已经收工近一刻钟了 还没有看到肉仔的身影 肉仔 他边喊边展开零食 在小院中查看 很快 他看到了窝在他的小窝里的肉仔 肉仔 过来吃恋鳞草了 零十三边喊边朝他走去 只是平时听说 吃恋鳞草跑得飞快的肉仔 今天却是躺在他的小窝里 一动也不动 零十三皱着眉头 加快脚步向他走去 肉仔 直到他走到肉仔的窝前 他还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零十三连忙伸手查看 只是他发现 自己的手在靠近肉仔三寸左右的地方 就被一层无形的屏障挡住了 零十三先是一愣 随即脸上闪过狂喜 难道是肉仔的血脉要觉醒了 还是一种非常高阶的血脉觉醒 在肉仔不小心吃了炼灵草那一次 他特意向周爷爷请教过 炼灵草如果有了效果 那只妖兽就会沉睡 它们会在沉睡的过程中 觉醒血脉的力量 而只有那些有高阶血脉的妖兽 在觉醒时 才会在周身形成灵力护照 确保它们在觉醒过程中的安全 而这个过程短的一两天 长的好几年也是有可能的 就看它的血脉之力是否强大 越是强大的血脉之力 觉醒所要花的时间就越长 想到这里 零十三决定等两天再出发 他想看看肉仔觉醒后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只是他一直等了七天 肉仔还是没有丝毫醒来的迹象 期间他还请来了周星 帮他查看肉仔的情况 周星看过后 也只是让他再等等 说不定肉仔就是含有 高阶妖兽的血脉 他以一只小狗的体质 觉醒高阶血脉 所以花费的时间 肯定比较长一些 零十三只好压下心中的着急 耐心地等候 又等了两天 肉仔还是丝毫没有要醒来的迹象 零十三决定不再等他 距离火莲子成熟的时间 只剩下二十五天 他还要提前去那里 查看山洞中的情况 况且 这个时间也只是墨爷爷 大概估算的 若是火莲子成熟的时间推后 一些还好 要是提前了 火莲子就有可能被那条巨蟒吞噬 助他脱困 给肉仔准备了足够的肉干 放在他的石盒中 零十三独自一人出了青云门 往青云门后山走去 在他出了青云门后 就有两个炼器五层的青云门弟子 也跟在他后面 往后山走去 刚开始 零十三也没有太在意 毕竟这条进山的路上 一直人来人往 每天都有不少青云门的弟子 去后山上 猎杀妖兽 或者采摘灵草 换取修炼资源 在他出了山门往后山走的时候 就有三四个人 跟在他后面往后山走 他会发现 两人有异常 也是一个意外 在山门外 他碰到了 从后山回来的石雷几人 零十三 我想去猎杀几头剑猪 给肉仔当口粮 零十三随意找了个借口 笑着说道 自从黄石镇那次任务后 石雷他们几个炼器三层的人 就经常相约一起去后山历练 大半年就不见 他们几人身上的气息 都变得凌厉起来 不再像当初那般稚嫩 早知道你要去给肉仔找吃的 我们就过几天再进山了 石雷有些遗憾地说道 是啊 我们都还想和你一起历练 就是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这一队的人 还能再聚在一起出任务 另外几人也脸带感慨地说道 你们好好修炼 赶快把修为提起来 以后肯定会有机会的 你们今天应该也很累了 早点回去休整一下吧 零十三急着进山 并没有与他们多说 与石雷几人告别后 他就施展起身法 往后山而去 就在这时 他发现前面两个 本来慢悠悠走着的师兄 在他超过他们后 两人也施展起身法 不紧不慢地跟在他的后面 刚开始 他也并没有在意 进入丛林后 他本想立刻施展五行顿法 却发现那两人 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跟在自己后面 他立刻明白自己 被盯上了 自己一直以来都小心行事 怎么还会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看来不能放过这两人 虽然很疑惑 他加快速度 往山林深处盾去 后面两人见他加快了速度 也同时加快速度 往零十三盾走的方向追去 在施展身法 快速前进了两炷香时间后 零十三放出零十查看了一番 周围已经没有其他人 他在一个拐角处 施展出木盾树 然后跃上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 把自己的身形隐藏起来 身后两人追过来 发现失去了零十三的踪影 先是拔腿狂追了一阵 后又返回来仔细寻找 而零十三在他们跑过去后 并没有离开 从其他方向进山 而是继续隐藏在树上 他们若是跟踪自己的 发现前面没了自己的身影 肯定会倒过来寻找 果然没多久就看到 两人气急败坏地往回走 一边走还一边争吵着 零十三想听听他们说什么 并没有立刻现身 你不是说 只要他不离开你三百张范围内 你都找得到他吗 其中 练气五层后期的那人 气急败坏地说道 还不是你 让你跟景点 你却在那里磨磨蹭蹭地 练气五层初期的那人 也是一脸指责地说道 我还不是担心跟得太紧了 被他发现 再说了 钱师兄为啥让你跟我一起 还不是你说 只要从他身边走过 你就可以记住他身上的气息 我是记住他的气息了 但是他的气息 在这里不是消失了吗 要不是你磨磨蹭蹭地 他会从我们视线中消失吗 两人互相指责着走了过去 两位师兄 你们是在找我吗 并没有听到什么 有用的消息 零十三等两人走了过去 才从树上跃了下来 对着两人的背影 细血地喊道 争吵中的两人脸色大变 齐齐停下脚步 一脸见鬼了的表情 转过身来 周延 士林 十三 其中 练气五层初期修为的那人 指着站在那里的零十三 结结巴巴地喊道 他非常确定 刚才在这里并没有感受到零十三的气息 他怎么会又突然出现在这里 只要是他见过一次的人 出现在他的百丈范围内 只要不是超出自己修为太多 他都能感知到那人的存在 并且能够准确地指出他所躲藏的位置 这个零十三的修为比自己低 但是他就在这里 自己竟然没有发现他 难道是自己的天赋技能消失了 他的脑海中瞬间闪过这个念头 一时间陷入自我怀疑中 零十三 你刚才一直都在这里 周延率先醒悟过来 陈生问道 手上灵力却开始悄悄运转 两位师兄也认识我 还没请教两位师兄怎么称呼 今天来找师弟有什么事 零十三脸上带笑 一脸不小事事的模样问道 虽然他在那人刚有异动的时候 就看到了他的动作 但他却并没有选择立刻出手 他现在的修为 已经达到练气四层巅峰 并不惧怕两人 他想试试 自己才练成的金钟罩 效果怎么样 能不能抵挡住 眼前这人的权力一击 你不认识我们也没关系 赶快把能提升修为的法宝交出来 还能留你一条命 练气五层初期的那人 也回过神来 立生说 在他看来 零十三的东西 已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他们两人都是练气五层的修为 而零十三才练气四层巅峰 他是无论如何 也无法从他们手中逃脱 因此 他直白地说出了他们的目的 提升修炼的法宝 零十三有些疑惑地说道 怎么会有这样的消息传出去 烈焰滔天 看到他陷入思索中 周延立刻大喝一声 掌上燃起雄雄火焰 携带着一股射人的威势 向他击了过来 他们的距离本就相隔不远 眼看着这一掌就要 狠狠地击在零十三身上 他嘴角露出一抹得逞的笑容 脑海中浮现出 零十三被他一掌击飞在地 身上瞬间被雄雄火焰包裹着 在地上痛苦哀嚎的景象 哄 一声闷响 他立刻感觉自己的手掌 犹如拍在了一块厚厚的铁板上 震得他手掌生疼 手上的火焰瞬间熄灭 定睛一看 零十三周身出现了一层金色的光照 把他的身形包裹在其中 而自己的那一掌 就是击在了这个金色光照上 金钟照 你这是修炼了金钟照 不过你也别得意 我们两个的修为都比你高 我看你这金钟照能支撑多久 看着这层光照 他先是一愣 随后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 这金钟照的防御虽然厉害 可是零十三在里面 也无法发动攻击袭击他们 并且他们两人都是炼气五层的修为 而零十三不过只有炼气四层的修为 僵持下去 灵力最先耗尽的肯定是零十三 想到这里 他对还愣在那里的炼气五层 初期修为的那人吼道 李铁 还不赶快动手 我们联手打碎他的金钟照 看他这次还怎么藏 一边说着 他手中灵力涌动 又是一掌向零十三挥了过去 李铁被他一声冷喝惊醒 想到前师兄说的 那可以加快修炼速度的宝物 他拿出自己的长剑 一时间火光四射 剑影纷飞 两个人都施展出自己的手段 不停地攻向零十三撑起的金钟照 每被击中一次 金钟照上就荡起了一层波纹 随着那层波纹 散去两人的攻击 消弭于无形 周爷爷说的没错 这金钟照 真是一门不错的防御功法 看着外面两人 施展着各自的手段不断攻击 而护在他体外的金钟照 丝毫没有要裂开的迹象 零十三心中惊喜万分 这半年来 他虽然一直努力修炼金钟照这门法诀 但并没有机会试炼他的防御力 到底有多强 看着外面两人 连续攻击两克钟后 已经有些灵力不济 零十三脸上的笑容更深 他们两人得有多想捉住自己 才会如此不顾零力消耗的 想要打碎金钟照 看到了金钟照的效果 零十三也不想再多浪费时间 他运转起体内的零力 附着在双拳上 撤掉了护在体外的金钟照 脚下踩着零波布 手上拳头挥出 快 留下一人继续攻击 另一人先去旁边调膝 恢复零力 零十三的金钟照 却在这时破开 两人都是眼中闪过惊喜 大吼一声 奋力地攻向零十三 砰 一声闷响 零十三一拳 直接轰在了李铁的胸口上 把他击飞出去 啊 李铁惨叫一声 身形飞出十几丈远 咚的一声掉在地上没了动静 零十三这一拳 用上了石成的力道 他可不想 给他再次过来 攻击自己的机会 大半年前 他还只有炼气三层修围的时候 土行鼠的小妖王 就承受不了他拳头的攻击 被他砸死 何况 现在他已经炼气四层巅峰 这一拳砸在李铁身上的威力 可想而知 周延看到零十三挥拳砸向李铁 眼中露出惊喜 掌中直接扫出一片烈火 袭向零十三的后背 哄 一声巨响 零十三的身影 直接被火焰包裹 我击中他了 周延兴奋地想着 手上却是不慢 又一掌烈焰滔天打出 拍向那团人形火焰 只是他的第二掌还没拍到 就失望地发现 那团火焰已经熄灭 而零十三的周身 又亮起了金色的光照 零十三在撤掉 金钟罩的时候就想好了 先解决了李铁 他对自己的出拳速度 还是很有信心的 自己击飞李铁后 再使出金钟罩 肯定可以及时抵挡住 身后周延的攻击 果然没错 他的拳头 比周延的火焰掌快了不止一分 他成功地赶在周延的火焰掌 周延一边走向他 一边轻声问道 周师兄 可以告诉我是谁跟前师兄 说我有提升修为的法宝的吗 你 你 你的灵力并没有枯竭 你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周延看着零十三 闲视自在地站在金钟罩里的样子 眼中划过亥然 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苍白 这还是一个 炼气四层巅峰修为的人吗 哪个炼气四层巅峰的人 可以一拳 把一个炼气五层出气修为的人 打费十几仗 并且 李铁被击飞这么久了 都还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定然已经被他击晕过去 如此看来 零十三的修为 最少都有炼气六层以上 而自己却只有炼气五层的修为 虽然之前他们两人联手 应该也消耗了零十三不少的灵力 但看他气定神闲的样子 恐怕体内灵力消耗 并不是很严重 想到这里 周延生出了退走的心思 但想到前师兄说的那件法宝 他的心中又生出些许不甘 也许他只是强装镇定 若是他体内的灵力还充沛 定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停下攻击 和我说话 说不定他只是拖延时间 想要恢复灵力 再说 自己身上不是还有前师兄 给的中品冰封服吗 走前 前师兄特意交代 他若是不能生生情逼问 就直接击杀后 搜查他的住处和储物带 他总不能把提升修为的宝物 藏在远离自己的地方 这样 他自己使用也不方便 想到这里 他心中的害怕完全消散 脸上又恢复了自信满满的神情 摆出了攻击的架势 他准备再试一次 这次若是还不能伤到林十三 他就使用前师兄 给他的那张中品服传 他不相信林十三的金钟罩 连中品服传的威力 都抵挡得住 只是他若知道 李铁已经被林十三的一拳轰的 没了声息 定然不会再有如此想法 说起来很久 但时间其实也就转瞬之间 林十三看着周延站在那里 脸上神色变换不定 先是闪过害怕的神色后 又镇定下来 看来他是有什么厉害的底牌 不能再给他出手的机会 他心中瞬间有了决定 青云犬 林十三立合一声 出拳如风 身形如利剑般 冲向面前的周延 一拳直直地袭向周延的要害 看到周延的神情变化 他已经不打算留下他的性命 询问是谁告诉的前师兄 他有提升修为的宝物 前师兄已经相信了这件事 就算他揪出那个背后胡说的人 也于事无补 为经之际 只有杀了眼前的两人 赶快进山取了火帘子 和那几个除物袋 尽快提升自己的修为 才是真正的自保之道 前师兄的势力就算再大 在宗门内 也还是不敢过于的胡来 而他现在的修为 并不是随便来个人 就可以拿捏住他的 林十三的拳头飞快 周延的火云掌也并不慢 在下定决心 再试探一次林十三的实力后 他也打出了自己最厉害的一掌 烈火分身 哄 林十三裹挟着精灵力的巨大拳头 轰出一片金灿灿的拳影 和周延的烈火分身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剧烈的灵力风暴 啊 只僵持了一瞬间 周延的身形就到飞出去 那一片拳影 裹挟着熊熊燃烧的火焰 把周延包裹在内 只是几夕的时间 他就变成一捧灰烬 被风一吹消失不见 而林十三则是站在原地 身姿鼻挺 犹如一座巍峨的山岳 连晃动一下也没有 收起拳头 林十三面无表情地走过去 捡起地上周延的储物 带收了起来 经过这两年的成长 他不再是当初那个心慈手软的少年 对于弱者 他不会主动欺负 对于恶人 他遇到一个斩一个 他捡起李铁掉落的长剑 来到他的面前 摘下他腰间的储物袋 然后一剑削掉他的脑袋 完全断绝了他存活下来的机会 没有去管李铁的尸体 既然他们有胆子 跟着他进入这青云山脉中 就要有成为妖兽食物的心理准备 向青云门的方向看了一眼 林十三转身头也不回地 往山脉深处盾去 钱师兄 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见 林十三沿着记忆 往白虎峰后面的那个出口走去 一路上他都施展起五行顿法前进 只在金剑猪的活动范围内 击杀了几头剑猪带上 这次他可能又要在这青云山脉中 待上一个来源 也不能天天啃干粮 有了这件猪肉 偶尔也能改善一下口味 之后他就专心赶路 就算遇到妖兽 也早早地避开 在他如此全力赶路下 只花了半天 他就来到白虎峰的后山下 林十三先来到山洞的入口处 这里还是和一年前一样 树木苍翠 没有什么妖兽在这片区域活动 仔细回想了一下 林十三找到自己当初留下的记号 看着眼前的山壁 他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 按照墨苍之前教他的口诀 他很快进入到山洞中 山洞里面何 年前一样安静 林十三找出当初自己藏起来的千换 查看了一番 收进储物袋中 收好千换 他又拿出之前得到的那两个储物袋 把里面的东西 全都拿出来查看了一遍 之前急着赶路 他并未查看里面有些什么 两人储物袋中的东西并不多 总共只有20块夏品零食 一瓶名气单 三张福转 不过 他们每人的身份预排中 都有400多个贡献点 林十三毫不客气地 把贡献点转移到自己的身份预排中 两人的加起来 一共有890个贡献点 看来他们认为 他们两个人对付我一个人 根本无需准备过多的东西 林十三如是想着 拿起那三张福转 查看是什么品种 其中两张他一眼就看出 是夏品顿福 咦 竟然还有好东西 当林十三拿起第三张福转仔细感受的时候 脸上露出一股惊喜之色 一股强大的水灵力扑面而来 竟然是一张水属性的中品福转 看来当时周延看到李铁被一拳击飞 却并没有吓得立刻逃跑 所以仗的就是这枚中品福转 以当时的情况来判断 这应该是一枚攻击类型的中品福福转 有了这枚福转 自己对付那条活猛的把握将会更大一些 把这些东西分类收好 林十三开始小心地往山洞深处前去 也不知道 今天是不是那只妖兽进食的日子 林十三小心地往里前去 心中却在默默盘算 他施展身法 在山洞中急迟了半个时辰 才停了下来 这里离那个火山口已经不远了 思考良久 林十三决定 还是先去火山口边查探一番 他实在有些担心 火莲子提前成熟 被那条活猛吞噬 他现在迫切地想要去看一眼 确认火莲子还完好无损地在那里 况且 他现在的修为和一年前 也不可同日而语 他相信 就算他的运气实在太差 刚好碰到火莲进食的时候 也不会再像一年前那么狼狈 小心地 潜到火山口边缘 鼓鼓热浪扑面而来 地底的岩浆不停地翻滚着 林十三一眼就看到了那株 在岩浆中注立着的火莲子 此时 火莲子上面 只剩下了一片花瓣 脸棚上的六颗火莲子 运运着火红的光芒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不凡 即便还隔着近百丈的距离 林十三都能感受到 他上面散发出来的强烈火灵力 确认火莲子还没有完全成熟 没有被火莲吞噬掉 林十三松了一口气 这才看向被困在那块巨石上的火莲 他依然静静地盘在那里 几乎与被岩浆烤红的岩石融为一体 若不细看 根本无法发现他 他看起来比之前更瘦了一些 这样显得他那巨大的头颅更加突兀 那柄残剑依然静静地 卡在火莲的后颈处 这样看着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他既然能死死地定住这条实力强大的火莲 就定然不是反品 在林十三看向那柄残剑的时候 五行玄石上的小红又开始躁动起来 林十三急忙收回目光安抚他 安抚好小红 他才又看向那条被定住的火莲 这次他没再去看那半截残剑 而是仔细打量 他那足足有两个磨盘大的脑袋 上次经过的时候 因为害怕把他惊醒 林十三并未仔细打量过他 现在认真一看才发现 若是他那大嘴张开 自己做小身板 恐怕不够他塞牙缝 这么大的脑袋 他那双眼睛若是睁开得有多大 正在如此想着 一双如灯笼般的眼睛 在那巨大的头颅上缓缓睁开 似乎察觉到有人在窥视他 火莲那巨大的眼睛瞬间睁开 眼中射出骇人的冷芒 火莲醒了 林十三脑海中瞬间掠过这个念头 在念头升起的同时 他已经施展起零波布 往洞外狂奔 巨石上被困住的火莲 反应也不慢 瞬间张开了他那血盆大口 如林十三所想 他若是落入火莲口中 真的是还不够塞他的牙缝 一阵沉闷的呜呜声 从他喉间爆出 只见他周围运运的火灵器 疯狂涌向他张开的大嘴 很快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而那个漩涡的中心 就是火莲的大嘴 一股强大的吸引之力 随之传来 拉扯着林十三的身体 让他前进的速度 瞬间慢了下来 直到最后停步不前 林十三运起体内的灵力抵抗症 一阵强过一阵的拉扯之力 身上的压力瞬间减轻不少 他抽出长剑扎入旁边的岩壁中 以此来减少自身的灵力消耗 稳住身形后 他暗自松了一口气 看来自己的估算并没有错 在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后 火莲的这种吞噬之力 对自己的威胁减弱了不少 不过 这是在他本身和火莲 就相隔了百丈远的距离的情况下 若是火莲就在他的境前 结果如何 那就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知道火莲子怎么样了 在火莲如此强大的吞噬之力下 火莲子会不会就此被那火莲吞入腹中 林十三一边抵抗着那股拉扯之力 心中却有些担忧地想着 此时 弟弟本就不平静的岩浆 受到火莲吞噬之力的影响 开始翻滚起了阵阵巨浪 随着岩浆巨浪的翻滚 那珠火莲子也不停摆动 身姿妖娆 看起来圣洁而又美丽 丝毫不受着风暴的影响 那片唯一还在的花瓣 也是摇摇欲坠 但无论岩浆巨浪翻滚得有多汹涌 火莲子上的那片花瓣 也丝毫没有要掉下来的意思 新的一轮吞噬之力 再次席卷在整个山洞中 火莲在第一回合的吞噬中 并没有如他所愿地 把林十三吞进覆中 立刻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 他那双如灯笼般的双眸中 燃起两簇火焰 上一次 他就感受到了 有人类修炼者闯入的气息 只是后来一直没有发现异常 他还以为是自己 被困在这里太久 产生了幻觉 但就在刚才他清醒过来的一瞬间 他又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 有人类修炼者的灵石在他周围出现 并且与他上次感知到的那个气息 一模一样 看来是有人类修炼者 也发现了这株快要成熟的火莲子 这次若是还不能把这个 潜入进来的人类吞噬 自己只能一直保持清醒 防止那个人类 暗中潜入采摘火莲子 他可不想这些年的等待复之东流 幸好离火莲子成熟的时间已经不远 这段时间 他就算不陷入沉睡中 也还是支撑得住 通过他这么多年的努力 压制他的这柄剑中的力量 已经被他消耗得差不多 只是他的身体 也因为长期没有足够的能量补充 变得虚弱不堪 他只要在这株火莲子成熟之后 把它吞噬 他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可以借助火莲子庞大的能量 冲破这柄剑的压制 到时他就能够重获自由 海阔天空 任它遨游 以他的血脉 再找一处伏地 潜心修炼 说不定有一天 还能够蜕变成传说中的蛟龙 但是他能感觉到 那个前进来的人类实力 明显比上次有所提升 我得保存实力 想到这里 他立刻停下来了攻击 这些年来 他主要靠 吸食这里浓郁的火灵器生存 吞噬那些小野兽 不过是为了饱饱口腹之欲 既然想要保存实力 就没必要再浪费 自己体内的灵力 去吞噬那些小野兽 这边的零食三 在抵御过去 又一波的吞噬之力后 正全神贯注地 运行着体内的灵力 准备抵挡更强的吞噬之力 他很明白 那条火蟒 今天肯定已经发现了他 按照上次的经验 他既然发现了自己 定然不会这么轻易地 放任自己离开 因此 他已经做好了 花半个时辰的时间 来和火蟒 进行拉锯战的心理准备 同时 也能借此机会 测试一下火蟒的灵力 到底有多深厚 只是没有想到 火蟒在第二波 攻击落空后 并没有再继续攻击 足足等了一刻钟 山洞中 都没有再想起火蟒 发起攻击的乌声 难道火蟒当时 并没有发现我 林十三有些疑惑地想着 随即 他就立刻否认了 自己的这个想法 火蟒的双眼 在睁开的那一瞬间 闪过的寒光 只有在发现敌人的时候 才会如此的锐利 略一思索 他很快明白了 火蟒的想法 看来这条火蟒的等级 应该很高 因此 他的智商也很高 他只是因为 被困在这里太久 没有得到足够的灵力补充 实力才会如此弱 那珠火莲子拱手相让 想到这里 林十三在心中 对火蟒的实力 有了新的认识 看来只能和他硬拼了 时间还不能拖得太久 距离火莲子成熟的时间越近 他的警惕性 应该也越高 林十三果断决定 立刻去安全的地方调息 等自己的灵力 恢复巅峰状态后 就立刻行动 一个时辰后 林十三睁开双眼 收起手上的法觉 他没有丝毫停顿 施展起火 顿速往火山口而去 到了火山口 他并没有鲁莲地直接下去 秉持着一直以来 小心谨慎的心态 他先探出头 往下看了一眼 果然 火莲并没有进入休眠状态 而是睁着 那双灯笼大的眼睛 看着岩浆中那朵 摇拽身子的火帘子 按照计划行事吧 林十三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忐忑 这是他第一次 直面修为比自己高的对手 但自己也有不小的优势 再次向外看了一眼 火莲应该没有想到 他这么快就会行动 一直盯着那朱火帘子 施展起零波步 林十三尽量把自己的身体 靠着岩石往下跃 这样可以降低 被火莲发现的几率 十丈 二十丈 三十丈 五十丈 林十三和火莲之间的距离 已经不足五十丈 这期间 火莲也会偶尔抬头 查看一番 但都被林十三激紧地 避了开去 因此 他并没有发现他的靠近 一个时升过去 林十三和火莲之间的距离 已经只剩下十丈左右 看着近在咫尺的火莲 林十三有些犯难 若是能够在前进五丈左右 他有把握 能够直接跳到火莲的后背上 到时他就能掌握主动权 火莲的吞噬之力 也就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 但是现在他们中间 已经没有了好的藏身之处 十丈远的距离 他还没有足够的把握 在火莲发现他前 就成功偷袭到他 观察良久 并没有什么可行之法 看他只能 自己制造机会了 林十三拿出之前 得到的那张水系中品符传 也不知道 这是一张 什么样的攻击符传 不过这对现在的他 来说并不重要 他只需要这张符传中的水灵力 能够划出大片的水雾 遮挡住片刻火莲的视线 就可以了 确定了方案 林十三毫不犹豫地飞升而起 把手中的符传激活 然后迅速扔向巨石上的火莲 在林十三 从躲藏的岩石上 跃起的一瞬间 火莲瞬间 察觉到灵力波动 巨大的头颅 立刻转向林十三的方向 张开大嘴 就要施展他的吞噬之力 刷 一股冰寒之气 四散开来 就算在这灼热的火伤口中 林十三都忍不住 打了一个寒颤 竟然是一张冰封符 火莲半个脑袋 和他那张着的大嘴 瞬间被冰封住 尖利的毒牙 闪着幽蓝的光芒 看着分外滑稽 林十三惊喜不已 虽然在这灼热的环境下 不一定能够 封住火莲多久 但他只要有一息的时间 就已经足够 林十三脚踩灵波步 手握长剑 迅速地向着 被冰封住的火莲靠近 同时 他立刻呼唤 五行玄石上的小红 小红可以操控 禁锢火莲的那柄残剑 到时他先刺瞎火莲的双眼 小红就操控长剑 扰乱火莲的思绪 只要他们配合得当 定能顺利击杀这条火莲 接收到林十三传来的信息 小红迫不及待地飞了出来 直直地射向那柄长剑 从剑柄出没入 火莲在他的脑袋 被冰封住的瞬间 就扭动着脖子 把他那巨大的头颅 砸向地面 企图以此助他脱困 他现在最大的攻击手段 就是他的吞噬之力 此时他的嘴被束缚住了 那就等于 没有了任何的攻击手段 而他的身体 又被残剑禁锢住 他就成了案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虽然这只会维持 很短的时间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却是非常的危险 同一时间小红 没入残剑 那柄剑瞬间发出 耀眼的光芒 开始剧烈颤动 火莽那被冰封住的双眼中 流露出痛苦之色 可见这柄残剑 对他的伤害有多大 看来这柄残剑 还是一件不错的宝物 只是不知 怎么被损坏了 临时三看着这一幕 心中不由有些惋惜 心中想着 他动作却并不慢 就在这眨眼间 他已经来到了 火莽的面前 哼 虽然因为小红没入残剑 给火莽带来巨大的痛苦 但他还是摆动着 巨大的头颅 重重地砸在了岩石上 束缚住他的冰块 瞬间被砸得四分五裂 摆脱了冰封的束缚 火莽眼中燃起怒火 正要张开大嘴 发动他的吞噬之力 把这赶来偷袭 他的人类修饰 吞入腹中 成为他的养料 临时三一个纵月 飞身扑了过去 扑吃 他手中的长剑 狠狠地刺入了火莽的左眼中 只剩下剑饼露在外面 滚烫的鲜血 喷了临时三一声 呜 火莽痛得尖声惨叫 不停地晃动着 他那巨大的头颅 企图把握着剑饼的 临时三甩脱下来 然后一口吞入腹中 临时三双手紧紧地 抓住剑饼 任由火莽如何晃动 他的头颅 他都丝毫不松手 下面 小红不停地刺激残剑 让残剑不停颤动 使得火莽痛苦不堪 上面临时三死死地 握着剑饼 毫不松手 让火莽 没有丝毫摆脱他的机会 火莽的一番挣扎 只是让他更加的痛苦 但他并不想放弃 他知道 放弃就是死 他被困在这里这么多年 眼看有了希望 从这里脱困而出 他可不想此时被灭杀 火莽强忍着痛苦 疯狂摆动他的头颅 希望能够把零时三 从他头上甩下来 咚咚咚 随着火莽头颅的 猛烈晃动 零时三的身体 也被晃得一次次 砸向火莽的脑袋 发出声声闷响 不能让他这样下去 虽然他的练体诀 已经达到第四转 这样的碰撞 对他身体伤害并不大 但是 一直这样撞击下去 也让他有些头昏眼花 先把他的另外一只眼睛 也刺下了 再做打算 想到储物袋中 还有之前得到的几柄长剑 他一直没有 拿去换成贡献点 零时三立刻取了一柄出来 奋出一股灵力 附着在剑肩上 刷 他用自己的零时 控制着这柄长剑 狠狠地刺向火莽的 另一只眼睛 哦 火莽显然并没有想到 这个并不是很强大的人类 竟然已经可以使用零时预剑 常见毫无阻碍地 刺进了他的另一只眼睛中 他只能发出阵阵痛苦的哀嚎 一颗头颅晃动得更加厉害 零时三知道 他这只是在 做无谓的挣扎 只管牢牢握住手中的剑柄 无论他是拼命摇头 还是使劲地把头往地面砸 他都丝毫不松手 愿由火莽折腾 他脑海中 却在思考着 如何才能彻底灭杀 这条火莽 火莽除了眼睛和嘴巴 全身都是坚硬的鳞片 他那张巨嘴 有吞噬之能 自己根本无从下手 看来眼睛 是杀死这条火莽的唯一途径 但现在火莽 这样不停地晃动他的脑袋 自己也无从下手 看来还要等待一个机会 不过 他最不缺的 就是耐心 如此折腾了一个时辰 火莽似乎没有了力气 晃动的速度越来越慢 最后停了下来 但零时三并没有松手 蛇性阴险狡诈 只要他还有一丝气息 就有可能反咬你一口 不过 此时正是杀他的好机会 零时三眼中 闪过一道金光 他把全身的灵力 全都运转到双手上 瞬间 他的两只手上 瞬间散发出耀眼的灵光 青云拳 零时三大喝一声 一手牢牢抓住剑柄 另一只手上 灵力闪动 青云拳被他使出 直 的砸向手中紧紧握着的剑柄 火莽全身都布满了坚硬的鳞片 只有眼睛 是唯一的突破口 他打算用这一拳之威 把长剑击入火莽的脑部 看能否以此击杀他 呜 零时三的拳头才刚刚扬起 刚才还奄奄一息的火莽 斯明一声 又开始疯狂摇晃起他那巨大的头颅 看来刚才他果然是假装脱裂 以此来放松我的警惕 然后再突然发裂 想把我从他头上甩开 零时三心中闪过了然 手上的拳头 却丝毫不受影响 直直地砸向握着的剑柄 哄 一声闷响 那携带着零时三一声威力的一拳 还是狠狠地砸在了剑柄上 噗哧 长剑被轰得深深地插进火莽的脑海中 连带零时三的手臂 也有一半陷进了火莽的眼睛里 呜 火莽喉间发出一声惨叫 零时三心中一喜 看来这一招是正确的 不过没等他高兴起来 他就看到火莽聚嘴张开 对准地底的岩浆 口中发出无与伦比的吞噬之力 糟糕 他这是 眼间自己活不成 就要把火莲子毁掉 零时三心中大惊 看来这柄剑并没刺中他脑中要害 没了这株火莲子 一时之间 让他去哪里寻找高阶的炼体灵药 只见地底的岩浆 在火莽的吞噬之力下 开始朝着这边涌动 而那株火莲子 也受到这股吞噬之力的影响 顺着岩浆的涌动 快速地向着火莽而来 不能让他就此毁了火莲子 零时三迅速地抽出自己手臂 脚尖一点 向着火莽另一只眼睛上的剑柄踩去 哼 由于他在火莽头上 并未受那吞噬之力的影响 而火莽此时一心想要毁了那火莲子 无暇在顾及他头上的零时三 这一脚 重重地踩在了火莽右眼上露出的剑柄上 长剑瞬间便没入火莽的眼中 往他脑海深处扎去 这一次 零时三算准了方向 长剑直直地向着火莽脑海刺去 呜 火莽惨叫一声 锯嘴张得更大 吞噬之力猛层 火莲子就要被他的吞噬之力吸引着飞出岩浆 零时三心中暗道可惜 若是火莲子离了岩浆 就算他在最后关头夺下这株火莲子 他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正当零时三准备 在火莲子被火莽吸入口中前 尝试冒险抢夺火莲子 呜 哼 火莽悲鸣一声 巨大的头颅重重地摔在岩石上 发出一声巨响 零时三连忙一个纵月 从火莽头上跳了下来 看向倒在那里一动不动的火莲 这条火莲死了吗 站稳身体 零时三看着一动不动的火莲 并没有立刻上前查看 之前火莲假装灵力用尽放弃挣扎 后又突然袭击的事 他可没有忘记 小心地退到安全位置 零时三看向岩浆池 没有了火莲吞噬之力的影响 岩浆池又恢复了平静 火莲子又落了回去 继续在其中舒展着身姿 看到火莲子并没有被吸出岩浆池 也没有折断 零时三松了一口气 收回目光 他又看向面前的火莲 自己的实力 还是太弱了 他还是没有上前去 查看火莲是否已经彻底被灭杀 而是就这样 站在安全的位置 静静地看着 同时 体内运转起五行诀 缓缓地恢复着被消耗的灵力 两个时辰后 零时三体内的灵力 恢复到巅峰状态 而那条火莲 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两只眼中流出的鲜血洒了一地 看来他是真的死了 就算当时没有彻底死透 这么多鲜血流出来 也能彻底断了他的生机 零时三这才小心地走了过去 来到那柄残剑处 小红 小红 小红进去之后 就没有再出来 零时三站定后 在心中轻轻地呼唤着他 小红从剑柄断裂处 露出半个身影 看样子 他并不愿意离开这柄残剑 这让零时三更加好奇 这是一柄怎样的剑 连小红这样的灵物 都想把它当成自己的修炼场所 有了这柄剑 他竟然连五行玄石都不想回了 难道这柄残剑 比五行玄石更高阶吗 如此想着他伸出手 握住残留在外的剑柄 尝试把它从火蟒的身体中拔出来 剑柄入手 一股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 时而感觉非常亲切 时而又传来阵阵排斥 没有多想 零时三手上用力 想要把这柄残剑拔出来 看看它究竟长什么样 但它却并没能如愿地把它拔出来 一股沉重的感觉 从握剑的双手处传来 让零时三觉得自己 似乎再拔一座高山 零时三不甘心 全身灵力聚集在手上 大喝一声 握着剑柄往外拔 只是那柄残剑 还是纹丝不动地卡在那里 似乎和下面的岩石融为了一体 难道这柄剑 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 拔了几次 始终无法把残剑拔出来 零时三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他听墨爷爷说过 一些武器在达到灵宝级别后 会产生气灵 这样的武器威力强大 拥有自己的意识 若非他认定的主人 别人完全无法操控他 想到这里 零时三更加想把他拔出来 看看这是一柄怎样的剑 小红 小红 可以帮我一起把他拔出来吗 想到之前 小红进入残剑中 剑身产生的阵阵异动 零时三向小红问道 好 小红很快向零时三 传达了他的想法 那我们现在开始 起 得到小红的回应 零时三立刻把全身的灵力 都运转到手上 双手握上剑柄 手上灵光闪动 大声喝道 顿时残剑开始颤动 发出阵阵火红的灵光 在零时三和小红的配合下 剑身开始慢慢地往外移动 有效果 零时三心中闪过惊喜 手上的力道 却分毫不减 在这耀眼的光芒中 残剑慢慢被拔了出来 叮 残剑在被拔出来的瞬间 发出一声清脆的剑鸣 似乎在诉说着他的不满 零时三知觉手上一清 之前那种沉重的感觉 完全消失不见 他差点一个重心不稳 跌坐在地上 还好他反应迅速 在后退了两步后 稳住了身形 站稳后 零时三立刻看向手中的剑 不过 他却颤抖着想要脱手而出 零时三立刻把全身的灵力 运转至手上 这才堪堪把他握住 这可真的是一柄残剑 看清手中的剑 零时三不由露出失望的神色 这确确实实就是一柄残剑 之前他还以为这柄剑 只是剑饼断裂 修补一番 还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 他不光是剑饼只剩小半截 连剑身恐怕也只有小半截 看着眼前不足一尺长的半截剑身 零时三失望地想着 这样的剑拿来 有什么用 就算拿去回炉重练 练气师恐怕还嫌麻烦 看来只能拿回去 给小红当玩具 想到这里 零时三准备把他直接丢进除物袋 他还是赶快去把活蟒的尸体收起来吧 说不定比这截剑的价值还要高 收 收 这时 小红却突然从残剑中窜出来 焦急地向他传递着这个信息 小红 你放心 我现在就把他收起来带回去 以后你想去里面玩 随时都可以 零时三以为 小红是要他把这一小截剑身带回去 立刻就把那一小截残剑 收进了随身携带的储物袋中 谁知小红看见他把那截剑收起来 却急地围着零时三上下乱转 小红 你这是怎么了 我不是已经帮你把他收起来了吗 零时三疑惑地看着上下乱窜的小红 虽然因为小红长期待在他石海中的五星悬石上 他对小红传播的一些意识都能理解 但现在 他却被小红弄糊涂了 小红似乎也感知到了他的疑惑 停下了乱窜的行为悬浮在半空中 不过很快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迅速地窜进零时三的石海中 然后又窜出来 如此来回数次 最后又停在那里 对着零时三传达着 收 收回的信息 你是让我把他收进我的石海 零时三拿出那截断剑 惊讶地向小红问道 是 是 见零时三明白了他的意思 小红欢快地晃动着他的身体 不停地向零时三传达着肯定的意识 这可不行 只有我的本命法宝 才能收进我的石海中蕴养 零时三果断拒绝 他若收了这样一件本命法宝 以后和人对战的时候 拿出这半截断剑 恐怕会被对手笑死 厉害 小红见他拒绝 又开始焦急地围着他打转 并且传递着信息 试图说服零时三 他再怎么厉害 也只是一个残品 我也无法用他战斗 况且 一个人的本命法宝 只能有一件 这件事肯定不能答应你 虽然平时在一些小事上 他都有着小红 但用一个产品做本命法宝 他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如此想着零时三一仰手 就要把那一小截断剑 收回储物袋中 小红毕竟只是出具零时 根本都不懂这些 还是等闲下来 再给他慢慢解说 哗 就在这时 一便突然发生 小红那小小的身体上 突然爆发出强烈的灵力光芒 随后 零时三手上的那截断剑 也爆发出一阵强烈的灵光 直接从他手上飞起 一个转身在他手上 划出一道血痕 一串血珠撒上剑身 瞬间被他吸收 断剑上爆发出 更加强烈的光芒 一个神秘而古朴的符号 很快在零时三 和那截残剑之间形成 然后迅速地一分为二 分别没入零时三 和那截断剑中 一变发生得太快 且零时三对小红并无戒心 等他回过神来 想要阻止的时候 那个神秘符号 已经没入他的眉心 那截断剑 也跟着幻化成一道 光影没入他的眉心 进入他的石海 而小红的光芒 瞬间暗淡下来 他的身体也迅速缩小 只剩下和零时三 出相遇时一般大小 若非 他一直停在那里没动 零时三都快分辨不出他 和其他火灵力的区别 零时三没有想到 小红要让他收下 这截断剑 作为本命法宝的决心 如此坚决 小红 你这是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 有可能会让你 刚形成的零时消散 零时三回过神来 焦急地朝小红怒吼道 看着这个样子的小红 零时三已经无法去责备他 让他自己以后 只能有一柄残缺的本命法宝 一柄残缺的本命法宝 他以后还可以寻找材料 请炼器大师修补 小红那懵懂的零时 若是消散了 以后想要再形成 简直是难如登天 面对零时三的怒吼 小红只是静静地 悬浮在那里 没有了半分波动 十三 小红的零时 怎么消耗得这么严重 正当零时三想要 让小红赶快回到 五行悬石上的时候 墨仓的声音突然响起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他的身影出现在零时三旁边 这次他的身影 看起来比之前要凝食许多 看来捕魂草 对他确实非常有用 扫了一眼 没了气息的活忙 墨仓并没有立刻追问 什么 小红的零时 要消散了吗 零时三大惊失色 对于墨仓的突然醒来 完全没有了惊喜 墨爷爷 我现在要怎么帮他 他立刻焦急地 向墨仓问道 赶快让他回到 五行悬石中运养 应该还能养得回来 墨仓没有问他 发生了什么 立刻回答了他的问题 小红 你赶快回五行悬石中 我不生气了 不等墨仓把话说完 零时三就迫不及待 轻声地对小红说道 只是小红 却似乎没有听懂他的话 还是静静地悬浮在那里 墨爷爷 小红 这是怎么了 零时三的声音中 带上了一丝慌乱 他担心小红的零时 已经消散 十三 别担心 他现在可能是能量耗尽 小红对你的零时非常亲近 你用你的零时靠近他 然后慢慢地 把它卷进你的石海中 零时三立刻小心地 探出他的零时靠近小红 当他的零时一靠近 小红就轻轻地跳动了一下 似乎非常高兴 零时三心中惊喜 看来小红还在 他小心地带着小红 进入他的石海当中 进入到零时三的石海后 小红似乎活跃了一些 不再需要他的引导 自己就跳到了五行悬石上 墨爷爷 小红他会没事吧 零时三小心地向墨仓问道 他没事 只是消耗过度 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 你现在可以给我讲讲 发生了什么吗 处理好小红的问题 墨仓开始询问 零时三事情的经过 零时三把刚才发生的事 和墨仓详细说了一遍 小红竟然还有这样的能力 墨仓有些惊讶地说到 随即脸上露出疑惑 不过 我刚才看到你零时中 是多了一把小剑 而非一阶段剑 是多了一把小剑吗 零时三疑惑地 看向石海中 刚才他引领小红进去时 因为担心小红并没有关注之前 进入他石海中的那柄断剑 果然一柄通红的小剑 静静地悬浮在他的石海中 难道是小红召唤出的那个符号 修复了这把剑 零时三疑惑地想着 出来 感觉到自己与那柄小剑的联系 零时三轻喝一声 对他下达命令 那柄小剑在零时三的石海中 轻轻地颤动 一股抗拒之力传来 他并不想服从零时三的命令 原来这柄剑中 竟然已经产生了气灵 难怪小红进去后 这柄剑就会发出 灵光不停颤抖 应该是小红和剑中的气灵打起来了 零时三从小剑的 抗拒意识中感受到了 剑中的那个灵体 那个神秘的金色符号 瞬间在剑身上亮起 小剑安静下来 乖乖地飞出零时三的石海 落在他的手上 果然是一柄完整的小剑 剑柄上还有着繁复的神秘花纹 剑韧闪着柄烈的寒光 一看就知道他的不俗 不过应该说 他是一把匕首来得更贴切线 因为他实在太小 剑身加上剑柄 不过一尺来长 这个长度和之前断剑的长度相吻合 难道真的是小红那个术法 让他变成了一柄完整的剑 零时三心中疑惑 不由自主地问了出来 应该不是 按你所说 小红施展的 应该是一个上古灵气 这柄剑之所以会这样 应该跟他的练气手法有关 小红施展出来的 竟然是上古灵气 莫爷爷 你知道 是什么样的上古灵气吗 可以强制让一柄 有气灵的灵气 任我为主 这柄剑竟然已经有气灵了 那他若是在完整状态下 最少也是一件灵宝 就算现在不是完整状态 这柄剑的气息 也已经是灵气巅峰 莫苍惊讶地看着零时三 手上那柄小剑 用他的神识查探了一番 确实发现 里面有一道微弱的气息 成型的时间应该不久 确实有气灵 不过 这道气息和这件本身 并不是特别相符 看来是以前的气灵 泯灭了 后来巧合中进入的 还没有和这柄剑 完全融合 这灵气竟然一道 上古的主仆灵气 有了这道灵气的约束 剑中的气灵 必须听从你的指挥 并且以后你若出了意外死亡 这柄剑里的 剑灵会跟着你 一起消亡 而这柄剑 若是被损毁 对你却完全没有影响 莫苍查看了那道气灵后 又被小剑上的 那道灵气 进行了一番查探 然后满脸惊讶地 对灵石三说着他的发现 不是说本命灵气 若是被毁了 对他的主人 也有很大的伤害吗 灵石三 却是疑惑地问道 这都是 莫苍以前跟他讲过的 所以 他叫上古灵气 早已经失传 我也只是在一本古籍上 看到过 没想到 却是真的有这种灵气 听你所言 小红似乎也很喜欢这柄剑 说不定他和这柄剑 有什么牵扯 到时他和剑中的 这个气灵 肯定有一次交锋 谁赢了 谁就主宰这柄剑 他恐怕是担心 自己战胜不了 这剑中的气灵 才强行施展了 这个灵气 以后 就算不是他主宰这柄剑 里面的气灵 也只能乖乖听你的话 为你服务 莫苍把他知道的 和他的猜测 说了出来 灵石三瞬间 红了眼眶 难怪刚才 他要召唤出那柄小剑的时候 他本来并不愿出来 最后还是乖乖地出来了 这都是小红 在剑身上 落下那个灵气的作用 小红可真是傻 而自己当初 还不相信小红 灵气 和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在小红恢复过来后 帮助他吞噬了这剑中 新生的气灵 莫苍剑灵石三情绪 有些低落 不想他因为这件事 留下心结 影响他以后的修炼 立刻说道 知道了 莫爷 我一定会好好酝酿他 并且尽快压制住剑中的气灵 林石三听得心中一阵 心中的愧疚消散 剩下的是 满满的斗志昂扬 莫爷说的对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我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辅助小红 战胜这剑中的气灵 林石三看向手中火红的小剑 喃喃自语道 既然小红总有一天 会成为你的剑灵 那你就叫火灵剑吧 小剑在他手上一阵颤抖 似乎想要反抗 他的剑身上 立刻又浮现出 那个金色的神秘符纹 火灵剑立刻恢复平静 林石三微微一笑 把火灵剑收进石海中 他一定会尽快帮助小红 吞噬了里面 新生出来的那个剑灵 莫爷爷 你已经把那颗养魂草 全都吸收完了吗 想通了小红的是 林石三心情豁然开朗 看着眼前 莫苍凝食不少的身影 他关心地问道 已经差不多了 还剩下不多的能量 我可以慢慢再吸收 你现在还是 赶快把这火蟒忙收起来 然后等待火帘子成熟 其实 莫苍是被那道上古灵气 烙印在林石三的灵魂上时 散发的气息惊醒的 但他并不想林石三 因为这些小事介怀 莫爷爷 这火蟒的皮非常地坚硬 等回去我可以找人 把他做成一身不错的护甲 林石三看向旁边的火蟒 挥手把他收进储物袋中 这是一条变异的火蟒 他的全身都是宝 若有灵兽 用火蟒的血肉来喂养 还可以加快灵兽的生长速度 莫苍有些可惜地说道 莫爷爷 肉仔可能要觉醒妖兽血脉了 听到莫苍这么说 林石三高兴地 向他说了肉仔的情况 肉仔竟然真的是妖兽 莫苍虽然如此说着 脸上却并没有多少惊讶之色 莫爷爷 你早就猜到肉仔是妖兽了吗 说到肉仔 林石三满脸的高兴 火蟒被斩杀 他们在这里很安全 爷孙俩难得放松地聊起天来 在等待火莲子成熟的这段时间里 林石三并没有放松 这里的火灵器非常浓郁 他除了每天花固定的时间 来酝养火灵剑 其他时间全都用来修炼 在火灵器如此浓郁的环境下 修炼了十几天 林石三体内的灵力更加凝炼 突破炼器五层 不过是时机的问题 炼体诀在如此浓厚的火灵力锤炼下 也稍有进步 只等得了火莲子服下 定也能一举突破到第五转 这天 火莲子上的最后一片花瓣 终于缓缓落下 一阵淡淡的清香 飘散在空气中 火山口内的火灵力 瞬间变得更加浓郁 那六颗火莲子散发出一阵 耀眼的红色宝光 若非在这地底下 这光芒定然会传出老远 吸引众多的人前来争抢 莫爷爷 火莲子成熟 呃 灵石三抑制住心中的激动 站了起来 对在五行玄石中修炼的莫苍说道 赶快采摘 莫苍立刻催促道 火莲子成熟后一刻钟内若没采摘 它就会自动脱落 掉入下面的岩浆 没有回答莫苍的话 灵石三已经放出他的灵石 探向那株成熟的火莲子 为了方便采摘火莲子 他早早地选好了一处 距离火莲子最近的岩石 以便能够在他成熟后 最快地采摘下来 在灵石三的灵石 接触到火莲子的时候 一股灼热的感觉瞬间传来 灵石三迅速操控火灵箭 斩向火莲子下方 在火莲子被斩断的瞬间 就迅速把它卷到自己手中 莫爷爷 我摘到火莲子了 灵石三边说边仔细打量手中的火莲子 六颗火莲子 犹如六颗璀璨的红宝石 浓烈的火灵器扑面来 让它的整个身体都得到滋润 通体舒畅 灵石三迅速拿出之前准备好的浴盒 把火莲子小心地放进去 带好盖子 收进储物袋中 这样能够防止火莲子的灵器外移 更好地保存它的药性 十三 快走 就在灵石三把火莲子 收进储物袋的一瞬间 莫苍突然大声喊道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灵石三还是迅速地运转体内灵力 施展灵波步往上跃去 同时 它还施展出了金钟罩 一层淡淡的灵力光照 瞬间在它体外形成 哄 嘖嘖 灵石三刚从岩石上跃起 体外的金钟罩也刚刚成形 一股巨大的轰鸣声 从下面的岩浆池传出 里面的岩浆瞬间沸腾起来 卷起阵阵巨浪 灵石三为了方便采摘火莲子 它所选的位置离地底岩浆非常近 卷起的岩浆巨浪 瞬间朝它跃起的身形扑了过去 和灵石三撑起了金钟罩 撞在了一起 灵石三直接被这股巨浪 拍得撞到了岩石上 整个火山口都颤动起来 大大小小的碎石 不断从上面滚落下来 滚烫的岩浆撞在金钟罩上 立刻发出滋滋的声响 金钟罩的光芒瞬间暗淡下去 灵石三顾不得去想发生了什么 在又一波岩浆巨浪卷来之前 全力运转全身灵力 脚下一点 飞身往上跃去 同时 撑起金钟罩 护住自己全身 哄 又一波岩浆巨浪袭来 拍打在灵石三身上 又把他的身体撞向岩壁 这一次 他幸运地跃到了上面一块岩石上 虽然同样被那岩浆巨浪拍倒在地 他却松了一口气 看来 只要自己速度够快 就能顺利跃到上面的岩石上 抓住机会 再往上面攀跃一段距离 这岩浆就对自己造不成威胁 心中想着 他的动作却没有丝毫停顿 在岩浆退去的一瞬间 看准上面的一块岩石跃了过去 如此五六次 他终于摆脱了岩浆巨浪的威胁 只用躲避上面 因着巨浪撞击而掉下来的碎石 他没有丝毫放松 用自己最快的速度 迅速向上面跃去 跃出火山口的那一瞬间 凌十三长舒了一口气 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 下面还在剧烈翻滚的岩浆后 他头也不回地 往洞外急驰而去 莫爷爷 那座火山是要爆发了吗 凌十三直到出了山洞 又远离了那个山谷 才找了一棵茂密的大树 停下来休息 这时他才有心情向莫苍询问 这突然的变故 是怎么回事 想着他从火山口 跳出来时看到的那一幕 他现在还有些胆战心惊 那岩浆巨浪越卷越高 在他离开时 卷起来的巨浪 恐怕有二三十丈高 周围的岩石 被撞得哗哗哗地往下滚落 而从上面滚落下去的岩石 很快就被火红的岩浆吞噬 没了踪影 他当时若是稍微迟疑一下 没有立刻往上扯 恐怕就没有机会再上来了 这不是普通的火山爆发 在岩浆下面有一个大震 恐怕下面是困了什么厉害的东西 莫苍略带思索地说道 是一头厉害的妖兽吗 岩石三不由好奇地问道 大震有隔绝神石的作用 因为时间太紧 我的神石并没有探查到 里面是什么 莫苍摇摇头说道 那得要是何等厉害的妖兽 才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 岩石三说着 脑海中又掠过 最后看到的那一幕景象 若是妖兽的话 恐怕不是一般的妖兽 在那般大震的镇压下 他还能使出 如此威力巨大的攻击手段 最少都是八级以上的妖兽 莫苍想了一下 不太肯定地说道 八级以上的妖兽 那不是相当于 人类原因后期修为了吗 听说清云门的掌门 也不过才原因后期的修为 能够镇压实力 如此强大的妖兽 那个人的修为得有多高 临时三听得连连惊叹 不过却并没有流露出 丝毫害怕的神色 莫苍看得连连点头 要想成为强者 就不能对比自己更强的人 存在畏惧之心 这样你才有超越他的决心 也不一定就是妖兽 有可能是一只魔物 在那滔天巨浪中 我感受到了一丝微弱的默契 莫苍接着说道 我们之前在火山口待了这么久 他都没有动静 难道是因为我采摘火莲子 惊醒了他 临时三想到 一便是在他把火莲子 收起后发生的 猜测到 也有可能 也许他一直在等待着 火莲子成熟后掉下去 成为他的补品 莫苍也猜测到 等我实力强大了 一定要再去那里探查一番 看了一眼即将落下去的太阳 临时三决定先调戏一番 等天黑后 再去林渊峰取回之前 埋藏的那几个厨袋 以他现在的速度 施展起五行盾法 只需要两个时辰 就能到达林渊峰脚下 伴随着风狼的嚎叫声 临时三收起功法 退出修炼状态 起身撤掉身旁的隐秘阵法 就往林渊峰的方向 急迟而去 他还没有接近林渊峰的位置 就遇到了两拨青云门的弟子 他们大多都是练起三 四层的修为 如此深夜 这些人应该都是 那个黑脸难修 过来在这片区域的巡逻的人 没想到多一年了 他居然还没有放弃找我 看来那半眉欲绝 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临时三看着 又从他附近聊着天 走过的三个青云门弟子 脸上的神情变得严肃 他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 想听听能不能从他们的谈话中 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跟踪了近半个时辰后 临时三满脸失望地放弃 这些人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只知道 若是发现有他们之外的人 出现在这片区域 就记录下来 报告给前师兄处理 放弃了再找一对人跟踪的打算 临时三开始 往他藏着储物袋的位置前过去 找到当初自己做的记号 他迅速挖出那几个储物袋 收进怀里 那边又有几个人过来了 他转身准备离开 一阵隐约的谈话声 传入他的耳朵 听说当初那位尸姐 死得很惨 三个青云门的弟子 聊着天走了过来 看来这几人可能知道点什么 临时三略一思索 就决定跟在他们后面听听 这三人都是炼气四层的修为 他只要施展起五行盾法 就算靠近他们身后一丈 他们若不转过身来 都发现不了他 原来是真的啊 那我们在这里 是为了找出杀死那位尸姐的人吗 其中一人满脸好奇地问道 应该不是吧 我们要找的人 只是炼气四层左右的修为 怎么可能害死猪击七的尸姐 多半是那人知道 是谁害死了那位尸姐 另一人 有些不赞同地说道 你们都说错了 这事儿 恐怕只有我知道一点那幕消息 最先说话那人满脸神秘地说道 那是怎么回事 另外两人都满脸 好奇地看向他 是那封一位尸兄 借给那位尸姐一样 很重要的宝物 但那位尸姐那次出来历练 却意外死亡 尸兄借给他的宝物也丢失 因此 尸兄才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来寻找 那人挺直几倍 在两人期盼的目光中侃侃而谈 那得是什么样的宝物 竟然值得那位尸兄 花费这么多的零食 让我们在这里找了一年多 都还不放弃 你知道丢了宝物的那位尸兄是谁吗 两人听完了他的诉说 一人满脸感慨 另一人却眼珠一转 问道 可 先前说话那人倾壳一声 脸上扬起一抹得意说道 我当然知道 那位尸兄姓张 那封姓张的尸兄多了去 你不会是胡乱说的吧 那人见他说得不清不楚 故意一脸不屑地说道 谁说我不知道 他是云台风的张 说到这里 他似乎想到什么 突然停了下来 不耐烦地摆摆手说道 你问这些干什么 张师兄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见得到的 随后 无论另外两人怎么问 他都不愿再说起 到底是云台风的哪位张师兄 又跟了一段路 并没有再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临时三果断转身离开 也不知道 那人说的是不是真的 若是真的 又是云台风哪一位张师兄 看他上次的行事作风 显然心思不正 听莫爷爷的说法 他有可能已经堕入魔道 清云门有这样的人混迹其中 不光是门下的弟子 生命没有保障 清云门也很容易陷入危险当中 一路想着 把自己的身份预牌递给守门的弟子查看后 临时三匆匆地回到灵天园中 我 临时三刚进入灵天园 一道小小的白色身影 就向他扑了过来 肉仔 你醒了 临时三张开双手 接住扑过来的肉仔 在他头上好一阵柔捏 然后才把他提起来仔细打量 肉仔的身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小小的一团 唯一与之前不同的是 他的眼睛变成了天蓝色 莫爷爷 你看肉仔眼睛的颜色变了 他是不是进化成妖兽了 临时三立刻惊喜地向莫苍问道 他确实进化成妖兽了 不过 莫苍用神识扫了一眼肉仔 有些迟疑地说道 当临时三听到莫苍确认 肉仔已经进化成了妖兽 眼中的欣喜顿时绽放开来 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语气中的犹豫 他兴奋地把肉仔往天空中抛去 然后又稳稳地接住他 口中高兴地说着 肉仔 莫爷爷 说你已经进化成妖兽了 以后你就可以跟着我一起付去历练了 不过他体内的能量波动非常弱 恐怕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看到临时三这么高兴 莫苍虽然有些不忍 还是直接说出了他的判断结果 临时三听到莫苍这么说 先是一愣 随后脸上露出示然的笑容说道 没关系的 只要肉仔觉醒了妖兽血脉 可以待在灵兽空间中 以后我可以带着他 和我一起出去历练就可以了 好多强者没有强大的坐骑一样 战力超强 我并不需要他有多大的战斗力 我可以保护他的 临时三说完 抱着肉仔往小院走去 两人都没有注意到 肉仔在听了临时三说的那些话后 眼中露出一抹高傲之色 似乎在说 别小瞧了我 临时三高兴地带着肉仔回到小院中 准备清点一下自己的财产 他先拿出那几个储物袋来整理 除了那位师姐的储物袋 其他三个储物袋 其中一个装着那半枚玉绝 另外两个是空的 里面的东西 之前就被他拿走了 拿出那个师姐的储物袋里的东西 临时三首先看向那枚身份玉牌 玉牌上雕刻着王莹两个气势磅礴的字 这应该就是那位师姐的名字了 内门弟子的身份玉牌 和外门弟子的明显不同 杂役弟子的身份玉牌是灰色的 并且没有什么装饰 只在分发的时候 刻上了持有人的名字 而内门弟子的玉牌是纯白色 入手温润 玉牌正反两面都雕刻了精美的花纹 想到王师姐说他并没有什么亲人 临时三把自己的身份玉牌拿了出来 和王莹的靠在一起 手上法觉施展 上面出现的一个数字 把临时三吓了一跳 一共竟然有13500个贡献点 即便是以临时三的心智 在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都忍不住激动不已 没想到王师姐 竟然还有这么多贡献点 他不知道的是 对于有助基七修为的内门弟子来说 这一万多贡献点根本不算什么 但他很快冷静下来 这笔贡献点 他现在并不适合动用 以他现在的修为 突然多出一大笔贡献点 肯定会引人怀疑 想到这里 临时三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并没有从王鹰的身份玉牌上 画一个贡献点 他把这枚身份玉牌小心地收起来 然后才看向其他东西 除了一些生活用品 就只剩下三个玉瓶和十几块零食 零食三的目光 被那十几块零食吸引 这十几块零食 和他平常兑换的下品零食有些不同 颜色看起来更加地晶莹剔透 他拿起一块用心感受 一股磅礴的灵力扑面来 里面的灵力也更加地精纯 莫爷爷 这是中品零食还是上品零食 正在五行玄食中 闭目养神的墨仓 闻眼瞥了一眼说道 这是中品零食 中品零食蕴含的灵力 就已经这么精纯了 果然 零食的品质越好 越容易被吸收 一块中品零食 相当于一百块下品零食 这十几块中品零食 相当于又是一万多贡献点 不过想到这些零食 是死去的王鹰留下的 零食三默默地 把它们收进了除物袋中 那三瓶丹药 其中一瓶是中品的疗伤丹 剩下两瓶都是中品零食丹 零食三看了一眼 也把它们收了起来 他把王鹰的生活用品 又重新装在他的储物袋中 留着准备以后 寻快风水宝地 给王鹰立个衣冠种 整理好王鹰的物品 零零食三要来到小院中 把那条活蟒的尸首拿出来 他准备把活蟒的皮包下来 拿去练气糖练制一键护甲 活蟒的毒牙 舌胆和骨骼 以后拿去换取贡献点 活蟒的血肉 就留给肉仔当口粮 兴许吃了活蟒肉 肉仔能够变得强大一些 院子中玩耍的肉仔 看到突然出现的活蟒 立刻兴奋地扑了上来 不过想到 上次他未经允许 吃了练灵草后 惹得零食三生气 这次他并没有扑上去救药 而是坐在旁边 眼巴巴地看着这条巨大的活蟒 你这个小家伙 倒是认得好东西 零食三看他急切的样子 不由笑骂一句 随即温和地对肉仔说道 肉仔 你不要着急 这条活蟒的肉 全都是你的 肉仔听懂了零食三的话 围着他高兴地叫着 小尾巴摇得特别欢快 活蟒皮太过坚韧 零食三尝试用下瓶法器切割 竟然无法在上面 留下丝毫的痕迹 他只好召唤出火灵剑 这才顺利地把活蟒皮包了下来 把包好的活蟒皮 收进储物袋中 又小心地挖出舌胆收好 零食三削下一块活蟒肉 丢给肉仔 肉仔一个纵身 迫不及待叼住那块巴掌大的肉 竟是三两下就把那块肉吞了下去 然后又眼睁睁地望着零食三 还没有吃饱吗 零食三看着肉仔笑问 平时给他准备的剑猪肉 他每次最多也就吃这么一块 没想到 肉仔听到他这么问竟是连连点头 难道是肉仔觉醒妖兽血脉后 胃口也变大了 想到这里 零食三又削下一块活蟒肉丢给他 如此几次 肉仔似乎怎么也吃不饱 越吃越欢 每次吃下零食三丢给他的肉后 就眼巴巴地看着他 肉仔 这可不能多吃 要是撑到了怎么办 零食三提起肉仔训斥道 也许他只是需要补充能量 这时莫仓突然说道 可是 他已经吃了这么多活蟒肉了 零食三有些担心地说道 他喂给肉仔的活蟒肉 堆起来 恐怕都有肉仔本身那么多了 他都不知道 肉仔的小肚子 是怎么装下的 妖兽自有一套进化的体系 吞食高阶妖兽的血肉 可以增加他们的修为 提升他们的品阶 高阶的妖兽 吞下一头比他体型巨大的妖兽 是很正常的事 也许肉仔体内的血脉比这条活蟒更高 莫仓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真的吗 零食三仔细打量手中的肉仔 可是除了他那一双蓝色的眼眸 有些特别 肉仔看起来 还是一只普通的小白狗 你可以试试 既然他进化出了妖兽血脉 就有了一定的灵质 他会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听到莫仓这么说 零食三放下肉仔 开始继续削肉投胃 活蟒因被禁锢多年 本就瘦弱 没过多久 活蟒肉竟然被肉仔全部吃光 他还在眼巴巴地看着零食三 零食三从一开始地 惊讶到后面的麻木 看着还满眼渴望着肉仔 零食三无奈地 只着活蟒巨大的骨架说道 肉仔 就只剩下骨头了 你要是啃得动就 自己去啃吧 啊 没想到肉仔听到他这么说 竟然欢叫一声 就扑到那具骨架上 张开他的小嘴 咔嚓一下咬了下去 肉仔 小心你的牙 零食三没想到 他真的就扑了上去 活蟒的骨骼 也是非常坚硬 零食三惊呼一声 急忙想要去阻止 但是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肉仔的动作非常迅速 零食三施展起零波步 竟然都没能捉住他 只听到咔嚓一声 零食三以为是肉仔的牙 被崩掉了 立刻心疼地 把他从活蟒的骨头上提起来 结果他惊讶地发现 肉仔的牙并没事 碎掉的竟然是活蟒的骨头 肉仔的牙真尖利 零食三脑海中 闪过这个面头 难道肉仔真的是 什么厉害妖兽的后夜 莫苍也看到了这一幕 惊讶地说道 而肉仔则是扭动着 自己的小身体 挣扎着 想要下去继续 啃那活蟒的骨头 零食三回过神来 把肉仔放 下 让他继续去啃食活蟒的骨头 肉仔 你自己慢慢吃 零食三又和莫苍 讨论了一会儿 肉仔究竟觉醒了 什么厉害妖兽的血脉 但以莫苍的见识 竟然也没有一个定论 只能看肉仔 完全吞噬了这条活蟒后 还在继续啃食的肉仔 转身离开 他准备先把活蟒皮 送到清晰堂 去做一件护甲 不管肉仔 是否真的是 强大妖兽的后裔 看他刚才扑向 活蟒骨头的速度 和他牙齿的尖利程度 以后他带着肉仔出去历练 应该不用担心他的安全了 当练气堂的人 看到零食三拿出来的 活蟒皮时 眼中闪过诧异的神色 那人想要打听 他从哪里得到的这活蟒皮 零食三知道 以他的修为 能拿出如此等级的活蟒皮 定然会引人注意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他只笑着 说是长辈赐予的 这样传出去后 那些人应该会认为 这活蟒皮 是周星给他的 定制皮夹花掉了500贡献点 看着剩下的300多贡献点 零食三没有再去购买修炼资源 直接回了零天园 看到练气堂里的人 看到活蟒皮的神色 那没蛇胆 他暂时不准备换成贡献点了 活蟒皮可以说 是周星爱护小辈给他的 他不可能再把蛇胆 也送给零食三来换取修炼资源 毕竟周星自己现在寿源将近 正是需要大量修炼资源 来突破下一个境界的时候 回到零天园中 零食三看了一眼 还在欢快地啃着火芒骨头的肉仔 默默地回到房间中开始修炼 肉仔直到把那具骨架全部啃完 才慢悠悠地回到他的小窝里 又陷入了沉睡中 零食三也开始专心修炼 一年后的某一天 在修炼中的零食三 被一声唬哭惊醒 有虎妖闯进来了 零食三的脑海中 首先闪过这个念头 他迅速地收工腾越而出 是肉仔 正在五行玄石中修炼的墨仓 也被惊醒 神石立刻扫向外面 惊讶地出声 他迅速地从五行玄石中出来 手一挥 一个巨大的结界 瞬间笼罩在小院上空 两年前得到的那颗补魂草 让他神魂彻底稳固下来 虽然离恢复生前的强大还很遥远 但一些消耗不大的术法 还是能够勉强施展 同一时间 青云山上几股强大的神念扫向小院 不过他们扫拾一阵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眼前的一幕 让零食三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指尖肉仔正气势汹汹地 从他的小窝中跃出来 哦 张开他的小嘴 仰天又是一声唬笑 从他喉间发出 随着这一声唬笑 他小小的身影背后 一头巨大的猛虎虚影 缓缓浮现在他的身后 这头猛虎虚影高达三丈 泪生双翅 全身毛发雪白 天蓝色的眼睛 冰寒的气息向他袭来 他瞬间感觉全身无法动弹 仿佛下一瞬间 就会被猛虎射入口中吞噬 冰霜白虎 竟然是冰霜白虎 莫苍看着那缓缓浮现的猛虎虚影 尸声喊道 他那一直古井无波的脸上 全是惊讶之色 十三 千万不要看他的眼睛 莫苍很快发现了零食三的异常 手一挥 一股温和的力量 瞬间席卷零食三的全身 那股即将被射走的感觉瞬间消失 身体恢复了自由 莫爷爷 那就是冰霜白虎吗 零食三刚才虽然无法动弹 莫苍的惊呼他 还是听到了 恢复正常后 他立刻向莫苍问道 这次 他不敢再看向那头龙虎虚影的眼睛 应该是的 我也只是在一本古迹上看过 毕竟神兽几十万年前 已经在玄天大陆上绝技 难道肉仔 竟然觉醒了冰霜白虎的血脉 莫苍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 神兽 肉仔竟然有神兽血脉 零食三也是惊讶地 看向小小的肉仔 肉仔的身形并没有多大变化 在那巨大的白虎虚影面前 显得非常的渺小 但他身上那股高贵的气息 却让他的气势 并不弱于身后的白虎虚影 他现在还是右身状态 看不出他到底 觉醒了多少冰霜白虎的血脉 以后多给他喂食一些高阶妖兽 或者灵药 能够促进他的生长 冰霜白虎的血脉 哪怕他只是激活了一丝 以后他都可以成长为高阶妖兽 墨仓沉膺一阵 说道 无论肉仔以后能成长到什么程度 我会好好喂养他的 零食三看着气势汹汹 仰天嚎叫的肉仔 一脸无家有子出长成的神态 小小少年在这几年中 失去了最亲的爷爷 墨仓这几年中 大多数时间都在闭关稳固自己的神魂 周星作为外门长老 除了修炼 也并没有多少时间来关注他 反倒是小红和肉仔 陪伴他的时间最多 零食三已经把他们两个 当成自己的亲人 对了 墨爷爷 为什么我刚才看了一眼那白虎虚影的眼睛 就感觉被他射了魂 零食三想起刚才那种任人宰割的感觉 不由有些后怕的向墨仓问道 冰霜白虎的目光能够冻结人的神魂 你现在的实力太低了 刚才会被制住很正常 墨仓看向肉仔悠悠地说道 看来我要努力修炼了 零食三眼中仰起一抹斗志 肉仔召唤出的一抹虚影 都有这么强的威力 自己可不能输给小肉仔 肉仔在一声嚎叫后 身上的气势慢慢消散 他身后的白虎虚影也缓缓消失 看到站在那里的零食三 肉仔立刻欢快地扑了过来 对着零食三猛摇着他的小尾巴 完全没有了 刚才仰天长啸的威猛气势 肉仔 你可是带有白虎的血脉 怎么可以这样卖猛吗 零食三抱起肉仔 好笑地说道 回答他的是肉仔又有一阵欢快的呜呜声 十三 你还是赶快和他签订契约 等他成长起来以后 你想要再和他签订契约 就没这么容易了 墨仓看着和肉仔丸的高兴的零食三 忍不住提醒他 零食三听到墨仓这么说 却是顿了顿 然后向墨仓问道 墨爷爷 我听说修士和妖兽伙伴之间 还有一种平等契约 你知道这个契约吗 上次他问过周爷爷和妖兽签订契约的方法 周星告诉他 修士和妖兽签订的契约有两种 一种是主从契约 一种是平等契约 这两种契约都能让修炼者和妖兽之间建立联系 主从契约顾名思义修炼者为主 签订契约后 妖兽必须听从主人的命令 就算主人让他去死 他也毫无反抗之力 而平等契约则不一样 签订契约后 修炼者和妖兽之间是平等关系 他们只能算是合作伙伴 由于主从契约才符合修炼者的最大利益 因此各大宗门流传的都是主从契约 平等契约他也只是听说过 你想要和肉仔签平等契约吗 墨仓亚然地问道 随即想到 也很正常 平等契约我倒是会 现在就传授给你 墨仓说着 手指一点 一道灵光飞进林十三的脑海 谢谢墨爷爷 平等契约的法觉很简单 林十三一看就懂 肉仔 你愿意和我签订契约 成为我的战斗伙伴吗 林十三把肉仔举起 让他与自己平视 认真的问道 林十三知道 肉仔现在能够听得懂他说的话 若他并不想成为人类的坐骑 他也不会勉强 十三是一个重感情的孩子 墨仓看着林十三 认真询问肉仔的样子 脸上露出笑容 正是这样 他才会愿意 全心全意地辅助他成长 听到林十三的问题 肉仔使劲地点着他的小脑袋 蓝色的双眼中 透着激动的光芒 既然你愿意 那我们就开始吧 以后就让我们并肩战斗 斩妖除魔 一起登上那成神之路 得到肉仔的同意 林十三把他放到地上 郑重地说道 然后 捏起墨仓传授给他的法觉 口中念念有词 很快 一个神圣而古朴的符号 出现在他和肉仔之间 让我们成为 彼此最忠实的朋友 随着林十三的话音落下 那个符号一分为二 分别没入林十三和肉仔的脑中 随着那个符号的没入 林十三立刻感觉 他和肉仔之间 有了一股非常强烈的联系 一个隐约的空间 在他的石海中形成 哥哥 以后肉仔都陪着你 一道稚嫩的嗓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他很快明白 这是肉仔在用契约 建立起来的联系 向他传达自己要说的话 好 我以后都和肉仔在一起 我们永不分开 林十三抱起肉仔 郑重地向他沉默 十三 你可以问问他 他的来历 莫苍看到契约形成 对林十三说道 肉仔 你是不是激活了 冰霜白虎的血脉 林十三立刻向肉仔问道 哥哥 我也不知道 我还太小了 很多记忆都还没有觉醒 不过我很厉害的 肉仔边说边做出 张牙舞爪的样子 配合着他稚嫩的嗓音 林十三只觉得 这一刻的肉仔非常可爱 既然还没想起来就算了 以后我会带你出去猎杀妖兽 寻找灵草 助你成长 林十三点了点他的小鼻子说道 肉仔喜欢 和哥哥一起出去猎杀妖兽 肉仔用他稚嫩的嗓音 欢快地说道 你刚才召唤出来的 那个白虎虚影很厉害 多久可以召唤一次 林十三开始了解 肉仔的能力 以便以后的战斗中 他们能够更好地相互配合 我现在还太弱了 并不能随时把他召唤出来 刚才是我的觉醒之力 把他召唤出来的 听到林十三这么问 肉仔有些小声地说道 随后他立刻大声地说道 不过哥哥 我的爪子和牙齿都很尖烈 我可以帮你预敌的 好 肉仔和我一起击杀敌人 林十三笑着对肉仔说道 在感受到白虎虚影的威力后 他确实想过 以后有肉仔跟着 哪怕助击器的强者 他都可以不用惧怕 不过他很快想到 莫苍曾跟他说过的一席话 修炼之路 其实是一条强者之路 若你随时想着 依靠别人的力量 那么你很难走向这条路的巅峰 只有自己强大 才是走上巅峰的唯一的路 放下肉仔 让他自己去玩耍 林十三回到屋内 开始和莫苍讨论起 最近这段时间的修炼心得 在这一年的修炼中 他在用完那几颗火帘子后 他的炼体绝堪堪达到第五转 而他的五行爵 在他消耗完那十几块中品灵石后 也突破到炼器五层中期 离炼器五层巅峰 只有一步之遥 由于他的丹田 比几品灵根的人都要大 在他的修为进入炼器中期以后 需要宁炼的灵力比别人多太多 因此 他的修为比之前提升起来要慢很多 但是他现在的修炼速度 在杂役弟子中还是特别快 为了不引人注意 他基本上不接团体任务 经过这一年的修炼 林十三手上的自修炼资源 几乎消耗殆尽 为了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 他准备到清晰堂去申请搬出林田园 这样 他就可以接一些报酬多的高阶任务 申请搬离林田园 在单独的一个房间 这里并没有什么人 毕竟以杂役弟子的资质 能够在三十年间 修炼到炼器五层的人并不多 林十三来到办理登记的窗口 拿出自己的身份预牌 对坐在里面的那个知识弟子说道 师兄 我的修为已经达到炼器五层 想要申请离开林田园 到清晰峰居住 那个知识弟子 看到林十三如此年轻 就来申请离开林田园 先是一脸的不耐烦 等他看清楚 林十三确实已经是炼器五层中期修为时 脸上满是诧异之色 随即 他脸上扬起笑容 心中却在暗暗地想着 这个师弟这么年轻 就修炼到炼器五层 将来自己说不定还要仰仗他 现在可不能得罪了他 他接过林十三的身份预牌看了一眼 眼中很快闪过一抹异样的神色 但还是笑着对林十三说道 林十殿 请稍等一下 说完 拿着林十三的身份预牌进了里间 林十三知道自己这么快 就修炼到炼器五层的事 很引人注意 因此 他一直注意着 这个知识弟子的神情 他看到自己名字时 眼中闪过的异样 林十三也是看得清清楚楚 他不由地暗自嘀咕 难道这位师兄也知道 我是靠着周长老的提拔 才修炼得这么快的 只是弟子很快从里间出来 把身份预牌递还给林十三 不过他脸上虽然带着笑 但明显有些敷衍地说道 林十殿 你的信息已经更改好了 西区的松竹小院 现在无人居住 你现在就可以搬过去 谢谢师兄 我还要回林天元收拾一番 现在还可以进入林天元的阵法中吗 林十三结果身份 预牌问道 其他倒没什么可收拾的 就是肉仔还在小院中 他喜欢在外玩耍 并不想待在契约空间中沉睡 你有两个时辰的时间 两个时辰后 你就不能再用你的身份预牌 进出林天元 只是弟子瞥了他一眼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谢谢师兄 虽然他的态度不怎么好 林十三还是淡淡地道了一声谢 才转身离开 他回到林天元中 很快收拾好自己的物品 带上肉仔 林十三转身 最后再看了一眼 这座自己生活了三年多的小院 毫不犹豫地离开 进入这座小院 是他踏上修炼之徒的开始 离开这里 是他踏上巅峰之路的第一步 西区 松竹小院 林十三看着松竹小院四个大字 满意地点了点头 环境很不错 位置也很幽静 这处小院在西区的最偏远处 院外围绕着几棵树和大片竹林 进入小院中 里面的格局和林天元差不多 一间厨房 一间厢房 一个会客厅 外面是一个十丈方圆的院子 清洁一番 把自己的物品按照习惯摆好 做完这些 林十三准备去看看 周星在不在棕门内 他搬离了林天元 总要跟周爷爷说一声 他的运气不错 周星今天并未外出 只是他进去后 却发现周星的脸色有些苍白 周爷爷 您这是受伤了吗 林十三心中一急 连忙问道 只是一点小伤 过几天就好了 周星摆摆手 示意他坐下说话 周爷爷 你现在的情况 应该多留在棕门内修炼 冲击下一个境界 林十三忍不住劝说道 先不说这些 我也正想去找你 周星转移话题 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讨论下去 继上次黄石镇事件后 樊苏介频频出现摩修的踪迹 他自知以自己的资质 想要突破下一个境界 难如登天 倒不如 趁现在多杀几个摩修 也不枉老天爷 给了他这个修炼的机会 因此 只要有击杀摩修的 任务他都会参加 周爷爷 你找我有什么事 知道以周爷爷的脾气 他也劝不动 林十三暗自叹了口气 没有再继续刚才的话题 现在自己搬离了林天元 可以接一些离宗门较远的任务 自己就可以趁此机会 打探菩提果的消息 我得到消息 悬天秘境 已经有开启的迹象 而你现在刚好达到了 可以进入悬天秘境的条件 周星缓缓开口说道 悬天秘境 不是应该在三年后才开启吗 怎么现在就有了开启的迹象 进入悬天秘境 又要达到哪些条件 林十三疑惑地问道 之前他只是 听杨检提起过悬天秘境的事 不过他当时说 还有几年才会开启 林十三也就没有详细了解 天道轮转 大能们既然决定 提前开启悬天秘境 自然有他的道理 悬天秘境70年开启一次 每次开启 只能筑基七以下的修士进入 筑基七以上修为的修士 强行进入 会受到秘境的排斥 爆铁王 几大宗门商议后定下规矩 每个门派只能派遣40岁以下 修为达到练气5层以上的弟子进入 周星开始缓缓地 给林十三说起悬天秘境的事 现在 镇守秘境入口的长老 既然传来秘境要开启的信息 那最多不过两月 秘境入口应该就会打开 你现在就可以为进入秘境做准备了 周爷爷 都有哪些宗门的弟子 会一起进入悬天秘境 没想到 自己竟然赶上了进入悬天秘境的机会 林十三想要多了解一些信息 悬天秘境范围非常宽广 进入的入口也很多 我们进去的 只是其中一个入口 从这个入口进入的门派 除了我们青云门 主要就是天玄宗和洛霞派的弟子 剩下还有众多小门派 也会派些弟子前往 不过人数不会太多 你这次前往秘境中历练 特别要小心天玄宗和洛霞派的弟子 三大门派这些年 为了争夺几北之地第一的位置 相互间有不少龌龊 三派弟子在外相遇 也总是会发生不少冲突 周爷爷 我家老祖是否当年也是在秘境历练中 被两派弟子袭击 才致重伤不治的 听到周星说到这里 林十三突然开口问道 十三 周星听到林十三这么问 顿了一下 脸上闪光莫名神色 最后开口说道 你猜得不错 不过当年那两人天资不凡 乃是他们门派中的核心弟子 现在两人的修为早已突破到金丹七 你知道了是谁并无用处 反而还会影响你的修炼 周爷爷 听你这么说 就是当年洛霞派和天玄宗的核心弟子 联手伏击了我家老祖 听了周星的话 林十三肯定地说道 你这孩子 怎地心思如此敏捷 他们也算不上联手 就是碰巧撞上了 周星审然一笑 继续说道 既然如此 我就给你说说当年的事 以后你出外历练的时候 也好有个防备 我们在 进入选玄天秘境时落下的位置 是随机的 当年我和林兄 本事约好 进入秘境后先会合了 再一起行动 那和我们落下的位置 相隔太远 只能一边寻找宝物 一边相互靠近 在这期间 林兄得到了一颗千年灵餐 服下后 可让人修为大掌 没想他刚刚把林餐挖出 还没来得及 收进除物袋 天玄宗的核心弟子 陈浩瑜 就发现了林兄的踪迹 见到是我清云门的弟子 得了宝物 他不由分说地就动手袭击 只是当年 他也才踏入 练弃五层不久 和林兄 实力相当 久战不下 落霞派的吕叶松 被他们的打斗 吸引了过来 本来吕叶松是要助林兄 杀了陈浩瑜 毕竟 同为宗门核心弟子 他们对其他两个门派 资质较好的核心弟子 都是心中有数 而林兄 只是一个杂役弟子 杀不杀都无所谓 他当然选择 先击杀天玄宗的核心弟子 陈浩瑜见识不妙 就说出林兄 得到千年灵餐的事 李叶松立刻同意 和他联手 先击杀林兄 三人修为相差不多 都是炼器五层修为 但那两人都有 师门赐下的法宝 林兄在他两人的联手夹击下 很快被他们打成重伤 危急时刻 林兄把那根 千年灵餐抛向李昊松 才得以有机会 拿出储物袋中的传送符捏碎 直接退出了秘境 才得以逃脱出来 只是林兄当时受伤太重 出来后 没有多久 就陨落了 周星说着往事 眼中满是伤感 原来是这样 周爷爷 你放心 在我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 我是 会去找这两人的 听完周星的叙说 林十三郑重地 向周星保证 不会贸然前去找两人报仇 心中确实是划过阵阵波澜 看来青云门 天玄宗 落霞派之间的间隙不小 已经到了想方设法 灭杀对方 有资质弟子的地步 已经不是谁对谁错的事 你这样说 我就放心了 每次进入玄天秘境历练 三派都要损失 不少年轻的天才弟子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争斗从来没有停止 难道他们就没有想过 这样下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吗 林十三有些想不通 他们何尝不知道这些 但人的欲望 却是无法节制 三派实力相当 谁也不想被其他两个门派压一头 周星也是满脸无奈地说道 还是继续给你说 玄天秘境的事吧 周星顿了顿 开始继续给林十三说一些 与玄天秘境相关的事 我们三派所属 只是位于玄天大陆最北边的区域 在这区域之外 还有着更为广阔的天地 那些地方凌历着 更多更大的修真门派 而玄天秘境的范围也极广 每次开启 并不只是三派镇守的这一个入口 其他区域同样会有入口开启 因此 在玄天秘境中 你有可能还会遇到 除了天玄门和流云派以外的 大宗门的天才弟子 碰到那些人 能躲则躲 千万不要和他们正面交手 其他门派的天才弟子 是的 极北区域的资源相对平级 极大门派的天才弟子手中 就算有长辈赐下的法宝 级别也高不到哪里去 但其他区域的天才弟子就不同 那些区域的修炼资源非常丰富 他们的天才弟子中 不凡有些能够越级战斗的人 虽然入口相隔很远 很少会有其他区域的历练弟子 被传送到这边的区域来 但也不得不防 周爷爷 你去过其他区域吗 林十三曾听莫苍说过 他以前的宗门就在大陆的中部 那里的修炼资源非常丰富 强者也是遍地都是 原因期的修饰在那里 都只能算是弱者 大陆太过广阔 就算要走出这极北区域 以我的修为也要花去数月时间 何况中间还有各种险阻 如果我的修为能够达到原因期 也许能够尝试出去游历一番 说到外面的世界 周星脸上也是露出一片向往之色 不过随后想到自己不多的十日 他脸上的神色暗淡下来 这些十日 他也尝试了修炼九转一玄金 但是因为 他修炼的十日已久 经脉早已定型 想要淬炼出那个效果 却是难之又难 周爷爷你莫要灰心 也许以后我们两个可以一起 去外面游历一番 林十三看到他暗淡下来的神色 立刻想到周星不多的寿员 心中也是一阵难受 好 如果有那一天 周爷爷一定和你一起 去看看外面广阔的天地 周星收起脸上的失落 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张地图 递给林十三 这是我当年进入玄天秘境时 去过的一些区域 上面我标注的几处位置 都是可以暂时藏身的好去处 若是 你也落到了这片区域 遇到强敌之时 就可以去这几处地方暂时躲避 好的 周爷爷 林十三结果那张地图看了起来 周爷爷 周爷爷爷 最后消失在天地间 最后就形成了玄天秘境 而里面原本的门派 全都撤了出来 仓促间 一些灵草资源就留在了里面 散落着囚迷神魂的地方 就会产生诸多魔物 因此 大陆中部的各大掌门们 商量后定下每隔70年 就派遣年轻弟子进去历练 一方面可以收集 遗留在里面的资源 另一方面也能产出出 因囚迷神魂影响而产生的魔物 原来 玄天秘境竟然是这么形成的 那这些人进去寻找 修炼资源不会破坏里面的封印吗 听了周星的解说 灵十三疑惑地问道 因此 能够进入到玄天秘境的 只能是炼七七的弟子 会对大阵造成威胁的 修为高的修士进去 大阵会立刻察觉 然后立即绞杀 灵十三了然地点点头 周星又给他说了一些 其他注意事项 最后 灵十三告诉周星 自己搬出灵天园的事 才回了自己的小院 知道了玄天秘境 将要开启的消息 而自己又刚好达到了 进入玄天秘境的要求 灵十三开始做准备工作 这一年 他除了修炼 也会分出时间进青云山 卖瘦了一些妖兽 换取贡献点 一年下来 加上之前剩下的 也积累了650个贡献点 宁气丹 疗伤丹之前积累下来的 多个还有三瓶 再加上这一年 为了加快修炼速度 他都是用中品零食修炼的 每月领取的夏瓶零食 存下来也有三十几块了 于是他把身份预牌上的 所有贡献点 全都兑换成了福转 逃跑的盾服兑换了五张 攻击的土刺服和火球服 各兑换了四张 准备好需要的东西 灵十三回到小院中 准备帮助小红 吞噬掉火灵剑中 那个新生的剑灵 这样战斗起来 他使用火灵剑的时候 才能得心应手 不过 当他推开院门 走进去的时候 却是皱起了眉头 他感觉到 一股陌生的气息 在小院中飘荡 有人来过 灵十三脑海中 瞬间闪过这个念头 随即他眉头皱得更深了 这个小院既然分给了他 没有他的身份预牌 其他人就不可能 无声无息地进来 自从修炼了五行盾法 他对气息就非常敏感 打开院门的一瞬间 他又确实感觉到 小院中遗留了 一股陌生的气息 除了他之外 还有谁能够进入他的小院 难道是钱师兄 灵十三脑海中 划过这个名字 这个钱师兄 在杂役弟子中 似乎很有威信 好多杂役弟子 都是听从他的驱使行事 上次去青云山脉 就是他派人跟着自己 林园峰下 那些寻找线索的弟子 也是他在安排 今天我才出去这么一小话 就有人进了我的院子 看来他是安排了人 随时注意着我的动向 但是他毕竟 也只是一个杂役弟子 想要得到进入 我的小院中的钥匙 也不是那么容易 恐怕他 还有其他的帮手 难道是那次去申请 离开林田园时 被人在身份预牌上 做了手脚 灵十三又想起 当时那个执事弟子 看到自己的名字时 眼中闪过的异样之色 莫非是他把我的身份预牌 拿进李坚石做的手脚 当时也没有其他人 来申请搬离林田园 他也不知道 操作流程是否就是这样 因此 当时并没有怀疑 莫爷爷 有没有办法可以查看 我的身份预牌 是否被人做了手脚 灵十三把自己的怀疑 说了出来 然后向莫苍问道 身份预牌 只是开启阵法的一个钥匙 也许这座小院的阵法 有两把开启的钥匙 莫苍想了一会儿 说出他的看法 那就只能等他再次上门 如果真的有另一把 能够开启这个小院阵法的钥匙 也不知道他们会给谁 这个时候 他也不想再回去打扰周星 毕竟周星现在需要疗伤 何况 他若让周星去帮他查 这个小院的事 必定会打草惊蛇 还不如假装不知道 来个引蛇出洞 想到这里 林十三淡定地走进院中 他有些庆幸 今天为了让周爷爷 看看肉仔的变化 把肉仔带着 一起去了周爷爷奶 否则以肉仔的性格 有人闯进家里 还不知会闹出怎样的动静 接下来几天 他都没有出去 而是专心地运养火灵剑 压制里面的那个剑铃 经过一年的运养 火灵剑上传来的那股 亲切气息更加浓郁 剑中的剑铃 也被他压制住 这一年他的气息 不但没有变得更强 反而还弱了一些 而小红经过这一年的修养 基本上恢复了一大半 本来他还想再等半年 让小红恢复得更好一些 但是现在玄天秘境 马上要开启 秘境里情况复杂 他必须得要有一柄 完全配合他的本命法宝 虽然有那个契约的压制 火灵剑中的剑铃 现在也只能听他指挥 但是 离真正的心随意动 还是有不小的距离 若是遇到实力比他强的人 对战过程中兵器出了问题 自己可是会吃大亏的 不过在这之前 要先把那个 有他小冤钥匙的人揪出来 不然他在协助小红的过程中 那人若是闯了进来 自己将会分身乏术 最后成为他的猎物 这天天快黑的时候 林十三又从小院出来 假装外出 不过在走到僻静处 他立刻闪身躲藏起来 施展出五行盾法 悄悄地前回小院 回了小院 他立刻闪身进入之前 布置在院中角落的隐秘阵法 盘腿调膝 静静等待 他想试试 是否真的有人在监视自己 两个钟后 小院的门被轻轻地推开 虽然来人动作很轻 林十三还是第一时间发现了 有他钥匙的人这么快就出现了 来人练习六层初期的修为 约莫武 六十岁的样子 五短身材 脸型粗犷 横眉树目 五短给人一股凶利的感觉 似乎是确定院中没人 那人进来后 关上院门 大摇大摆地 往林十三的卧室走去 林十三立刻掏出一块零石 放在身旁的一个位置上 一阵光芒在小院外悄悄盛起 由于上次肉仔觉醒时 闹出的动静太大 因此搬到松竹小院后 他就在墨仓的指导下 在小院外布下了一座隔绝阵法 这个阵法 能够把里面和外面隔绝开来 只要阵法开启 里面发出的声音 就不会传到外面 就连原因期的修饰 也无法用零石茶 看到里面的情况 需要使用的时候 只要在阵眼上 放下一块零石 阵法就立刻启动 整个小院内的动静 都会被隔绝开来 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 零石三十斩零波步 悄悄地跟了上去 他想看看这人想要干什么 那人进屋后 就开始四处翻找 难道又是前师兄派来寻找 那所谓能够提升修为的宝物的 看着男子仔细翻找 连床缝都不放过 零石三心中想到 他并没有去阻止 所有的修炼之源 他都随身携带 屋中只是一些生活用品罢了 况且 男子翻找后 都会小心地放回原位 因此 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外 看着他的动作 忽然 正在认真翻找的男子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 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枚玉剑查看 随后 他匆匆收起玉剑 转身就往外走 师兄 这么快就要走了 在男子夸出房门时 零石三闪身挡在了他的前面 细血地问道 零石三 你怎么在这里 看到挡住他去路的零石三 男子大吃一惊 脸上露出惊慌之色 不过只是一瞬间 他就收敛起脸上的惊慌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他眼中反而闪过一抹喜色 随即 他的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趁得他的容貌更加凶恶 只见他手一挥手 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柄长剑 裹挟着一股强大的水灵力 直接向站在他面前的零石三 刺了过来 零石三 你回来正好 赶快交出你的宝握 男子手上动作不停 口中吏声喝道 零石三早有防备 在男子眼中神色变化时 就拿出了长剑 男子的剑刚刚挥出 零石三也使出一招烈焰滔天 长剑上卷起熊熊火焰 赢了上去 男子见他竟然使用的火系剑法 眼中的惊喜更甚 水克火 他的修为比零石三高 这一剑定能直接将零石三震退 自己在乘胜追击 灭杀了这小子 也就是三五招的事 钱师兄还担心拿不下他 非要悄悄地进来找 现在自己杀了这小子 得了宝物献给钱师兄 他立下如此大的功劳 说不定钱师兄一高兴 还会把那宝物赏给自己使用几天 如此想着 男子催动全身灵力 手上长剑 更加快速地刺向零石三 虽然小院中开启了隐匿法阵 但毕竟是在宗门内 何况此人说不定还有其他同伙 零石三想得也是速战速决 狮子薄兔亦要用尽全力 何况零石三这个经验老道的猎人 他这一剑也是用出了他实诚的功力 务必一剑把他镇成重伤 让他没有还手之力 定 定 定 长剑相交 零石三剑上裹挟的火灵力 瞬间泯灭了男子剑上 涌来的滚滚波涛 一股滔天烈焰 顿时向男子迎面扑了过去 哄 啊 男子惨叫一声 身体向后飞去 直接砸在了零石三的床上 木床瞬间四分五裂 男子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 这零石三的修为明明比我低 他的灵力怎地如此浑厚 这位师兄 你是怎么进入我的院子中的 是谁派你来的 零石三缓步走进屋中 手中长剑斜斜指着男子眉心 不急不缓地问道 哎哟 零石三 你在宗门内私自动手伤害同门 你这是违反门规 是会受到门规处罚的 这一招交手男子 显然受伤颇重 躺在那里不断呻吟 但口中说出的话 却没有丝毫害怕之色 私自伤害同门 违反门规 零石三冷笑连连 他竟然好意思跟自己说这种话 看他刚才二话不说 就出手的形式作风 以前不知暗中害了多少同门 你们当初安排我住进这松竹小院 不就是因为 这里位置偏僻好出手对付我吗 笑过之后 零石三直接说道 你怎么知道 男子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师生问道 看来确实是如此 看到男子脸上的惊讶之色 零石三露出果然如此的神色 随后继续问道 是不是钱师兄让你过来的 你们是怎么得到 进入这座小院的钥匙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路过这里 看到门没关 就好奇进来看看 听到零石三的如此问 男子突然变了脸色 随后一脸否认地说道 你若什么都不知道 我留着你 也没什么用处 零石三看他神色变化 知道他定然是还有人接应 因此不怕他下死手 于是 零石三提着剑 抵在他的胸口上 威胁道 零石叠 确实没有什么人指示我 真的是我从这里经过 看到门没有关 起而贪婪之心 男子眼睛一转 想到远处守着的同伴 久等不到他 一定会想办法前来查看 他只要拖延一些时间 就能得救 于是他一口咬定地说道 看着他笃定的神情 若非经历过刚才的打斗 零石三几乎都要相信他说的话 没有时间等下去了 远处他的同伙 等不到他前去会合 定要前来查看 看来从他嘴里 得不到什么可用的消息了 不过几乎已经确认 一直以来针对自己的事 都是钱师兄在安排 至于最终的幕后黑手 想来他也是不知道 想到这里 零石三不再犹豫 常见往前一推 直接插进男子心口 肯定不能放他离开 这人与自己交过手 对自己的实力 有了一定的了解 若是放他离开 钱师兄下次肯定不会再派 这些小鱼小虾来对付自己 你 男子睁大眼 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没想到 零石三竟然如此果决 竟然不给他一丝拖延的机会 这几年的经历 让零石三明白 修真界的残酷 对于要杀他之人 只要有机会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灭杀对方 收回常见 零石三摘下他的储物带收好 把他的尸体 连着砸碎的木床 一起丢进院里 那个小隐逆阵法中 然后仔细检查了一遍 确认没有什么遗漏 他这才到院中 迅速取下镇眼上的零石 咚咚咚 一刻钟后 外面传来敲门声 有人在吗 随着敲门声 一个声音在外高声问道 两位师兄 有什么事吗 零石三打开门 戒备地 看向站在外面的两人 门一打开 他就感觉到 一股零石进入到他小院中 不过 他并没阻止 假装没有发现异常 这两人在半刻钟前就已经来了 但他们并没有立刻前来敲门 而是一直在外面观望 若是不让他们查看一番 他们一直守在附近 也是麻烦事 这位师弟 今晚是否看到有人 到这边来过 其中一人客气地开口问道 两人的手都放在自己储物袋旁边 显然随时准备动手的模样 我一直在屋内修炼 并未注意外面的情况 零石三神色平淡地回答道 那就打扰师弟修炼了 我们现在就离开 旁边一人正要说什么 先前开口这人抢先说道 两人转身很快离去 刚才查看清楚了吗 刘云确实没在里面 之前一直没说话 乃人问道 我在他打开门的一瞬间 就把零石探进去仔细查看 并没有发现刘云 难道刘云还自己消失了 依我说你刚才就不该阻止我 我们两个还怕他一个 刚才他一开门 就做出防备之事 可见是个惊艳老道的人 就算我们两个同时出手 恐怕也不容易一击必中 我怕到时动静太大 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看来自己猜得没错 前师兄果然不止 安排了一人来监视自己 直到两人的背影消失 零石三才转身回到小院中 回到院中 零石三来到院中角落 走进小影逆阵法中 他体内火灵力运转 一朵火苗出现在他的指尖 指尖一弹 火苗落在男子的尸身上 顿时熊熊燃烧起来 转身回到屋里 他拿出刚得到的那只储物袋 莫爷爷 难道这就是传疑预检 零石三首先拿出了之前男子 拿出来查看的那枚预检 不错 双方只要把自己的零石 刘一缕在对方的预检中 就能相互传送信息 莫苍瞥了一眼零石三手上 拿着的预检说道 那我现在还能不能用这个预检 给对面的人传信息 零石三一听 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问道 不可以 之前和他交换零石的人已经死亡 他的零石已经消散 除非你和手持另一枚预检的人 交换零石 莫苍很快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那这预检 与我根本没什么用处 零石三随手把这枚传疑预检 丢进了储物袋中 随后 零石三在里面发现了两枚身份预牌 一般的人在得到其他弟子的身份预牌后 都是转移了里面的贡献点 就直接销毁 这人怎么还保留着别人的身份预牌 难道他们 已经到完全不把宗门规矩放在眼中 没有了一丝的忌惮之心 如此想着 零石三还是拿出了那两枚预牌查看 这一看 他瞬间就明白了 其中一枚预牌上刻着流云两个字 而另一枚预牌上 则刻着零石三几个字 看来他就是利用这块预牌 进出松竹小院 自己的身份预牌果然被复刻了 这一切都是他们早就安排好的 看来以后自己得更加谨慎一些 零石三随手毁了这枚复刻的身份预牌 他又拿过流云的身份预牌查看 里面只有区区一百个贡献点 把贡献点转入自己的身份预牌中 他又继续查看里面的东西 这人是个穷鬼 除了身份预牌里的一百贡献点 就只剩下十块夏品零石和一些生活用品 零石三把那十块夏品零石 收进自己储物袋中 也不知道是谁告诉前师兄 自己有能够提升修为的法宝 不过 自己的修为相比起其他杂役弟子来说 提升的确实有些过快 看来以后得更加小心行事 现在提升实力才是硬道理 自己现在的实力还是太弱 随便一个人都能让自己举步维艰 想到这里 零石三决定尽快帮助小红 融合了火灵剑中那个新生的剑灵 到时候 自己和火灵剑就能完全心灵相通 有了一柄完全配合自己的极品法宝 自己的实力又可以有所提升 想到就开始行动 墨仓出来给他护法 零石三谨慎地把小红的隔绝阵法开启 以防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 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回到屋里 看着只放前床的位置 现在空空荡荡的 零石三忽然想起 之前在林渊峰那个山洞中得到的蒲团 现在使用刚刚好 他从储物袋中找出那个蒲团 盘腿坐了上去 沉心静气 摒弃宁神 心中杂念很快清除 小红很快从五行玄石上出来 悬浮在零石三面前不停跳动 传达着他急切的心情 经过这一年的恢复 小红基本上恢复到当初的状态 小红 以你现在的实力 你可有把握 把那新生的剑灵吞噬掉 零石三看着小红轻生地问道 虽然他很想在进入玄天秘境前 完全掌控火灵剑 但他也不想让小红太过冒险 虽然就算小红失败了 被新剑灵吞噬 等他以后实力强大了 也能让剑中的剑灵 完全臣服于他 但他并不想 为了提前得到力量 就失去小红这个朋友 小红上下跳动 表示他很有把握 那我们就开始吧 火灵剑 出来 零石三队悬浮在他 石海中的火灵剑低吼一声 火云剑和零石三签订了契约 剑中的剑灵也知道 这次出去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因此 随着零石三这一声的吼 火灵剑并没有立刻出来 而是在他的石海中不停颤动 剑身上金光闪动 上古灵气那个古朴的符号 瞬间亮起 散发出神秘的力量 以前火灵剑中的剑灵不听话 只要这个符号亮起 它就立刻乖顺下来 但是今天七月符号亮起之后 火灵剑并没有立刻出来 而是散发出一阵火红的光芒 与那力量对抗 外面的小红 似乎也感觉到了 剑中剑灵的反抗 身上红光大震 小红的身形 瞬间变成一团拳头大的火焰 一个与火灵剑上一模一样的符号 在火焰中显示出来 金色的光芒在火光的映照下 耀眼夺目 同一时间 灵石三的额头上也金光闪动 耀眼的金色光芒 瞬间在灵石三 小红和火灵剑上 形成一个更大的契约符号 房间内顿时金光大作 直冲天井 若非灵石三开启了隔绝阵法 恐怕整个青云山脉 都能看得到 这一阵耀眼的金光 出来 随着金光亮起 灵石三又是一声利和 火云剑慢慢停止了挣扎 化成一道鸿芒 从灵石三的石海中飞了出来 不过从灵石三山的石海中飞出来后 它却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瞬间化成一道鸿芒 向屋外急射而去 回来 灵石三一声利和 额头上的金色光芒大胜 小红也化成一道流光 迅速地追了过去 正 一声剑鸣 火灵剑停在了院中 但却明显挣扎着 不愿意回来 小红追上火灵剑 一头扎了进去 正 正 正 火灵剑悬浮在半空中 开始剧烈颤抖 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剑鸣声不断响起 轰 轰 轰 一团团巨大的火焰 不断地从剑身上喷涌而出 把地面炸出一个个大坑 看着眼前的情形 灵石三无比庆幸 火灵剑刚才飞了出去 如若不然 小红恐怕已经变成火海 十三 赶快压制剑中剑铃 墨仓挥手弹开 几团飞过来的火球 对看待的灵石三核道 灵石三立刻收连起心神 感受着自己与火灵剑的联系 然后顺着这股联系 探出自己的灵石进入火灵剑中 火灵剑本身对灵石三的灵石也比较亲近 他想借此唤醒火灵剑本身的力量 来帮助小红对抗心生的剑铃 火灵剑内部空间中 小红幻化成的火红色火焰 正与一团带着丝丝 黑色纹路的火焰战斗成一团 轰 轰 轰 随着他们的碰撞 火灵剑空间内空间不停颤抖 火焰四处横飞 这些火焰还能够攻击人的灵石 灵石三刚进去的时候 不小心被一团火球擦了一下 脑海中立刻一阵刺痛 为免被误伤 灵石三退出火灵剑的空间 运转起自己的灵石 全力发出命令 让火灵剑里的剑铃停止攻击 随着他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命令 火灵剑剑身上和灵石三额头上 那个符号闪着的金光一次强过一次 火灵剑空间内 每当灵石三重复一遍这个命令 有着黑色纹路的那团火焰的攻击 就会停顿一瞬间 小红就会趁着这个机会 扑上前去咬下他身上的一大团火焰 如此几次下来 有着黑色纹路的火焰身形瘦小了一圈 他似乎也意识到 再这样下去 他就只能等着被吞噬 他身上的黑色纹路 忽然爆发出一阵耀眼的黑色光芒 他的体积瞬间扩大一倍 他裹挟着强大的威压 带着黑色的毁灭之光 向小红猛冲了过去 哄 小红瞬间被从火灵剑中撞了出来 身上的火焰都暗淡了几分 不过他等到身形刚一稳定下来 又犹如一只火箭 带起一长串绚丽的火光 没入火灵剑中 同时 悬浮在院中的火灵剑 也猛然闪耀出黑红色的光芒 一道道黑色光芒像利剑一样 顺着契约之力 向灵石三急射而去 灭诈 而敢 墨仓轻贺一声 手一挥 一股精纯的力量 扫向射过来的黑色光芒 哄 黑色光芒顿时被击散 幻化成鼓鼓黑红色的烟雾 瞬间弥漫在小院中 刚才还清晰可见的星空 瞬间被遮蔽 墨仓挥手想要把这些烟雾驱散 但他的实力恢复得实在有限 动作稍微慢了一丝 那些烟雾就弥漫了过来 不好 这烟雾有问题 墨仓按道一声不好 他的魂体上 瞬间染上一层黑雾 墨仓眼前的景色瞬间一变 他发现自己正盘腿 坐在一座高高的山头上 头顶节云密布 竟然是他当初杜劫时的景象 这黑雾竟能 把人带到最绝望的时候 一举击溃修饰的道心 不过这黑雾的级别 还是太低了 对于墨仓来说 这就像是面对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婴儿 哼 墨仓轻哼一声 手上法觉一捏 一道光芒从他身上亮起 包裹在他魂体表面的黑雾 瞬间被冲散 同一时间 林十三眼中也蒙上一层黑雾 他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片风雪当中 此时的他 正提着一只兔子 急匆匆地往山下走 眼前的这一幕 是这么的熟悉 爷爷 正走着的林十三 忽然想到了什么 大喊一声 想要施展灵波步 却发现自己体内空空如也 一丝灵力也没有 但他来不及多想什么 拔腿就往山下跑 很快 他就来到破庙前 看着眼前的破庙 林十三心中激动异常 爷爷 我要把爷爷送去医馆 他不想管 为什么他会回到过去 他现在只想把爷爷送到医馆去 也许爷爷就不会离他而去了 想到这里 他大步跑进破庙 跑向躺在角落里的那个老人 爷爷 林十三声音 有些颤抖地喊道 他害怕下一秒 爷爷就从他眼前消失 十三 你回来了 老人听到他的喊声 缓缓睁开眼 看着林十三的目光 一如往常的慈祥 爷爷 我带你去医馆 林十三没有回答爷爷的话 不由分说地扶起他 就要把爷爷被起来往外走 这些年 其实他心中一直有些责怪 自己当初没有早些发现爷爷的异常 十三 爷爷没有大碍 再休息一天 我们就走 不能耽误 你去清云门的时间 爷爷听到林十三这么说 立刻拒绝道 爷爷 你就不要瞒着我了 我若错过了这次的入门测试 五年后还可以再去 你若离开了 我就再也没有亲人了 林十三不由分说地 背起爷爷爷 就往外跑 他记得再往前面 走一个时辰 就有一个小镇 只要他跑快一些 爷爷也许还有救 林十三背着爷爷刚跑了一刻钟 鹅毛般的大雪又飘飘洋洋地下起来 伴着大雪的是呼呼的北风 呼呼呼 今天的风特别的大 没有了林立的林十三 背着爷爷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即便是漫天风雪 他却热得满头大汗 但他却不愿意停下来歇上一些 既然回到了现在 回到了爷爷离去前 无论如何 他都要努力一回 虽然他的心中隐隐知道 这一切很可能都不是真的 但他还是想要试上一试 只有努力过了 才不会有遗憾 半个时辰过去 林十三没有停下 歇一口气 虽然现在他的两条腿 犹如灌了牵一样 在这漫天大雪中 每走一步 都需要他用出全身的力气 要把爷爷送去医馆 心中的一股信念 支撑着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 啪 走着走着 爷爷还在他肩膀上的两只手 垂了下来 爷爷 林十三含着泪 把爷爷从背上放了下来 看着爷爷安详地 犹如睡着的熔年 一滴眼泪 顺着他的眼角流了下来 幻境都改变不了 变强 我只有变得强大 才能成为主宰 外面 莫看着林十三蒙着黑雾的双眼 焦急地走来走去 这种时候 十三若是能自己冲破幻境 以后他修炼起来 将会更加顺畅 因此 虽然着急 莫苍并未出手 看到林十三双眼流泪 莫苍心中咯噔一跳 十三难道没能破了幻境 反而产生了心魔 如此想着 莫苍正要出手 嗡 下一瞬间 林十三身上 却爆发出一阵光芒 阵阵微压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他眼中的那层黑雾 瞬间消散 就连莫苍这修炼了 几万载的老怪物 都感觉到微微的不适 不过很快 光芒消散 那阵微压也消失 林十三眼中 射出一道射人的光芒 整个人都散发着不屈的信念 十三这是经历了什么 他的道心比之前 更加坚固了 莫苍眼中 闪过阵阵异彩 心中暗暗惊奇 莫爷爷 小红已经把火灵剑中的 那个剑灵吞噬了 林十三看向静静地悬浮 在他面前的火灵剑 眼神平静 没有了少年人的无忧 整个人似乎瞬间成长了起来 火灵剑中 新生的剑灵 在发出那一击攻击后 身形迅速缩小 身上的光芒也变得暗淡 小红趁机扑了过去 很快就把他吞入腹中 然后带着火灵剑 守在林十三的面前 刚才那一击 应该是新生 剑灵最后的挣扎 十三 赶快试试 现在的火灵剑 莫苍没有问他 刚才经历了什么 而是含笑说道 十三刚才经历的 必定是让他追悔莫及的事 不然他不会流下眼泪 虽然看他的 太现在应该是已经释怀 林十三站起身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抬手一招火灵剑 就化作一道红光 飞进他的手中 林十三轻轻抚摸 火灵剑的剑身 一股完全的清静之意 瞬间涌入他的心头 虽然他在清醒过来的那一瞬间 就感觉到了火灵剑的改变 但现在把火灵剑握在手中 那股契合感更加的强烈 剑柄处的花纹 从以前的黑色纹路 变成了火红色 林十三随手一挥 哄 一道火红的剑芒急射而出 小院中本就狼藉的地面 又添一道深深的剑痕 小红 你还好吗 林十三感觉到 他和小红之间 更加清晰的联系 在心中问道 主人 我很好 不过 我可能要沉睡一段时间 那个侵略者的力量太过强大 我要好好消化一番 一道清脆的嗓音 在林十三的脑海中响起 没有了之前的懵懂 小红似乎在一息之间就成长起来 小红 虽然我和火灵剑签订的是主仆契约 但我们永远是朋友 你还是喊我哥哥吧 林十三听到小红的称呼 眼中闪过一抹黯然 之前和小红在一起玩耍的种种 掠过他的心头 他不希望和小红之间产生距离感 主人这个称呼 让他明显地感觉到 小红相较于之前 对他多了一层敬畏 他们之前的那种亲密无间 似乎消失不见 之前莫苍就同他说过 小红在融合了火灵剑的剑灵后 和他的关系 就会变成主仆关系 但他没想到的是 小红现在连称呼也变了 主人 虽然我现在成了火灵剑的剑灵 但在我的心中 我们永远是朋友 只要能够一直陪在主人身边 和你一起成长 我就心满意足了 小红清脆的嗓音再度响起 虽然同样的恭敬 但其中却饱含着浓烈的情感 嗯 我们永远是朋友 你赶快去修炼吧 小红的话 让零十三明白 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 虽然现在彻底消除了火灵剑的隐患 但他心中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好的 主人 那我就去修炼了 小红说完后 气息瞬间平静下去 火灵剑上的隐隐宝光也收敛起来 在小红沉睡后 火灵剑的品阶降到了极品灵器的阶段 不过以零十三现在的修为 使用极品灵器刚刚好 若是使用品阶过高的武器 反而并不能完全发挥出他自身的威力 有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把火灵剑收回石海中 零十三看着满目疮痍的小院 苦笑一声 开始默默地打扫 墨沧并没有出声安慰他 而是默默地回到五行玄石中 虽然他知道 零十三现在特别需要有人安慰 但他总要长大 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开 他得学着成长 这只是 他在修炼路上遇到的一个小小的浪花 若是他连这都想不通 以后修炼路上的大风大浪 他将会更加承受不了 哥哥 哥哥 灵兽空间中的肉宅 似乎感觉到了零十三的低落心情 从沉睡中醒了过来 急切地呼唤着他 想要让零十三放他出去 哥哥 肉仔和你一起 小肉仔从零兽空间中出来 看着情绪有些低落的零十三 并没有扑进他的怀里 而是抬起小短腿 努力地帮着零十三 一起把小院的地面抱平 零十三看着他可爱的样子 会心一笑 把他从地上抱起来 认真地对他说道 肉仔 你们永远都是我的朋友 无论你们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们都会相伴着一起成长 说到这里 零十三心中豁然开朗 小红在自己心中的地位不会改变 就算他们之间的称呼变了 那又如何 小红还是他心中的小红 而他零十三还是零十三 对待小红的态度 永远不会改变 肉仔要陪着哥哥一起成长 肉宅稚嫩的嗓音 也在零十三脑海中响起 好 我们一起成长 不过 我们现在要先把院子整理好 想通了小红的是 零十三的心情变得大好 开始挥手田平院中大小不一的坑 随后几天 零十三留在小院中潜心修炼 距离玄天秘境开启的时间 已经没有几天 小红吞噬了火灵剑中 新生的那个剑灵 他现在需要好好熟悉一下火灵剑 修饰和自己的武器 都是需要不断地相互熟悉 在战斗的时候 才能更加地灵活运用 这天 零十三正在小院中 用火灵剑练习火云剑法 一道浩荡的声音 在清风山响起 零十三立刻停止练剑 凝神静听 玄天秘境 将于二十天后开启 青鱼门所有四十岁以下 练器武道 练器巅峰修为的弟子 都可以报名参加 报名截止时间三天后 随后 零十三储物袋中的身份预牌 也是一阵颤动 他拿出来查看 也是通知他 玄天秘境开启的消息 玄天秘境开启的时间 终于确定 零十三收起火灵剑 立刻前往青熙堂报名 来到青熙堂 零十三以为的人潮汹涌的景象 并没有出现 玄天秘境报名处 那个窗口 竟然只有两个人站在那里 两人看起来 都是三十几岁的年龄 修为也只是刚刚达到 练器五层出气 看来零根品质 对修饰的修炼速度影响 不可谓不小 零十三略一思索 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自己之所以能够这么快 就修炼到练器五层 完全是因为 九转一玄金的原因 而其他人可没有自己这么幸运 夏品零根的修饰 若是没有大量的修炼资源堆积 或者是有什么奇遇 想要在四十岁之前 修炼到练器五层 简直是难上加难 到现在为止 只有两个人前来报名 也就不足为奇了 零十三拿着身份 预排排在两人后面 等轮到他的时候 他以为钱师兄 定然会让人阻止他 进入玄天秘境 毕竟 进入玄天秘境中 他比在外面 更容易得到修炼资源 修炼资源多了 他的修为提升起来 将会更快 他的修为高了 钱师兄想要对付他 就没这么容易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办理登记的那名执事弟子 只是看了一眼他的名字 就很快给他办理好登记事宜 到时间后 来这里集合 然后由宗门派人统一护送你们 前去玄天秘境入口 执事弟子办理好登记 把身份预排递还给他 淡淡地交代道 谢谢师兄 零十三有些诧异地 结果自己的身份预排收好 钱师兄竟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 为难自己 这让他大感意外 直到回到小院中 他都还没有从这么顺利 就办理了进入 玄天秘境报名登记中 回过神来 莫非他们想要在秘境中对我出手 宗门内毕竟有门规束缚 他们的一些手段 恐怕还是不敢使出来 出了宗门 他们就算光明正大的对我出手 恐怕也没有人会管 零十三很快想到这个可能 不管那么多了 兵来降挡水来土掩 自己现在虽然只有炼气五层中气 但体内灵力的浑厚程度 比起普通弟子的炼气巅峰 也不差多少 就算和那些极品灵灯的弟子相比 应该也和他们的炼气期 八层修为的人成差不多 再加上这几年 他使用的越发纯熟的五行盾法 只要自己小心形势 自保应该还是没有问题 如此想着 零十三不再纠结这些事 还有二十天时间 自己可以趁着这段时间 好好的把修为再巩固一下 以最佳的状态 进入到玄天秘境中 二十天一晃就过去了 很快就到了出发 去玄天秘境的日子 零十三早早地 就来到指定的集合地点 已经有三个炼气五层修为的弟子 站在那里等候 几人都是三十几岁的年纪 当他们看到零十三 这个十几岁的孩子 朝着他们走过去的时候 起见他们脸上 都是一片青世之色 毕竟在外门弟子中 能够在四十岁之前 修炼到炼气五层 都是天赋和运气较好的人 小师弟 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我们是等着 要去玄天秘境试炼的 三人中 其中一个身形魁梧的人 不无嘲讽地开口说道 看来这几人还不认识我 他们应该不是前师兄手下的人 若是前师兄那一伙的 应该就不会这么说了 几位师兄 我也是来参加玄天秘境试炼的 零十三淡笑着回答道 他并没有因为 他话语中蕴含的嘲讽而生气 毕竟现在是在宗门里 他又和这几人并非敌对关系 他们肯定不会第一时间 就查看自己的修为 而在这外门杂役弟子中 恐怕这么多年 还没有谁在十几岁 就修炼到炼气五层的 小师弟 那人还要说什么 站在他旁边 那个一脸斯文的人 轻轻地拉了他一下 然后笑着说道 没想到师弟这么年轻 就已经是炼气五层的修为了 显然 他刚才查看了零十三的修为 另外两人听他这么说 脸上顿时一片惊异之色 随后 零十三感觉 又有两道零食 从自己身上扫过 那两人立刻收起脸上的轻视之色 侥幸得了一颗千年灵药 才能有现在的修为 几位师兄能在如此年纪 就修炼到炼气五层 想来也是天赋了得 零十三知道自己的修为 定会引来这些人的诸多猜测 因此 把自己早就想好的理由 大大方方地说了出来 千年的灵药 对他们这些杂役弟子来说 可是稀有物品 若是应用得当 再加上大量的零食支撑 在几年内修炼到炼气五层 也是有可能的 听到零十三这么说 三人眼中的惊讶 减少了几分 师弟的运气可真好 魁梧男子不无羡慕地说道 他们三人也算是运气好的 但跟这位师弟比起来 还是差远了 这位师弟 这次进入玄天秘境 我们杂役弟子 无论是在资源和实力上 都比不上内门弟子 而玄天秘境内危险重重 我们三人约好在里面一起行动 你要不要加入我们 斯文男子 却是满脸诚意地开口邀请道 对 师弟 何玉兄说得不错 魁梧男子在旁边附和道 剩下一人虽然没有说话 也是满脸的赞同之色 几位师兄 不是我不想和你们一起行动 我被宗门里的那股势力盯住了 到时恐怕会连累你们 眼前几人之前和他并无交集 现在邀请他同行 恐怕也是打得抱团取暖的想法 林十三并不想与人同行 因此 直接说出自己的处境 想来 他们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既是如此 师弟进入玄天秘境中 可要多加小心 斯文男子瞬间明白了 他话中的意思 前师兄那伙人 在外门弟子中横行霸道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他们的形势作风 这个小师弟 如此快就修炼到炼器五层 肯定会被他们盯上 另外两人 很快也想明白了 林十三话中的意思 脸上都露出不愤之色 不过他们并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再继续邀请林十三加入他们 我听说在进入玄天秘境的时候 落下的位置是随机的 你们若是想一起行动 在进入的时候 最好是不要松开彼此 虽然他们在知道自己 被前师兄的人盯上后 就退去了 但就目前看来 他们至少还没有和前师兄那伙人 同流合污 在外门这个大染缸中这么多年 他们能够保持 不加入前师兄的团伙 这就值得林十三提醒他们一句 多谢师弟提醒 三人脸上略有愧色地向林十三道谢 然后转身走到一个角落 小声讨论起来 看来前师兄在这外门中 真的是极微慎重 林十三如此想着 也走到一个角落站定闭目养神 没一会儿又进来五人 这五人显然是相熟之人 他们进来后看到 站在角落的林十三 眼中闪过异样之色 然后其中一个人 单独向林十三走了过来 师弟 玄天秘境中危险重重 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队伍 那人脸上带着笑 对着闭目养神的林十三问道 说话之时 指尖却是对着林十三轻轻一弹 一股气流轻轻地 弹在林十三的衣摆上 现在就开始出手了吗 他们还真是迫不及待 林十三心中冷笑 立刻屏住呼吸 却假装没有发现异常 在心中向墨仓问道 墨爷爷 你知道他刚才 弹在我衣摆上的是什么吗 这是一种追踪药粉 沾染了这种药粉 哪怕在百里之外 有一种灵兽 都可以循着这个气味找到你 原来是这样 既然如此 那我就在玄天秘境里等着他们 多谢师兄的邀请 我习惯了一个人单独行动 确定了他们的阴谋 林十三睁开眼 淡淡地拒绝 即使如此 就不打扰师弟了 那人被林十三拒绝 脸上并未有丝毫的不悦之色 反而温和地转身离开 转身之际 眼中却是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 没过多久 一位长老走了进来 扫了一眼几人 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淡淡地说道 人都到齐了 这次的玄天秘境失恋 由我带队 都跟我走吧 说完 率先往外走去 整个外门起码有十几万的弟子 竟然只有区区九人 能够达到进入玄天秘境的要求 林十三听到那位长老说人 已经到齐了 不免有些诧异地想着 林根的差距 果然是多少人难以逾越的天谦 所有人都跟在那位长老后面 往外走去 林十三也默默地 跟在队伍后面往外走 来到空旷处 只见那位长老 挥手甩出一把飞剑 飞剑迎风而涨 直到长到杖许宽三丈来长 才停了下来 都上来吧 我带你们去集合 带队长老说完 率先跳上飞剑 所有人都面带激动地 跟在他后面 跳上了飞剑 他们现在的修为 还无法自己遇见飞行 多少年才有一次机会 能够这样在天际翱翔 等所有人都上了飞剑 站在飞剑前端的带队长老手上 法掘一捏 一股浩荡的灵气 注入到飞剑中 飞剑迅速升上天空 化作一道流光 向着青云山主风飞去 很快 他们在一块空地前停了下来 到了 我们先在这里等候 带队长老 示意所有人下来排队站好 然后他收好飞剑 站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长老没有说话 排在后面的众弟子 也不敢出声 大家都默默地 站在那里等着 刚开始 所有人都低着头 眼观鼻 鼻观心 不敢有丝毫出格的行为 等了有一刻钟 还是没有其他人到来 弟子们开始悄悄地四处打量 零十三看向正前面山壁上 龙飞凤舞地 问道两个大字 难道这里就是问道瓶 零十三听杨检说过 这问道瓶上的问道两字 乃是青云门的开山祖师 在原音巅峰时 在这里悟道所留下的 外门弟子 只有在四年一次的 外门大笔中脱颖而出 才有资格来这问道瓶参悟一番 好多外门长老 都是在问道瓶前有了领悟 才突破到珠基7的 他此时看着这两个字 只是觉得 写得特别的有气势 有一种让人隐隐想要膜拜的感觉 难道是我现在修为不够 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零十三暗自想着 何师兄 不是说来到这问道瓶 都会有所收获吗 我怎么并未感觉 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时 那魁梧男子小声地 问着他前面的斯文男子何欲 看来并不是我一个人一无所获 听到魁梧男子的问话 零十三从那两个字上收回目光 这问道两字 上面有祖师爷当年 突破到化神器的感悟 但并非是 只要在这里就能感受到 为了能让祖师爷的感悟 流传得更久一些 前面设有阵法保护 要靠近到三十丈内 才有深刻的体会 何欲显然知道的比较多 小声地对魁梧男子解释道 嗨嗨 魁梧男子还要说什么 站在前面的带队长老清咳两声 他立刻闭上嘴巴 挺直腰背 正在此时 从前面的山峰 飞过来一朵白云 五峰参加悬天秘境试炼的人来了 看着白云上阴影绰绰的人影 零十三立刻明白 这是青云门五峰 要参加悬天秘境试炼的 练气七弟子来了 来人在零十三 他们前面停了下来 看着站在前面的周景 零十三知道这些 应该是飞来风 这次要去参加试炼的人 一共有四十人 看到周景 零十三就想到 出入宗门时 周师兄对他的诸多提点 有心想要感谢一番 但他也知道 现在不是时候 见过周师兄 看到周景他们站定 站在前面的带队长老 立刻带着杂役弟子 向他拱手行礼 师弟们无需多敛 周景挥手回礼后 站在那里不再说话 内门弟子地位比外门弟子高 因此 飞来风的众位练气七弟子 只是静静地站在周景后面 随后 丹霞峰 洛雁峰 和云台峰 都陆续带着弟子前来 他们到来后 互相打过招呼 也都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候 这三峰 每一峰的练气弟子 都有一两百人 又等了一炷香时间 清云峰的人 才在张青的带领下 姗姗来迟 诸位师弟 为兄来晚了 清云峰这次报名 参加玄天秘境试炼的人 太多了 我不得不临时 找了王师弟和文师弟帮忙 才能带着众弟子前来 张青刚一落地 就一脸歉意地说道 不过他虽然说着道歉的话 但眼中的得意 却是怎么也掩藏不住 特别是看到飞来风 竟然只有四十个人 参加试验时 他的嘴角 更是不可抑制地 微微翘了起来 不安 预计的出发时间还没到 张师兄来得刚刚好 是师弟 我们着急来得早了 田羽满脸笑容地说道 胡志 吴岳两人也点头附和 张青满意地 往清云峰的人 所站的位置走去 清云峰这次 有资格进入玄天秘境的 有五百人 队伍中 还有林十三的两个熟人 张峰和李雪 张峰现在已经是 练气七层的修为 而李雪 更是已经是 练气九层的修为 很快就会达到练气巅峰 当张峰看到 站在杂役弟子队伍中的 林十三时 眼中划过一抹 没有看到张峰和李雪两人 就算看到了 他恐怕也记不起来 毕竟三人的交际并不多 等所有人都站好 一道人影踏空而来 落在了众弟子前面 是飞来风的冯峰主 几个杂役弟子 眼中闪过兴奋的光芒 除了走问星路那一次 这还是他们第二次 看到五峰峰主 见过冯峰主 所有人齐声向着冯远行礼 这次的悬天秘境试炼 由我带队 现在各队的领队 先把传送御符 发到每个人的手中 冯远说着手一挥 六个储物袋 就飞到了每个队伍的领队面前 这次悬天秘境的试炼 为期一个月 除了寻找修炼资源 消灭里面的魔化动植物 也是你们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试炼结束时 或者当你们遇到生命危险时 都可以捏碎这个传送御符 就可以把你们传送到 悬天秘境的入口外面 若是超过一个月 没有及时从悬天秘境里出来 那你就只能等到 下一次秘境入口开启时 才能出来 冯远看着发到 说完 冯远手一挥 甩出一船型法宝 一艘巨大的非洲 出现在众人眼前 所有人开始排队登上非洲 当然 最先上去的是 主封清云封的弟子 而外门的杂役弟子 则是最后上去 这艘非洲 比之前零十三他们 去黄石镇乘坐的那一艘 要大十倍不止 造型也要精美一些 非洲上 还单独隔出了几个房间 工人休息 冯远上了非洲后 就进入了其中一个房间 其他几个封的 带队弟子 也一起进了另一个房间 这艘非洲 比起他们上次 去黄石镇乘坐的那艘非洲 不光是大了不少 非洲上的陈设 也更加精致一些 但是船上的弟子们 都静静地站在原地 没有一个人说话 等所有人都登上非洲 周景进入到其中一个房间 拿出一些零十 放入阵法之中 手上打出几道法绝 非洲缓缓启动 很快升上高空 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见 非洲上零十三 和几个杂役弟子 小心地站在角落里 在非洲升空的一瞬间 灵力灌注在双脚上 但他想象中的刚风 并没有吹进来 非洲外面升起一层 淡淡的灵力护照 高速飞行产生的刚风 完全被隔绝在外面 一些弟子开始好奇地 看着下面飞速移动的景色 相熟的人 开始小声地说着话 飞行大半天后 弟子们的好奇之色 全都消散 一些人开始就地盘腿 修炼起来 杂役弟子所处的位置并不好 根本无法看到外面的景色 零十三在非洲起飞后不久 就坐下开始运转起 五行诀修炼 那五人则围在一起 不时地向着零十三看上两眼 但在这非洲上有冯风主坐镇 想来他们也不敢擅自动手 因此 零十三虽然感觉到 他们异样的目光 却并未理会 非洲连续飞行了两天两夜 才到达悬天秘境的入口 非洲停稳 冯风主率先踏空 从上面走了下去 这是一片广阔的平原 百丈之外 有七彩的光芒闪烁 光芒里面雾气缭绕 在外面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形 只感觉一股隐隐的威压扑面而来 令人忍不住生出渺小的感觉 看来 那就是隔开玄天秘境的阵法了 冯道友 你们清云门这次 怎么才来这么点人 莫不是舍不得贵派的精英弟子 年轻人还是要让他们多锻炼一下 以后才能有大作为 冯远刚从非洲上下来 一道不太友好的声音 就在众人耳朵响起 零十三跟在人群中 抬头悄悄地看向说话的人 只见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人 正盘腿悬空坐在那里 此人乃是天玄宗的大长老陈海 不足五百岁就突破到了原因期 他的身后 站着黑压压的一片天玄宗弟子 起码有五六千人 在他后面更远的地方 则是一些小门派的人聚集在那里 他们每个门派到来的人都不多 一般只有三五十人 清云门这次来参加玄天秘境试炼的 还不足两千人 这么多年 三派实力几乎不相上下 为了壮大自身实力 几乎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奈何天玄宗三十年前 在管辖范围内发现了一座新的零石矿 玄天宗弟子的修炼资源 一下比其他两派充裕起来 好多消息灵通的大家族 都把后背送到玄天宗 这些年 清云门和落霞派 每次招收的弟子都比天玄宗少 天玄宗隐隐有压下其他两派 成为三派之首的势头 听到陈海这么说 跟在冯远身后下来的张青几人 脸上露出粪粪之色 但他们的辈分比之陈海低 这时还没有他们说话的粪 也只能强压心中不满 陈道友说笑了 在练七七修炼的快 不等于以后就能够突破到更高的境界 修炼还是要先打好基础 冯远一脸淡然地说道 话中暗指天玄宗拔苗助长 拿修炼资源堆出一批所谓的天才弟子 一时之间 场中的气氛有些紧绷 我们天玄宗就是修炼资源多 来了我们天玄宗资质一般的人 我们能够让他的修炼速度 同天资上等的人一样快 天资上等之人 我们能够让他的修炼速度 同天资极品之人一样快 陈海冷哼一声 竟是开始炫耀起 天玄宗丰富的修炼之源 清云门的一些弟子 听着陈海的话 眼中不由流露出羡慕之色 而陈海身后的天玄宗弟子 则是满脸的洋洋得意 你们天玄宗 不就是发现了一座灵石矿吗 难道你就能凭你们一派之能 同时应对我们两派吗 冯远正要说话 一道粗犷的声音响起 一艘非洲缓缓地降落下来 陈海一听这话 脸上神色顿势一变 难道清云门和洛霞派 要联合起来对付我天玄宗 想到这里 陈海立刻哈哈一笑 随后满含挑拨之意地说道 冯远 我可是听说 前不久洛霞派的人 才斩杀了你们清云门的 一位天才弟子 你们若是和洛霞派联手 不怕他们背后下黑手吗 陈海 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 清云门的那位天才弟子 明明是被你们天玄宗的人 暗中偷袭 才会身受重伤 我们洛霞派 只是出手援助 李清云忐忑地看了一眼 平静立在那里的冯远 立刻反驳道 天玄宗自从得了那处灵石矿 势力越发壮大 他这次来 除了护送本派弟子 安全到进入玄天秘境 门内还让他和清云门的人 接触一下 商量两派结盟的事 虽然洛霞派和清云门的 积怨也是不小 但若让天玄宗壮大起来 到时定然不会留下两派 能够出手救援到 让人没了性命 恐怕也只有你们 洛霞派 才有这样的本事 陈海哈哈大笑 两人越说越是离谱 最后竟是准备要出手 两位道友 还是准备玄天秘境 开启的事一把 冯远冷眼旁观 三派之间积怨已久 到现在为止 也说不清 到底是哪一派 杀了哪一派的弟子多 虽然他不主张 以灭杀对方的天才弟子 为手段来削弱 另外两派的实力 但若清云门的弟子不出手 其他两派也不会留守 这些事 已经成了解不开的结 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他也只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以期望在大战爆发时 能够保住更多清云门的弟子 此时 九霄灭魂大阵上的光芒 更加强盛 显然秘境入口 很快就要开启 秘境开启时间为一个月 以历练为主 时间到达还没有出来的人 就只能等到 下次秘境开启才能出来 但若是在中途 生命受到威胁 你们也可以 捏碎传送玉牌提前出来 冯远说完 不再理会陈海两人 一眼 各自回到所属门派 开始驯化 一刻钟后 前方的大阵上 灵光涌动 强大的威压扑面而来 让这些恋气气的弟子们 忍不住生出膜拜的心理 林十三也感觉一股强大的威压 席卷他的全身 让他感觉有一座巨大的山月 压在身上 下一秒就要把他压倒在地 他立刻运起全身灵力抵抗 这才稍稍感觉好受一些 扑通 一些修为较弱的人 就没有这么幸运 林十三旁边 就有两人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 其他两派的带队长老 在这股威压出现时 就出手化解 因此 并未出现青云门这样的情况 不过很快 前方的冯元手一挥 所有的人全身一倾 压在他们身上的大衫 瞬间消失不见 那些贵岛的弟子 立刻满脸羞红地 从地上站起来 今天的贵岛并不可耻 你们要记住 想要不再遭受同样的际遇 只有努力修炼 努力变得更强 冯元等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与戴威严地说道 他的声如红中 字字句句 敲打在这些 练气七弟子的心头上 让他们瞬间 爆发出一股强大的信念 就连那些摔倒的人 也很快收起脸上的溃色 眼中流露出坚定的神色 哄 冯元的话刚说完 前方传来一声巨大的轰鸣 一个十丈宽 数十丈高的灵力大门 出现在众人眼中 玄天秘境已经开启 快 秘境开启了 赶快进入 对 早一点进去 多找一些宝物 快进去 所有人都一脸激动地 向着开启的那个光门涌去 林十三也跟着人流 向玄天秘境的入口走去 跨入光门 林十三直觉的眼前一阵晃动 身形就开始直直地往下坠落 他立刻施展出金钟罩 以防在下坠的过程中 发生意外 他之前就从周星那里 知道了进入秘境时的情形 因此 在面对这种情形时 没有丝毫的慌乱 其他大多数人也都知道 进入玄天秘境会遇到的情况 全都各自施展手段 在进入的第一时间 就安全落地 只有极少各派的杂役弟子 不明就里 狼狈地落到地面 林十三也很快落到地面 刷 他还没有来得及 看清周围的环境 金钟罩外 瞬间缠上密密麻麻的藤蔓 子 子 随着藤蔓覆盖在金钟罩上 那些藤蔓 立刻分泌出一些黑色的液体 金钟罩发出阵阵 被腐蚀的滋滋声 金钟罩瞬间 有了崩溃的迹象 林十三立刻加大灵力输出 这才稳固住了金钟罩 由于九霄灭魂阵 对神魂的感知能力非常强 而墨仓度节气的神魂气息 很容易被感知到 因此 墨仓在进入玄天秘境前 就陷入沉睡中 以此来减少他的气息泄露 因此 在玄天秘境中林十三 就只能依靠自己 虽然一落到地面上就被困住 但他并没有丝毫慌乱之色 而是透过金钟罩散发的灵力光芒 仔细观察外面覆盖的藤蔓 上次周星就和他说过 玄天秘境中的很多灵草 被囚弥所散发的魔气污染 变异成了魔草 而那些被魔化的灵草 在魔气的驱使下 会吞噬他附近的生物 以此来进化 成为更高级的魔物 而眼前缠绕在他金钟上的藤蔓 看起来就是巨大版的七星草 以金钟罩被缠的 密不透风的状态来看 这里恐怕有不止 一颗被魔化的七星草 根据金钟罩被腐蚀的速度来看 这些被魔化的七星草等级 应该不是很高 只要数量不多 他和肉仔一起出手 应该很快就能清除 想到这里 零十三立刻把肉籽 从灵兽空间中召唤出来 肉仔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但他的牙齿很尖利 连便一活芒的骨头 都能轻松咬碎 这些低阶的魔化 七星草应该也能被他轻松地咬断 既然他答应了要和肉仔并肩成长 那就从铲除七星魔草开始 这些讨厌的藤蔓 竟然敢困住我们 让肉仔帮哥哥 把他们通通除掉 肉仔刚一从灵兽空间中出来 看到馋在外面的七星魔草 就立刻嚷嚷道 好 哥哥和肉仔一起 除了他们 听到肉仔不知天高地厚的嚷嚷声 零十三心中划过一道暖流 唇边溢出一抹微笑 满口答应之后 不忘叮嘱他一句 但是 你如果不敌 就要立刻回到灵兽空间中去 哥哥放心 肉仔的爪子和牙齿都很尖利 肯定不会让他们缠住我 听到零十三这么说 肉仔立刻仰起他的前肘 呲牙咧嘴地向零十三展示着 他尖利的指甲 和闪着寒光的犬牙 好 我们一前一后 先清理出一开空垫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刚才撑起的金钟罩 又出现了裂痕 零十三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柄 长剑握在手中 话音落下 就撤掉了撑起的金钟罩 哇 金钟罩消失的瞬间 七星魔草 铺天盖地地向着零十三 和肉仔缠了过来 烈焰滔天 零十三滴喝一声 手中长剑卷起一片 灼热的火焰 向着扑过来的七星魔草 掉落在地上不停地扭动 发出滋滋的声音 很快被火焰灼烧干净 在撤掉金钟罩前 零十三就想好了 用火云剑法 来对付这些魔草 植物始终惧怕火焰 另一方面用剑 也能更容易斩断 魔草的根筋 看到有效果 零十三开始 挥一件不停地斩向 缠绕过来的七星魔草 在它后面 肉仔一声嚎叫 仗着身形小巧 直接扑向七星魔草的根部 在那些魔草 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用它尖利的牙齿 直接咬断一大株魔草 刚开始零十三 还担心肉子 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 会不适应 一边挥着剑斩断 扑过来的七星魔草 还奋出一丝心神 注意着身后肉仔的情况 很快 它就发现它的担心 是多余的 肉仔不愧是有着冰霜 白虎血脉的妖兽 虽然它的身形小巧 但它的每一次扑击 都又快又狠 裹挟着锐不可当的攻击 在它周围形成一股强大的威势 哦 肉仔一声嚎叫 它前面的那一片魔草 似乎都被震住了 缠上来的速度都变得缓慢 而肉仔则是趁此机会 猛扑过去 瞬间又咬断了一株七星魔草 看到这里 零十三不再担心肉仔 专心的挥剑砍向面前 铺天盖地缠过来的七星魔草 很快 它们周围就出现了一片空地 前面的七星魔草 还在伸展着枝条 想要缠绕过来 零十三收起长剑 站在七星魔草过不着的地方 看着被清理出来的这一大片空地沉思 肉仔却是非常兴奋 一次又一次地 扑向那些魔草的根部 这是他第一次跟着零十三一起 并肩战斗 因此 他努力地表现着自己 想要让零十三知道 他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零十三没有制止他 肉仔毕竟还小 这些魔草又对他造成不了伤害 等他完累了 自然就会停下来休息 看着眼前 似乎一望无际的七星魔草 零十三展开他的零十 往四周查探 他的零十当初是五行玄石 帮助开辟的 本就比其他人强 随着他修为的提升 现在已经能伸展到 方圆百丈的范围 但是 以他现在能够探查的范围 竟然都没有找到 这片七星魔草的边缘 难道是玄天蜜 竟内有了什么变故 周爷爷之前 进入玄天蜜境时 虽有被魔化的灵草和妖兽 但却并不多见 而现在 他刚一进来 就碰到了这么一大片魔草 虽然只是低阶的魔草 但这么大一片 清除起来 也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希望 只是他运气太差 刚好碰到了 想到玄天蜜境开启的 另一个目的 就是让这些历练的弟子 来消灭里面滋生的魔物 这次玄天蜜境 提前开启本 就有些不正常 而现在 他刚一进来 就掉进了魔草窝中 怎么都让人觉得 有些不正常 在他沉思的这段时间里 临时三惊讶地发现 那些被斩断的魔草 又在开始慢慢地生长出来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已经又长出了新的内涯 照这个速度下去 最多一刻钟 这些被斩断的七星魔草 又会长出新的藤蔓 看来得把他们连根拔起 才能彻底铲除 这些七星魔草 想到这里 临时三收起长剑 一拳轰在一颗 被斩断的七星魔草根部 哄 一团巨大的根筋 被从地下轰了出来 在半空中 碎成无数小段 散落在四周 由于这三年多来 临时三每天不间断地 练习青云拳 他的青云拳 已经达到 凝而不发的境界 这一拳 哪怕他没有使用分毫灵力 只靠肉身的力量 就把七星魔草的根部 从地下轰了出来 随后那股庞大的力量 才爆炸开来 把那一团根筋 炸得四分五裂 这样 他就可以在不消耗 灵力的情况下 除了这些魔草 当然 也有七星 魔草等级太低的缘故 才能有这样的效果 那些根筋 被轰出地面后 很快有一缕缕黑气 从里面飘散出来 然后瞬间枯萎 有效果 看着散落在四周枯萎的魔草根 灵石三眼中 闪过一丝喜色 朝前面的肉仔喊道 肉仔 我们一起闯出一条路来 说完 灵石三就跟在肉仔后面 开始一拳拳 轰向那些 被咬断了藤蔓的七星魔草根部 哥哥 你就看我的吧 肉仔回头看了一眼 不停击毁着七星魔草根部的灵石三 心中的战役 越发高昂 他那小小的身躯 犹如一道闪电 不停地扑向那些 欲要缠过来的七星 魔草藤蔓 虽然灵石三 也可以和肉仔 一起全力向外突击出去 但他的目的 并不只是从七星魔草的包围中脱困 他还想要看看 能不能找到线索 把这些七星魔草彻底毁灭 当然 他也不想过多地 在这里浪费时间 因此 他让肉仔朝着 一个方向笔直的前进 若是在他们 从这片魔草中突围出去 还是没能找到 彻底消灭他的方法 灵石三也不会在这里 过久地逗留 他进来的主要目的 是寻找更多的修炼资源 灭纱秘境里的魔化动植物 则是尽力而为 毕竟他现在的修为 还太过于低微 实力提不上去 一切都是空话 随着一颗颗魔草的根筋 被轰出地面 灵石三发现 除了一散到空气中的那些黑气 还有一部分黑气 顺着地下的根筋 朝着同一个方向退去 灵石三心中一动 妖兽群中有妖王 这一大片魔草中 说不定也有一颗魔草王 想到这里 他立刻指着黑气退去的方向 对前面的肉仔喊道 肉仔往这边 好的 哥哥 扑击得正欢的肉仔 虽然不知道 灵石三为什么突然让他改变路线 但他还是 毫不犹豫地 往他指的方向 扑了过去 一刻钟后 他们已经前进了近百丈 周围的情形并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黑压压的七星魔草 似乎这片魔草 没有尽头 灵石三并没有气馁 一个好的猎人 只要发现了端倪 就有足够的耐心追踪下去 又过了一刻钟 灵石三探出去的灵石 终于发现了异常 在离他们百丈远的地方 有一株巨大的七星魔草 它的质感 是这些普通魔草的十倍粗 长长的藤腕向四周蔓延 恐怕方圆十丈 都是它的生长范围 肉仔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灵石三看向肉仔 高兴地说道 肉仔毕竟觉醒 妖兽血脉的时间不长 它的等级也还太低 灵石三有些担心 长时间的战斗 它会吃不消 哥哥 肉仔还能坚持住 肉仔稚嫩的嗓音 在灵石三脑海中响起 说完 它又猛扑向下一颗魔草 三两下就把它咬断 在灵石三和肉仔的配合下 它们很快就到了 那颗巨大的七星魔草前面 哦 肉仔张开小嘴嚎叫一声 就向那颗魔草扑了过去 灵石三想要阻止 它已经扑了过去 咔嚓 肉仔扑到魔草的 一根粗壮枝干下 张口咬了下去 瞬间在那根粗壮的枝干上 咬下一大块 哗啦啦 魔草全身枝条颤抖 发出哗哗的声响 它的根部迅速生长出 几根细小的枝条 闪电般缠向肉仔 肉仔 快回来 灵石三拿出长剑 大喊着 扑向那颗巨大的魔草 只是已经来不及 咬完的肉仔 还没来得及再次张口咬下去 就被卷来的藤腕 缠了个结结实实 呜呜 哥哥快帮帮肉仔 这讨厌的家伙 等一下我一定要把它咬得稀碎 肉仔拼命挣扎 奈何爪子和小嘴 都被藤腕缠了起来 只能发出呜呜的求救声 灵石三听得又好气又好笑 都这个时候了 还嘴硬 但它还是扑向缠住肉仔的那灯藤条 左手挥拳击向缠绕过来的藤条 右手长剑 斩向缠住肉仔的那灯藤条 哄 一声巨响 缠过来的藤条 被灵石三一全轰地炸裂开来 它的剑也斩在了 缠住肉仔的那灯藤条上 咔嚓 藤条瞬间断裂 无力地从肉仔身上掉落下来 哦 肉仔一得到自由 嚎叫一声 眼中射出愤怒的火焰 就又要扑向魔草 肉仔 这魔草太粗壮了 我再叫你 灵石三看它那样 有些哭笑不得 立刻向肉仔大声喝道 肉仔本要反驳 但想到刚才 自己贸然冲过来被缠住 还要哥哥来救自己 它默默地往后退去 哗啦啦 就在肉仔退出去的一瞬间 魔草似乎因为被击断了一条枝干 而被激怒 十几条粗壮的枝条 呼啸着向灵石三卷了过来 星火燎原 灵石三大喝一声 体内凌厉运转 手中长剑 瞬间斩出十几道剑光 迎着扑过来的魔草藤斩了过去 轰轰轰 随着长剑和魔藤相交 碰撞出一阵阵轰然巨响 扑过来的魔草 瞬间四散炸裂开来 一招奏效 灵石三手上不停 又是一剑挥出 一大片魔草被斩断 眼看只剩最后几个魔藤 只要斩断了它们 把它的根部毁掉 就能彻底灭杀了这魔草王 哗啦啦 魔草挥舞着它不多的藤条 甩向扑上来的灵石三 同一时间 在它根部的中心处 亮起一道微弱的光芒 瞬间 那些小魔草 开始从最外围枯萎 而魔草王被砍掉的枝条 飞速地生长起来 灵石三一个始料不及 差点被长出来的魔藤缠上 幸好 它因为修炼五行诀 对周围能量波动异常敏感 在魔草即将缠住它的一瞬间 退了回来 看着眼前又恢复到 之前一样茂盛的七星魔草 灵石三陷入沉思中 不过那魔草 却没给它思考的机会 藤条继续疯涨 瞬间涨成十几丈长 呼啸着向后退的灵石三 卷了过去 灵石三急忙带着肉仔 向后急退 它现在特别庆幸 之前没有为了能够快速前进 只是把那些七星魔草的枝条砍断 而是把它们的根筋全部灭杀 现在才能从容必让 它往后退数十丈 那颗魔草的枝条 就向前急射了数十丈 似乎它能够无限延伸 这样退下去可不是办法 还是先把它的枝条斩断 我就不信 它的这些枝条生长 不需要消耗能量 想到这里 灵石三不再后退 随手把肉宅放进怀里 举起手中长剑 斩向缠过来的魔草藤 砰砰砰 顿时断掉的枝条四处散落 鼓鼓黑烟弥漫在空气中 不能再浪费时间 要速战速决 想到这里 灵石三体内灵力运转 把五成的灵力都转化成火灵力 注入盗手上的长剑中 手中长剑立刻闪耀出 耀眼的火红色光芒 之前为了保存实力 灵石三一直都只输出了两成的灵力 在和魔草王战斗 星火燎原 烈焰滔天 灵石三接连使出火云剑法中的两大杀招 缠上来的魔草藤 立刻碎掉一大片 它立刻踏着灵波步 往前面追击而去 手上招式不停 又是一招星火燎原 斩向前面的魔藤 哄 大片的魔藤被斩碎 就连周围的小魔藤也没有幸免 随着灵石三一剑又一剑的斩出 虽然魔藤还在不断疯狂长出来 施展威力最大的烈焰滔天 定能把魔藤连根拔起 为了一举成功 灵石三又增加了两层的灵力 这一剑的威力 普通的炼气后期修为的人施展出来 恐怕也不过如此 哄 一声巨响 大地颤动 火焰与黑雾相撞 爆发出强大的灵力波动 猝不及防 灵石三被那股巨大的反振之力 震得倒退十几丈 才稳住身形 这猪魔草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它只不过是一猪 还会产生灵智的魔草而已 灵石三心中疑惑 但它很快就明白了 因为周围的那些小魔草 在这一击之后 全部枯萎 原来是这猪魔草王 在感受到它的威胁后 把其他魔草的能量 全部吸收为己用 想要用这一击之力反击 如今的它 恐怕也是前驴技穷了 所有的小魔草 都已经枯萎了 它已经没有了地方汲取能量 现在是灭杀这猪魔草的最好时机 想到这里 灵石三脚下用力 挥着长剑 飞身扑向那颗魔草 这次 它使出全身九成的灵力 务必一击奏效 在这悬天秘境中 危险重重 它之前一直想要保存一些实力 但现在的情况来看 只有速战速决 才是保存实力的最好方法 哄 又是一声巨响 魔草庞大的根精 被从地下轰了出来 但它并没有像之前 那些小魔草一样被轰碎 而是拖着长长的 根须向远处逃顿而去 灵石三眼中闪过愕然 没想到魔草的根精 还会主动逃跑 但它的反应也很快 哪里逃 灵石三大鹤一声 手中长剑 裹挟着庞大的灵力 急射而出 向那颗逃跑的魔草追了过去 哄 一声巨响 那颗魔草瞬间四分五裂 收回剑 灵石三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 它的灵石散布在四周 仔细地观察着那些四散的残肢 之前周爷爷就说过 这些魔化的动植物 一部分有球迷被打散的 残魂附在其中 看刚才这颗魔草的形式 明显已经具有一定的意识 说不定就有一缕球迷的残魂 附在它的根精中 果然 一块残根并没有掉在地上 而是顺着爆炸的力道 迅速地向远处逃顿而去 还想逃 灵石三大喝一声 裹挟着灵力的长剑 再次脱手而出 哄 又是一声巨响 逃跑的魔草 瞬间炸得粉碎 啊 我记住你了 一道凄厉的咆哮声 传入灵石三耳中 一股黑烟被击散在空气中 叮 一声脆响传入灵石三的耳中 这肯定不是七星魔草的根精 掉在地上的声音 灵石三心中一喜 说不定还有什么宝物 他立刻上前查看 几块似玉非玉 晶莹剔透的碎片 静静地躺在那里 碎片上没有散发出一丝的灵力波动 灵石三在确认没有什么危险后 伸手把碎片捡了起来 既然有残魂藏在这里 那这东西 应该也不是一般的物品 几块碎片被他捡起来的一瞬间 突然散发出隐隐之光 一股奇妙的力量流转 它们开始慢慢地融合在一起 很快 就融合成一颗 指头大小 晶莹剔透的珠子 珠子成形的一瞬间 所有光芒全部收敛 那股奇妙的力量也消失不见 若是没有刚才发生的事 所有人都只会以为 这只是一颗漂亮的普通珠子 灵石三用两根指头 捏着那枚珠子 仔细打量 不过他很快神色大变地 把那枚珠子拿开 刚才看向珠子的那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的神魂 似乎要脱体而出 被这枚珠子吸走 看来这枚珠子并不简单 只是在这就九霄灭魂大阵中 自己又不能叫醒莫爷爷询问 只能出去以后再说 想到这里 灵石三不敢再看 连忙把那枚珠子 收进储物袋中 收好那颗珠子 灵石三这才打量起周围的环境 所有的七星魔草 全部都枯萎在地 视线没有了遮挡 可以看清它 现在正处在一座 巨大山峰的山脚下 周围的景象看起来颇为萧条 附近几乎没有茂密的树木 直到半山腰上 才开始有了一片 郁郁葱葱的丛林 看来是受到那些摩草的影响 周围的植物都不能正常生长 之前周爷爷曾说过 悬天秘境中的灵气 比外界要浓郁几分 但它现在所处的位置 却是灰蒙蒙的一片 并没有多少灵气 也许经过这一百多年 悬天秘境中有了化 颇为巨大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 恐怕也跟这次悬天秘境 如果能够找到菩提果是最好 那样周爷爷突破到 下一个境界的希望 就会更大一些 想到这里 零食三感受了一下 周围的灵气波动 选定了一个灵气流动 比较活跃的方向 大步而去 他在这里耽误的时间已经够久 来之前在他身上下 追踪药粉的那人 也不知离他有多远 现在还是先找个地方 恢复一下灵力 前面是一片丛林 零食三打算去里面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恢复一下体内的灵力 刚才那一战 消耗了他体内近一半的灵力 在这种陌生的地方 体内灵力时刻 保持在巅峰状态 才是最安全的 突然 零食三瞳孔一缩 停下了脚步 在他前面 一个手持长枪 白衣飘飘 英俊潇洒 满身高贵气息的青年 站在那里 一双心眸散发着冷冽的寒光 一脸居高临下地 看着零食三 眼前这人的气势 一看就非凡人 且他身上的服饰 不是三派中任何一派的 其他小门派 也不可能培养出 这样气势的人来 这人并非极北之地的弟子 他是外遇之人 零食三脑海中 迅速掠过这个念头 看他的气势 显然修为不低 手中长枪 散发着凛冽的气息 一看就不是凡品 零食三心中 立刻伸出退走的想法 他的手立刻探向储物袋 想要拿出一张盾符 以备不识之虚 只要他进入到丛林中 再施展出五行盾法 这人想要追踪他 就没那么容易 别想着逃 把你刚才得到的东西交出来 零食三的手 还没接触到腰间的储物袋 那人单手举起长枪指着他 淡淡地说道 语气自然地犹如那东西 本就是他的 拿给他 就是物归原主 零食三全身的汗毛 立刻竖起 一股被锁定的感觉 袭上心头 看来想要就这样逃走 恐怕没那么容易 零食三缓缓放下 伸向储物袋的手 双拳紧握 摆出攻击的姿势 既是我得到的东西 凭什么要给你 零食三一脸防备地看着他 脸上却是没有露出丝毫的怯色 语气坚定地断然拒绝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龙啸压制修为这么多年不突破 等的 就是进入玄天秘境 你一个炼器五层的无名小卒 竟然有这么大的口气 白衣青年龙啸 听了零食三的回答 眼中掠过轻蔑之色 哈哈大笑一声 手中长枪一挥 一股庞大的威压 顿时向零食三袭来 你今天若是老老实实 交出刚才得到的东西 也不介意引了你这无名小卒的血 语气之中的轻视之心一览无余 零食三的衣着 一看就是小门派的普通弟子 况且 还只有炼器五层的修为 龙啸根本没把他放在眼中 这样的人 他根本不屑脏了他的屠龙枪 若非之前看到这边 散发出来的那阵异光 有可能就是他 这次进入玄天秘境 想要寻找的镇魂珠发出的光芒 他才懒得理会这样的人 因此 他直接点明自己的修为 然后激发屠龙枪身上的威压 若是这小子识相 就放他一条生路 若他硬要自寻死路 他也不介意送他一程 零食三一直注意着他的动静 在他挥动长枪的瞬间 全身的灵力迅速流转 但那股无形的威压 还是让他不由自主地 往后退了半步 才稳住身形 零食三心中剧烈跳动 但脸上并没有露出异样的神色 这人手上的枪 一看就不是反品 他还没有发动攻击 就已经有了如此强大的威压 莫非就是莫爷爷口中说的 那些大宗门的天才弟子 不过就算如此 他想要夺走自己手中的物品 恐怕还没有这么容易 自己虽然没有他的底蕴丰厚 但关键时刻保命逃走 还是有几分把握 心思电转间 零食三决定主动出击 只要突破他的拦截 进入到丛林中 自己再施展出五行盾法藏匿起来 他有再多的底牌 恐怕也拿自己没办法 想到这里 零食三大喝一声 脚下踩着灵波 不向龙啸冲了过去 青云拳 关键时刻 他使出了自己练得最为娴熟的青云拳 零食三的拳头 携带着钢峰 裹挟着他全身的灵力 和练体五层的狂暴力量 散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直直地向着龙啸轰了过去 这一拳 他使出了自己全身的能量 物求一击必重 轰开挡住他去路的龙啸 趁势进入到丛林中 你 龙啸没想到 眼前这个他认定的弱者 竟然敢有反抗之心 并且还会主动出击 他眼中划过愤怒之色 手上屠龙枪 毫不犹豫地 刺向零食三轰过来的拳头 既然他要自寻死路 那我就成全他吧 龙啸如此想着 就算他是在仓促间出手 屠龙枪发挥出的威力 只有十之一二 也不是这个练弃五层的小子 能够抵挡的 他已经能够想象得到 零食三被他一枪穿新的场面 到时 不光他刚才得到的东西是他的 就连他的其他物品 都会任我挑选 哄 零食三包裹着 浓浓精灵力的拳头 和龙啸的屠龙枪撞在一起 瞬间爆发出强大的灵力波动 他手上的灵力光环 很快破碎 周围碎石纷飞 草木倾倒 龙啸眼中闪过惊讶之色 他完全没想到 这个自己完全没放在眼中 只有炼气五层修为的弱者 一拳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 只是此时 他想要再增加屠龙枪上的灵力 已经来不及 龙啸被爆发出的力量 撞击得直接向后急退而去 一缕鲜血从他嘴角流了出来 零食三早有准备 在那股灵力爆发之时 他迅速施展金钟罩 一股金色的灵力 把他全身都笼罩起来 啪 在他被那股冲击力 撞出十几丈时 身上的金钟罩也被击碎 残余的灵力波动 直接撞击在他的身上 不过 这时那股反振之力 已经被削弱不少 加上他的炼体诀 已经修炼到第五层 撞在他身上的力量 对他并没造成多大的伤害 因此 他迅速稳住了身形 施展出灵波步 避开龙啸后退的方向 往丛林中盾去 想跑 没这么容易 屠龙一枪 龙啸 龙啸稳住身形后 看到零食三急射而去的背影 口中力喝一声 一手捏绝 手中长枪一挥 一道灵力的枪影 朝着零食三的后背 急射而去 一股强烈的心迹涌上心头 零食三脸上神色一变 心中狂跳 他没有转身 立刻施展出金钟罩 一个金色的零力光照 出现在他身上 金钟罩 零食三调动其体内最后的零力 不停地施展出金钟罩 施加在自己身上 砰砰砰 一连串的碎裂声 在他身后响起 施加在他身上的金钟罩 一层层破裂 最后 他施展的速度 已经赶不上碎裂的速度 而那道枪影的力量 却并没有完全消散 远处 龙啸看着零食三身上的金色光芒 越来越弱 嘴角露出一抹讽刺的笑容 不过他的笑容 很快凝固在脸上 最后一刻 零食三心一横 不再施展金钟罩 而是把剩下的零力 在全身疯狂运转 摆脱那股锁定的力量 身体奋力地向一侧移动 噗哧 那道枪影 直接刺进零食三的右臂 带起一串血花穿了过去 哄 枪影的余威 积在前面的一棵大树上 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直接把那棵大树炸得粉碎 而零食三 在摆脱那股锁定的力量后 立刻施展起零波步 拔腿狂奔 很快消失在树丛间 龙笑稳住身形后 看向零食三消失的方向 踢着长枪迅速地追了过去 虽然在刚才的对战中 他因为轻敌受了一些轻伤 但这并不影响 他杀了零食三的决心 想他龙笑堂堂练气巅峰的修为 就算在忠育 年轻一辈的弟子 也已经有好多年 没人敢招惹他 更别说像今天这样 出手伤了他 何况那人还只有练气五层的修为 恐怕还只是哪个门派的杂役弟子 这简直就是对他的羞辱 这口气 他是无论如何也咽不下 不把那个无名小卒彻底灭杀 绝不罢休 逃跑中的零食三 顾不得手臂上的疼痛 迅速拿出一张顿服激活 然后一边逃跑 一边拿出一颗宁气丹咽了下去 他体内灵力已经所剩不多 若是不能及时补充 灵力很快就会枯竭 吞下宁气丹 他又看向右臂被拿到枪影穿透的伤口 鼓鼓鲜血正不停往外涌 他向后看了一眼 龙啸离他起码还有三百丈的距离 不过龙啸的身法非常迅捷 笔之使用了顿服的零食三 还要快不少 看来高级的功法威力就是不同 自己要是也能够 有一部高级的身法法觉 就不至于逃得这么狼狈 若是一直这样下去 龙啸最多半克钟就能追上他 零食三并没有丝毫慌乱 他冷静地拿出疗伤单 捏成粉末 撒向右臂上的那个血窟窿 虽然在奔跑中 撒得并不十分准确 但很大一部分药粉 还是撒在了伤口上 他迅速撕下一块一百 缠住手臂的伤口 希望能够尽快止住 不断往外冒出的鲜血 否则等一下 就算他试斩五行盾法隐匿起来 龙啸也能根据地上滴落的血迹 找到他的行踪 做完这些 零食三才开始认真观察起周围的地形 寻找适合试斩五行盾法的位置 从一开始 他就向着山顶的方向奔跑 在之前 他往这边走的时候 就仔细观察过这边的情况 越往山峰顶上 树木越茂盛 不过现在这些树木之间的间隙 还足够追逐他的龙啸 看清他是在哪里消失的 因此 零食三继续往前跑着 后面的龙啸 距离他已经不足五十丈了 零食三皱着的眉头却舒展开来 这一片的树木越来越巨大 虽然还不足以完全把穿梭在其中的人的身形遮挡起来 但对于零食三来说 已经足够了 在越过又一棵大树时 他立刻施展出五行盾法 然后迅速地跃上树冠 躲藏在浓密的枝叶中 追赶中的龙啸 瞬间失去了零食三的身影 刚开始他并未在意 毕竟在这丛林中 有树木的遮挡 一时看不到前面逃跑的人影 也是正常的 等他追出近百丈的距离 还是没有看到零食三的身影时 他立刻察觉到不对劲 神色大变地 立刻倒转回来 而零食三在龙啸越过他藏身的那棵大树后 就迅速从树上下来 调转方向 跑边注意龙啸那边的情况 而此时 龙啸正在往回跑 他很快来到零食三消失的地方 仔细查看 果然 在其中的一棵树上 发现了一丝遗留的血迹 出来 我知道你还没有走远 你不出来 我就把这整座山头都毁了 看你能躲到哪里 龙啸从那棵树上跳下来 对着四周高声喝倒 等了好一会儿 四周静悄悄地 零食三的身影并没有出现 那边的零食三 也听到了龙啸的喊话 但他并未放在心上 继续小心地前行离开 在这悬天秘境中 不能使用超过练气器的力量 他就算想要把这整个山头毁掉 也是不可能的 大不了就是使用浮转 烧了整个山头 不过等大火烧过来的时候 他也已经离开了这座山峰 没过多久 他的身后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响声 零食三继续飞速前进 完全没有理会身后的动静 龙啸剑威胁没有用 就开始挥起手中长枪 不断轰击附近的树木 他相信 零食三就躲在附近 并没有走远 因为以自己的实力 只要零食三在他百丈范围内移动 他一定能够感知得到 当时他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反应过来 他断定 那个时候 零食三定然还没有跑出 超过百丈的范围 因此 他决定 就算要扫平附近百丈的树木 都要把零食三逼出来 他一边轰击着他认为 零食三会逃跑方向的树木 一边放出零食 查看着周围的动静 不到一刻钟 他就摧毁了附近所有的树木 但还是没有把零食三找出来 虽然心中愤怒 他还是不得不承认 零食三已经悄无声息地逃走 愤怒地看了一眼周围 一片狼藉的地面 龙啸满脸不甘地离开 他还要去寻找 附近有魔化动植物的地方 只有魔化的动植物 才有可能携带了震魂珠的碎片 而每一块震魂珠的碎片上 又镇压着一抹球迷的残魂 最近球迷的残魂 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壮大 使得这玄天秘境中 魔气大盛 为了防止球迷的神魂 挣脱震魂珠的镇压 几大门派商量后才 提前开启玄天秘境 派遣各派的优秀弟子 进入到秘境中 击杀球迷散落的神魂 而震魂珠的碎片 则是他们灭杀残魂后的奖励 震魂珠乃是上古流传下来的神器 专门镇压神魂 对人妖魔都有作用 就算被击碎后 只要碎片之间相互靠近 也会重新形成一颗新的震魂珠 当然 碎片越多 形成的珠子越大 效果越好 为了能有更多的机会 得到震魂珠的碎片 出发前 他特意从师父那里 求了一道符传 进入秘境时 激活可以让自己 传送到更远的地方 龙啸离开那座山峰后 手一挥一个罗盘样的物体 出现在他手中 然后仔细看了一下 就往指针所指的方向 迅速离去 这个罗盘 是宗门发放给他们 寻找魔物所用 他能够准确地感知出 哪个方向有魔物 之前他就是 根据罗盘的指示 找到这里 不过他到来的时候 只看到灵石三 收起了震魂珠的碎片 而灵石三 刚好又往这个方向来 因此 他就等在了这里 本以为是他运气好 一进来就可以得到 一块震魂珠的碎片 没想到 因为自己的轻敌 不光没有得到 震魂珠的碎片 反而还让自己 受了一些伤 不要再让他碰到 那个小子 否则定然不会手下留情 灵石三 在潜到了安全距离后 不再小心地 隐藏自己的身形 他才停下来 把身上的外衣脱了 随意找了个地方 扔在那里 之前他本想引他们过来 既然他们 对自己起了坏心思 他也不会手软 但现在自己刚一进来 就灵力耗尽 还受了不轻的伤 这时候 并不是和他们 相斗的好时机 做好这些后 灵石三 才找了一个山洞 在外面 布下隐秘阵法 藏了进去 坐下后 他忍痛拆开手臂上 缠着的不带 重新包扎了一遍 然后又拿出一粒疗伤丹 吞浮下去 吩咐肉仔 注意外面的情形 他才从储物袋中 拿出两块零石 握在手上 开始放心地打坐修炼 隔着零石三藏身地点 几十公里的一片平原上 五人正联手 击杀了两头魔狼 他们事先就知道 进入玄天秘境中 会被随机传送 在跨入光门的时候 几人互相拉着彼此 因此 他们降落在了 同一个地方 五人的运气也并不太好 直接掉在了 两头魔狼休息的地方 刚一落下来 就有一人被魔狼咬伤 不过他们人数上占优势 几人联手之下 最终斩杀了两头魔狼 不是说着 玄天秘境中 到处都是灵草吗 怎么一进来 就遇到了震魔物 那个腿上被魔狼咬伤之人 一边包扎着伤口 一边满脸抱怨地说道 灵草哪里有这么好得到的 若真是那样 何必非要炼气 五层修为以上的才能进来 何不让炼气气的弟子 都进来减宝 旁边一个正擦拭着 剑上血迹的人 脸上不无讥讽地说道 我来警戒 该疗伤的疗伤 该恢复灵力的恢复灵力 恢复好了 我们还要先去完成 钱师兄交代下来的任务 受伤之人本还要再说什么 出发前在零十三身上 撒下跟踪药粉的那人 与带警告地说道 受伤之人听他这么说 虽然脸上有着不满的神色 但想到出发前 钱师兄承诺 他们杀了零十三的好处 他还是默默地开始打坐疗伤 其他几人 也都开始默默地 恢复着自己消耗的能力 显然 这人是几人中带头的人 他的修为也是最高 有练气五层后期 等所有人都恢复好 那领头之人 召唤出一只小巧的鼠类妖兽 拿出一只瓷瓶 在那灵兽鼻尖晃了一下 然后把它放在地上 吩咐他去寻找这个气味 灵鼠的鼻子 使劲四处嗅了嗅 很快选定一个方向 迈开腿往前跑去 领头之人手一挥 迅速跟了上去 后面四人满脸羡慕地 看着他的背影 也跟了上去 听说 田七这只灵鼠 对灵药的气息也很敏感 走在最后面 一人满脸羡慕地说道 难怪他能够修炼得这么快 听说他当年入门测试时 灵根品质 连下品灵根都没有达到 看来都是靠着这灵鼠 给他寻找修炼资源堆积出来的 后面四人 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 前面的田七 听到了他们的议论声 嘴角扯起一抹冷笑 但并没有理会他们 这些年 他能够凭着奇差的修炼资质 修炼到现在的境界 也是经历了不少事 他们这些人的心态 他也很明白 这次若不是想着 玄天秘境中危险重重 他并不想和这些人一起行动 一天后 他们找到了零十三丢掉的外衣 看着上面的斑斑血迹 几人面面相去 难道还有其他人 杰族仙灯 灭杀了零十三 很有可能 你看他这衣服破损处 明显是被武器贯穿 那他储物袋里的东西 不是被别人拿走了吗 这 我们回去 如何跟钱师兄交代 即使如此 回去之后 如是向钱师兄并报就可以了 可惜了 钱师兄承诺的报酬 我们拿不到了 几人看到零十三衣服上留下的血迹 最先担心的是被钱师兄怪罪 后又感叹 白白失去了一笔修炼之源 最后还是田七一口下了定论 然后他们开始讨论之后的去向 现在钱师兄交代给我们的任务已经结束 你们是要跟我一起行动 还是各自寻找自己的机缘 田七率先开口说道 虽然他有着灵鼠的带领 更容易找灵药要所在的位置 但他还是希望 几人能够跟着他一起行动 这样更加安全一些 另外 世人互相看了几眼 眼中都闪着犹豫的光芒 他们当然想跟着一起行动 不光是因为 在这秘境中危险重重 还因为田七拥有的 那只可以寻找灵药的灵鼠 但是他们也明白 若是跟着他一起 每次的收获田七 必定会占大头 但也总好过自己这样盲目的四处寻找 还不一定有什么收获 几人眼神交流一番 都有了自己的定论 我和你一起 我也想和你一起 犹豫了一会儿 四人还是纷纷表态 愿意跟着他一起行动 毕竟他们只是杂役弟子 在进入秘境的人当中 他们的修为是最低的 底蕴也是最差的 何况这秘境中 还有着天玄宗和洛霞派 这两个死对头的众多弟子 若是他们单独行动 遇到这两派的弟子 根本没有活路 然后 他们又就之后 收获的分配问题谈论起来 最后商定所有收获分成六份 田七的灵鼠帮助寻找灵药 因此 他一人独占两份 其他四人各占一份 但是 在面对守护灵药的妖兽时 五人要共同进退 商量好后 田七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棵低阶灵草 喂给那只灵鼠 在灵鼠吞下灵草后 田七开始低声吩咐他 寻找附近是否有灵药 只见那只灵鼠四处探寻一番 很快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 然后身形化作一道黑色的光芒 往一个方向飞驰而去 看到灵鼠如此兴奋的样子 田七眼中也闪过激动的光芒 他只有在遇到高阶的灵草时 才会有这种表现 快点跟上 那边有好东西 田七向另外四人招呼一声 急忙展开身形跟了过去 另外四人也是面露喜色的 追着灵鼠离开的方向而去 灵十三在一天后睁开了双眼 他手上的灵石已经变成了粉末 没有了一丝灵气 全身的灵力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 手臂上的伤也好了大半 已经能够正常活动 中品疗伤单的效果 果然比下品疗伤单好太多 只是以他现在的身份 根本无法从宗门中 购买到中品以上的物品 手上这几颗疗伤单 还是要省着点用 想到只剩下三颗的中品疗伤单 灵十三暗自决定 以后除非紧急情况 都先用下品的疗伤单 既然不打算和追杀他的人纠缠 灵十三就从储物袋中 拿出千换袋在脸上 灵力轻轻运转 他便换成了一个 四十来岁的国字脸男子 想了想他又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套寻常老百姓穿的衣服换上 清云门的杂役弟子 就只有那么几个人进入玄天秘境 他若还穿着门派的衣服 很容易被人识破 从山洞中出来 肉仔不愿意回到灵兽空间中去 灵十三就把他揣在怀里 肉仔身形瘦小 把他放在怀里也看不出什么异常 关键时刻 说不定还能来个出其不意的袭击 看准一个方向 灵十三展开身形 急迟而去 在他离开后不久 田七五人也出现在这里 他们是追着那只灵鼠过来的 而那只灵鼠 则是沿着灵十三离开的方向 急追而去 灵十三沿着自己感知到的 灵气比较浓郁的方向 急迟而去 一路上 他展开自己的灵十 方圆百丈的景象 都感知得清清楚楚 若在这个范围内有什么灵药 他就能很快发现 灵芝 好大一片灵芝 突然 一片灵芝出现在了灵十三的感知中 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灵十三加快速度 往发现那片灵芝的地方 急迟而去 百丈距离不过几个呼吸间就到了 看着眼前这一大片 散发着浓郁灵气的灵芝 灵十三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难怪所有人都想到 玄天秘境中寻宝 这秘境中 常年没有人进入 果然是成片成片的灵药 但灵十三并没有被这大片的灵芝乱了心神 贸然上前采摘 这么一大片的灵芝 不可能没有妖兽在这里守候 只是他都已经离这些灵芝这么近了 守候的妖兽 还没有任何行动 这让灵十三有些疑惑 怀中的肉仔 在看到这一大片灵芝时 就不安分地拱来拱去 还不停地用意念和灵十三交流 哥哥 肉仔想要吃 不要急 我得先看看 这附近有没有潜藏的妖兽 灵十三隔着衣服 拍了拍他的脑袋 小声地斥责道 肉仔帮哥哥灭了他们 肉仔立刻信誓旦旦地说道 但是灵十三把方圆二十丈的范围 都仔细查看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妖兽的踪迹 难道是守护在这里的妖兽 出去觅食了 灵十三暗自思索 但地面上也并未看到 有什么妖兽活动的痕迹 虽然如此想着 灵十三也并没有放松警惕 他拿着长剑 小心地向那片灵芝靠近 十丈 五丈 三丈 一丈 并没有出现任何妖兽攻击他 灵十三慢慢向那片灵芝靠近 举起长剑 想要先试着 把最外围的那一颗灵芝挖出来 忽然 灵十三瞳孔一缩 施展身法 往后急退而去 此时再看过去 在那些灵芝的根部 亮起了一双双红色的眼睛 之前他以为的树皮 竟然是一条条小蛇 看那眼睛的数量 藏在灵芝下的小蛇 起码有二三十条 它们缠绕在生长灵芝的树干上 头尾相交 颜色和树干 几乎一模一样 若非灵十三准备采摘灵芝 它们昂起了头 根本无法发现 那些藏在灵芝根部的小蛇 此时 它们全都昂起了头 看向灵十三 长长的蛇性不停吞吐 口中尖利的毒芽 散发着幽蓝的光芒 警告着眼前这个 入侵者不要靠近 若是灵十三 刚才贸然用手采摘 被咬上一口 恐怕瞬间就会伸中剧毒 哥哥 让肉仔去咬死它们 灵十三怀中的肉仔 也发现了那些 藏在灵芝根部的毒蛇 主动向它请占 得想办法把它们引出来 贸然攻击把灵芝毁坏了 可就得不偿失 灵十三让肉仔稍安勿躁 在他刚才准备挖灵芝的时候 才做出的攻击姿态 想来 若是没有动到那些灵芝 毒蛇也不会主动攻击 想到这里 灵十三准备用自己的御剑之术 远远地去把那些灵芝 从它们寄生的树干上产下 以他现在的能力 虽不能御剑飞行 但以灵十控制一把长剑 在食杖范围内活动 还是可以的 确定了方案 灵十三让肉仔在他旁边警戒 为确保万无一失 自己站在离灵芝九丈远的地方 站好后 灵十三又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柄长剑握在手中 之前的那柄长剑 则用灵十驾驭者 迅速地射向那片灵芝 嘶嘶嘶 长剑还没靠近树干 几条小蛇迅速地向长剑扑了过去 叮叮叮 它们的毒牙咬在长剑上 发出金铁骄鸣之声 很快 那柄长剑冒出嘶嘶青烟 竟然被俯视出一个个口子 灵十三看得暗自心惊 这蛇也太毒了 不过 这只是一柄下瓶法器而已 灵十三并不心疼 操控着长剑 继续削向长着灵芝的树干 朵朵灵芝 被灵十三从那树干上削了下来 那些毒蛇很快就明白 攻击这柄剑没有什么用处 它们终于从灵芝下面游了出来 瞬间 二十几条毒蛇身形如垫 朝着灵十三急射而来 肉仔 小心一些 千万不要被它们缠住 灵十三看着急射而来的蛇群 向肉仔叮嘱到 然后挥着手中长剑迎了上去 刷刷 几条小蛇瞬间被它斩成两截 掉在地上挣扎几下 很快没了动静 哦 肉仔则是直接扑向蛇群 一口咬断一条毒蛇的脑袋 直接吞了下去 蛇群立刻分出一部分扑向肉仔 不过大部分还是继续扑向灵十三 见此情形 肉仔眼中射出兴奋的光芒 竟是不躲不避 直接向着扑过来的蛇群迎了上去 肉仔小心 蛇群有毒 灵十三连忙提醒扑过去的肉仔 哥哥你放心 这点小毒 还不能把我怎么样 肉仔兴奋的声音在灵十三脑海中响起 与此同时 攻击灵十三的小蛇齐齐张嘴 蛇性吞吐 嘶嘶嘶 一股股幽蓝色的毒液向灵十三喷了过来 烈焰滔天 灵十三低吼一声 一片滔天烈焰迎向射过来的毒液 火焰与毒液像状 发出阵阵滋滋声响 毒液瞬间被烧毁 那片火焰继续向着前面的小蛇撞了过去 十几条小蛇瞬间被火焰包围 很快烧成焦炭 消灭了他面前的小蛇 灵十三看向肉仔那边 肉仔也已经击杀了大部分扑向他的毒蛇 只剩下最后两条 在肉仔的两次扑击下 也全都被他吞下了肚中 哥哥 肉仔很厉害吧 肉仔吞掉了最后一条攻击他的毒蛇 立刻向灵十三邀攻 肉仔很棒 现在你帮我警戒 我去把那些灵芝收起来回去后 给你慢慢吃 灵十三夸奖了肉仔一番 让他帮忙警戒 就走向那片灵芝 灵十三走近后 看向面前那一大片灵芝 里面不再有毒蛇涌出 但他并没有就此放松警惕 小心地操控那柄长剑 把那些灵芝从树干上铲下来 直到把那片灵芝铲下来 一大半都没有异常发生 看来里面已经没有毒蛇盘踞 灵十三松了一口气 操控着那柄剑 铲向最大的那几颗灵芝 人也跟着走近了一些 刷 正在这时 一道黑影向灵十三急射而来 竟然还有一条更大的毒蛇 藏在灵之下 灵十三急忙挥动手中长剑 斩向急射而来的毒蛇 那条毒蛇却在半空中 诡异地扭转了一下身体 避开了灵十三斩过去的长剑 金钟罩 灵十三急忙施展出金钟罩 一个灵力光照 瞬间拢罩住他全身 吱吱吱 那条毒蛇在离他不足一丈远时 张口喷出一股蓝幽幽的毒液 金钟罩上的灵力瞬间滋滋作响 眨眼间就被腐蚀出一个洞 一滴毒液顺着洞口喷了进来 落在了灵十三的胸口上 他胸前的衣服瞬间被腐蚀了一大片 露出了里面穿着的软甲 灵十三急忙趁着毒液停下的瞬间 撤掉金钟罩灰剑 一朝烈焰滔天斩向那条毒蛇 叮 不曾想 那毒蛇竟然直接张嘴咬住斩向他的长剑 滋滋 叮 一阵滋滋声传来 长剑竟然瞬间被腐蚀断裂 掉落在地上 发出叮的一声脆响 灵十三瞳孔微缩 这蛇毒竟然瞬间 就把一柄下平法器腐蚀断 可见他口中剧毒有多么厉害 不过健身上强大的灵力 也把那毒蛇直接劈成了两半 灵十三又低头看向 胸口衣服上被腐蚀出来的那个大洞 这蛇的毒液腐蚀性也太强了 幸好有这软甲 否则我的胸口 定然也会被腐蚀出一个大洞 出发前 他就把之前用活蟒皮肤制作的软甲 穿在了里面 那一大张活蟒皮经过炼制后 也只是刚刚做成了一件无锈的软甲 若是做成长袖 之前恐怕也不会受那么重的伤 哥哥 这个可以给我吃吗 这时 肉仔叼着那条 被灵十三劈成两半的蛇跑过来 眼巴巴地看着他问道 这蛇的毒很厉害 你之前吃了那么多小毒蛇 没有什么问题吧 灵十三迟疑了一下问道 哥哥 肉宅不怕这些毒 这些都是我的补品 听到灵十三这么问 肉仔得意地说道 那就给你吃了 灵十三看了一眼 肉仔叼着的那条蛇说道 这条蛇竟然能够忍耐这么久 才突然袭击 看来妖兽的智慧也不容小觑 得到允许 肉仔一口把那条毒蛇吞了下去 然后趴在旁边警惕地看着四周 灵十三再次拿出一柄长剑 走到那些被铲下来的灵芝面前 小心地查看了一番 才拿出一个浴盒 把里面最大的几朵灵芝装了进去 这几朵灵芝蕴含的灵气特别浓郁 每一朵都有九片之叶 灵芝表面的灵光闪烁 似乎里面的灵气随时都要溢散出来 装好这几朵大灵芝 它开始收集那些小一些的灵芝 哦 正在这时 肉仔嚎叫一声扑了出去 灵十三立刻停下动作 转身看向扑出去的肉仔 只见肉仔嘴里叼着一只老鼠 向它跑了过来 而前方隐约有几道人影 正在向这里赶来 离得近了 灵十三赫然发现 最前面那人 就是之前在宗门中 给自己下追踪药粉的那人 看来有些事 始终无法避免 灵十三叹了口气 向前走了十几丈站定 以免等一下战斗的余波 把那些灵芝毁掉 放了我的灵鼠 走在最前面的田七 一眼就看到了 被肉仔叼在嘴里的那只灵鼠 看到灵十三之身一人 立刻高声呵斥道 灵十三淡淡地看着跑过来的几人 并没有说话 灵鼠在肉仔嘴上拼命挣扎 眼中满是慌乱之色 而肉仔没有丝毫放开那只灵鼠的意思 离得近了 那几人很快看到灵十三身后 那些没来得及收起来的灵芝 五人眼中 瞬间绽放出喜悦的光芒 灵芝 这么多灵芝 寻灵鼠果然名不虚传 这是什么品质的灵芝 散发的灵气好浓郁 这次我们赚到了 五人心中各自闪过各种念头 仿佛灵十三不存在 那些灵芝妥妥的 就是他们找到的 赶快让你的狗 放了我的灵鼠 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否则 田七虽也看到了那些灵芝 但寻灵鼠 才是他得到更多修炼资源的根本 因此 他紧绷着脸 与带威胁地说道 对 赶快放下寻灵鼠离开 否则就对你不客气 后面跟着的几人 也明白了寻灵鼠的宝贵之处 立刻从看到那么多灵芝的震惊中 清醒过来 跟着呵斥道 可那些灵芝 是我先发现的 想要让我放了你们的灵鼠 除非你们 让我把这些灵芝带走 灵芝三故作愤怒地说道 可以 只要你放了我的灵鼠 这些灵芝 我们一躲都不要 旁边几人正要反驳 田羽率先应成 怎么可以让他把那些灵芝带走 对啊 这么多灵芝拿回去 可以换好多修炼资源 旁边几人立刻不赞同地看向田七 七嘴八舌地反驳道 几位师兄弟 现在才进入玄殿秘境 只要我的灵鼠还在 还愁找不到修炼资源吗 田七转过身 假意劝说几人 手上却打出手势 示意 只要灵芝三放了灵鼠 他们几人立刻出手围攻灵芝三 还怕那些灵芝 落不到他们手上吗 几人一阵眼神示意 很快达成一致 然后纷纷表示 同意填放灵芝三离开的说法 殊不知 灵芝三的灵石 一直在他们左右 他们自以为隐秘的动作 却完全落在了灵芝三的眼中 灵芝三瞬间失去了 和他们玩下去的兴趣 还是不要在这些人身上 浪费时间了 他收起脸上紧张的神色 并不急着去把那些灵芝收起来 温和地对肉仔说道 肉仔 把那只小老鼠放了 可是哥哥 我想留下它和我一起玩 肉仔有些不舍地说道 你放心 以后有的是机会和它一起玩 灵芝三肯定地说道 我听哥哥的 肉仔虽然还是有些不舍 还是决定听灵芝三的 放这只灵鼠离开 等会儿 我要是和它们打起来了 你就负责从旁偷袭 灵芝三听到肉仔答应了 放开那只灵鼠 立刻一边握紧手中长剑 做出防御姿势 一边向肉仔交代 哥哥你放心 肉仔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听到灵芝三这么说 肉仔双眼一亮 立刻放开了叼着的那只灵鼠 那只灵鼠一得到自由 立刻撒腿向田七跑了过去 五人看灵芝三 竟然如此爽快地放了灵鼠 全都露出一脸看傻子的神情 连灵芝三 让肉仔站得远一些的动作 也没有放在心上 他若一直以灵鼠为妖邪 说不定还有一丝机会离开 现在他放了灵鼠 五人已经完全没有了顾忌 他们联手灭了灵芝三 还不是一如反掌的事 刚才灵芝三以那只灵鼠为威胁 五人现在都恨不得 在灵芝三身上捅上一刀 因此 在灵鼠回到田七手上的一瞬间 五人全都爆射而起 向灵芝三围攻而去 而旁边的肉仔 则被他们完全忽略了 只不过是一只 还没长大的小奶狗罢了 就算有攻击力 与他们这些修炼者而言 也完全造成不了伤害 而刚才肉仔叼着灵鼠的情形 危险重重的秘境中 灵芝三怎么会带着一只 普通的小狗进来 在他们眼中 灵芝三已经是一个死人 完全没有什么威胁性 毕竟他们以武敌一 且都在炼器五层的修为 灵芝三看着冲过来的五人 眼中没有丝毫聚色 自己的灵力 虽然刚才在斩杀那些毒蛇时 消耗了一些 但那些毒蛇的实力并不强 他的消耗也不大 现在体内灵力还有八成左右 抵挡五人的联手攻击 虽然有些勉强 但并不会十分狼狈 况且 自己还有没有暴露的底牌 只要肉仔抓住机会 从旁偷袭灭杀一到两人 自己在对付剩下的人 就并不是什么难事 烈焰滔天 在五人扑过来的时候 灵芝三低喝一声 手中长剑一挥 使出火云剑法中的绝招 烈焰滔天 顿时 一片熊熊火焰 与五人携带着 庞大灵力袭来的招式 撞在一起 哄 七彩光芒爆发 大地震战 一股庞大的灵力波动 瞬间向四周扩散开来 灵十三虽然早有准备 但他的身形 还是被震得往后倒飞而去 直到飞退十几丈 才稳住身形停了下来 联手袭来的五人 在灵力相撞的一瞬间 眼中都闪过各种神色 有兴奋 有不屑 有得逞 当他们展出的灵力 与灵十三的烈焰滔天相撞 爆发出庞大的灵力波动时 五人眼中无一例外地 闪过金仪的神色 他们的身形 瞬间被爆发的灵力 撞得倒飞回去 就在这一瞬间 一直悠闲 趴在一边的肉宅 犹如一道闪电 像离他最近的那人扑了过去 哦 肉仔小小的身形 直接扑到他的身上 张嘴嗷呜一声 一口咬在那人的喉咙上 咔嚓 他的喉咙瞬间就被咬碎 那人甚至连惊呼 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瞪着双目倒在了地上 脸上满是不敢置信的神色 一击得手 肉仔迅速退开 寻找下一个目标 另外四人还在震惊着 零十三的一击 如何会有如此强大的威力 完全没有注意到 他们中已经有一人 悄无声息地倒下了 他定然是使用了浮转 我们也用浮转攻击他 田七率先回过神来 非常肯定地大喊道 另外几人听他这么说 眼中的惊疑之色完全消失 同时松了一口气 同样都只有练弃五层的修为 他若不是使用了浮转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如此想着 几人全都精神一震 想到出发前 前师兄交给田七保管的 两枚中品浮转 他们全都齐刷刷地看向田七 田师兄 我们都只有一些下品浮转 威力并不大 不如用你那里的浮转 一举把他灭杀 其中一人立刻开口说道 其他几人也纷纷附和 他们不认为 零十三一个小门派出来的弟子 会有多少威力强大的浮转 而他们杂役弟子的身份 赚取贡献点本就不容易 虽然此次进来历练 也换了一些攻击浮转 但能够留着最危险的时候使用 谁也不想在这个时候 就拿出来用掉 田七脸上神色微变 他还想把那两枚浮转 留着以后自己使用 但他现在若不拿出来使用 把那人灭杀 其他几人过后 肯定会对他心存芥蒂 若他们因此在后面 联手暗算自己 自己一个人 肯定抵不过他们几人 不容他多想 零十三的右一剑 已经到了眼前 好 你们赶快拦住他 田七虽是满脸不愿 但还是一手灰剑 另一手身向储物袋中 拿出了一张浮转 激发后 向零十三扔了过去 他们的谈话并未掩饰 零十三立刻想到钱师兄 他肯定像上次一样 给了他们中品符转 来击杀自己 他迅速从储物袋中 拿出周星 上次给他的那枚 土系防御符转 激活扔了出去 哄 一根根粗壮的土刺 撞击在一堵厚实的土墙上 爆发出一阵阵 强烈的灵力波动 同时 尘土飞扬遮挡住了 所有人的视线 两边的人都同时向后击退 以防对方发起突然袭击 肉仔则趁着这个机会 向田七扑了过去 他一直惦记着 田羽身上的那只零鼠 田七不愧是几人中 修为最高的 在肉仔扑过来的那一瞬间 就发现了异常 他立刻抬掌击向 扑过来的肉仔 不过肉仔并没有 给田七击中他的机会 在田七的手掌 抬起前 就已经扑到了他的身上 一口咬向他的脖子 啊 田七惨叫一声 脖子上被肉仔 咬出一大个血窟窿 他双眼圆睁 不可置信地抬手 捂向自己的脖子 后退两步 倒在了地上 在他倒地的瞬间 他的灵兽空间崩塌 那只零鼠被弹了出来 肉仔趁他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直接扑过去 把他叼在嘴里 迅速回到零十三身边 另外三人听到田七的惨叫 皆是惊疑地看向彼此 这才发现 竟然只剩下他们三个人 除了田七 另一人竟然也消无声息地不见 到了此时 他们还不清楚 另外一人是怎么消失的 难道他并不是只有一人 三人脑海中 同时闪过这个念头 想着暗处还潜藏着一个人 他们同时伸出退走的想法 之前他们有五人 都被对方暗中杀害了两人 现在只剩下他们三个 钱师兄给的福转 又在田七那里 他们根本不敢冒险聚取 再继续缠斗下去 恐怕他们怎么死的都还不知道 互相看了一眼 三人转身拔腿就跑 为了防止暗中的那人追杀 他们还都用出了 自己购买的顿符 等尘埃落定视线 重新清晰下来 零食三已经看不见三人的身影 零食三看向叼着灵鼠 回到身边的肉仔 哥哥 你看肉仔又把他捉回来了 肉仔看到零食三看向他 立刻叼着那只灵鼠 摇晃两下腰弓式地说道 肉仔太厉害了 自己就把他捉回来了 零食三听着他稚嫩的嗓音 看着他那球表扬的样子 忍不住蹲下身 揉了揉他的头 然后继续说道 现在我要去把那些灵芝收起来 还要你帮我继续警戒 哥哥放心去收灵芝 我一定会保护好哥哥 肉仔直起身体 坚定地说道 零食三起身去收取灵芝 肉仔则高兴地逗弄着那只灵鼠 他不时把那只灵鼠放开 在灵鼠逃跑的一瞬间 又飞快地扑过去抓住他 零食三很快把那些灵芝 全都收进了储物袋中 随后 他又去把田七两人的储物袋摘了下来 然后才带着肉仔离开 而肉仔不忘把那只灵鼠叼着一起走 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零食三开始恢复消耗的灵力 而肉仔一边紧接着周围的情况 一边逗弄着那只灵鼠 那只灵鼠刚开始还想逃跑 但尝试了很多次始终逃不掉 后来就算肉仔把他放在地上 他也只是两眼无神地蹲在那里一动不动 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不知道是放弃了 还是在等待机会 而肉仔则是漫不经心地看着他 一点也不担心他会逃跑 零食三恢复好体内的灵力 才来轻点得到的两个储物袋中的东西 田七那个储物袋里的东西多一些 除了丹药符传和灵石外 还有不少低阶的灵草 这些灵草应该是用来喂养那只灵鼠的 值得一说的是 那些符传里还有一张中品的土系符传 钱师兄为了得到他身上的宝物 还真是大手笔 而另一个储物袋里 就只有三瓶丹药和几张下品符传 灵石只有可怜的五块 那只灵鼠在看到0013拿出来的灵草时 顿时来了精神 两眼放光地就要扑向那些灵草 然而 肉仔在他跃起来的一瞬间 伸出他的小爪子 一下踩在了他的尾巴上 啪哒 高高跃起的灵鼠 直接啪的一声又落在了地上 吱吱吱 灵鼠转过身 顾不得尾巴上的疼痛两眼 射出愤怒的光芒 口中吱吱地叫个不停 向肉仔表达着他的不满 他现在似乎也明白了 眼前这个生物 似乎并不打算吃掉它 因此 在面对肉仔时没有了一开始的害怕 哦 肉仔朝着他呲牙 喉间发出嘀吼声 压着他尾巴的爪子 却并没有松开 吱吱吱 肉仔和灵鼠 开始用他们的语言交流起来 好一会儿 那只灵鼠满脸失落地 又重新垂头丧气地趴回地上 肉仔则是露出一副胜利的表情 然后伸出舌头填了填那只灵鼠的脑袋 又对着他嘀嘀地叫了两声 灵鼠瞬间来了精神 双眼放光地看着肉仔滋滋地叫着 肉仔对着他点点头 给了他一个肯定的表情 然后扭头看向灵石三 哥哥 可以给我两颗灵草吃吗 肉仔稚嫩的嗓音 在灵石三的脑海中响起 可以 你喜欢什么样的灵草 灵石三看向肉仔 笑着问道 肉仔和灵鼠之间的互动 他一直看在眼中 看来 肉仔和那只灵鼠是达成了协议 不过 灵石三并没有追问 肉仔虽然是他的契约兽 但他却把肉仔当朋友一样 肉仔觉得 该告诉他的时候 肯定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随意拿起两颗灵草 灵石三立刻丢向肉仔 肉仔张嘴接住两颗灵草 把其中一颗吞入腹中 另一颗则叼在嘴里 得意洋洋地看着那只灵鼠 那只灵鼠看着肉仔 叼在嘴里的灵草 急得滋滋直叫 肉仔看够了 他那急切的小模样 才把叼在嘴里的灵草 往他面前一丢 喉尖发出嘀吼声 灵鼠看着丢在面前的灵草 连连点头 然后抓起那颗灵草 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吃完后 他似乎并没有吃饱 又向灵食三要了一颗灵草 肉仔 你自己不吃吗 灵食三丢给他一颗灵草 看出他是想要把这颗灵草 喂给那只灵鼠 不由好奇地问道 他也看出 这只灵鼠必然有特殊之处 不然田七几人 不会那么紧张他 这些灵草的等级太低 吃得再多 对我也没多大用处 肉仔接住灵草丢给灵鼠 懒洋洋地说道 刚才那颗灵草吃下去 他根本没有任何感觉 还不如把这些低阶灵草 留着喂他的小弟 那刚才的那些灵芝 对你有用吗 灵食三想起 刚才收的那些灵芝 比起这些灵草 所蕴含的灵气 不知要浓郁多少倍 那些灵芝当然对我有用 不过 我怕吃多了会陷入沉睡中 还是出去了再吃 说到那些灵芝 肉仔的神情 立刻有了变化 他有些兴奋地说道 灵食三立刻拿出 一朵三叶的灵芝 丢给肉仔 先吃一朵解解馋 肉仔嗷呜一声 叼住那朵灵芝 就要吞下去 眼角的余光 却看到那只灵芝 两眼放光地 盯着他嘴里的灵芝 肉仔立刻伸出爪子 抓下一小块扔给他 那只灵芝 立刻丢下手上的灵草 捧着那一小块灵芝 一脸享受地吃起来 吃完灵芝后 灵芝又把之前 喂吃完的那颗灵草 捡起来吃完 打了一个宝格 灵芝露出一脸满足的神色 看向肉仔的眼神 满是羡慕之色 哦 肉仔对着灵芝 嘀吼几声 灵芝满含期望地向他问道 哥哥 小灰灰会愿意跟着我们 你可不可以 让他以后每天都吃饱 问完后 他又补充道 你放心 他若是不出来寻找灵草 一个月只需要吃两颗 刚才那种低阶灵草就可以了 小灰灰 是他的名字吗 灵十三指着那只灵芝 好奇地问道 看一身灰扑扑的皮毛 身形瘦瘦小小 这个名字确实很贴切 是的 哥哥 小灰灰是我给他取的名字 只要哥哥能给他吃饱 以后他是我的小弟了 肉仔一脸兴奋地解释道 没问题 只要以后他愿意跟着我们 我肯定让他吃饱 灵十三爽快地答应了 但是 我不是御寿师 只能契约一只灵兽 我可没有办法 再开辟出一个灵兽空间 灵十三说出了他的顾虑 他倒不担心 这只灵鼠以后逃跑 毕竟他并没有多少攻击力 很容易被其他修饰捉去 成为契约兽 哥哥 你放心 我把他藏在我的嘴里 他就能和我一起 进入你的灵兽空间了 肉仔昂起头 高兴地说道 肉仔欢快地告诉 小灰灰灵十三同意 收留他的事 小灰灰顿时从地上站起来 乌黑的小眼睛中 闪着激动的光芒 两只前找彭起 朝着灵十三不停坐一 表示着他的臣服 他虽然具有寻找灵草的天赋 但本身却并没有什么占领 很容易就被人捉住 之前就被田七捉住 成为他的契约兽 田七资质不好 需要大量的灵草 来换取修炼之源 但青云山脉中的灵草 长期有人采摘 并不是那么好寻找到 因此 田七每次只给他 喂食少量的灵草 保证他不会饿死就可以了 这次他就算逃走了 也很容易被其他修饰捉住 若是再遇到一个 像田七那样的人 他将会再次被奴役 现在零十三愿意给他吃饱 并且看之前的战斗 他的实力 也比之前的主人强 跟在他身边安全 也更有保障 何况他新任下的这个大哥 恐怕也不是什么弱者 妖兽天生 对等级比他高的妖兽感应敏锐 跟肉仔待在一起 他能够感受到 从肉仔身上散发出来的 那股若有若无的威压 同样是帮助人类修饰 寻找修炼资源 现在既能让他吃饱 安全也有保障 他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 当肉仔告诉他 灵十三愿意收留他 并保证会给他吃饱时 他立刻做出沉浮的姿态 只要你愿意好好跟着我 以后定然不会让你饿肚子 灵十三摸了摸他瘦弱的身子 向他保证 由于之前用九转一玄金 拓宽经脉丹田田 他修炼所需要的灵气 非常庞大 一般普通的灵草 与他根本没有多大用处 之前看到那些低阶的灵草 他几乎都不采摘 因为太过低阶的灵草宗门 回收后作用不大 也几乎不能换取贡献点 现在小灰灰愿意跟着他 那些低阶灵草 就可以采摘了 用来喂养小灰灰 因此 他根本不在乎 喂养小灰灰需要的灵草 肉仔 你问问 他都有些什么能力 林十三随后向肉仔吩咐道 他不能和小灰灰签订契约 是无法直接和他用灵石交流的 只能让肉仔当传声筒 肉仔立刻和小灰灰交流起来 小灰灰对灵草特别敏感 只要在他方圆十几里范围内的灵草 他都能准确地感应到位置 他对气味也特别敏锐 同样的气味 只要让他嗅一嗅 他就能在百里的范围内追踪到 肉仔问完后 开始向灵石三讲述小灰灰的特殊能力 灵石三越听越觉得自己这是剪刀宝了 有了小灰灰 在这悬天秘境中 他再也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 到处去寻找灵草 看之前遇到的灵芝 在这悬天秘境中 只要发现有灵草 恐怕收获都不会小 再找到几处像之前那样的灵草窝 这次悬天秘境之行就圆满了 若是能够找到菩提果 那就更好 而追踪这项技能 他现在暂时还用不上 宗门内虽然有人暗中对他使绊子 但他并不知道是谁 因此也谈不上寻着气味去追踪 收拾好东西 灵石三让小灰灰带路 小灰灰在地上四处嗅了嗅 然后看着灵石三摇了摇头 表示 他没有在附近感觉到 哪里有灵草 既然小灰灰能感知到的范围内 都没有灵草 灵石三就让他往灵气 比较浓郁的方向走 这次小灰灰没有犹豫 直接选了一个方向 往前急驰而去 肉仔也化作一道白影 跟在小灰灰的身后追了过去 灵石三则是放出灵石 查看着周围几十丈范围内的情况 然后施展出灵波布跟在后面 他可不想再像之前 遇到那个外遇修饰一样 因为一时的放松 到了近前才发现敌人的存在 他们就这样 跟在小灰灰后面走了一天 都没有再发现有灵草 但也没有碰到什么人 一路上都会看到一些 打斗留下的痕迹 想来是有人杰足先登了 毕竟 进入玄天秘境的人有那么多 哥哥 小灰灰说 前面有灵药 正想着 灵石三的脑海中 传来了肉仔稚嫩的声音 灵石三心中一喜 加快速度跟了上去 没过多久 前面的小灰灰和肉仔 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不走了 灵石三跟了上去 好奇地问道 小灰灰说 前面有人类的气息 肉仔看向小灰灰说道 灵石三立刻提起两个小家伙 塞进怀里 施展出五行顿法 往前而去 小灰灰真是个聪明的小家伙 之前她贸然跑过去 被肉仔捉住了 现在就记在了心里 走了不过一里左右 前面传来隐约的打斗声 看来快要到了 灵石三悄悄地前了过去 离得近了 她赫然发现 有两个天玄宗的内门弟子 正围攻着青云门的一个内门弟子 离他们打斗不远的一片山壁上 一颗七彩的兰花 傲然挺立着 竟然是七彩冰心蓝 炼制冰心丹的主要原材料之一 有了这株冰心蓝 它就可以从宗门那里 换取突破助击七十需要的清心丹 莫苍曾说过 在突破助击七十扶下一颗清心丹 可以很大程度上 减少突破时心魔的困扰 即便隔得这么远 灵石三都能感受到 那花瓣上散发的强烈灵气 而那个青云门的内门弟子 他还有些眼熟 正是当年测试灵根时 第五封收到的那个 唯一一个上品灵根的弟子终欲 之所以到现在还记得这么清楚 就是因为他是那次 唯一一个第五封招收 到的上品灵根弟子 当时他被测出上品精灵根时 所有人都羡慕地看着他 那场景到现在 灵石三还记忆深刻 三人的实力差不多 都是练起七成左右 此时 忠欲正挥着手上 闪着金色灵力光芒的长刀 抵挡着那两人的围攻 他身上已经有了两道不小的伤痕 而围攻他的两名天玄宗弟子 则完好无损 如此下去 用不了两刻钟 忠欲必死无疑 按道理 他们内门弟子都应该知道 天玄宗 洛霞派和青云门之间的间隙 在进入玄天秘境时 大都是几人同行 这忠欲不知怎么就落了单 灵石三探出自己的灵石四处查看 并没有在附近发现青云门的其他弟子 看了一眼石壁上那颗七彩冰心蓝 灵石三还是决定 出手偷袭围攻忠欲的两个天玄宗弟子 毕竟出入门时 只有武风的冯锋主和大师兄周景 对他表现出了最大的善意 而忠欲是武风为数不多的上品灵根弟子 若他在玄天秘境中被灭杀 武风的实力又会削弱不少 至于那颗冰心蓝 他可不会拱手相让 虽然决定要救下忠欲 但灵石三也没有贸然出手 两人的实力都不弱 他若不能一击得手 再想灭杀天玄宗的两人 就会浪费不少的时间 此时忠欲的身上又添了一道伤痕 虽然伤口并不深 但让他看起来更加的狼狈 你们天玄宗的人也气人太甚了 我都说了 那颗七彩冰心蓝我不要了 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避 这时忠欲使出一记绝招 逼退两人 退后几步气喘吁吁地说道 哈哈 师兄他竟然说 让我们不要苦苦相憋 他难道不知道 我们天玄宗和他们清云门 是死对头吗 天玄宗的一人 嚣张地哈哈一笑 眼中露出细血的笑容 师弟 何必和他废话那么多 赶快取了他的性命 拿着他的身份 预排回去之后 还能换一笔修炼资源 两人不给忠欲喘息的机会 又一左翼又飞身 向忠欲扑了过去 若是让他有了喘息的机会 他拿出传送玉符捏碎离开 他们这半天的功夫就白费了 你们天玄宗 竟然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忠欲脸上一白 眼中露出绝望的神色 自己和他们 同为练起七层的修为 出发前 师父给自己保命的福转 在两人连续不断的攻击下 也没有机会拿出来使用 同为练起七层的修为 他们两人夹击忠欲一人 完全显得游刃有余 听刚才两人的对话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看来只有和他们同归于尽了 想到这里 忠欲眼中闪过绝绝的光芒 他全力运行起 体内所剩不多的灵力 准备靠着这一击 突破两人的防线 他就算死 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躲在旁边的零十三 听到两个天玄宗弟子的谈话 也是一愣 难道天玄宗已经壮大到 要灭了青云门的承诺 若非如此 天玄宗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地下达 灭杀青云门弟子的命令 想到自己答应过 爷爷要替老祖报仇 零十三眼中划过一抹忧虑 陈浩宇修为本就比自己高 若天玄宗壮大起来 他得到的修炼资源肯定会更多 自己的复仇之路将会更难 不能让天玄宗得逞 一定要破坏天玄宗此次的计划 也许忠欲就能帮到忙 他们内门弟子之间应该有联系方式 可以让忠欲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 让青云门的弟子提高警惕 想到这里 零十三迅速摘下脸上的面具 拿出一套青云门的弟子 扶套在身上 那边忠欲已经准备要斩出 他的最后一击 零十三也看出了 他眼中的绝望 可不能让他就这样死去 能不能破坏天玄宗的计划 还要靠他 聂云斩 那边忠欲已经积蓄好力量 大吼一声 挥一刀斩出他的最后一招 天玄宗二人不慌不忙地 各自举着手中兵器迎了上 师兄 我来助你 零十三看着决绝 冲向天玄宗二人的忠欲 为防止他冲动行事 对着忠欲大喊一声 一招烈焰滔天橡背 对着他的左边那人斩了过去 正准备拼命的忠欲 听到零十三的喊声 眼中闪过欣喜之色 我有救了 没想到 既然有同门的师弟 也来到了这里 他立刻放弃了拼命的打算 能够活命的话 谁不喜活着 不过 当他看到来人 只是穿着一件杂役弟子服时 眼中的喜悦顿时消失大半 同来的几个杂役弟子 之前他也注意过 都只有炼器五层左右的修为 哪怕他现在占了偷袭之力 对方只能仓促回身迎击 他这一击 恐怕也只能给天玄宗的人 造成轻微的伤害 师弟 快走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想办法告诉宗门的其他人 天玄宗这次对我们清运门的弟子 下了必杀令 终于立刻对着扑过来的零十三大喊道 体内所剩不多的灵力 又开始疯狂运转 这短短的一瞬间 他的心情算得上是大起大落 从希望又到失望 他已经可以遇见到那个杂役弟子 被天玄宗的人击飞后 落荒而逃的场面 他打算等一下无论如何 也要给那个杂役弟子 创造逃走的机会 这样才有可能破坏天玄宗的计划 想来 他们不会因为一个杂役弟子 就放弃杀了自己这个内门弟子的打算 哄 终于的那一刀 和其中一个天玄宗弟子相撞 发出轰然巨响 强大的灵力波动 反震向两人 天玄宗的那个弟子 闪身向后退去 终于却不管不顾 冒着被镇成重伤的风险 向那名后退的天玄宗弟子 冲了过去 他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 能够拉着一个人和他同归于尽 他也算是够本了 强大的灵力余波 撞在忠玉身上 他发出一声闷哼 一丝鲜血沿着他的嘴角流下来 显然 他的不退反镜 让他受了不轻的伤 另一边 灵石三的一招烈焰 滔天重重地 披在了那个天玄宗弟子 仓促斩过来的长剑上 动 那人瞬间被劈飞出去 握剑的右手 被灵石三长剑上 灼热的火灵力灼伤 手中的剑瞬间飞了出去 他的眼中露出不可置信的眼色 破 一口鲜血从他口中喷出 他的身体在飞出十几丈远后 重重地撞在了山壁上 山壁上的石头 被撞得花花地往下掉落 灵石三丝毫不给他反抗的机会 踩着灵波步追了过去 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手中长剑一挥 直接刺穿他的胸膛 他的双眼圆睁 身体缓缓地向下倒去 嘴唇如动 却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大口大口的鲜血 往外涌了出来 直到此时 他还不敢相信自己 竟然被青鱼门的一个杂役弟子灭杀了 那边的钟玉 并没有看到 灵石三面杀天玄宗弟子的情景 只是一股脑地冲向 那个后退的天玄宗弟子 然而 那个后退中的天玄宗弟子 却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 师弟 他大吼一声 目自欲裂 使出全力 挥起手中长剑 斩向朝他扑过来的钟玉 钟玉举起手中长刀迎击 但他毕竟已是强弩之末 砰 刀剑相交 钟玉瞬间被劈飞出去 摔在地上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那个天玄宗弟子 立刻冲向灵石三 想要一举斩杀他 他也看到了 灵石三身上穿着的青云门杂役弟子服 他认为 刚才灵石三能够斩杀他的师弟 只是一时的侥幸 现在 钟玉已经身受重伤 没有了反抗之力 这个杂役弟子 灵石三并没有因为击杀了那个天玄宗弟子 就放松警惕 他在刺穿那人胸膛后 就迅速拔出长剑 体内的灵力迅速运转 在另外一人扑过来时 手中长剑一挥迎了过去 哄 长剑上浓郁的灵力相撞 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那人想象的灵石三 被他一箭击飞的情景并没有出现 反而是他被一股巨大的灵力 震得向后退去 而灵石三则是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 没有再给他机会 灵石三迅速地冲了过去 哄 那人举剑狼狈格挡 手上毫无张法 瞬间被灵石三的一招星火辽斩的向后飞去 身体直接撞在了一棵大树上 那棵大树直接被他撞断倒下 发出轰然巨响 灵石三毫不迟疑地追着他倒退的身形而去 不等他站稳 又是一剑直接斩向他的脖梗 那人双目圆睁 抬起手中长剑想要抵挡 叮 手中长剑瞬间被弹飞 灵石三的剑丝毫没有停顿地向他斩了过去 砰 那人连惨叫都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 脑袋就被灵石三一剑劈飞出去 灵石三摘下他身上的储物袋收进怀里 然后才走向忠玉查看他的情况 忠师兄 你还好吗 忠玉修为境界比他高 且是内门弟子 因此 他直接开口 喊他为师兄 忠玉已经坐了起来 嘴角还有丝丝鲜血 缓缓一出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向他走过去的灵石三 这个外门的杂役弟子虽然只有炼器五层的修为 但竟灭杀了两个天玄宗炼器七层修为的人 不过这种事 他也不好开口询问 我 我没事 好 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 抬手擦掉唇角一出来的血迹 虚弱地说道 你怎么认识我 随后他又反应过来 刚才临时三喊他忠师兄 显然是认识他的 但是他对眼前这个师弟并没有什么印象 于是问道 我是和你一起进入清云门的 我们都在第五封的测试队伍中 钟师兄是第五封召到的唯一一个上品灵根的人 我当然记得你 灵时三笑着解释 钟师兄 若是还能坚持得住 等我去摘了那颗七彩冰心栏 我们就找个隐蔽的地方先疗伤 灵时三接着说道 我还坚持得住 你先去把那颗冰心栏收好 钟玉强撑着扯起一抹笑容 对灵时三说道 只是他那不断从嘴角溢出的鲜血 任谁都看得出他受伤颇重 灵时见状 迅速地去挖下那颗冰心栏收好 顺便把之前那人的储物袋也收进怀中 然后走向钟玉准备扶他起来 钟玉却抬手拒绝了他的搀扶 用手中长刀撑着站了起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灵时三见状并没有勉强 他探出灵时寻找附近的隐秘场所 很快就让他找到一个不大的山洞 师兄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看见前面有个山洞 我带你去那里疗伤吗 灵时三不等他拒绝 抬手掺着钟玉 往他发现的那个山洞走去 钟玉想要拒绝 他连站着也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因此 他张了张嘴 最终没说什么 让灵时三扶着他往前走去 进入到山洞中 钟玉立刻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瓶疗伤丹 倒出一颗放入口中 然后坐在地上开始运气疗伤 灵时三则到洞口处把 两人进来的痕迹抹去 简单地做了一些伪装 让人无法一眼看到这里 有一个山洞 他并没有在洞口布置隐秘阵法 毕竟现在多了一个人 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人 他不想让别人对他的能力 有太多的了解 灵时三进入到山洞中 无聊地看着钟玉疗伤 这个宗师兄 竟然对他没有丝毫怀疑的 就跟着他进了这个山洞 这恐怕就是被保护得太好 完全不知道修炼界的险恶 他以为钟玉这一修炼 至少要一天一夜 毕竟他看起来伤得实在太重 哪怕他的疗伤丹再好 也不可能让他迅速痊愈 让他没想到的是 一个时升后 钟玉就睁开了眼 钟师兄 你的伤好了吗 灵时三看着钟玉那苍白的脸色 不解地问道 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伤势好转的样子 只能说稳住了伤势 因为他嘴角没有在一出鲜血 难道钟玉作为内门弟子 竟然也买不起中品疗伤丹吗 灵时三脑海中闪过这个疑惑 我好多了 我还是先通知宗门 其他师兄弟天玄宗的计划 提前知道了天玄宗的计划 他们也能够在不敌的情况下 第一时间捏碎传送玉符 保住性命 钟玉一边虚弱地回答灵时三的问题 一边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枚传音玉符 然后用灵时向里面输入信息发送出去 做完这些 他的脸色更加苍白 之前周爷爷就说过 五峰的人不一样 灵时三还不怎么相信 虽然他接触过的五发的周景 冯峰主为人都很和蔼 但那是在和他们的利益 并没有相冲的情况下 一个人的性格如何 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 才能体现出来 这个钟玉 之前在和天玄宗弟子相斗时 让自己逃跑 现在又不顾自己重伤未遇 就给门中其他师兄弟 发出示警的信息 灵时三忍不住想要再次试探一番 看他值不值得自己留下来守着他 直到伤势痊愈 因此 灵时三试探性地问道 钟师兄 当才那颗七彩冰心蓝 那颗七彩冰心蓝 当然是师弟你的 若不是师弟出手 我不光无法得到那颗冰心蓝 连性命都会丢掉 钟玉不等的灵时三 把话说完 立刻一脸正色地说道 既是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钟师兄 你怎么一个人 那之前他 如此担心其他人的安危 想来钟玉 和同门师兄弟的关系 应该不差 现在却独自一人 在这秘境中 灵时三有些好奇地问道 刚才钟玉毫不犹豫地 说出那颗冰心蓝属于他 这让灵时三 对他的戒心放下不少 之前救他那是因为 入门时 周景和冯风主 对他的那一份善意 还有周爷爷 对五风的夸赞不止 且老祖留下的疑信中 也提到让他有机会 可以败入第五风 若是其他几风的人 他定然不会再救下他后 还守在身边 进来的时候 不小心和他们分散了 钟玉有些尴尬地说道 这悬天秘境的范围极广 分散之后就不容易会和 秘境中危险重重 你一个人 还是提前出去的好 这钟玉一看就是 被保护得很好 灵时三忍不住劝说道 师弟不用担心 刘师兄有办法找到我 我只要等在这里就可以 灵时弟你也是一个人 到时候还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钟玉笑着解释 并且开口邀请灵时三 和他们一起 谢谢钟师兄 我习惯了一个人 灵时三果断拒绝 他可不想和别人同行 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可是这秘境中 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钟玉忍不住劝说道 钟师兄 还是赶快运功疗伤 我在这里帮你护法 等到刘师兄他们过来 和你会合 我再离开 灵时三不知怎么和他解释 自己现在的修为虽然不高 但实力却并不差 因此岔开话题 那就多谢灵时弟 钟玉看他不答应 想着等师兄他们来了 定然也会让灵时弟跟着一起 因此他没有多说 再次拿出一颗疗伤单吞下 开始修炼 灵时三则是 一边恢复着灵力 一边注视着周围的情况 一天后 钟玉还是没有丝毫醒来的迹象 而灵时三却发现有五个 穿着青云门内门弟子服饰的人 朝着他们藏身的山洞走了过来 钟师兄 钟师兄 灵时三并不确定 那走过来的五人中 就有钟玉说的刘师兄 因此他打算叫醒钟玉 让他自己确认 灵时弟 怎么了 钟玉缓缓睁开眼 看向灵时三问道 那边有几个人过来了 你看看 是不是来找你的 灵时三指了指外面 离他们已经不足 二十丈远的几人问道 钟玉起身 小心地往外看去 刘师兄 你们来了 当钟玉看清带头之人时 脸上一片喜悦之色 脚步有些亮呛地 向五人跑过去 经过一天的调息 他的伤势已经恢复大半 独自行走 还是没有问题 钟师弟 你没事吧 为首的那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 看到跑过去的钟玉 立刻迎了上来 拉着他上下打量 后面几人也立刻上前 围住钟玉 关怀之情 溢于言表 灵时三看着欢快跑过去的钟玉 眼中露出沉思之色 这三年多 他看多了外门杂役弟子 为了一点修炼资源 就互相陷害 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就算偶有几个合得来的朋友 互相之间也都实时防备 谁也不敢对谁真心相待 想到不久后的外门大笔 若是能够进入前五十名 倒是选择加入第五封 也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 想要在外门大笔中脱颖而出 自己现在的实力 恐怕还不够 想到这里 灵时三施展起五行盾法 悄悄从山洞中出来 随意挑选了一个 方向头也不回的离开 而那边的钟玉 还在向几位师兄 诉说着他这几天的遭遇 当他说到灵时三 救下他十几位师兄 都好奇地看向那个山洞 他们也很惊讶 灵时三是怎么做到 以炼器五层的修为 就灭杀了 天玄宗练起七层弟子的 就算当时那两人 和钟师弟对战后 都是灵力消耗过半 他也不该那么轻松地 就把那两人灭杀 只是当他们走进山洞时 却发现里面 已经空无一人 几位师兄面面相去 眼中流露出的兴趣 更加浓厚 他们中有两人 已经是练器巅峰的修为 为了进入玄天秘境中 才一直压制着没有突破 现在一个练器五层的师弟 在他们眼皮底下离开 他们竟然没有发现 而钟玉眼中 却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没想到灵师弟 竟然已经离开 他还想着灵师三救他一命 他跟着他们一起行动 在后面历练的途中 自己的收获 都给他作为报酬 毕竟他也听说过 杂役弟子修炼的不容易 他们不光灵根不好 修炼资源也齐缺 而自己作为内门弟子 修炼资源这一块 从来没有缺少过 没有找到灵师三 几人也没有过多地 停留很快离开 走出一段距离 灵师三把小灰灰 和肉仔放出来 就悄悄地帮忙 毕竟青云门的实力强大了 天玄宗和落霞派的发展 才能受到钳制 为了避免出现误会 他没有换上粗布麻衣 只是戴上了面具 变换成甜漆的样子 在小灰灰的带领下 灵师三很快找到不少灵药 这天 他们来到一座 巍峨的山门前 终于发现 一个门派的遗址 看着破败的山门上 雕刻着的前门两个大字 灵师三心中有些小激动 有门派的地方 就有可能有药园 有灵师 还有可能有遗留的功法 但雕刻三并没有因此 就被冲昏了头 他谨慎地探查了一遍周围的情况 护山阵法 已经因为缺少灵力的支撑而消散 也就是说现在 可以随意地 进入到这个宗门的遗址当中 想到这里 雕刻三提高了警惕 山门处 虽然没有发现有人进入的痕迹 但不代表没有人 从其他方向进入前门遗址中 他展开自己的灵石 探查着周围的情况 小心地往里走去 周围有着一些破败的房屋 应该是外门弟子居住的地方 零十三并没有前去一一查看 外门弟子所在的地方 几乎不会有什么修炼资源 一个门派的资源 主要都集中在内门主峰 穿过外门弟子所在的区域 零十三惊讶地发现 前面没有了路 面前是一片朦胧的白雾 对面位额的山峰上 亭台楼阁 隐隐绰绰 若隐若现 似乎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看着似乎很近 但实际上 却隔着很远的距离 零十三低头 看着前面 一片朦胧的白雾 陷入沉思中 难道远古时候的门派外门 和内门并未建在一起 想要进入前门的主峰 另有其路 可是这样的话 不就等于成了两个门派 这外门弟子修行的地方 和主峰肯定有联系 哥哥 我们是要另外 找一条路过去吗 肉仔也看到了 对面山峰上的亭台楼阁 向零十三问道 这里应该有 通往对面的方法 我们再周围找一找 如果找不到 我们再下去 重新寻找一条上去的路 零十三答道 肉仔帮着哥哥 一起寻找 肉仔回答一声 开始四处寻找 零十三试探性地 伸出一只脚 踏进了白雾中 脚下空落落的 没有着力点 难道下面 是万丈悬崖 这朦胧的白雾 是自然生成的 还是有阵 法龙罩产生的 墨仓不时会给他讲一些 阵法方面的知识 有一次 就和他说到过迷雾阵 迷雾阵有限制修饰零十的效果 陷入迷雾阵中 修饰的零十就会失去用途 很容易在大雾中迷失方向 若真是迷雾阵 墨仓道 是教过他破解的方法 想到这里 零十三尝试探出零十 查看雾中的情况 只是他的零十 倒是伸展出去了 但是百丈范围内 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什么也不看不到 还是先在附近 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零十三开始 沿着悬崖周围查看 悬崖附近 也建了不少的房屋 他随意走进一间屋子 里面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也没有发现 阵法的痕迹 哥哥 你快来看看 这是什么 这时 肉仔的声音 在零十三脑海中响起 零十三立刻出来 往肉宅所在的屋子走去 这间屋子外面 和其他房子没有什么区别 里面却是空空荡荡的 只在房间的正中间 摆放着一张不大的石桌 肉仔和小灰灰 正趴在石桌上 哥哥 你看这桌子中间 怎么有一个洞 看到零十三进来 零十三走近一看 果然在桌子中间 有一个不大的坑 石桌上 斜刻着一些繁复的纹路 这是一个阵盘 零十三一眼就看了出来 中间那个凹槽 肯定是用来放置零十的 虽然他没有专门研究阵法 但在墨仓的潜移墨画下 他对阵法 还是有了很多了解 眼前这个石桌一看 就是一个阵盘 虽然零十三并不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阵法的阵盘 但他还是决定 在阵盘上放一块零十 尝试一番 看看这个阵盘有什么作用 既然阵盘就在这里 他所在的位置就是阵眼 若是有异常他 也能立刻把零十拿下来 零十三把肉子和小灰灰 从阵盘上拎下来 放进自己怀里 再次确认了一遍 这个屋中没有其他异常之处 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块下品零十 放进阵盘上的那个凹槽 刷 零十放进去的一瞬间 一股股灵力开始溢散出来 然后零十三就看到 阵盘上那些纹路 开始一条条的亮了起来 很快所有纹路都被点亮 整个石桌亮起七彩的灵光 但是屋中并没有什么变化 起初零十三还有些纳闷 这明明是个阵盘 怎么点亮之后却没有什么变化 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一脸喜色地来到屋外 悬崖边那浓浓的白雾缓缓散开 一步步白玉般的阶梯 逐渐出现在眼前 缓缓延伸到对面的一处楼阁前 灯云梯 这前门原来使用的是灯云梯 连接内门和外门之间 早在看到那些云雾的时候 他就应该联想到 这灯云梯正如其名 利用阵法的力量 在云雾间隐藏了一座阶梯 行走在其中犹如灯云踏雾 阵法能够隔绝修饰的灵石 浓浓的雾气又能阻挡修饰的视线 若是没有开启阵法 就踏上灯云梯 很容易跌落下去 摔得粉身碎骨 每次开启阵法 需要在阵盘上放置灵石 灯云梯上方的云雾就会散开 走在灯云梯上的人 才能看清前方的路 安全抵达对面 虽然用掉一块灵石 但找到了区内门的陆灵石三 还是非常高兴 走了这么多天 终于发现一个宗门的遗址 若是没有被人探索过 那他将会有不菲的收获 就算被人探索过 能在其中 寻到前辈修炼者留下的一些感悟 也不需此行 灵石三没有犹豫 施展身法 快速踏上灯云梯 往对面而去 当灵石三踏过灯云梯 登上对面的山峰 身后的云雾又渐渐合拢起来 之前浮现出来的灯云梯 又消失不见 登上那峰 灵石三顿感眼前的景象清晰起来 先前在对面 虽然也能看见这边的情景 但因为有云雾笼罩的关系 看起来总有些朦朦胧胧的感觉 而此刻 那峰的景象 才清清楚楚地映入眼中 放眼望去 周围风鸾叠杖 山鸾间亭抬楼阁 层层叠叠 青砖绿瓦 雕梁画洞 可以想见 当年门派中繁荣昌盛的景象 仔细看过去 又会发现 不少楼阁已经陈旧腐败 呈现出摇摇欲坠的景象 但并没有发现 什么人为损坏的迹象 哥哥 这里好漂亮 灵石三怀中的肉仔和小灰灰 都探出小脑袋 四处张望 说不定这座遗址 还没有被人探索过 仔细观察一番 灵石三心中 划过这个念头 想到这里 他迫不及待地 往最近的一座山峰而去 这次灵石山 只是对灵气浓郁的灵草和灵石 比较敏感 但有些东西散发的灵力并不强 它的价值却不低 比如工法 法宝之类的物品 在没有激活前 它们几乎不会散发出灵力 小灰灰也无法感应得到 因此 灵石三决定先查探一番 若是里面遗留的物品并不多 再让小灰灰发挥它的所长 往灵气最浓郁的地方去 它们很快就来到一座大殿前 由于没有正法的保护 殿门上的牌匾已经模糊不清 灵石三先探出灵石 查看了一遍里面的情况 才带着肉仔和小灰灰进入大殿中 大殿中一片杂乱 桌椅四处倾倒 想象得出当时一片慌乱的景象 肉仔在进到大殿后 就欢快地四处扑腾 而小灰灰则探着鼻子四处乱嗅 这段时间跟着灵石三 虽然每天都要努力地寻找灵草 但灵石三也会毫不吝啬地投喂它 每天它都能吃得饱饱的 身上的毛发都变得油光闪亮 和以前跟着田七的日子比起来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这更加坚定了 小灰灰跟在灵石三身边的想法 因此 每次它都会努力地寻找着 周围是否有宝物 看店内的情况 这处地方应该是一食堂 这种地方应该不会留存有什么好东西 想到这里 灵石三转身准备招呼肉仔它们离开 滋滋 这时 小灰灰却滋滋地叫了起来 哥哥 快去看看小灰灰找到什么好东西了 肉仔稚嫩的嗓音同时响起 它的小身子也向小灰灰所在的地方扑去 这个地方竟然还会有好东西 灵石三眉头一挑 也往小灰灰所在的位置走去 只见小灰灰正叼着一块巴掌大的令牌 费力地把它从一张倒下的桌子底下往外拖 灵石三击不上前 把那块令牌捡起来仔细打量 令牌通身银白 温润如玉 没有过多的装饰 令牌的一面刻着一个大大的钳字 另一面则刻着一个大大领字 看来这是前门的令牌 不知怎的竟遗落在这里 现在自己要在这前门中寻找宝物 也许这令牌会派上用场 想到这里 灵石三摸摸小灰灰的脑袋 对他表示赞赏 然后把那枚令牌收进储物袋中 小灰灰眯起眼睛一脸享受的模样 显然他很喜欢灵石三对他的抚摸 哥哥 小灰灰是我的小弟 他找到宝贝了 我也有功劳 蹲在旁边的肉仔撒欢式地蹦过来 一脸求表扬的神情 哈哈 肉仔的功劳最大 灵石三宠溺得哈哈一笑 也伸手扶了扶肉仔的脑袋 肉仔却不在乎这些 高兴地在地上打滚 忽然 灵石三脸上的笑容顿住 一抹凝重爬上他的脸颊 肉仔 有人来了 你快带着小灰灰找个地方躲起来 灵石三对还在撒欢的肉仔说道 我知道了 哥哥 等一下要是打起来了 我就找准机会偷袭 要是没有打起来 我就躲着不出来 肉仔看着灵石三有些凝重的神色 立刻说道 想来 这次来的人实力应该不低 否则哥哥不会露出这样的神色 对 快去吧 灵石三暂住地拍拍他的头 示意他赶快带着小灰灰藏起来 肉仔立刻带着小灰灰 找了一个角落藏起来 灵石三也立刻闪身 躲到大殿的大门后面 然后从储物袋中 拿出两张中品符传夹在纸间 五行顿法全力运转 把自己的气息完全隐藏起来 之前那两个天玄宗弟子的 储物袋中有好几张中品符传 现在正式使用的时候 因此 灵石三并没有分好的不舍 灵石三在发现前门遗址中 没有人进来过时 并没有放松警惕 一直把他的灵石伸展在四周 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此时在灵石三的灵石探查范围内 三个天玄宗弟子 正在快速地向大殿急驰而来 很快 三人一脸戒备来到大殿前 陈师兄 我看这边并不像有人来过的样子 也许之前进来的人 并没有到这边来 他应该直接往主峰去了 我们也赶快往主峰那边去吧 不然好东西都被别人拿走了 走在后面的一人 看着眼前破败的大殿 神情有些放松地 对前面带头的那人说道 他刚刚已经用灵石 查看过大殿内的情况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 相信陈师兄也已经查看过了 不管有没有异常 还是小心微妙 入山的正盘上 既然被人放上了灵石 说明有人先我们 进了前门的那方 我们先在这里查看一番再过去 说不定正好他们把好东西都找出来了 我们去了 正好可以收入囊中 陈师兄并没有因为没有发现异常 就放松警惕 手上捏着的绝 一直没有松懈下来 他一边说着 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 他们三人中 他已经是练气巅峰的修为 另外两人也有练气八层的修为 有他们这样实力组合的小队并不多 况且 他还有师父给他的保命法宝 他们先在这里查探一番 再敲敲过去 到十直接偷袭里面的人 那些人找到的所有宝物 都是他们的了 灵石三瞬间明白 为何这三人并没有发现异常 还如此戒备 原来是他之前放在阵盘上 打开灯云梯的灵石 留下了破绽 还是小心为上 这玄天秘境中的危险 可不光是来自其他宗门的弟子 陈师兄说完他旁边那人 也一脸谨慎地说道 最先说话那人撇撇嘴 不过也没有再反驳 只是看他神情 似乎也并没太放在心上 陈师兄边走边向后挥挥手 示意两人在外等候等候 他先进去查看一番 那两人直接停在了殿外等候 看到另外两人停下了脚步 灵石三脸上的神色 顿时有些凝重 之前他想的是 若他三人同时进来 他先用中品符转偷袭 出其不意之下 三人定会有一定的损伤 现在只陈师兄一个人进来 就算他从背后偷袭 瞬间灭杀了陈师兄 这么近的距离下 另外两人定然会发现异常 之后 他最少要同时面对两人的攻击 且看两人身上的气息 修为应该都不低 这还是最好的情况 若他没能顺利灭杀先进来的陈师兄 到时 他很可能会陷入三人的围攻中 只是现在的情况 已经无法改变 陈师兄已经一脚 踏入了大殿之中 一股强烈的战意 五行爵全力运转 身上的气息更加内敛 只要那个陈师兄不拉开门板查看 就发现不了他 陈师兄发现不了他 他却可以把陈师兄的一举一动 看得清清楚楚 他就可以在陈师兄走进来后 对他进行背后突袭 三人中 陈师兄的修为应该是最高 解决了陈师兄他的压力 将会减轻一大半 陈师兄终于走了进来 但他并没有往里走 而是站在门口 小心谨慎地查看着里面的情况 他不进来 陈师兄也没有动作 若是他们发现 里面并没有什么好东西 就此退走 陈师兄也不愿和他们正面相抗 陈师兄就这样 在门口站了两夕时间 就在陈师兄以为 他并不会进来查看的时候 他的瞳孔猛然一缩 随后 就要朝身后两人打了手势 示意他们有情况 不好 被发现了 陈师兄一直注意着陈师兄的一举一动 在他眼中神色变化时 立刻感到不妙 在陈师兄还没来得及 向店外两人示警时 他果断地从店门后闪身出来 一手激活手上的一张中平土刺服 丢向门外的两人 另一手拳头上 闪着刺目的金光 砸向陈师兄的胸口 陈师兄脸上神色大变 他只是发现 店中一张桌子上的灰尘 有动物新鲜彩踏的痕迹 他没想到 真的是有人藏在这里 且藏着的人 竟然如此敏锐 他只是眼神稍微变化就被发现 然后果决地对他出手 不过他一直保持着警惕 全身的灵力一直运转着 手上长剑迅速亮起灵光 反应迅速地 刚猛的拳钢裹挟着强大的灵力 和林师兄挥来的长剑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波动 哼 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响起 周围腐朽的墙壁被震飞出去 瞬间化成碎线 陈师兄长过来的长剑上的灵光 瞬间被震碎 林十三拳头上的拳钢 撞向陈师兄手中的长剑 爹 刚猛的拳钢和长剑相撞 发出清脆的响声 陈师兄的长剑明显并非反品 如此刚猛的拳钢撞在上面 也并没有把他震断 不过刚猛的拳拳钢却透过长剑 狠狠地砸在了陈师兄的胸口上 碰 一声闷响 陈师兄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林十三则乘胜追击 他踏着灵波步 往陈师兄飞出去的身影追了过去 追过去的同时 他不忘激活手上的另一枚中平火焰符 扔向那边 还在抵挡着满天吐刺的两人 外面那两个天玄宗的弟子 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 但除了最先说话的那人因放松了警惕 在最开始的时候 被一枚吐刺刺伤了手臂 另外一人几乎没有受伤 这时 肉仔悄悄地从摇摇欲坠的大殿中窜了出来 躲在一旁寻找有利的攻击机会 中品符传相当于练器巅峰修士的权力一击 虽然他们是两人同时抵挡 不过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试了先机 当林十三的另一枚中品符传扔过去时 本就有些手忙脚乱的两人 抵挡起来更加狼狈 手臂受伤的那人更是被吓得脸色有些发白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根本无法发挥出自己真实的实力 面对相当于练器修士权力一击的中品符传 一不小心就容易身受重伤 哦 在林十三扔过去的那张火焰符 爆发出全部威力之时 肉仔嗷呜一声 从藏身的地方窜了出去 直接扑向已经受伤那人 他小小的身体却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一跃之下 直接扑到那人的肩膀上 然后张口一咬 咔嚓 那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师弟 旁边的人立刻发现了异常 大喊一声 眼睛通红地看向 还趴在那人肩膀上的肉仔 肉仔却毫不畏惧地抬起头 挑衅地朝他呲牙咧嘴 随后脚下一蹬 又像一只利剑般朝活着的那人扑了过去 只是他虽然忙于应付眼前扑过来的大团火焰 但毕竟也有了防备 在肉仔扑过去的时候 他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手中突然出现一张浮转 一丝灵力从指尖一出 瞬间激活那张浮转 随后向扑过来的肉仔扔了过去 肉仔 快退 那边的零十三 虽然追着到飞出去的陈师兄而去 但他也一直关注着这边的情况 看到肉仔击杀了一人后 竟然又向另外一人扑过去 零十三立刻在心中喊道 特别是看到 那人拿出浮转扔向肉仔时 零十三的心动冒到嗓子眼 他准备抛下面前的敌人 过去救下肉仔立刻逃走 小灰灰只要藏在大殿的废墟中不出来 这两人想来 也不会再想去那废墟中寻找 等摆脱了这两人的追踪 他再悄悄回来寻找小灰灰 心中瞬间闪过这些念头 零十三停下了追向陈师兄的脚步 就要往肉仔扑过去 哥哥 你不用担心 我有分寸的 若是不敌我自然会避开 正在这时 肉仔稚嫩的嗓音在他脑海中响起 哥哥这次面对的 那个敌人非常强大 若是让这人腾出手来 和那个陈师兄联合起来 哥哥想要赢他们将会非常困难 我若能拖住这人多一瞬间 哥哥赢的机会就会多一些 想到这些肉仔眼中的战役更加强烈 零十三迟疑了一瞬 顿住了扑向肉仔的身形 这段时间 肉仔跟着他在秘境中 也经历了好几场战斗 想来 他对自己的能力也心中有数 雏英只有放手 才能自由翱翔 肉仔也只有在不断的战斗犀利中 才能更好的成长 他们以后还会面对更多更强的敌人 若是肉仔没有战斗的天赋 他自然会把他护在怀中 但肉仔明显并不是弱小的种族 而是能够和他共同成长的存在 他应该相信肉仔 想到这里 零十三果断转身 继续向陈师兄扑过去 但他的一缕零石 却是紧紧地跟随在肉仔左右 扑吃 这时 那人弹出的符传也爆发开来 是一张出街的吐刺符 十几枚尖利的吐刺 向肉仔迎面射了过去 他认为 对付肉仔这样的小妖兽 一枚出街的符传就足够了 方才师弟之所以会被他一击咬碎喉咙 只是因为没有防备罢了 看到射过来的吐刺 肉仔并没有闪避 而是嗷呜一声 张开小嘴 直接咬了过去 咔嚓 将要射中肉仔的那枚吐刺 直接被他咬碎 他的身形毫不停顿地 继续射向那个天玄宗的弟子 那人看到肉仔 竟然轻易地咬碎了射向他的吐刺 眼中满是不可知兴致 不过随即一股狠力之色 在他眼中划过 之前零十三扔向他的 两枚中品浮转的威力 已经逐渐消散 他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来 专心对付这头妖兽 他不相信自己 练气八层的修为 还斩杀不了一只 牙尖嘴利的妖狗 肉仔的长相 实在太具有迷惑性 第一次见到他的人 都会认为他是一条小狗 虽然经过上次的觉醒 他身上的气势 有了一定的变化 但他除了那双纯净的蓝眼睛外 体型外貌基本没有变化 天玄宗那人 也认定他只是一条妖狗 仗着突袭才能得手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因此 当他看到肉仔不避不让 一口咬碎射向他的吐刺时 才会那么地惊讶 这虽然 让他对肉仔高看了一眼 但却并没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他认为 以自己的修为 定然能够轻松拿下肉仔 这样的诱生妖兽 因此 当零十三激活的火焰服 威力消散时 他凝笑着举起手中长剑 带着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势 向着半空中的肉仔劈砍而去 他手中的剑 乃是一柄上瓶法器 剑本身的威势 加上他在其中注入了 自己剩下灵力的五层 他已经能够遇见这只妖狗 被他一剑劈成两半的长剑 哦 肉仔看着家带着强大威势 急速斩了过来的长剑 喉尖发出一声低吼 冰蓝色的眼中 闪过一抹脚下的光芒 在长剑即将斩到他的时候 肉仔小小的身体 诡异地在空中停顿了一瞬间 然后身体直直下落 划出一道弧线 显显地避开斩过来的长剑 然后犹如一枚白色的炮弹 贴着地面迅速地射向 那个天玄宗弟子的脚踝 哄 天玄宗弟子在发现肉仔身形下坠时 想要收招已经来不及 他裹挟着强大力量的一剑 直接斩空 强大的力量爆发 地面上瞬间被斩出一个大坑 由于相隔太近 此时肉仔已经来到他的脚下 他想要回剑自救 已经来不及 只见肉仔张开自己的小嘴 毫不犹豫地一口咬在那个天玄宗弟子的脚踝处 咔嚓 一声脆响 他的小腿骨直接被咬断 啊 剧烈的疼痛瞬间让他发出一声惨叫 整个人差点栽倒在地 他的眼中燃起愤怒的火焰 忍着剧烈的疼痛 他单脚用力向后撤退 手中长剑向地上的肉仔滑拉过去 既然近了他的身 肉仔可不想再给他机会 只要近身搏斗 他有把握靠着身形灵活的优势 把这人牢牢缠住 说不定还可以就此拖死他 因此 肉仔脚下一个用力 飞身追了过去 那人看着肉仔紧追不舍的身形 很快明白了他的想法 经过刚才的交手 他也明白 之前太过看清了自己的对手 知道下品符传对肉仔没用 他直接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张中品防御符传 施展在自己身上 砰 再次扑过去的肉仔 直接撞在了一堵厚厚的土墙上 身形被强大的反正之力 撞得倒飞出去 看到中品符传有效 那个天玄宗弟子 立刻拿出中品的攻击符传激活后 扔向肉仔 虽然肉痛攻击力 强大的中品符传 竟然用来袭击一只妖狗 但现在他的一只腿骨断裂 不容他舍不得 一人一兽 展开你追我躲的攻击 肉仔仗着速度奇快 引诱着那人 慢慢远离林十三和陈师兄的战场 这边林十三在下定决心 让肉仔自己把握后 就义无反顾地扑向陈师兄 陈师兄在林十三准备着 去揪肉仔的那一瞬间 已经从地上翻身跳了起来 他的嘴角有丝丝血迹往外一出 显然 刚才林十三的突然袭击 还是让他受了一定的伤 他抬手轻轻地擦掉嘴角留下的血迹 当他看清林十三 穿着青云门的杂役弟子服时 心中一动 忍不住尸声说道 你就是那个这段时间 偷袭我们天玄宗弟子的青云门杂役弟子 这段时间 好多对玄天宗弟子 在围攻青云门弟子时 都被一个突然出现的青云门杂役弟子偷袭 破坏了他们的行动 林十三没有回答他 全身的灵力疯狂运转 两个拳头被厚厚的精灵力包裹 散发着耀眼的金色光芒 一刻不停地向他扑了过去 陈师兄在说出刚才那一句话时 就全力运行其体内的灵力 眼中绽放出强烈的杀意 林十三虽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但他几乎能够确定 眼前这人就是师兄弟间流传的 这段时间 靠着偷袭机 杀了不少他们天玄宗弟子的 那个青云门杂役弟子 刚才他已经用灵石 仔细扫视过大殿中的每一个角落 都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说明这人的隐匿法觉非常了得 刚才他出手偷袭时的那种果断狠辣 也不是一时间能够养成的 想到这里 他眼中闪过杀意更加浓郁 林十三的修为不过才炼气五层 他之前之所以能够成功 不过是占了偷袭之力 并且每次都是一击之后 就立刻撤退 说明他自己本身的战力也并不强大 现在他和这个杂役弟子正面交手 林十三的优势全无 今天就让他来终结这个盘踞在师兄弟间的噩梦 此所间 他身上的战役不断攀升 虽然正面相对他有自信 可以绝对碾压林十三 但是他在面对每一场战役时都会全力以赴 哪怕他的对手再弱 他也不会因此而轻视 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得到师父特别关注的原因之一 林十三的拳头已经近在眼前 陈师兄也毫不犹豫地 挥一剑斩出裹挟着强大灵力的一剑 哄 狂暴的拳刚和锐力的剑气撞在一起 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波动 脚下的大地震战 周围腐朽的房屋扑速速地倒塌 林十三和陈师兄被强烈的反振之力 震得同时向后倒退数十丈 然后又同时止住了身形 这一次交手 他们平分秋色 陈师兄眼中闪过震惊之色 这一剑 他已经用出了自己七成的灵力 这个只有炼气五层修为的杂役弟子 竟然可以和他平分秋色 看着对面从容的林十三 他眼中的肾中更加浓厚 看来这个杂役弟子 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 要么他就是修习了隐藏修为的功法 他本身的实力并不止炼气五层的修为 要么就是他修炼的功法特殊 本身有倚弱博强的效果 不过这种可能不大 他一个杂役弟子 不可能有这样的功法 他更倾向于林十三 是隐藏了自己的修为 想到这里 他不由有些好奇起 林十三的真实修为到底是怎样的 林十三看起来还非常年轻 以他的年纪作为杂役弟子 能够修炼到炼气五层已经很逆天 现在他的修为可能还不止炼气五层 难道他身上有什么加速修炼的法宝 想到这个可能 陈师兄心脏剧烈跳动 眼中闪过骇人的光芒 今天这个杂役弟子必须死 天一剑法 陈师兄大吼一声 使出他们天玄中的剑术绝招 这次他把全身实成的灵力 都灌注在手中的长剑上 长剑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剑上的威势瞬间暴增 裹挟着强大的能量 向零十三斩了过去 零十三在站稳身形的一瞬间 就疯狂运转全身的灵力 然心中狂跳 但他脸上却没有显露丝毫的一色 这个陈师兄 是他除了那个外遇来的弟子外 遇到的最强对手 他恐怕只有拿出全身的战力 才有机会灭杀他 好 也可以在这陈师兄身上 试试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想到这里 零十三心中的战役暴增 身上的气势瞬间变得更加强大 青云拳 零十三大吼一声 直接使出青云拳最后一拳 碎云 体内灵力疯狂涌出 金色灵光爆发 拳头上的威势暴增 一百零八道拳影 裹挟着金色的拳钢 呼啸着向陈师兄 斩过来的长剑迎了过去 拳影和剑光不断相交 每一次碰撞都爆发出 强大的能量波动 大地也随之阵战 轰轰轰 随着拳影和剑光的不断碰撞 陈师兄长剑上的灵光 开始慢慢减弱 零十三挥出的拳影 也一个个爆开 丁 在零十三挥出的拳影 只剩下最后五个时 陈师兄长剑上的灵光 完全消散 拳影撞在长剑上 发出丁的一声脆响 陈师兄脸上神色巨变 没想到饱含了 自己十层灵力的一剑 竟然没有 斩破那个杂意弟子的一拳 反而让他破了自己的剑招 交手之间 他看得清清楚楚 零十三并没有使用任何法宝 他体内的灵力 难道比自己这炼气巅峰的人 还要雄厚 陈师兄想要后退 躲开零十三拳头上爆发的灵力 但在这时 已经来不及 哄 剩下的拳影 直接轰在陈师兄身上 他身上的衣服 直接被狂暴的拳杆轰碎 露出里面一件黑色的护甲 破 他的身形被撞得倒飞出去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陈师兄眼中闪过亥然之色 若非有这件护甲的保护 零十三的这一拳 恐怕已经在他胸口上 轰出一个大洞 这还是在他的见识 消耗了零十三那一拳 大多数的灵力情况下 若非如此 他那一拳 恐怕能够轰碎 他身上这件 极品法器级别的护甲 想到这里 陈师兄瞬间 伸出了退走的想法 虽然他还有底牌 没有用出来 但他也不知道 零十三有没有其他的底牌 若是他使出底牌 还是不能灭杀了眼前之人 那才是得不偿失 打定主意 陈师兄运气体内残余的灵力 就要逃走 零十三在陈师兄 倒飞出去的那一刻 就飞身追了过去 不好 他想要逃走 看到陈师兄眼中的神色变幻 零十三心中 瞬间掠过这个念头 可不能让他逃走 自己的真实实力 已经被他发现 若是不能现在灭了他 出了秘境 他必定上报宗门 以后自己外出历练 将会有不少麻烦 想到这里 零十三脸上神情一柄 体内灵力运转 脚下灵波布 被他施展到极致 身形犹如一道闪电 向陈师兄扑了过去 陈师兄看到扑过来的零十三 脸上神色瞬间变得难看 我本不想在这里 过多地浪费时间和他纠缠 没想到这个杂役弟子 竟然不想放自己离开 虽然之前的交手中 自己吃了一些小亏 但并不代表 我就无法灭杀他 小子 你既然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陈师兄看着零十三 扑过来的身影 眼中射出道道寒光 全身灵力开始涌动 左手捏绝 右手长剑上 闪耀出耀眼的灵光 天一剑法 杀 陈师兄大喊一声 浑身杀气一出 手中长剑 裹挟着浓浓的杀意 向零十三斩了过去 瞬间 一道携带着 狂暴灵力波动的剑芒 即射向零十三 扑过来的身形 零十三若是被那剑芒劈中 定然会瞬间被劈成两半 看着急射而来的剑芒 零十三没有丝毫的慌乱之色 他并不打算使用长剑 相比于火云剑法 他对青云拳的理解和应用 更加深刻一些 发挥出的威力也更大 面对强敌 使用青云拳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全身零力疯狂运转 零十三的双拳上 裹着厚厚的金零力 仿佛两个金色的小太阳 散发着射人的威势 青云拳 零十三大吼一声 手上零力输出 一道道拳影 迎向机射而来的剑光 而他这次打出来的拳影 与之前又略有不同 之前他每打出一拳 就会形成一个拳影 而这次 他每打出两拳 才形成一个拳影 当他打出一百零八拳时 却只有五十四个拳影 急射而出 这五十四个拳影的体积 比之前他打出的一百零八个 拳影要小上一圈 凝结出的拳影 看上去也更加凝实 拳影上蕴含的威势 比之前的拳影 起码翻了两倍 五十四个拳影 裹挟着庞大的能量 呼啸着撞向 陈师兄展来的剑芒 轰轰轰 拳影和剑芒相撞 不停地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土石纷飞 树木倾倒 方圆十丈范围内 无一物能幸免 陈师兄再次展来的一剑 虽然威势比之前强盛不少 但还是很快被 零十三融合后的拳影击碎 强大的灵力风暴 向陈师兄席卷去 咔嚓 拳影撞在陈师兄手上的长剑上 长剑被撞成两截 钉的一声掉在地上 拳影的余微不减 直接撞向陈师兄 破 一大口鲜血 从陈师兄的口中喷出 他的身体再次倒飞出去 这次 他显然受伤颇重 在挣扎了一番后 才勉强从地上站起 陈师兄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这个杂役弟子的拳法 竟然如此厉害 青云门的青云拳 他也不是不知道 是一门最普通的 下品黄街拳法 没想到竟然让他 练出如此威势 这个人不能留 若是让他成长起来 以后定然会成为 天玄宗的大患 心思电转间 陈师兄虽然受伤颇重 但眼中的杀意 却更加浓郁 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只见他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枚浮转 虽然有些惋惜 他还是决然地 输入出一丝灵力 激活了手中的浮转 然后扔向 朝他扑过来的零十三 飞扑过来的零十三 看着他扔出一张浮转 起先他以为 最多是一枚中品攻击浮转 因为超过中品的浮转 爆发的力量 就不在助击7以下 在这秘境中 若是使用助击7以上的力量 就会引来秘境的反噬 因此 他并没有过多地在意 中品浮转的威力 他的金钟罩 还是可以抵挡得住的 不过在那浮转爆炸开来的一瞬间 一阵心惊肉跳的感觉 袭上零十三的心头 不等那张浮转完全爆发开来 他疯狂地出拳席向 朝他击射而来的那张浮转 哄 一道狂猛的剑光 从浮转中爆炸开来 一股射人的威势 袭向零十三 瞬间 他出拳的速度都慢了下来 哄哄哄 一道裹挟着强大威势的剑芒 迅捷地斩向零十三打出的拳影 爆发出强大的灵力风暴 零十三打出的拳影 很快被那道剑芒击碎 飞射过来的剑芒 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 这道剑芒的威力 没有超出炼气巅峰的范畴 但见光中蕴含的意境 却强大无比 在那强大的剑翼笼罩下 零十三的身体 都变得有些僵硬 他的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这些青传弟子的底牌 果然强大 但他并没有放弃 眼中的战役化成实质 手上的拳头 还在一拳一拳地挥出 他出拳的速度 虽然比之前缓慢 但打出的拳影的威势 却越来越强 从两拳一个拳影 到三拳一个拳影 到最后四拳一个拳影 哄哄哄 拳影和剑芒不断相撞 爆发出更加猛烈的灵力波动 整个山峰都颤抖起来 正在和肉仔纠缠的 那个天玄宗弟子 在感受到这股强大的 灵力波动时 脸上露出骇然之色 陈师兄竟然动用了 风筑给他的底牌 那个青鱼门的杂役弟子 有这么强吗 他不是只有 炼器五层的修为吗 陈师兄击杀他 不是应该轻而易举吗 他忍不住 往零十三他们 战斗的方向看去 手上的动作不由于慢 然而 肉仔并没有被那边 爆发的风暴影响 他抓住这一瞬间的机会 小腿一蹬 如一只离弦的剑 向那个天玄宗的弟子 扑了过去 咔嚓 那个天玄宗弟子 脸上的亥然之色 还没有消失 就被肉仔一口咬断了脖子 然而 尽管零十三不断地挥出拳头 那道剑芒 还是离他越来越近 他被逼得不断后退 不要再挣扎了 这可是我的师尊 融合了他强大剑意的意见 我的师尊可是原因修饰 注击之下任何人都 无法抗衡这一剑之位 陈师兄看着 被那道剑芒逼得狼狈倒退的零十三 也越来越慢 但他眼中并没有害怕之色 反而是有着浓浓的喜悦之色 在这道有着强大剑意的剑芒逼迫下 他已经能够把青云拳 融合到四拳一个拳影 他打出的拳影 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拳影 而是看起来 有了一定的实体状态 不过可能是受限于他的修为 在达到四拳融合一个拳影后 零十三无论如何 也做不到五拳融合在一个拳影当中 还是要提升修为 修为提上去了 实力才能跟着提上去 哄 当零十三打出的最后一个拳影被劈散后 那道灵力的剑芒 直接往零十三身上劈了过去 哄 他的身形瞬间被劈的道飞出去 直接撞入地面 发出轰的一声巨响 地面被撞出一个大坑 直到此时 那道剑芒上蕴含 强大灵力才被耗尽 慢慢地消散在空中 那股射人的威势也消失不见 看到零十三的身影 被那道剑光撞入地下 陈师兄的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不是应该被直接劈成两半吗 难道是直接被斩成了肉僵 可千万不要把他的储物袋也斩坏了 要是他那能够助人快速修炼的宝物 也被斩坏 就太可惜了 如此想着 陈师兄快步向那个被斩出来的大坑走去 他站在大坑的边缘 看向大坑的底部 零十三闭着双眼 静静地躺在那里 大半个身子被埋在泥沙下面 只有脑袋还露在外面 似乎已经没有了声息 陈师兄看得心中一喜 师父的一剑之威果然不凡 这个清云门的杂役弟子 恐怕下半身都被劈碎了 如此想着 他迫不及待地跳进坑中 想要去里面寻找零十三的储物袋 想到那可以加快修炼速度的宝物 陈师兄心中一片火热 就连平时一贯谨慎的心态 也被他抛之脑后 毕竟在他师父那一剑的威力之下 能够活下来的炼气气修士 在整个极北之地 恐怕都找不出来 虽然他之前受伤颇重 但走向零十三的速度 却并不慢 很快 他就离零十三只有一丈远 忽然 一阵心悸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 他瞳孔一缩就要往后退去 就在这一瞬间 一柄红色的匕首 从零十三的眉间飞出 化作一道流光射向陈师兄的面门 噗哧 在陈师兄惊骇的目光中 那道流光直接穿透他的眉心 从脑后飞了出去 不可能 陈师兄眼中的惊骇被定格住 他完全不相信 零十三还能对他发出攻击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来搞清楚这一切 他的身体缓缓向后倒去 被埋在坑里的零十三 缓缓睁开眼 从碎石中站起身 抬手召回火灵剑 他走向倒下的陈师兄 取下他的储物袋 收紧进怀中 原来 零十三在最后一个拳影 被斩碎的那一刻 迅速地撑起了金钟罩 直到那道剑芒上的力量 被消耗殆尽 那道剑芒的威势虽然强悍 但经过他之前不断地消耗 所剩下的攻击力已经不强 为了能够顺利灭杀陈师兄 不让他有机会捏碎传送玉符逃走 零十三在撑起金钟罩时 就算准了方向 让那道剑芒残余的灵力 把他冲向地面 在剑芒强大灵力波动的掩护下 陈师兄很难发现他的动静 零十三就是借助那个机会 把自己半个身体埋在碎石中 然后假装被灭杀 等陈师兄走进来 查看他的情况时 他在发用火灵剑 发动突然袭击 一举灭杀陈师兄 那道剑芒所能给零十三带来的困扰 也就是他那强大的剑芸干扰 使得他的身形没有之前灵活 但他也利用那道剑芒上强大的剑芸 磨练出了自己的权益 若非今天这一遭 让他自己慢慢体悟权益 他起码还要在十年之后 才能摸到门槛 有了今天这道剑芒上的剑芸压迫 他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就摸到了权益的门槛 莫怪忽莫爷爷说 已经要在不断的实战中 才能体悟出来 没有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光靠每天不断地练习 想要感悟出功法的真意 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不过也是在这秘境中 那道剑芒的威力 不能超过炼器巅峰 若是在外面 他定然没有这样的机会来体悟 当然也有他的修为足够强大 否则 在那样的剑芸压迫之下 他瞬间就会被斩成碎片 解决了陈师兄 林十三强打起精神 寻找肉仔 之前他一直注意着肉仔那边的情况 肉仔一直牵制着那个天玄宗弟子 让他能够安心地和陈师兄对战 但在最后 陈师兄释放出这道带有剑芸的剑芒后 林十三只能收回心神 全力应对眼前的战局 现在 他和陈师兄之间的战斗已经结束 他的灵石扫出 发现那个天玄宗的弟子 也已经被肉仔灭杀 他正想呼唤肉仔 哥哥 我在这里 正在这时 肉仔叼着一个储物袋跑了过来 肉仔在灭杀了那个天玄宗的弟子后 就取下他的储物袋 躲在安全的位置 等待着林十三和陈师兄的战斗结束 因为有着契约的联系 他知道林十三是安全的 所以他能一直都保持着冷静的心态 和那个天玄宗的弟子纠缠 等林十三灭杀了陈师兄 他才从躲藏着的地方出来 肉仔 谢谢你 林十三结果他叼着的储物袋 抬手在他头上轻轻地抚摸着 这场战斗 若是没有肉仔的权力相助 最后的结果会怎样 还无从得知 但至少他不会像现在这样 只是灵力消耗过多 有了同门的相助 陈师兄最后也不可能 用出那带有强大建议的福转 他也不可能误出自己的权益 肉仔可以和哥哥一起并肩战斗 肉仔的嗓音虽然稚嫩 但说出来的话却枪枪有力 哥哥知道 我们快去把小灰灰找出来 赶快离开 林十三对肉仔说道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前门遗址 既然陈师兄他们能够来到这里 就还会有其他人来到这里 然后进入到这内风中来 这一场的战斗中 他虽然没有受伤 但体内的灵力也是几乎消耗殆尽 他现在还能够站着说话 也是靠着他坚定的毅力强撑着 肉仔很快找到小灰灰 林十三强行提起体内不多的灵力 往前门内风深处而去 一天后 林十三收起功法 缓缓睁开眼 哥哥 你恢复好了吗 感受到林十三的动静 正在和小灰灰玩耍的肉仔 立刻看向他惊喜地问道 嗯 我已经完全恢复了 在我恢复的这段时间 有没有人进入这前门遗址中 林十三站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脚 从储物袋中拿出几颗灵草 分别为给肉仔和小灰灰 向肉仔询问道 之前他特意找了这一处较高的位置 可以直接看到 登云梯那边的情况 这段时间 先后进来的三拨人 分别是青云门 天玄宗和洛霞派的弟子 天玄宗的弟子最后进来 才刚过去不到一个时辰 肉仔一口吞下林十三丢给他的灵草 然后回答道 还是先去寻找灵药源 略一思索 林十三心中有了决定 每个门派 通常都会有自己的灵药源 品质高的灵药 通常生长的时间就比较久 需要的灵气也相对浓郁 所以 一个门派的灵药源 通常都在那封灵气最为浓郁的地方 现在进入前门的人越来越多 若是去得晚了 恐怕就被人节足先登了 林十三立刻让小灰灰带路 往灵气最为浓郁的方向而去 他因为之前的战斗 已经耽误了一天的时间 也不知道灵药源那里 会不会有人节足先登 小灰灰吃饱了 立刻精神百倍地在前面道带路 一路前行 他们并没有和之前进来的人相遇 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随着他们不断地前进 周围的灵气越加的浓郁 很快 他们来到一个峡谷前 这处区域的灵气特别浓郁 林十三深吸一口气 立刻感觉通体舒畅 全身的每个细胞都传来舒适的感觉 若是在这里修炼 定会事半功倍 只是肉仔和小灰灰 却停在了峡谷的入口处 哥哥 这里进不去了 肉仔看向林十三说道 林十三快步走了过去 一层无形的屏障挡在前面 屏障中有浓浓的雾气缭绕 从外面根本无法看清 里面有些什么 是阵法 没想到保护林药元的阵法 还没有损毁 林十三瞬间想到 林药元中灵气充沛 若这个阵法 可以直接汲取周围的灵气补充能量 能够保留到现在还没有消散 也是很正常的 若这里真是林药元 阵眼肯定在药元里面 想要从外面破阵 以林十三现在的实力 几乎办不到 他看向谷口周围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此处多年没有人计 谷口杂草丛生 林十三在一人多高的杂草中 找到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林药元三个古砖 这里真的是林药元的入口 看来只能试试 能不能强行破阵了 林十三来到那层屏障前 运转其体内的灵力 拳头上瞬间闪耀起一片金色的光芒 青云拳 他大喝一声 一拳砸向面前无形的屏障 嗡 一声闷响 他裹挟着强大灵力的一拳 砸在面前的屏障上 并没有爆发出强大的威力 他的拳头犹如砸在了一层棉花上 只是在那层无形的屏障上 荡起了层层波纹 然后他所有的攻击 都被化解于无形 林十三眼露惊讶 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是什么样的阵法 竟然能把保含了他全力一击的一拳 化解于无形 完全没有引起任何波动 林十三不幸邪 又是连续几拳轰了出去 但他的攻击 完全没有引起任何波动 到最后 他连已经连悟到的权益都用上 还是没能让眼前的屏障有任何变化 大宗门的底蕴果然深厚 就连一个护员阵法都如此强大 林十三收起拳头 宁眉苦思 难道要就这样放弃 已经来到了灵药园的外面 就算当年前门的人离开时 把园中所有的灵药都带走了 但经过这么长久的岁月 在如此浓厚灵气的滋养下 定然会有新的灵药长出来 也许里面就有他这次想要寻找的菩提果 现在 让他就这样离开 林十三还是有些不甘心 忽然 林十三眼前一亮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只见他从储物袋中 拿出小灰灰之前找到的那块令牌 林十三想到 在宗门中进出守护法阵 都是用身份预牌作为开启的钥匙 也许这块令牌 就有进入林药园的权限 肉仔 快带小灰灰过来 我们试试能不能进去 林十三向在一旁警戒的肉宅 和小灰灰喊道 手持那块令牌 向面前的屏障走去 哥哥 我刚刚看到 有两个落霞派的人过来了 肉仔带着小灰灰边 跑向林十三边说道 先不管他们 我们先试试看 能不能进去 林十三对肉仔说道 他想的是 若是能够直接进去 相信他们不一定有着前门的令牌 能跟着进去 没有令牌 按照之前的情况 以两人的实力 也不可能强制破坏阵法进入里面 若是不能进去 再看他们的态度 若是他们态度友好 可以一起想办法进入 之后里面的东西 大家平均分配 若他们态度不友好 从两人手下 脱身踏 还是很有把握 说话间 林十三已经走到那层屏障面前 肉仔和小灰灰也到了他的脚下 袁师兄 你快看 前面有一个清云门的弟子 洛霞派的两人 也发现了前面的林十三 那里应该就是前门的灵要员了 刘师弟 我们赶快过去 不要让他截足仙灯了 另一人手上捏着绝 看向背对着 他们的林十三说道 他修炼了一门寻气绝 能够寻找天地灵气最浓郁的方向 这个方向 是他发现的 前门灵气最浓郁的方向 前门的林要员 很大可能就在这里 林十三已经把那块令牌 扳向那层无形的屏障 一道灵光在令牌上亮起 面前的屏障 荡起一层层波纹 有作用 看着令牌和阵法上的变化 林十三心中一喜 很快 那道屏障就裂开一道口子 一股浓郁的天地灵气扑面袭来 走 我们进去 林十三一挥手 带着肉仔和小灰挥 向阵法中迈了进去 他的身影 很快消失在浓雾中 在他们进入阵法后 那道裂开的口子 又迅速合拢起来 后面洛霞派的两个弟子 健壮立刻加快速度追了过来 只是当他们赶到 那道屏障前时 裂开的口子 已经完全合拢 一道无形的屏障 挡在了他们面前